末日倒计时,一百天,系统,激活中,丧尸来临一百天倒计时,好在激活了随心所欲系统,仅需追寻本心,按照自己的本性行动,便可获得奖励,小姨子温柔软弄,我随心所欲,白月光守身如玉,我随心所欲,以前不敢干的事情,我干,以前不敢泡的妹子,我泡,凌家玉姐,撒爽女警,正义美衣,可爱萝莉,寂寞富婆,随心所欲,丧尸来临一百天,夜夜升歌一百天,末日倒计时,一百天,系统,激活中, 卧槽,一百天后,丧尸围城,一大早的,开什么国际玩笑,唐海翻身起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眼里充斥着忐忑与恐惧,末世小说,他也看了不少,里面主角各个都是挂逼,只有这样,才能在满是欺骗与杀戮的末世里生存,末世降临,等于半只脚踏进鬼门关,唐海的脸色顿时煞白一片,冷汗浸湿了睡衣,仅有了一丝末世洗牌之后的兴奋感,也在求生本能的刺激下,当然无存,社会再绝,还不至于草菅人 末日降临,能活几天都是问题,末世生存环境恶劣,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现代人,哪里受得了朝不保夕的日子,只能寄希望接下来激活的系统足够给力了,吉尼太美,突然,手机传来一道微信铃声,打断了唐海的思考,唐海一惊一乍地拿起床头的手机,脸上恐惧的表情倒是舒缓了不少,接通微信电话,他平静了下心神,问道,臭宝,啥事,电话里传来一道悦耳的女声,哼,臭老公,还没去上班吧,刚才我妹妹打电话说, 已经快到了,你现在还在家吗?没有,什么事你说,上班,马上就世界末日了,上个吉尔的班啊,老子又不是傻叉,都这个时候了,还让资本家压榨,唐海边回复老婆,边在心底骂道,原来今天休假呀,怪不得,你昨晚来了三次,平日里,让你多来一次多闲嘞,嘻嘻,七,以后夜夜升歌,让你哭爹喊娘求饶,唐海不懈地说道了,有了系统,虽然还不知道咋用,但不妨碍他充满自信,定要更坏这块良田,电话另一边的张雪岩,翘脸微微一红,没好气地说道, 别吹牛了,你收拾一下,我妹妹还有一会儿就到了,知道了,知道了,前段时间,老婆就跟唐海说了,小姨子要来的事情,活泼可爱的小姨子,要来,他自然不会忘,只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挂断电话后,唐海深吸一口气,他又不是末日小说里的男主,孤家寡人一个,他有老婆,有父母,还有小姨子,算了,既然无法改变,思来想去,也于事无补,先把剩下的一百天过好,不留遗憾便好,不过并不意味着他不做准备,乘着小姨子还没来,他打开了知乎, 先浅浅问问网友,假如末日还有一百天降临,我该怎么做,除此之外,他还搜了搜网上一些资料,除了国内一些网友的奇思妙想,国外的他也看,毕竟他看得懂英文,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国外的沙雕网友远比国内有更为深厚的末日情节,甚至有很多人早早地就修建了地下室,避难所,在国内,可不信这些啊,胡乱动工,可是要进去吃牢饭呢,唐海打算设计一个符合国内形式的计划,正当他准备大刀阔斧行动的时候,叮铃� 门铃铃铃,门铃声突然响起,唐海知道,是自己小姨子来了,他起身走到门边,一推开门,少女特有的亲至芳香就扑面而来,眼前的少女,青春靓丽,宛如花蕾出战,黑亮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轻柔的发丝随风舞动,撩人心弦,他穿着一件贴身的黑色连衣裙,紧裹着他那前凸后翘的优雅曲线,修长纤细的大白腿在阳光的映照下刺得唐海双眼放光,几个月没见,唐海没想到,这小妮 张姨子已经含苞绽放了,紫锋,这么早就到了,快进来,别愣在门口了,盯着青春靓丽,娇艳欲滴的小姨子,唐海压下,心中一些以往都未曾有过的躁动,他主动提起张子锋的行李箱,转身领头走进房内,以免让小姨子看到自己下半身从未有过的丑态,姐夫,不好意思,打扰你和姐姐过二人世界了,我还在实习,等转正后,工资多了,我就出去租房子住,嘿嘿,张子锋有些羞懒的笑了笑,毕竟寄人篱下,属实是低人一等,不过是自家姐 放下身段倒也没什么,当成自己家就可以了,你之前住的那个房间,东西都没动过,随便你住,如果是以前,唐海可能还考虑,如果有了小孩,房间不够用的问题,但今非昔比,一百天后,谁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张子锋撬脸红扑扑的,听了唐海的话,他立马扑了过来,抱着姐夫的手臂,欠然笑道,姐夫真棒,唐海感受着少女的温度,柔软的娇躯,不禁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小姨子也是绝了,完美的颜值,诱人的身材,车灯更是比老婆还要闪亮,一般人根本把握不 要不,冲了,这个以往做梦都不会去想的,大胆想法一旦冒出,唐海就压抑不住了,好在这时,张子锋已经去房间整理东西了,没有看到唐海下半身那夸张的反应,紧接着,系统空灵的声音再度响起,让唐海瞬间冷静了下来,恭喜宿主,成功激活随心所欲系统,宿主仅需追寻本心,按照自己的本性行动,便可获得奖励,宿主若是压抑本性,未能做到随心所欲,超过十次,系统将告别宿主,随心所欲系统,唐海听到系统的 是探机生物能想出的东西,丁,首次激活系统,宿主获得神秘礼包,请注意查收,神秘礼包,五百万软妹币,天赋自选卡,全属性加一,系统的提示刚刚结束,唐海的支付宝就收到了一声提示,到账五百万,五百万现金,放在以前,唐海想都不敢想,可现在,百感焦急,接下来,他打开天赋自选卡,微微一愣,请在以下天赋中进行选择,多子多福传说集,宿主获得超强生育能力,每出生一个孩子,就会随机增长,一项属性值,进化 水月传说集,奖励顶级演技,完全催眠,全方位迷惑目标,覆盖目标感官,玉树林峰传说集,奖励完美颜值,永驻青春,男女老少诸天万族通杀,能轻松获得异性好感,看到这三个选项,唐海思考了片刻,多子多福,看上去成长性最好,但实际上,人类的繁衍速度很慢,哪怕假设就从现在开始,不愁女人,没昼没夜的生涯,兑现奖励也要九个月后了,这个天赋绝对不能选 至于玉树林峰,放在和平年代,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还有一百天,就是末世,屁用都没,颜值又不能魅惑丧失,唐海心面一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化水月,面板上的淡蓝色字符,化作光点,落在唐海身上,半上,他微微皱眉,这就完事了,什么意向都没,不过,身体各方面属性加一,倒是让唐海切实地感觉到了变强,他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个小鲜肉,另外,今晚,他打算好好惩罚下自家不自量力的老婆,别的不说, 三次起步,然而没等唐海高兴多久,叮,系统检测到宿主压抑了对小姨子的冲动,系统消失进度十分之一,卧槽,怎么了,姐夫,换了一身居家睡裙的小姨子,听到姐夫爆粗口,探头出来,一脸好奇,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唐海,看到懵懵懂懂穿着睡裙的小姨子,又是一阵气泻上涌,只不过,唐海更想吐血,我没事,我先出去下,唐海知道,现在不能冲动,冲动后果很严重,但也不能就这样让系统消失,不然末世不好混,于是,他连忙说道 我出去一下,公司有点事情,你在家要是饿了,自己点外卖,于逼,唐海根本不敢再多看小姨子一眼,立马转身离开了房间,至于去公司,上班是不可能上班的,他出门只是为了压抑住本性驱使下,对小姨子的种种念想,俗称,眼不见为净,出门后,唐海找了个奶茶店,看了会手机,这个时候,他知乎已经浮现出大大的红点,看来回复不少,打开一看,各种奇思妙想的都有,但大多数回复,都提到了两个字,贷款,先贷款,然后打造一个避难所, 哪怕是唐海自己,也是想到了这一点,于是,整个白天,他跑遍了国内实力靠前的各大银行,不得不说,净花水月这个天赋,还真是好用,稍微发动天赋,扮演富豪,银行大堂经理,就看出了他身份不菲,再加上他支付宝刚刚到账五百万流水,一天下来,很轻松的,就贷款到了三百多万,加上这些年的存款,外加系统给的五百万,唐海现在的可支配资金,来到了一千万,忙活了一天,唐海回到家里,发现妻子张雪岩和妹妹,正坐在沙发上,欢声笑语不断, 不算,姐妹俩都是顶尖美女,还是姐妹花,让唐海看得心痒痒,她也想通了,为了不让系统消失,她开始坚定本性,小姨子,我必拿下,果然,系统消失的提示,没有再出现,你去哪儿了,不是说今天不用上班吗,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你回来呢,张雪岩看到唐海炽热的眼神,偷偷朝他几眉弄眼,脚狭地牵着唐海走向餐桌,嘻嘻,吃完饭,我就回房间睡觉,绝对不会打扰你俩,姐姐,你就别偷偷摸摸,给姐夫实眼色了,张子峰眨巴着 大大的美眸,严余地调侃道,走开,你现在就可以回房间睡觉了,张雪岩瞪了妹妹一眼,作为一直处于蜜月状态下的妻子,张雪岩心里全是唐海,在妹妹面前,一点也不害羞,哈哈,看来我很快就要当小姨了,今晚你们继续加油,张子峰被姐姐秀恩爱斗得嘴角上扬,张雪岩白了妹妹一眼,给唐海夹菜,这个举动稍微让对面的唐海有些愧疚,有这么好的妻子,她还想着勾搭小姨子,这是不是有点不道德,不过这样的念头,她可不敢多想,一旦系统消失 她也没有百分百的信心,在末世里保证父母,老婆,还有小姨子的安全,但也不能简单粗暴地用墙,毕竟,距离末日,还有一百天,若是早早吃了劳饭,那就得不偿失了,她必须想办法,争取到小姨子的方形,饭后,小姨子张子峰立刻回房,妻子也适时地洗完碗筷,向唐海走来,妹太浑然天成,小样,今天白天,牛皮吹得啪啪响,晚上能兑现不?嘿嘿,今晚你不求饶,以后家务都归我干,唐海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小姨子的卧� 然后在一声惊呼声中,拦腰抱起老婆,冲进卧室,战斗,一触即发,几个小时后,老公,你你怎么这么忙?啊,不行了,不要再来了,一日,在唐海醒来后,妻子张雪岩已经早早起床上班,唐海也是立马起床,现在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当她走进客厅时,发现小姨子张子峰已经坐在餐桌前,吃着牛奶麦片,她看了眼手机,有些疑惑地问道,你今天不上班吗?张子峰听到唐海的话,翘脸泛起一丝红欲,白了她一眼,她心想,要不是你们昨晚? 神仙打架,我怎么会辗转反侧,也不知道是隔音效果太差,还是姐夫真的如同昨晚姐姐喊的那样,太猛了,一想到昨晚种种,张子峰就不敢正眼看唐海,唐海继续说道,子峰,我辞职了,要不你也辞职吧,跟着姐夫,打打下手,张子峰一脸惊讶,甚至可以说惊骇,姐夫,你没事吧?我很好,算了,现在跟你说啥都没用,跟我出去转一转,你就懂了,唐海摇摇头,笑着说道,她又不是名人,没法靠嘴盾说服别人,用实际行动,更为简单快捷, 辞职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你姐,我要给她一个惊喜,听了唐海的说辞,张子峰心里无语的吐槽,辞职算什么惊喜,这简直是个惊吓好吧,唐海不以为意的笑了笑,收拾下,跟我出去历练一番,你就懂了,看着张子峰可爱的模样,唐海忍不住揉了揉她的头发,张子峰翘脸刷的一下,飞红起来,略显羞怒的娇称,讨厌,不要搞乱我的发型啊,其实,发型不发型什么的,不重要,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男人摸头杀,而这个男人,还是她的姐夫,不得不 说的是,女生出门,就是末季,一个小时后,张子峰老老实实地跟随在唐海的身后,来到地下停车场,然而,从她一脸那一脸狐疑的表情中,就能看出,她对唐海的行为,充满了质疑,不过,眼神中透露出的一丝好奇,也是藏不住的,唐海微微一笑,打开车门,让张子峰上了副驾驶,不一会儿,车子比以往以更快更稳的速度,扬长而去,属性的全面提升,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车技,两种意义上的,都有提升,没多久, 她就带着张子峰,来到了城市最为豪华的别墅楼盘,姐夫,我们来这干嘛,张子峰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在装修豪华奢靡的展厅,四处张望,满脸好奇,先生,女士,欢迎来到十里桃花寿楼处,请问,想要构置什么样的户型,见两人进来,一位长相不错的小姐姐,立马一脸惊喜地迎了上来,说实话,全国房价下跌,像二线城市的高端楼盘,根本都卖不出去,旁边的张子峰,看着各个户型,都是几百万的售价,心 需要她辛苦工作多少年才能买下来啊,毫无疑问,一辈子都买不起,那个,姐夫妮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在小姐姐倒水的间歇,张子峰紧张得都快要贴到唐海身上了,声音压到最小,生怕别人听到,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像这种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妮子,光是来到这种地方,就有些漏欠,事实上,大部分卡里没钱的正常人,来这种地方,都会因为没有底气而感到自卑,给你买房子啊,唐海看到小姨子这般可爱的模样,刮了刮她的小穷鼻,一脸玩味,张子峰先是被唐 唐海的举动弄得含羞待怯,然后又是被她的话语吓得差点原地起跳,给,给我买房子,姐夫,你你想干什么,少女瞠目结舌,嗨嗨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你也信,我这是给你姐买房呢,你帮忙参考参考,暂时不要告诉她,唐海眼中闪过一丝细血,给我姐买房子,你之前的房贷还没还完吧,中彩票了,张子峰放下心来,拍着不断起伏的两团饱满,好奇地问道,秘密,唐海惠莫如深地眨了眨眼,在张子峰难以置信的目光下,唐海干净利落地拿 下了靠近山脚的一套别墅,成功花掉了系统给的钱,也就意味着,毫无疑问,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唐海已经有了心理建设,不就是末日吗?哼,也提前做准备,不信狗不住,虽说张子峰并不知道为什么唐海要买最里面的那一套,毕竟交通不是很便利,但不妨碍她震惊地瞠目解释,这就花了六百多万,恐怖如斯,恐怖如斯,没想到姐夫实力这么豪横,离开十里桃花别墅区,张子峰仍然眼神迷离,惊叹连连,她看着唐海云 淡风轻的高大背影,眼底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羡慕和嫉妒,独自拥有一套房子,这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唐海听到张子峰语无伦次的惊叹,嘴角勾起一丝笑意,看来,小姨子的三观已经被刷新了一番,当然,唐海这番举动,也不完全是为了在小姨子面前装逼,这个别墅,真实用处,可是用来储存物资,作为末日前妻一大据典的,她特意买在里面,交通虽然不便,但是背靠白石山,一手难攻,随后,唐海带着迷迷糊� 花园酒店,这个酒店,也是汉城最为高档的酒店,张子峰被唐海的一番操作震撼得头晕目眩的,还没消化过来,就晕晕乎乎的跟着唐海入住了总统套房,直到进入房间后,张子峰才意识到不对劲,和姐夫来酒店,什么情况,姐,姐夫你打算,你想干什么,张子峰退后两步,双手抱着小包放在身前,一脸戒备害怕,你觉得呢,唐海撑着脑袋,狡黠地盯着小姨子,姐夫,你,你怎么能这样,亏我这么信任你,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与毙,张子峰有 有些休脑地转身朝大门走去,唐海见此,也不废话,拿起手机找到小姨子的微信,一瞬间就赚了一万元过去,张子峰的脚步梳得停在了半空中,震惊地低头一看,微信对话窗里,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数字,弹了出来,一万块,姐,姐夫,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愣了片刻,张子峰的手指依依不舍地滑到了退环按钮,狠狠地按下,唐海注视着整个过程都矛盾纠结的小姨子,微微一笑,也不逼逼赖赖,她拿起手机,又输入了一串数字,随着 手机发出叮咚的提示音,张子峰微信上又一条转账通知弹了出来,紧张不安的少女,小手颤抖得几乎无法稳住手机,这一次是五万块,刹那间,少女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眼神挣扎闪烁,脸上浮现出更为复杂的情绪,纠结了一段时间后,张子峰咽下口水,不行,我不能这样做,最终,她还是坚守住自己的原则,选择了退环,她绝不愿意成为破坏姐姐婚姻的坏女人,姐夫,我真的不是你所想的那种人,你这样做,张子峰深吸了两口气, 准备一本正经的呵斥姐夫,然而,手机再次响起转账提醒的声音,这一次,是整整六位数,张子峰瞪大了眼,全身冻住,她眼前浮现的这一串数字,平日里根本不敢想象,心神瞬间失手,张子峰现在的工作,哪怕转正了,工资也就三千出头,在这个二线城市,光是找份这样的工作,已经很艰难了,而十万块,相当于她两年多的收入,意味着,以后,她再也不用省吃俭用,再也不用羡慕同龄人的手机,穿搭,化妆品,情况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一个躺平的机会摆在了张子峰的面前,她小手紧张地抓住手机,额头上冒出了细腻的汗珠,翘脸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子峰,你是了解姐夫的,姐夫会坑你吗,让你有足够的钱花,是姐夫应该做的,当然,事后也会对你负责,把你当成亲妹妹照顾,也不会妨碍你的生活,你随时都可以退出,难道你不想和姐夫的关系,更进一步吗,就在张子峰准备咬牙拒绝的时候,唐海那如同恶魔一般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朵,瞬间,张子峰内心的天平 发生了清闲,显然,唐海发动了她的天赋净花水月,把偷换概念玩得淋漓尽致,张子峰彻底动摇了,姐夫你会一直对我好吗,张子峰带着羞涩和不安,偷偷地描向唐海,忐忑地问道,话一招然,当然我是你姐夫,其实这么做,也是让你提前体验下做女人的幸福,唐海见张子峰上钩了,放下手机,上前安抚道,小姨子在唐海的拿捏下,眼神也逐渐迷离起来,在净花水月的影响下,她给自己找了个荒谬的理由,反正便宜的是姐 姐夫,没关系的,又不是跟外面的野男人鬼混,算什么坏女人,我张子峰依旧冰清玉劫,那个我,我第一次,姐夫,会不会?很疼,张子峰被唐海炙热的目光盯得羞怯难耐,颤声问道,放心吧,姐夫会让你舒舒服服的,唐海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光芒,一把蓝腰抱起张子峰,属性的成长,让她能轻松在柔体上凌驾于女性,在一声含羞待怯的惊呼声中,唐海把她丢在了床上,和她预想的一样,张子峰确实是没有一点经验,姐夫, 你骗我,好疼,姐夫别动,让我缓缓,好,不动,就蹭蹭,啊,疼疼疼,姐夫你个大骗子,伴随着一抹纯洁的花落,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请查收以下奖励,一百立方米的系统空间,不加迪威龙,开人,体质加一,卧槽,双喜丽门,这波卸转,基尼太美,唐海还准备继续冲刺的时候,一阵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喂,哪位,被打扰了兴致,唐海情绪极其不好,那边传来娇嘀嘀嘀的女生, 唐海先生,我是布加迪威龙集团经理爱丽,这边订单显示,您购买了一台布加迪威龙,开人,请问,您什么时候提车,这么快就到账了,唐海微微一愣,按想,这系统的效率,确实是厉害,明天过去提车吧,挂断电话,发现张子峰张着小嘴,惊讶地看着他,姐夫,你买车了,是啊,特意给你和你姐买的,以后出去兜风,方便多了吧,唐海轻声一笑,胸膛再度压了下去,哎呀,姐夫,不要啊,一瞬间,宽敞的酒店内,满是以你风光,持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唐海缠着一拳一拐的张子峰离开酒店,酒店前台坐着的美女看到两人这样子,十分吃惊,好厉害的男人啊,前台小姐姐眼神极其艳羡,双腿不由扭动起来,这不比家里那个三秒男强太多了,出了酒店,看到前方商铺,不少人围拢着,张子峰忍着痛楚皱眉道,姐夫,那些人在干嘛呀,唐海暗笑,女人真是到什么时候都这么八卦,她正打算走过去问问情况,一个穿着清凉的小姐姐走了过来,您好,非凡大师手机热卖中,深度防水防 支持全天候卫星通话,您要不要了解一下,说话间,给两人递过两张传单,看到起步就是一,两个W的价格,张子峰面色一变,为难道,姐夫,不要了吧,太贵了,唐海正打算拒绝,突然看到宣传单上写着卫星通话的字样,顿时灵机一动,末日来临,激战信号都无法使用了吧,不过,卫星应该还可以运行,配上支持卫星通话的设备,倒是也不错,配置最好的手机,给我来三台,正打算带人离开的张子峰听到这话,极其难以理解的看向唐海, 姐夫,我知道你有钱,但也不能这么花呀,唐海笑着解释道,放心,我有大用,导购小姐姐面色一喜,知道今天来大单了,服务也跟着殷勤了,先生,顶佩已经卖断货了,不过,算了,唐海打断了导购小姐姐的推销,直接出了门店,找了外面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小黄牛,以两万一台的价格拿下了三台手机,见到唐海财大气粗,一副爆发户的模样,一个个的跟着小生议论起来,这人脑子有毛病吧,六万块钱买三部手机,别说了,人傻钱多呀, 苍天哪,为什么发财的都是这种人啊,你看他旁边那个女的,肯定有钱,估计是被包养的小白脸啊,年少不知富婆好,错把少女当成宝啊,小黄牛是个精神小妹,见唐海干净利落地转账,巧笑倩熙,先生,这是您的手机,请拿好,如果下次想买手机,可以找我,送货上门哦,要不要加个微信? 对于小黄牛的小心思,唐海再清楚不过,但他现在对这种精神小妹,没有半点想法,可以说不及张子峰一根毛,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而且,这一次是唐海发自内心的拒绝,系统倒是没有任何提示出来,不必了,唐海草草地拒绝,带着眉开眼笑的张子峰离开了,开玩笑,再过一百天就,世界末日了,返回家里小区以后,不少熟识的老大娘们看到唐海,纷纷打着招呼,哎呀,唐海回来了呀,今儿没上班啊, 这姑娘挺俊啊,不少人看到一蹶一拐的张子峰,瞬间想到了什么,一个个眼光有些怪异,小海啊,注意身体啊,小唐,眼浮不浅啊,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快步返回家里,张子峰捶打着唐海的胸口,红着脸说道,哎呀,姐夫,羞死人了,唐海哈哈一笑,两人温存了一会,一直等到晚上,张雪岩回到家中,看到桌上摆放着三台新的手机,十分诧异,不得不说,穿着职业装的张雪岩,确实别有一番韵味,如果说,张子峰是小家碧玉的典范, 那张雪岩就是成熟玉姐的稳重,她坐在沙发上,包屯裙勾勒出危险的弧度,从厨房出来的唐海,下意识咽了口唾沫,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娘们这么诱人呢,老婆,你回来了呀,手机喜欢吗,唐海下意识走过去,一双手熟练的放在张雪岩身上,哎呀,小峰还在呢,张雪岩翘脸一红,想起昨晚,不由的夹紧了双腿,嘿嘿,赚了点小钱,买了三个手机,正好咱们三个一人一步,张雪岩十分兴奋,抱着唐海一顿猛亲,啊,老公你中 彩票了,这么贵的手机,一口气满了三台,最近找到一个风口,发财了,有空给你说说,唐海笑咪咪的说道,一旁的张子峰见到两人视若无睹的样子,翘脸微红,干巴巴的咳嗽道,嘿嘿,这还做着人呢,没羞没躁的,张雪岩狡黠的笑了笑,爷鱼道,你也快去找个男人吧,老大不晓得了,听到这话的张子峰脸蛋更红了,想到要是被姐姐知道她跟姐夫的事情,不知道做何感想,不过现在想想,反倒觉得很刺激,肥水不留外人田,便宜了姐夫,又不是便宜别 张雪岩笑笑,欣慰地说道,老公你真棒,今晚做大闸蟹,犒劳一下你 张子峰立即嚷嚷着要去厨房帮忙,唐海很想说棒的是不是昨晚,盯着两女离去的背影,心里想着要是大被同眠,那该多好啊,转念间,她想到购买的别墅,别墅后方有个白石山,若是挖开的话,倒是也能跟别墅连连通到一起,这样的话,储存的物资就会大大增加了,不过要打造避难所,最先解决的是水的问题,末日来临,不知道那些水还能不能喝,白石山海拔极高,在别墅顶层还能看到常年积雪,要是将那些积雪化开的水全部导流到别墅下方,水源 水源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毕竟没有食物,人能坚持七天左右,但要是没有水,基本上三天就是极限了,然而,想要把水直接引流下来,工程量不小,耗费资金也不小,随即,唐海眼前一亮,明天要去提车,又能抵押带出一笔钱了,一台限量款的布加迪威龙大概的价格是在四千万左右,直接抵押绿本,可以拿到两千万左右,再加上十里桃花别墅的证明,可以直接撬动将近五千万的利润,正想着这些,张子峰和张雪岩端着做好的饭菜走了出来,今天张雪岩 特意开了一瓶上好的红酒,三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卧室内,洗完澡的张雪岩穿着透沙的真丝睡衣,俊俏的小脸因为喝酒的缘故显得红扑扑的,双眼迷离,让人忍不住采摘,看到张雪岩爬上床头,唐海心思有些雀远,立马翻身上去,老婆,今晚好好犒劳你一下,休死人了,小峰还在外面呢?没事,反正都是成年人了,唐海低声说着,内心有些遐想,要是张子峰在外面听着得有多刺激啊?嗯,慢点,屋内春光无限,张雪岩大 大声喘息着,在隔壁房间的张子峰听到这声音,额头不禁伸出些许黑线,姐夫又开始了,想到这,不禁感觉湿漉漉的,双腿下意识地加紧,哎呦,慢点慢点,老公,你太棒了,听着隔壁的声音,张子峰脸色更加潮红了,一夜无话,一日一大早,张雪岩已经上班去了,桌上还摆着张雪岩留下的爱心纸条,草草地看过以后,出了卧室,看到张子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看样子是准备出门了,姐夫,我打算听你的,今天去辞职,跟你混 唐海微微点头,正好自己今天要去找人商议,办贷款的事情,两人在小区分别,等到张子峰离开以后,唐海直接开车来到办理抵押贷款的地方,先生,您好,请问您办理质押还是贷款,我要贷款,见到屋内还有不少人,唐海直接开口,请问您打算贷多少呢,前台招贷的服务极其差劲,每天来这边咨询贷款的人不少,但真正办的不过就是十几万的额度,这点额度根本给他贷不来多少提成,有多少贷多少,唐海笑着说道,招贷直接愣住了,暗想该不会是傻子吧 还有多少贷多少,当真以为这里是银行吗,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冷淡,您有房产吗,这个够不够,唐海直接将十里桃花别墅区的房本甩出去,看到房本上面写的烫金大字,招贷大吃一惊,眼中都要冒猩猩了,十里桃花别墅区可是汉城顶尖的富人区啊,那边最便宜的一套房都要三百多万呢,看这个房本上是六百多万,岂不是自己少说也能拿到十万块的提成,想到这,招贷的服务一下子热情了,弯腰请着唐海进入到贵宾室,先生,您稍等,我 我去喊我们经理过来,唐海漫不经心地点头,没多久,一个穿着西装的光头胖子走了进来,直接伸出油腻腻的大手,笑着说道,您好,我是这边的贷款经理,叫我小龙就好了,先生,您要质押多少,越多越好,见到唐海这么说,贷款经理小龙大喜,他哈哈一笑,额头上顿时出现皱起来的穿字,先生,钱没问题,主要是这个利息,唐海笑着说道,呵呵,实不相瞒,我手上有个工厂,现在急需要资金周转,三个月就够了,只要资金周转过来,你那点利息,算个屁, 唐海语气十分嚣张,再加上进花水月的原因,很容易就让小龙产生了信任感,这样吧,老板,您这套别墅价值六百万,我给您五百万,但是利息要高一些,看到唐海财大气粗的样子,小龙也按道,好生意上门了,可以,什么时候能到,今天我先给您打过两百万,剩下的明天给您,可以吗,唐海点头,直接签订合同,至于还钱,都特么末日了,谁还谁傻逼,到时候,这房本比废纸还废纸,擦屁股都嫌硬,能不能守住地盘,还不是看枪杆子硬不硬, 也不知道末日到来后,会不会有什么觉醒者之类的,看到卡里到账两百万后,唐海心满意足地起身,小龙一路送着唐海来到门口,临走时,唐海像是想到什么,回头问道,一辆价值四千万的限量版布加迪威龙,绿本能质押多少钱,四千万,小龙吃了一惊,猜测唐海话语的真假,但现在是宁错杀不放过,他毫不犹豫地伸出两个手指说道,最少两千万,好,明天我再过来,唐海白手,直接离开了,小龙咧嘴一笑,暗想真是发了呀,两千五百万 的利息,足够他以往干上一年了,回到小区,张子峰已经回来了,他兴奋地说道,姐夫,我今天成功辞职了,你是不知道,那个老主管太变态了,还想着,要加工资留我,真以为我不知道,他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吗?嘿嘿,不过,当我把你买的非凡大师的手机拿出来后,这老东西的脸色,可是精彩多了,真借气,听到这话的唐海,顿时笑了,他大手一挥说道,好,以后姐夫养你,此时,两人依偎在沙发上,关系十分暧昧,感受到唐海结实的胸膛,再想到昨天晚上, 姐姐的幸福生活,张子峰翘脸一红,勾住唐海脖子,姐夫,你你还能行吗?哼哼,你太小看,你姐夫了吧?唐海健壮,立即拿出手机,准备转账,没想到张子峰直接扑过去,将唐海压在身下,好一会后,他才说道,姐夫,你上次给我的钱,我还有呢?我就是觉得,你对姐姐真好,对我也好,说完,不等唐海回话,直接将唐海的衬衫给脱了下去,没多久,沙发上顿时传来吐气如蓝的喘息声,其中,还夹杂着成年男子沉重的低吼声, 大白天的屋内,一派以你气氛,将近两个小时过去,唐海看着香汗淋漓,脸色潮红的小姨子,笑着说道,去洗洗,一会我带你去提车,张子峰微微点头,双手环抱着唐海脖子,撅着小嘴说道,我不,人家要和你一起洗,听到这话,唐海没来由的口舌干燥,先前被释放的激情再度喷发了,这特么谁能拒绝,当下直接扛起张子峰,朝着浴室走去,换上一身干净衣衫的唐海,看着面色潮红的张子峰,姐夫,你穿上这身� 约而精致的白色丝质吊带上衣,展露出他修长的锁骨和纤细的肩颈线条,性感的同时,显得充满了贵气和高雅,下身穿着白色长裙,裙摆轻盈如云,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细带凉鞋,露出了可爱嫩滑的脚趾,看上去充满青春活力,因为要提车,唐海选择直接打车过去,黄增龙腾高端进口车4S店,几乎汉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是在这边汇聚,只因为这家4S店销售的车 算是汉城顶级汽车销售中心了,一致千斤的精彩节目,在这边几乎是每天都能上演,此刻在这家汽车销售中心的展厅内,一辆闪烁着新典的黑色车子横跟其中,宽大的车头仿佛是野兽的巨口一样,低趴的车身腰线仅仅只是看一眼,便丝毫不让人怀疑其本身的爆发力,四周更是有不少网红轮番地对车子进行拍照,在车身周围一米远的地方,更是直接被拉上了警戒线,销售中心甚至派出十几个身 身强体壮的男销售,守在一旁,张经理作为本店的负责人,此刻已经是心花怒放,从业几年来,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一般厉害的客户,一口气直接全款买下了高达四千万的全球限量款,布加迪威龙,要知道,这台车仅仅发售了三十辆,看到现场不断拍照的网红,张经理满面春风的喊道,都注意点,只许拍照,保持好秩序,谁要是不遵守本店的规则,直接把你们请出去,耀武扬威地训斥了一番,张经理独自前往店门口等待,那位客 客户信息是极度保密的,连他这个经理都不知道谁是客户,只得等到对方出示身份证明才行,正在这个时候,一辆汉城常见的出租车缓缓开进店里,见到这个出租车,张经理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今儿可是交车的日子,一会那位大人物过来提车,找不到停车位怎么办,他立即走过去喊道,哪里来的出租车,赶紧开走,谁让你在这个地方停车的,下一刻,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人穿着的衣服倒是看着华丽,但张经理何等眼睛,是不是有钱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两人 人身上穿着倒是不错,但身上的气质却差了一些,凭他的猜想,不是装大款就是爆发户,但他们这个豪车大店,一般的爆发户是绝对买不起的,所以当下,张经理直接将两人错认为前来拍照的网红,他毫不客气地说道,你们俩去那边排队,所有网红都要先报备一下,接下来的一男一女,正是唐海和张子峰,瞧见自己两人居然被错认为拍照打开的网红,唐海哑然失笑,正要上前解释,却不料身后响起刺耳的喇叭声,扭头一看,赫然看到一辆� 绿色的保时捷911停在后面,张经理脸色大变,急忙跑过去喊道,你们俩聋了吗,赶紧走,紧跟着,他又小跑到兰博那边,弯腰攻身,陪着笑脸说道,叶公子,您怎么过来了,车主一身阿玛尼高级品牌,随意地将钥匙丢给张经理,把车停好,带我进去,张经理微微懦懦,把钥匙交给负责驳车的人员,一路前行,小心呵护,就在路过唐海的瞬间,那位叶公子,微微一愣,看着唐海插一道,唐海,你怎么也在这里,� 叶明凯,这妖巧,看到叶明凯,唐海吃了一惊,两人大学毕业,到现在多年没见,却不想在这里遇上了,叶明凯家世显赫,大学时期就传言是汉城叶家家主的孙子,不过很多同学都是半信半疑的家世,当初两人矛盾重重,甚至还因为斑花勤与蒙大打出手,叶明凯甚至还想动用家族关系,让唐海提前毕业,若不是当时的导师从中插手,现在的唐海只怕连毕业证都拿不到,呵呵,今天同学聚会,我过来提辆车,与蒙也去,怎么 他没通知你吗,叶明凯说话十分傲气,双眼则是在张子峰身上来回停留,这女人倒是给他眼前一亮的感觉,唐海笑着说道,我手机号换了,估计是没联系到我吧,叶明凯点头,笑道,正好 今晚相隔里拉阳光酒店,我提个车,一会我带你过去,说话间的功夫,叶明凯直接朝着里面走去,张子峰诧异地问道,姐夫,你认识他啊,唐海无奈摇头,低声道,情敌,还是个富二代呢,张子峰跟着无嘴一笑,在他眼中,现在的唐海 要比富二代厉害多了,两人跟着走进销售中心,看到叶明凯正在签署购车合同,旁边还停着一辆保时捷911,正在陪同的张经理,看到唐海两人,眉头微微一皱,暗想,这两人真不识好歹,自己都告诉他们排队进入,居然直接来大厅了,他立即快步走过去,看着两人说道,我不是都告诉你们了,去后面排队,这不是给你们网红进来的通道,唐海解释道,我们是来提车的,恰巧,这一幕刚好被一旁的叶明凯听到,他笑了笑,诧异地说道,唐海,想不到 几年不见,发财了呀,这次过来踢什么车,那张经理也跟着微微一愣,他还真没想到,这唐海是来提车的,当下也是站在那里,疑惑看着唐海,你踢什么车,唐海扫视了一眼店内大厅,伸手一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辆车吧,循着唐海手指的方向看去,张经理原本以为业绩增加的笑脸顿时僵住了,好办事啊,脸色一下子憋红了,他强忍着怒气说道,你确定提那辆车,唐海点头,张经理跟着说道,先生,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你知道 那辆是什么车吗?全球限量款布加迪威龙,凯人,一旁的叶明凯正在这个时候,哈哈大笑起来,看着唐海鸡笑道,你来这边是来提布加迪威龙,这车一个螺丝都够你奋斗几十年了,你来提这车,唐海微微一笑,轻声说道,确实是提这辆车,见到他不依不饶的,张经理脸色极其难看,先生,我看你像是来闹事的,一旁的张子峰顿事不乐意,上前争执道,你说谁是来闹事的,我们就是过来提车的,张经理上前想要推走张子峰,唐 看着唐海见到这一幕,立马拍开,别在我女人面前动手动脚的,什么服务态度,张子峰感受到姐夫的爱护,顿时翘脸红扑扑的,从没谈过恋爱的他第一次感觉到身边有个男人好,心里想着,难怪姐姐这么喜欢唐海,哼,好男人也不知道跟妹妹分享,而这一幕立即引起了不少网红的关注,忽拉一下,不少人直接围了上来,张经理脸色铁青,想他好歹也是个经理,被这么多人看着教训,脸上数十挂不住,他大手一挥,喊道,保安哪,救一救啊,把他给我轰出去,保 人拍马屁的低级销售,直接围了上来,不少网红义论纷纷,甚至还有人大呼,找到了热点,张子峰见到这么多人围上来,翘脸微白,唐海面不改色的说道,今天你不道歉,我车也他妈的不提了,让老子给你道歉,信不信老子打折你的腿,唐海面不改色的掏出手机,二话不说,直接拨打电话,打电话摇人是吧,我看你能摇来谁,就算你把天王老子摇来了,我也得弄死你,张经理气呼呼的嚷着,销售中心二楼总经理办公室内,正在洽谈合作的 总经理看到桌上电话响了,顿时不悦的拿起手机,看到上面显示的电话,脸色顿时大变,好一番唯唯诺诺诺的通话以后,总经理直接朝着下方快步跑去,大厅内,唐海挂断电话,盯着张经理说道,别着急,人马上就要来了,张经理冷笑道,小子,我不管你是谁,我今天都要送你去吃几天劳饭,扰乱商铺正常经营,少说也要关个,没想到,还没等他说完,总经理就气喘吁吁的跑了下来,看到惊动总经理,张经理瞪了唐海一眼,又急忙转身道, 李总,您怎么下来了?李总脸色难看的说道,总部刚刚来电话,客户过来提车,为什么故意刁难?张经理微微一愣,指着叶明凯说道,李总,那辆兰博已经交付了呀,啪,李总一巴掌扇在张经理脸上,气急败坏地骂道,老子他妈说的是不加敌威龙,什么?张经理微微一愣,刚想说没人过来提车呀,忽然想到唐海是要来提车的,当下脸色大变,一旁的唐海跟着说道,我是来提车的,这是我的身份证明,可以验证一下,李总双手恭敬结果,一路小跑到 前台,亲自查看身份验证信息,周遭的网红们看到事情如此反转,一个个议论纷纷,难不成他是不加敌威龙车主?不像啊,汉成没听说过这好人啊,你傻了吧,真正的隐形富豪都是极其低调的,原本在一旁看热闹的叶明凯也傻眼了,心中有些嘀咕,这个唐海这么有钱的吗?好办上,李总大步走了过来,毕恭毕敬地将身份信息还给唐海,唐先生,验证成功,您看看,现在方便签署交接手续吗?哼,听到这话的张经理,脑中顿时响起一 没想到唐海还真是来提不加敌威龙的,唐海微微一笑,轻声道,不着急,我跟你们这位张经理有点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张经理心中咯噔一下,差点就跪下了,看着唐海祈求道,唐先生,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说话的时候,张经理还重重地在自己脸上扇了两下,叶明凯见到这一幕,心中暗骂一声爆发户,看着唐海说道,今天晚上,香格里拉阳光酒店,别忘了,同学聚会,你可一定要过来,唐海微微一笑,冷眼道,秦宇蒙也来, 先前叶明凯讥讽他的事情,可还没过去呢,听到秦宇蒙的名字,叶明凯顿时怒火中烧,当初导师留下唐海,没让对方退学,很大的原因就是,秦宇蒙暗中求情,他冷笑一声,沉声道,当然,当年他不是你的女神吗?过了今晚,嘿嘿,说完,叶明凯慧莫如深地笑了笑,直接离开了,唐海眼神带着些许的阴影,暗自冷笑,若是以前他还真的没把握,但现在有了净花水月,他有百分百的把握将秦宇蒙搞到手,而且必须搞到手,末日将至,追寻本心 一刻都不能停,出了4S店,唐海开着布加迪跑车,将张子峰送回小区,一路上,尊贵的布加迪直接引起不少人的注目里,从小区离开,唐海直接找到小龙,这是绿本,继续质押,看到唐海的坐驾,小龙双眼放光,唐先生,这台车,我能给您三千万,可以,什么时候能给我,最快,也得三天给您,毕竟这么多钱,我也得需要筹款,唐海点头,心中顿时有了主意,说道,今天能给多少,今天我先给您一千五百万,一千五百万,唐海想了想,低声说, 好,你尽快,龙哥微微点头,送着唐海离开,心头却有些疑惑,这位老板倒是财大气粗,竟然需要这么多钱,不过眼下他带的越多,自己挣的越多呀,除了龙哥抵押公司,看着天色还早,唐海像是想到了什么,在通讯录搜寻了半赏,好半赏以后,他直接朝着那边打了过去,喂,哪位,汽车绿本能办吗?能办,唐海嘴角勾勒出一股笑意,我要办实账,同学聚会,狗都不去,呵呵,都毕业几年了,玩得好的同学,隔三差五,就回约一次, 关系不咋低的,见面也说不上几句话,这种同学聚会,来参加的,不是显摆,就是抱着某种目的来的,再说,叶明凯虽然没啥本事,性格也不算强硬,畏手畏尾,但总得来说,这么多年同学,他还是了解这个人的,他绝不会打没把握的仗,既然,他已经准备好了主场,唐海根本就不会去,不一会儿,和唐海预料的一样,同寝室兄弟无微的电话打过来了,海哥,你让我查的,我查清楚了,秦宇蒙的手机号,工作地点,我都发你微信上了,呵呵,多谢,改天请你 去花园搓一顿,唐海哈哈一笑,嘿嘿,看来最近赚了不少,当年斑花的主意都打上了,嫂子现在什么情况,我干儿子,啥时候出生啊,生孩子,想到这个问题,唐海也头疼,还有不到一百天就末日了,孩子出生,也不知道,对他是好是坏,他甩甩头,无奈地笑道,暂时还不考虑,先不说了,改天联系,旋即,唐海便挂断了电话,下午六点,汉城一中,身为英语教师的秦宇蒙,从学校走了出来,他看了看手机,马上就是聚会的时间,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不知为何, 他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唐海,大学期间,两人因为一些原因,断了缘分,唉,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想到自己的情况,秦宇蒙叹了口气,父亲离世,母亲重病,还有个在上学的妹妹,整个家庭,无意难盯,全靠他一人支撑着,光靠一个二线城市老师的工资,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这次聚会,他希望能找老同学们借一点钱,度过眼下的难关,然而就在这时,让秦宇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唐海,竟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宇蒙,你怎么在这里, 唐海故作惊讶地摇下车窗问道,熟悉的声音让秦宇蒙焦躯一颤,小嘴微微张开,他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的男人,明明只有几秒钟,却仿佛过了半个世纪之久,秦宇蒙稍显紧张地撩了撩刘海,心脏砰砰直跳,啊,唐海,好久不见,他紧盯着唐海此时的坐驾,鼻子有些发酸,车身线条优美流畅,雕塑般的曲线展示了完美的比例和动感,闪耀的金属漆面使他看上去更加耀眼夺目,充满 看着出无与伦比的豪华和力量,肌肉感和优雅并存,显然,这辆车的价格不是他能想象的,如果自己能坐到这辆车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而这时,唐海突然说道,宇蒙,上车吧,我送你去参加聚会,副驾的门随着唐海话音落下,自动打开,超跑这么酷炫的吗?此时,周围也有许多来来往往的学生和其他路人或大胆拍照,或偷偷摸摸瞻仰这部顶级超跑,这样的超跑在二线城市就跟皇帝的坐驾没有区别,秦宇蒙惊 秦宇蒙的同时,突然意识到了引起围观可不好,还有,同学聚会,随即,他点了点头,有些紧张递上了副驾驶,紧接着,车门关闭,唐海一踩油门,布加迪威龙如同一只脱缰的野马,急驰而去,秦宇蒙一上车,紧张的情绪倒也缓解了下来,一双晶莹剔透的美眸四处张望,打亮着车内豪华的内饰,暗叹连连,除此之外,心细的他发现了关键的一点,唐海不是结婚了吗?因为新娘很漂亮,至少不比他差,所以 同学群里也传遍了这个消息,但是,副驾驶的布置,完全看不出任何所有权的痕迹,没错,但凡是个女人,都会在男人副驾驶有意或者无意留下自己的印记,彰显这是自己的地盘,但是唐海的副驾驶跟崭新了一样,一时间,秦宇蒙心思竟然有了些奇怪的念想,不过,洁身自豪的他,很快就把这个念想压了下去,唐海,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这车,很贵吧?秦宇蒙主动打破了车内的沉寂,唐海随意地笑道,还好,不到四千万吧?还好, 不到四千万,唐海的声音就像是攻城锤一样,重重地锤在了秦宇蒙那疲惫不堪的心脏上,他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拿到手的,能有十万,就谢天谢地了,其中大部分都用作给母亲看病,剩下的,要保证他和妹妹不会饿死,冻死,而如今,唐海随随便便就拿四千万去买车,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一时间,生活阶层的反差,压得秦宇蒙喘喘不过气来,带齐反应过来后,这才发现,唐海驾驶车辆的方向和聚会的目的地相反,唐海,你是不是走错到了 秦宇蒙的心中顿时一惊,因为他记得,顺着这个方向前进,正是郊区方向,那里荒郊野岭,路上行人车辆屈指可数,殊不知,这一切都在唐海的计划当中,同学聚会,哼哼,说得好听,不是吹牛就是装逼,要么就是别有目的,真正玩的好的朋友,我天天见,有什么好趣的,本来想去见见你的,现在已经见到你了,还去干嘛,开跑车过去装逼吗? 最后的底线就会被突破,呃,唐海一连串真实的话语说得秦宇蒙哑口无言,确实,唐海要去聚会,开这辆车绝对装逼,换成自己,衣锦还乡,都有可能想去显摆显摆,但唐海的层次已经不同了,你要想去,我陪你去也行,不过我还是觉得带你去花园酒店吃点好的比较有意思,给你补补身子,话语间,唐海的脸上又浮现出一抹笑意,像是计谋得逞一般,酒店,吃饭,唐海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秦宇蒙在社会摸达 滚爬这么长时间,心中早已明了,再看向唐海这张成熟的面孔,其内心不禁暗暗自嘲,如果当时选择了你,并一路坚持走下去,或许能永远留在副驾驶的人,就是我,其心中暗自懊悔,但世上没有后悔要,做错的事也只能随波逐流,思来想去,在金花水月的影响下,秦宇蒙决定将错就错,最先开口的人是你,跟我没有关系,一路上,秦宇蒙没有再提聚会的事情,不一会儿,车辆降低了速度,抬头看去,一座酒店赫然出现,而后坐在驾驶 所谓的唐海又是邪魅一笑,宇蒙,我们到了,酒店巍峨,装修也十分华丽,虽然不在市中心,但五星酒店的名号还是响当当的,当然,这和周围是景区脱不开关系,眼看唐海就要推门走出,秦宇蒙的内心又是咯噔一声,如果自己今天下了车进了酒店,岂不是成为了第三者,破坏家庭的小人吗?更何况,唐海的妻子和自己相比也不算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超越自己,如此优秀的女人,配上唐海果真是天生一对,唐海我们这样真的好吗? 唐海半边身子已经跨越车门,正准备下车,未曾想秦宇蒙尽开口如此询问,一时间,唐海的身子愣在原地,转而一脸宠溺地看向秦宇蒙,没想到这丫头到最后还是坚守底线,不过这样也好,至少确定了秦宇蒙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在拿下的过程中,唐海也会越发兴奋,今天都已经来到了这里,说回去是不可能的,说什么呢?我们只是吃个饭而已,你想到哪里去了?尽管唐海极力解释,但秦宇蒙可不是什么傻白天,试问谁带几年没见的同学吃饭会去 是高档酒店,话虽如此,但秦宇蒙也没有当面戳破,不过片刻时间,两人便结伴来到了花园酒店餐厅,甚至是VIP贵宾包房,身为五星酒店,其内部装潢无比华丽,说实话,这也是秦宇蒙第一次踏足这一种场所,心中多少有些紧张,而在唐海这边,其心中也在暗自猜测,既然秦宇蒙已经选择跟随自己进入酒店而并非拒绝,看来自己还是有机可乘,一边猜想,唐海一边点的菜品,秦宇蒙看着各种没见过甚至没听过的菜品被点上名号, 再看眼价格,更是目瞪口袋,什么饭吃一顿,竟要花上近一万,这可是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事到如今,秦宇蒙对唐海也不再怀疑,原本以为对方不过是租车装扩,但在看到这一消费观念后,各种疑虑全都烟消云散,眼看菜品一个接一个被端上来,秦宇蒙在此时忽然开口,唐海,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想要向你借一笔钱,可以吗?我妈她最近住院,急需一笔手术费,过段时间我就会还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鬼知道秦宇蒙为了说出这番 做了多久的心理准备,抬头看去,只见唐海切肉的手掌忽然放下,没事,如果不行就算了,此时秦宇蒙的面孔中流露出一丝失望,却见唐海果断拿出手机,叮,支付宝到账,五万元,冷不丁的转账声音回荡在包厢之中,如此果断,顿时令秦宇蒙目瞪口呆,不用还了,只要亲我一口就好,唐海口中说着,还不忘拿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脸庞,此时此刻,秦宇蒙的脑海一片空白,乃至片刻过后,她终于开口,唐海,我不是随随便 变的女人,你现在也是有家室的人,这五万块我会还给你的,果然,秦宇蒙的性格还是没有变,看着眼前女子如此较真的模样,唐海不禁苦苦一笑,叮,支付宝到账,十万元,数额翻倍,挨到了十万,整整十五万,唐海倒想看看,面对金钱的诱惑,她能否把持得住,就当作是一场对人性的考验,毕竟末世之后,真正保留人性的人可谓是少之右手,未曾想,在看到转账信息后,秦宇蒙当即选择退回,看得出来,五万块不一定够,这不过是秦宇蒙的预计, 秦宇蒙的预估数额,真实花销可能会更大,话虽如此,她还是咬牙将钱转还,不用这么多,五万块已经够了,结合经济情况和偿还能力,她只能收下这五万块,同时,饭菜终于上齐,看着身前一桌菜肴,秦宇蒙不禁咽了口唾沫,这些菜品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唐海也是饿了大半天,已经迫不及待准备动口,却在此时一阵电话铃声忽然传入耳畔,是秦宇蒙的手机,只见她慌慌张张地看了眼来电人信息,是医院打来的, 难道,秦宇蒙心跳骤然加快,抱歉,失陪一下,她不敢耽搁,当即捂着手机,离开了包间,一直来到屋外,她这才将捂着的手掌放下,只听电话那边传来呼唤,是秦女士吗?您的母亲刚才突然病危,经过治疗,已经稳定病情,后续治疗估计需要八十万的费用,请您做好准备,啪哒,这一消息,对秦宇蒙而言,如雷贯耳,其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手中的手机,也在此时掉落在地,秦女士,秦女士,电话内传来阵阵呼唤, 秦宇蒙这才缓过神来,将手机重新捡起,好的,我知道了,嘟嘟嘟,电话挂断,只留下秦宇蒙一个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八十万,这个数目,即便是给一家人卖了都不够,这让秦宇蒙去哪里凑,卖房子吗?万万没想到,曾经无数人仰慕的斑花,现如今净落得如此田地,只可惜,就算将房子卖掉,也难以凑够着这笔钱财,二线城市房价暴跌,当时近几十万买下的房子,现在已经是老破晓,市场上一堆这样的房子,根本卖不出去,除非 降价到二十几万,想到这里,无助感顿时席卷全身,殊不知,秦宇蒙的这通电话都被唐海听在耳中,因为身体的全属性强化,其听力更是超越常人,电话内交谈的事情唐海已然全部知晓,餐桌前只见唐海默默放下餐具,转而邪魅一笑,八十万吗?这笔钱对唐海而言算不上什么,而且即将末世降临,钱,取出来当厕纸都显硬,但对现在的秦宇蒙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不过片刻时间,秦宇蒙重新回到餐桌前,但从其表 小情不难看出,这丫头应该刚刚哭过,生活的重担让他力不从心,娇柔的模样,楚楚可怜,惹人心疼,不过,越是这个时候,唐海就越不会心软,怎么了?虽然知道电话里的实情,但唐海却是故意询问,话音落下,秦宇蒙郊区扭扭捏捏地看上去十分为难,八十万不是什么小数额他心中明了,也是因此,只感觉难以开口,但在唐海的接连追问下,他还是忍不住说出实情,唐海,你你手头宽裕吗?一句话,直接让唐海找到了突破口,说吧, 你要多少,只要你开口,多少都不是问题,能不能借我八十万?我知道这笔钱很多,但他对我很重要,如果不行的话,就当我没说,秦宇蒙也是被逼无奈,毕竟都是成年人了,做事都有分寸,若非逼不得已,他也不会向唐海如此开口,殊不知,先前的通话记录,唐海都听在耳中,他一边吃着料理,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应,八十万,好啊,但我能得到什么?如果这八十万,我不需要你偿还,你又能为我带来什么?手中的餐具忽然被放下,唐海饶有兴趣地看向眼前女子,这眼神, 好似是在挑逗,秦宇蒙知道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内心也在苦苦挣扎,去银行贷款吗?但按照自己现在的收入的资产证明,想要得到八十万的贷款补助,根本就是痴心妄想,更何况,自己即便贷款拿到了八十万,后续也不一定有能力全部偿还,时至今日,秦宇蒙再次感受到了无力,八十万迫在眉睫,根本不是他短时间内能筹出来的。 同一时间,唐海这边也吃得差不多了,他从口袋拿出一张房卡,直接放在了桌子上,就看你的选择了,我不会强制要求,也不会干涉太多。 话罢,唐海便转身离开包间,只留下秦宇蒙一个人留在原地愕然,万万没想到,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竟变成这副模样。 难道自己要成为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吗?不应该就只有这一次吧?各种想法涌入脑海,秦宇蒙也只能无助地蜷缩起身躯,他试图将思绪拉往其他地方。 但很可惜,生活中的琐事早已将其摧残得不成样子。画面一转,酒店房间内,不愧是五星酒店,连房卡都是配备双份。 在唐海跟前,是一面巨大的透明玻璃,顺着玻璃向外眺望,窗外的风景更是一览无遗。 同一时间,张雪岩也打来了电话,老公,这么晚了,什么时候回来啊?张雪岩今天下了个早班,倒是提前回家洗漱,还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 如今生躺在床上等候宠幸,虽然知道唐海今天要参加同学聚会,但没想到,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勇猛的模样,其脸颊顿时一阵红热,未曾想,电话那边传来回应,盐盐,今晚估计是回不去了,一群老同学好不容易见上一面都不想离开,乖,你自己先睡。 虽然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唐海的内心有些羞愧,这么好的家庭还有如此贤惠听话的老婆,哪怕是小姨子,也很乖巧可爱,自己居然在外面搞这种事情,但一想到顺从本性后自己也会得到相应奖励,其内心顿时平衡了不少。 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庭日后在末世中能更好地生存。想到这里,心中的罪恶感顿时被打消了不少,而在电话那边,听闻唐海今晚不归,张雪岩的心中多少有些失落,不过对于唐海的诉说,他是十分相信,更不会相信自己看中的男人会在外面乱搞。 好吧,那你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对了,你身上的钱够不够,要不要我给你转点,不用了,我这边还有积蓄,好好好,背着我藏私房钱是吧,回来再收拾你,到时候就给我老老实实交公粮。 说出这句话时,张雪岩忍不住舔了舔嘴唇,一想到昨晚的酸爽,她不禁响入非非,连下面都跟着泛滥成灾了起来。 而在屋外,张子峰正听着两人的对话,吃着零食,尽管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被唐海压在身上的感觉还是难以忘却,带到张雪岩挂断了电话,她这才开口,姐夫今晚不回来了吗? 是啊,今晚难得同学聚会,无所谓了,今晚我们两个一起睡吧。 正好,两人自从雪岩嫁出去后,联系就少了,这次过来,正好也能促进一下姐妹感情。 酒店当中,总统套房内,唐海正目视前方静静地看着风景,秦宇蒙会做何选择,她不是很在乎,至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顺从本性,作为自己曾经的爱慕对象。 唐海归根结底,也不想伤其太深,不过,没有回报的付出,是不可能的。 唐海又不是什么大冤种,自己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就在唐海沉思之际,房门忽然被人一把推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做好了,觉悟的秦宇蒙。 唐海,见到这张熟悉面孔,唐海不禁邪魅一笑,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宇蒙,虽然已经见过了餐厅包间华丽的装潢,但在踏足房间看到装修后,秦宇蒙的心中还是忍不住惊愕,这和正常居住的酒店,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嗯,我想好了,我需要这八十万,对我来说很重要,秦宇蒙这娇难的面孔第一次出现了一抹飞红,或许是不经意间想到了接下来的事情,难免展露一箭娇羞。 然而,唐海却并不着急,只是抬头看向一边的浴室,其中的意图很是明显,稍时,他才缓缓开口,今天再怎么说,也是奔波了一天,要不要洗个澡缓解一下? 洗澡?两个人一起吗?想入飞飞的场景,顿时让秦宇蒙后退半步,见对方这种反应,唐海顿时笑出了声来,宇蒙,你还跟以前一样,看来这个阴暗的社会并没有改变你的性格,看到你还是这副模样,我很是欣慰,口头是这样说的,但唐海的心中却是另一种想法,斑花多年的贞结即将交代在我的手中,真是想想就刺解。 而经过一阵心理挣扎,秦宇蒙最后还是决定先去洗个澡,不管再怎么说,卫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听着浴室内传来花洒冲洗的声响,还有从外看去,镀膜玻璃所呈现的模糊身影尚在不断扭动,难免令人响入飞飞,唐海的脑海中已经幻想起秦宇蒙的身躯,展现在自己面前一览无遗,乃至片刻过后,浴室大门缓缓打开,秦宇蒙裹着一条浴巾,顶着一张纯玉脸颊,洗完澡后,更是将荷尔蒙指数拉 到了最高,秦宇蒙的身后卷起阵阵白烟,包括其身躯轮廓,在玉京的缠绕下更是如此明显,时至今日,秦宇蒙的身材管理还是很好,这种身材不知道让多少少女所向往,看来我们斑花的身材还是一如既往的窈窕诱人,唐海看到这一幕,更是忍不住开口调侃,这一生顿时让秦宇蒙低头脸红,看上去十分娇羞,虽然在浴室内就做好了觉悟,但当真正面临这一切,其内心仍在挣扎,一方是为了生存,一方则是放弃自己的底线,所 是什么?尊严在这个社会值不了几个钱,或许毕业之后秦宇蒙唯一经历过的现实就是如此,而在浴室内,秦宇蒙早已将贴身衣物全部留在其中,现在的浴巾之下,是冰清浴洁且光滑柔嫩的肌肤,不带任何遮挡,秦宇蒙越是靠近,他那诱人的体香就越是显著,难免令人想如飞飞,然而,唐海却不着急开始,而是坐在床边和秦宇蒙聊起了家常,你现在的生活过得还好吗?随口一句话,就像是一把剑刺进了心窝一样 这说的是人话吗?自己为了钱都开始出卖身体了,然而,唐海只是想了解一下对方的家庭情况,秦宇蒙的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在去年因为过度操心猝死在宫位,虽然单位有所补偿,但却被上层克扣了不少,现如今,就靠秦宇蒙一人支撑起这个家,这种经历不禁令唐海想到曾经老是说过的一句话,没有绝对的贫困,但有一种原因,能让一个小康家庭足以变成贫困户,那就是生病,如今看来,果真如此,一人生病拖垮了整个家庭,原本失去了父亲 这个家庭还能正常运作,可现如今,想到这里,唐海不禁苦涩着摇了摇头,顿时感叹,当时没能和秦宇蒙走到最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自己现在老婆能干懂事,也是小康之家,没给自己带来任何负担,关键姿色是超过了秦宇蒙的,秦宇蒙最多是个斑花,但张雪岩可以说是笑花,还是顶尖的那种,说实话,要是秦宇蒙是陌生人,唐海可能还不需要追寻本心,但因为是曾经的斑花,所以,只能说唐海也有着自己的无奈,末日将临,想要活下来 只能利用一切手段,嗯,不过也要对生活抱有希望,我妹妹就快要毕业了,已经是最后一年了,大学学费的债务没了,家里也会多一份经济收入,越是情况艰难,越是为自己加油打气,也不知道秦宇蒙是从哪里来的信心,没办法,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弱肉强食,你我都已经离开学校多年,这个道理,想来也误得差不多了吧,唐海不由眺望着窗外,心中不禁思索万千,看了眼时间,他不禁苦涩一笑,同学聚会,估计也差不多人到齐了 你还记得叶明凯吗?唐海随意将其提及,却见秦宇蒙的瞳孔忽然一颤,事实上,在没见到唐海之前,秦宇蒙一直是将叶明凯当作是自己的救命稻草,这也是叶明凯的依仗,甚至,医院那边,都是叶明凯刻意的安排,唐海虽然算不到这一点,但他算到了叶明凯这人,办事就是小心谨慎,肯定有多方面准备,所以提前截胡,昨天我见到他了,嗯,他也刚提了一台车,看上去挺不错的,跑来跟我装逼,结果只能提你的名字放狠话,没想到这么多年 他还是没变,喜欢装逼,缠你身子,一时间,秦宇蒙愣在原地,虽然见到唐海今日的不同寻常,但秦宇蒙着实没想到,现在的唐海,甚至远远超越叶明凯,尤其是唐海一言一行中透露出来的自信,让他觉得叶明凯有种奈蛤蟆的感觉,这样的生活,我真的已经受够了,如今在看到唐海这光鲜亮丽的模样,秦宇蒙不经心想,当时如果跟了这个男人,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当上了富家太太,只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而在另一边,室内湘格里拉酒店,一群老同学, 其聚一堂,富二代叶明凯驾驶着新提的座驾到达现场,而在楼下一群人已经等候多时,再看到叶明凯开着新车驾到,一群人更像是哈巴狗一样,就插上去跪舔了,不愧是叶公子,能力就是不一样,毕业分开,这才多长时间,就洗提新车了,叶哥,这跑车这么帅,一定要不少钱吧?对对对,像我们这种人,这辈子能见上一面就不错了,一群人嬉皮笑脸,出入社会后,已经遭受毒打,如今也明白,贤贫舔富这个道理,别这么说,只要大家肯努力, 相信人人都能开上的,面对众人的阿谀奉承,叶明凯也只是礼貌回应,实际内心却对这一行为深恶痛绝,一群穷鬼,要不是为了同学聚会,能见秦宇蒙一面,我才不来呢?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大概如此,话罢,叶明凯就在人群中寻找秦宇蒙的身影,可寻找了半生,也不见半个人影,这直接给叶明凯给整不会了,好在,人群中不乏聪明人,叶哥,你再找班花吧,他还没来呢?我们再等等看,真是不好意思,居然让叶哥跟着我们在楼下等人,几 几人在这边说着,叶明凯只是摆了摆手,事宜问题不大,毕竟自己已经调查过了,秦宇蒙最近急需钱财,相信自己只要略微出手,这种国色天香级别的班花,也会头怀送抱,然而一直等了近半个小时,仍不见秦宇蒙身影,此时的叶明凯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一旁几人更是胶着,几经思索,决定给班花打去电话,而眼间的叶明凯环顾四周,发现不单是秦宇蒙没来,连唐海也没过来,他顿时歪嘴一笑,估计这家伙是怯场了 同一时间,一边的电话悄然接通,只是,电话那边传来的,竟是唐海的声音,喂喂喂,不好意思啊,宇蒙现在有事,不太方便接电话,听到这声音,叶明凯微微一愣,但随即震惊道,唐海,怎么是你?宇蒙呢?唐海冷笑道,你说呢?说完,他就挂断电话,让这孙子猛逼去,一想起叶明凯准备今晚利用秦宇蒙缺钱的弱点,想要将其拿下,但却被自己截胡,心中就一阵暗爽,是叶明凯的电话吗?秦宇蒙只套了一件浴巾,黑亮的 长发有些失落,银白的皮肤泛着光,一双笔直长腿紧紧地夹着,看对方的模样,又紧张又羞涩,唐海只觉得有股邪火窜起来,但知道现在还不能急,自己可是证人君子,要拿下秦宇蒙必须让他心甘情愿,嘿,那小子叫你去聚会,什么心思你清楚吧?你真的愿意将自己交给那种人?说着,唐海坐到秦宇蒙边上,笑道,如果不是当初叶明凯害我,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步入婚姻殿堂,做了一对恩爱夫妻,秦宇蒙有些紧张,但不知为何,心里净声出一点 期待,当然,还有感慨,唐海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因为叶明凯,他们已经成为一对,他也能过上傅太太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家庭重谈,压得喘不过气,说实话,时隔数年,再度见到唐海,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唐海还有情愿,比起唐海,叶明凯什么都不是,甚至让他恶心,与其将身子交给那个混蛋,还不如交给当初的恋人唐海,唐海,我母亲重病,需要八十万,你能帮我吗?如果你帮我,今晚我秦宇蒙属于你,但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可以吗?秦宇蒙认真而严肃地看着唐海,唐海一笑,心想,这有了第一次,自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更别说末日都快降临,到时候,秦宇蒙除了依靠自己,还能依靠谁,不过日后如何,没必要去多想,一步步来,追寻本心,现在摆在面前的是秦宇蒙,拿下他,爽爽快快地过好今晚,好,我答应你,所以,我可以开始了吗?唐海一笑,秦宇蒙紧张点头,脸上迅速变得通红,嫩红的双唇,泛着晶莹的光泽,看到秦宇蒙那 娇艳欲滴的模样,闻着对方身上沁人的芳香,想起往日两人深情的一幕幕,唐海再也压制不住邪火,将秦宇蒙横抱起来,秦宇蒙发生一声惊叫,双手连忙抱住唐海的脖子,感觉到唐海身上那骨子躁动且炙热的男性气息,秦宇蒙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紧张又期待,手伸如玉二十多年,说对男女方面那些事,没有过好奇和憧憬,那是假的,将身子交给自己当初的恋人,他其实是放心且能接受的,碰,唐海粗暴将秦宇蒙 扔在华丽的大床房上,狠狠扑了上去,而秦宇蒙也被勾起欲望,且心里放下所有戒备,从开始的紧张到后面迎合,乃至彻底放开,不多时,一幅幅以你画面浮现,令人血脉喷张的一幕幕展现,一声声尖叫和高呼,此起彼伏,此刻,香格里拉酒店门口,叶敏凯死地握着手机,面旁扭曲,咬着后槽牙,暴怒地嘶吼,唐海,旁边同学疑惑,问道,敏凯,怎么了,叶敏凯没有听见,而是走到一边,脸色极其难 看,他心中已有猜测,非常愤怒,狗日的唐海,你敢逗我的女人,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病猫啊,他想去找秦宇蒙,但并不知道他现在在哪,想了想,他重新拿起手机,拨通秦宇蒙电话,很快,手机接通,但对面没人说话,可一声声叫喘和爽叫声,却通过手机,如同惊雷传过来,将叶敏凯震在原地,他长大嘴巴,已经明白对面发生了什么事,唐海,上了他的梦中女神秦宇蒙,那一声声的喊叫,如一把把刀子,转在叶敏凯心间,啪 叶敏凯呀的一声怒吼,狠狠将手机摔碎,唐海,你给我等着,总统套房里,唐海还在卖力耕耘,两人紧紧贴合,秦宇蒙交喘连连,知道刚刚打电话来的人是叶敏凯,并且叶敏凯听到他的喊声,一时间,脸上布满羞涩,但那种一波波的爽感,再度将他淹没,将叶敏凯打电话过来的是,抛到九霄云外,足足三个小时后,秦宇蒙穿好衣服,满脸潮红,狠狠瞪的唐海,说好一次,你来了三次,我 现在走路都痛,还怎么出去,唐海笑道,是我误解你意思了,但好不容易见面,一次哪够,我觉得你三次都不够吧,你,秦宇蒙气急,但拿唐海没办法,说实话,刚刚那场大战,让他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感觉,原来做女人是这样的,确实爽爆,如果有下次,呸,绝不会有下次,坚定的秦宇蒙问道,唐海,我母亲需要医药费八十万,你能借给我吗?可话刚说完,就听到微信提示声,拿起手机一看,看到来自唐海的转账,转账金额八十万,唐海,看到这些 钱,秦宇蒙只觉得身心无比的轻松,谢谢你,我会还你的,唐海走过去,抱住秦宇蒙,傻瓜,你现在可是我的女人,你有任何困难,我都会帮你,这八十万,不需要你还,而且,话币,他又开始转账,拿起手机一看,唐海竟然又给他转了十万块,前后加起来九十万,唐海现在这么富有了吗?不过也是,光是唐海那辆车,就是千万起步,区区九十万,确实不算什么,这十万给你零花,想买什么,就去买什么,别委屈自己,你是我唐海的女人, 唐海柔情密意道,秦宇蒙想了想,却并没有拒绝,而是道,我得去医院一趟,下次,他没继续说下去,而是匆忙离开,他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唐海,怎么递他和唐海这份关系,唐海没去追,这件事,需要秦宇蒙自己消化,不能逼得太急,而等秦宇蒙一走,系统的提示声立刻响起,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请查收以下奖励, 海贼王六式体数之一,铁块,身体刀枪不入,力量提升十倍,奖励AK100把,配套子弹1000万发,自动存储到系统空间,宿主使用时,可随时提取,听到系统奖励,唐海被惊翻天,曾经痴迷过海贼王的他,哪能不知晓,海贼王六式体数,那可是超凡的技艺,每一世都十分强大,而他得到的六式之一的铁块,不但能让他刀枪不入,还能让他的武力值远超凡人, 还有,只有在CF等游戏中,才能手握的爆炸武器AK,加上1000万发子弹,让他脑海中浮现出暴爽的一幕,他手持AK,横扫丧尸,一句句丧尸倒下,子弹哗啦啦坠落,那种酣畅淋漓的画面,由系统源源不断的奖励,之前对于末日的恐惧,渐渐消散,眼下,他想要试验,走到桌上,拿起水果刀,深呼了口气,狠狠在手臂上一滑,吱吱吱,震撼的一幕出现,刀并未切开皮肤,冒出鲜血,反而是火花四 如同刀与铁的摩擦,根本不能损伤他的皮肤,一丝一喉,这就是铁块的恐怖,接着,他走到沙发前,微微用力,轻易便将重达数百斤的沙发给搬了起来,最终托举在脑袋上,宛若神功盖世,天生神力的战神,将沙发放下,唐海兴致不减,继续试验,用刀刮腹部,刀插心脏等等,结果一样,并未能伤及他,一分一喉,真正的刀枪不入,又搬起宽8米,长3米,重达千斤的檀木桌,简直是 一把AK端在手中,暗金色的AK闪烁着金属的光泽,洞口黑有有,第一次摸枪,还是威力爆炸的AK,唐海有种穿越到了CF游戏中的感觉,他做出万千子弹出膛,横扫敌人的架势,心中爽飞天,玩了足足一个小时后,唐海才意犹未尽地躺在沙发上,哈哈大笑,刀枪不入,超凡武力值,一百把AK,千万发子弹,则则,系统太给力了,不过末日降临,危险重重,光是这些,还无法让我在末日里称王称霸,必须完成更多随 最新所欲任务,获得系统更多奖励,唐海没有直接离开酒店,而是睡到第二天才回了家,老婆张雪岩上班去了,小姨子张子峰穿着一件卡通长款睡衣,露出半截白嫩小腿,胸膛鼓鼓囊囊地走出房间,看到姐夫唐海回来,立刻一脸怨气道,姐夫,你昨晚鬼混去了吧,昨晚姐姐可是一直念叨你,好晚才睡着,还让我看到你回来,好好审审你,唐海扫了身材高挑,皮肤雪白,某个部位呼之欲出的张子峰,心里某种躁动,一下子激增,不知道是不是� 他只觉得自己有始不完的力量,他走过去,直接将其拦腰抱起,你想审我,好啊,这可得找个合适的地方,张子峰拉的一声惊呼,象征性的小拳乱捶唐海的胸膛,娇称而害羞道,姐夫,大早上的,你想干嘛呀,快放我下来,可没等他反应过来,唐海大唇已经吻了上来,堵得他完全说不出话,而且后背的那张大手已经在他臀部位置,狠狠地揉搓起来,张子峰大脑猛了一下,但很快一种快感便是自某个位置倾斜,一种渴望意识生出,姐夫, 张子峰已经掩路迷离,开始迎合,唐海彻底被调动邪火,一脚将房门踹开,将张子峰给狠狠扔在弹性十足的床上,天雷勾动地火,大战一触激发,直到中午,两人才满足地穿好衣服起床,姐夫,你也太强了吧,不会是吃了什么猛药吧,张子峰有些害羞,却又好奇地询问,你姐夫我龙肝虎胆,身体强得很,还需要吃什么药,你这么怀疑我,要不我们在大战三百回合,让你彻底领教一下姐夫的功夫,唐海笑道,别,别,我受 做不了了,都中午了,我去做饭,张子峰逃也是地离开,一张翘腾扭的风姿绰约,差点又把唐海的邪火勾起来,吃完饭,唐海坐在沙发上,思考去做一些什么随心所欲的事情,所谓随心所欲,就是干一些平常不敢,干但又想干的事情,便是随心所欲,比如将霸上小姨子,致收勤与蒙,这要是换做正常时候,她想都不敢想,现在老婆张雪岩还不知道这些事,要是知道了,会有什么反应呢?不过这种事,她没法去考虑,系统就是那么个狗系统,不随心所欲, 哪能获得奖励,没有奖励,等末日到来,不管是老婆还是小姨子,到时候任人宰割,自己无从反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在末日到来前,必须尽量干多一些随心所欲的事情,获得更多的奖励,才能在末日过得滋润,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呢?子峰,我要出去一趟,你要不要跟着去?唐海决定出去一趟,在家等着,可不会有什么随心所欲的任务送上门,好好啊,在家无聊死了,张子峰说完,马上就去换衣服,欢呼雀跃,犹如笼中金丝雀,终于获得了 自由,停车场,刚要点火的唐海,忽然手机铃声响起,接通,唐海,是我,叶明凯的声音传了过来,语气带着愤怒,告诉我,昨晚,你是不是上了羽蒙?唐海笑了,怎么,你有意见,我和羽蒙本就是一对,轮不到你来过问,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羽蒙做了什么,我劝你老实点,否则的话,你会死得很惨,叶明凯哈哈大笑,好啊,我给你一个让我死得很惨的机会,郊区那座金鸟大厦废弃大楼,知道吧,有种的话,过来跟我单挑,不然我就去你老婆的公司, 玩死你老婆,还有秦宇蒙,哼,我有的是办法整他,就算是二手,老子照上,从学校毕业后,叶明凯在家族生意上屡屡受挫,玩个女人还被唐海截胡,气急败坏之下,他决定硬气一把,唐海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你成功激怒了我,好,我过来,孙子给我等着,哼,发动不加狄威龙,唐海带着小姨子,冲向郊区,看到姐夫的脸色难看,张子峰却不敢多问,知道是出了事,但姐夫给他一种充盈的安全感, 让他并不害怕,郊区金鸟大厦,原本是要打造一座室内最豪华的写字楼,但后来老板资金不足,卷款而逃,这里便彻底荒废,平时,没什么人来这里,此刻,大楼一层中央空地上,一辆保时捷911停在那里,车旁站着一个,梳着溜光背头,身穿一身雪白西装,气质高贵的公子哥,正是叶明凯,叶明凯昂着头,抽着烟,一副碉堡的模样,等待着唐海的到来,叶明凯,那唐海什么时候来, 要是他不来,钱你得照给,一名全身都是纹身,高大威猛,留着短寸,凶神恶煞的男子,带着数十名小弟走了过来,冷冷地问道,这帮人显然都是地道的混子,专门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比如现在,他们打算帮助叶明凯,狠狠教训唐海,放心,他不敢不来,等他来了,给我将他的四肢打断,不,第五只也打断,感动我叶明凯的女人,我要让他当不成男人,这辈子都生不如死,嘿嘿,到时候,无论是秦宇蒙和他老婆, 我都要上,还要让他在边上看着,搁几个有兴趣,也可以一起呢,叶明凯英读的笑道,闻言,闻身男徐雄笑了起来,这个提议不错,我的兄弟们,确实好久没开过婚了,这番话,引得一众小弟哈哈大笑,期待不已,哄哄,不远处,发动机的轰鸣声,远远传来,一辆黑色跑车,泛着点点星光,远远的如同一只野兽,暴冲过来,来了,叶明凯玩味一笑,弹掉手中的烟头,便带着徐雄等人迎了过去,撕拉,一道漂亮的甩尾,跑� 车停下,唐海与张子风从车上下来,唐海,你有种,还真赶过来,不怕这是个陷阱,叶明凯嘴角一掀,得意洋洋的笑道,唐海看到叶明凯身后那帮混子,稍稍愣了下,便恢复镇定,反倒是张子风,看到那些手持棍棒,气势凶狠的混混后,翘脸立刻一白,身子一软,就靠在唐海身上,心里十分恐惧,唐海抱住小姨子,笑道,别怕,有姐夫在,他们伤不到你一根毫毛,且在车旁等候,看姐夫如何纵横神武,张子风看到姐夫信心 十足的模样,不知道为何,心中那股不安和恐惧,彻底烟消云散,而后情不自禁在唐海脸上,蜻蜓点水,举起拳头笑道,姐夫加油,妹妹我在后面,喊666,唐海颇感意外地,看了小姨子一眼,心想,这小姨子不错,没白疼她,点点头,唐海走了过去,叶明凯看到娇美可人,身段恶挪的张子风,目光陡然一亮,心中生出无限的嫉妒和渴望,论容貌,论气质,论财富,她哪里比不上唐海,可唐海不但有个人间绝色般的老婆, 还得到了秦宇蒙的身子,现在身边又出现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人,仿佛世间一切美好,都落在通海一人身上,而现在,明明唐海身处险境,可竟敢还毫无畏惧在她面前秀恩爱,这怎叫一个气人,唐海,你是当真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吗?今天你竖着过来,我定叫你横着出去,至于你身边这可爱貌美的小姑娘,嘿嘿,我们搁几个替你想用,叶明凯怒吼,叶明凯,本来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我不想你死得太惨,但看来,你是打定主意,与我为敌,既如此, 那我只好成全你,唐海语气冰冷,丝毫不将对方放在眼里,好大的口气,这次叶明凯没出声,那纹身男徐雄,却是站了出来,你才一个人,而我们这边几十号人马,都是在江湖上打杀惯的,不知道你这份自信,从何而来,唐海摇头失笑,我的自信从何而来,你大可来试试,徐雄宁笑一声,当即大手一招,朝着兄弟们喊道,废了他,当即,数十名手持钢管棍棒的混子,朝着唐海冲了过去,见状,叶明凯露出得意傲然的笑容, 老海中已经浮现出唐海跪地求饶的模样,小姨子张子峰虽然在姐夫的安慰下,放松不少,但这种场面,毕竟第一次见,忍不住惊叫了一句,姐夫小心,看到那些棍棒即将敲在姐夫的脑袋上,他连忙遮住了双眼,不敢去看,可等他张开眼时,却震惊无比地看到,那些足以打断人骨头的棍棒,居然在姐夫的身上,敲出了金铁般的声音,那凡人肉身之躯,仿佛是一具钢筋铁骨,刀枪不入,同样的, 那帮混子和叶敏凯一时露出了不可思议,如同见了鬼般的表情,只见那帮混子的铁棍如同雨点般,疯狂地落在唐海身上,激起了一阵阵的火星,而唐海如同盖世天神,瞭视眼前一帮凡俗蝼蚁,静静地站在那里,并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怎么可能? 熊哥,这小子是个怪物,天哪,他的身体是金刚做的吗?一众小弟,吓得面色苍白,握着铁棍的手,都在颤抖,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钢筋铁骨,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真能唬住我徐熊,徐熊大吼一声,抄起一根钢筋,冲过去,一下砸在唐海的脑袋上,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那笔直如枪,坚硬无比的钢筋,居然直接给打弯了,所有人骇然地看着徐熊手里弯掉的钢筋,吓得连连后退,后面的叶敏� 更是面无血色,他似乎明白了为何唐海敢带着一个女人,汉勇地出现在这里,扑通,他吓得双腿打抖,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恐惧地看着唐海,而这时,唐海随手夺过一根铁棍,冷冷到,打了半天,累了吧,接下来,看我表演,深呼一口气,唐海如乾隆出海,手持铁棍,横扫而去,铁棍每一次落下,都将一名混混砸倒在地,或断了骨头,或砸出血口,一个个惨叫倒地,一片哀嚎,冲到徐熊面前,徐熊差点将心脏吓出来 连忙用钢筋捅过去,但没想到的是,钢筋却被唐海抓住,而后在他震惊的目光下,那钢筋被唐海一点点地扭成麻花,天哪,这哪里是人的力量,这是神的力量啊,当,唐海狠狠敲在徐熊的脑袋上,当场将他打得脑血蹦践,栽倒在地,痛得满地打滚,不过十来个呼吸间,唐海如天神将士,横扫一切,将这帮蝼蚁镇压,这时,唐海才玩味地朝着叶明凯走去,叶明凯恐惧地看着唐海,面色如纸,颤颤微微求 唐海,别过来,不,海爷,海神,爸爸,爷爷,我错了,放过我啊,别过来,看着吓破胆的叶明凯,唐海一阵冷笑,很快,他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定睛一看,竟是叶明凯吓尿了,堂堂汉城顶级圈子的富二代,就这种心态,唐海冷笑,比一看着叶明凯,此刻,他心中忍不住生出一个想法,那就是废掉叶明凯,换做以前,他可不敢这么干,但现在,他必须随心所欲,于是,所以,他打算利用传说的, 天赋,镜花水月,扮演一位背景蜜天的大少爷,当即,他居高临下看着叶明凯,傲然道,叶明凯,你真的不该惹我,区区叶家,或许在汉城,有些能耐,地位,可在我眼里,就是垃圾,我若想,随便动动手指头,你们叶家一夜间,就会从汉城消失,在镜花水月赋予的顶级演技下,叶明凯没有丝毫怀疑唐海的话,相反,他信了,回想起唐海轻松买下数千万的限量不加狄威龙,加上刚刚展现出来的超凡力量,他无法相信 唐海的背后,到底有着多么恐怖的背景和势力,唐海,求求你,放过我,放过叶家,我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在你面前,叶明凯忍着痛苦,痛哭求饶,不断磕头,命根子没了,可以人工造,但命没了,什么都没了,若是因为自己,让整个叶家,遭受灭顶之灾,那么,不用唐海出手,叶家就得宰了他,以安唐海之怒,想到这里,他对唐海,再也生不出半点报复之心,唐海一听,知道镜花水月完全发挥作用,对方从内心深处, 彻底惧怕自己,看待同学一场份上,死最可眠,活最难逃,唐海居高临下,看着叶明凯,仿佛在看一只蚂蚁,保持绅士恐怖,位高权重的人设,说吧,将叶明凯拖向远处,叶明凯满脸恐惧,杀猪般的叫声响起,很快,一记响亮刺耳的惨叫声传来,声音中带着淒厉,那些混混,猜到发生了什么,下意识双腿加紧,满脸恐惧,看着已经被废掉命根子的叶明凯,唐海冷漠道,叶明凯,你可服, 叶明凯满脸痛苦扭曲,痘大汗珠从脸上垂落,恐惧道,服,我彻底服了,唐海,谢谢你不杀我,求你不要对付叶家,唐海知道,目的达到,看也不看叶明凯,走到那帮混混面前,继续扮演顶级豪门阔哨的身份,知道吗,在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杀过人,十岁的时候,杀过的混混达到上百,就在前不久,一个帮派混子得罪我,我灭了他们,整个帮派上千人,而我现在,依旧潇洒活着,没半点屁事,知道为什么吗,徐雄下意识询 为什么,唐海嘴角一先,因为我背后的力量太强,哪怕杀再多人,都能摆平,不过,这些年杀人太多,杀腻了,所以你们运气好,现在的我,不想杀人,但你们今天想要废了我,这件事不能就此作罢,这样,我给你们一个卡号,明天的这个时候,你们往里面打五百万,少一分,我让你们从这个世界消失,徐雄张大嘴巴,五百万,要知道,他接叶明凯的委托,不过二十万,而他的积蓄,不过百万,要给唐海五百万,这,但他不敢违逆, 只能点头,好,我一定照做,谢不杀之恩,唐海哈哈大笑,留下卡号,扬长离去,他知道,这些混子,一定会照做,因为他这不只是演技,更是一种幻术,对方从心理到生理,都相信了他的话,相信他可以随时杀掉他们,钱确实重要,但哪有命重要,小姨子,搞定了,走吧,唐海笑道,而此刻,张子峰整个人都傻了,没想到自己姐夫这么厉害,简直是小说中的战神出世,牛逼坏了,不仅那方面强,武力更强,最重要的是, 姐夫似乎来历不凡,身世逆天,是真的吗,镜花水月一发动,连一旁观战的小姨子,都被波及到了,张子峰反应过来,看向姐夫唐海,眼睛里冒小星星,满是崇拜青木之色,甚至感觉,有些地方有异动,姐夫,唐海立刻心领神会,这么快响了,还没试过在车子里,要不,文言,张子峰满脸害羞,脑海中似乎浮现一幕幕暧昧画面,他看着车子,竟有一种期待, 于是,娇羞点头,哈哈,唐海大笑,发动车子,同时,老海中系统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五百例方面,生活技能,所有生活技能顶级,顶级生活技能,包括厨艺,修理技术,心理咨询辅导等,听到系统提示,唐海心中大笑, 果然,只要做了以往不敢做的事,那就是随心所欲,而且,这次奖励真心不错,要想在末日前准备好物资,系统空间,自然越大越好,之前才一百立方,能装多少物资,现在,又得到五百立方,便是整整六百个立方面,虽然还是不够,但末日来临,还有两个多月,系统空间,还能不断提升,唐海想着,等有空,就去收集物资,能收多少,就收多少,随着系统空间不断增大,他能收集的物资,肯定越多,还有顶级生活技能,这可不是单一的生活技能, 而是所有生活技能皆顶级,到了末日,这些顶级生活技能,肯定用得上,哪怕现在,也能用得上,真期待往后的奖励,得抓紧时间,多做任务,唐海想着时,系统将无数技艺,灌入他脑海中,那是诸多生活技艺,让他无形中,多出许多身份,世界顶尖大厨,世界顶尖修理大师,世界顶尖心理师,他有些迫不及待,想要试验这些技能,不多时,两人来到,一处人少的地方,豪车脸,唐海迫不及待看向张子峰,子峰,姐夫来疼你了,张子峰主 主动抱上唐海,姐夫,清点哦,别把妹妹玩坏了,唐海看着对方媚态天成的娇羞模样,瞬间天雷勾地火,扑向小姨子,很快,车身震动,香艳连连,不久后,战争结束,二人心满意足,短暂休闲,这时,手机提示声响起,是贷款放款的提示,一共是300万,是之前别墅剩余的贷款,不加迪威龙,剩余1500万的贷款还没到,说是至少需要三天,估计后天或者大后天就能到,而现在,他身上还有2300多万,代办的汽车率本还没消 等到了,嘿嘿,唐海满脸期待,子风,带你逛超市去,哄哄,发动车子,两人直奔市区,沃尔玛超市,唐海推着推车,开始购买,牛奶,牛肉,猪肉,排骨,新鲜蔬菜,牛排等,所有吃时买了一满车,堆成衫,引来周围无数诧异目光,就连张子风都不解,姐夫,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家里冰箱都塞满了,而且,我们短时间内,吃不了这么多,唐海笑道,没事,先买,万一明天世界末日呢,哥哥, 张子风被逗笑了,说道,姐夫,你是不是最近丧尸片看多了,还末日,网上末日预言确实不少,但都是胡说八道的,唐海笑笑没说话,虽然明天不会末日,但两个多月后,末日必然降临,付完账,花费将万元,但这点钱,洒洒水了,他现在可是身负几千万的大佬,过几天,还有一千多万道账,再加上等伪造的汽车率本到了,到时候资金,肯定过亿,他现在买这点东西,不过是想要试验系统空间罢了,没想到,刚出超市门口,却碰到秦宇� 你怎么在这儿,唐海问道,啊,唐唐海,秦宇蒙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镇定下来,你来买东西吗,他似乎在等网约车,但现在临近中午,高峰期,想打车,不容易,你去啊,我送你,唐海笑道,秦宇蒙摇头,不,不用了,不方便吧,唐海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当即介绍道,他是我小姨子张子风,子风,这是我大学同学秦宇蒙,张子风朝着秦宇蒙打了声招呼,于是小声问道,姐夫,好漂亮的女人,是以前你们学校校 你不会对人家有想法吧,你这个坏人,有我和姐姐还不够,还想沾花惹草,说到后面,张子风语气忧怨,唐海心中尴尬,嗨嗨两声,道,别乱说,可实际上,张子风并不知道,就在昨晚,唐海已经将秦宇蒙彻底给拿下了,张子风的话,虽然小声,但还是被秦宇蒙隐约听见一些,顿时满脸通红,我看秦姐姐挺急的,姐夫,我打车回去,你送秦姐姐吧,说着,主动离开,好,你先回家,回头奖励你,唐海小声说了一句, 等子风离开,他邀请秦宇蒙,秦宇蒙想了想,医院那边,主治医生催他过去,说是有关妈妈的手术方面,于是,他只能答应下来,谢谢你唐海,你送我去汉城第一人民医院吧,唐海主动牵起秦宇蒙的御守,走吧,起先,秦宇蒙反抗了下,倒不是抗拒唐海,而是不想和唐海继续那段关系,怕破坏唐海的家庭,但见正脱不掉,渐渐放弃反抗,医院三楼主治医生,徐医生办公室,徐医生是个秃头中年男子,大富 一脸富态,但神色间,却藏着猥琐,此刻,办公室门关着,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徐医生的侄子,徐龙,大伯,今天一定要拿下秦宇蒙,他太漂亮了,我忍不住了,今晚,我们两个,一起上了他,酒店,我都订好了,徐龙目光火热道,徐医生抽着烟,信心十足道,放心,他妈妈需要动手术,而整个医院,只有我能做,他只能求我,文言,徐龙十分开心激动,大伯,看来你已经有计划了,徐医生撬着嘴,一脸傲然,当然, 我已经打了他电话,马上就过来,到时候,半个小时后,人民医院三楼张眉病房,这是独立病房,唐海带着果兰和秦宇蒙一起看望,宇蒙,这位是,张眉得了血管瘤,在医院耗了半年,病还没治好,身体也消瘦,沧桑不少,为此,秦宇蒙到处找关系,求爷爷告老了,没少受罪,没等秦宇蒙开口,唐海主动笑道,阿姨,我是宇蒙男朋友,之前宇蒙没把你的事告诉我,我要是知道,早就来看你,秦宇蒙睁大眼睛,没想到唐海会这么说,但他 他没有反驳,选择默认,现在的他,感到无力,心中绝望,本能想要依靠唐海,唐海就像是他黑暗人生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光,寒暄了一会,秦宇蒙去找主治医生了解手术事情,而唐海则是拿着水壶去打水,经过药品室,他听到女子的哭声,门没关,他推开门,走进去,就看到一名娇滴滴的女护士,正躲在墙角哭泣,女护士长得很美,身材高挑,面容精致,化着淡妆,配合他哭泣的模样,十分楚楚可怜,惹人� 唐海想了想,放下水壶走过去,问道,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女护士抬头,看到是个陌生男子,连忙站起来,擦胆眼泪,此刻,唐海正面看清女护士脸蛋,那傲人的身材,精致的育容,完整呈现,一时,唐海惊为天人,这竟是一个赛过秦宇蒙,能与老婆张雪岩比肩的美女,你,你是谁?女护士看到唐海这个陌生人,并未驱赶,反而语气十分温柔,这让唐海心生好感,我是病人家属,听到这里有人哭,过来看看,唐海保持着一� 证人君子的模样,同时,净花水月天赋,时时刻刻都按照唐海所需,展现着符合他要求的魅力和气质,比如现在,唐海翩翩少年,正义热血,一副乐于助人的好形象,苏柔看着唐海,没有半点的防备之心,反而觉得很亲切,谢谢,我没事的,苏柔笑道,这一笑,如同百花盛开,更让唐海心痒痒,说实话,系统觉醒前,他不是没看过护士大片,对护士,有种本能的渴望征服,于是,他心中立刻有了想法,他走过去,温柔 苏柔笑道,我看出,你身上有故事,不如说给我听听,实际上,我是个心理医生,我一定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别拒绝,世人就需要帮助,让我帮助你吧,顶级演技,加顶尖心理咨询话术,苏柔没有半分怀疑,反而十分幸福,怪不得看到你,我有种亲切感,原来,你是心理医生,最近我确实遇到一些问题,不知如何是好,苏柔眉目落寞道,有门,唐海心中欢喜,连道,不如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我听听你的问题,苏柔没有丝毫犹豫,笑道,那我们去天台 那里人少,徐医生办公室,秦宇萌没想到这里还有其他人,对方没穿医生服,一看就不是医生,但眼下,他没在意那么多,妈妈手术要紧,徐医生,你好,手术费我已经交清,请问,什么时候手术呢?秦宇萌问道,这个嘛,最近我比较忙,关于你妈妈的手术,我准备让别人做,徐医生笑盈盈道,啊?秦宇萌意外,徐医生,血管流手术,只有您会做,您也答应过,亲自操刀的,徐医生故作无奈摇头,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那些有头有 脸的人物,我哪敢得罪,除非,秦宇萌一听,事情有转机,立马询问,除非什么,不等徐医生开口,徐龙目光火热,看着秦宇萌,笑道,秦小姐这么聪明,长得又这么漂亮,难道不知道其中意思吗?秦宇萌见对方肆无忌惮,打量自己全身,顿时翘脸不悦,满心厌恶,但也立刻明白对方的意思,这是要让自己委身,无耻,秦宇萌大骂,而后看向徐医生,徐医生,您可是医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徐医生不打算隐藏,无耻嘴脸彻底展现 我是医生,但我更是男人,见到你这么漂亮的美女,怎能不动心,我不怕你告,因为没人会信,而且在医院,谁敢得罪我,让我做你妈妈的主刀医生可以,但你要陪我们一晚,另外,医药费,我也可以帮你免了,秦宇萌气得浑身发抖,没想到身穿白大褂,在他眼里是天使的徐医生,竟藏着一颗如此肮脏的内心,不可能,秦宇萌转身离开,砰得重重关门,随后,眼睛里忍不住湿润,痘大眼泪落下,他没想到,这个世界对他如此残忍,先是八十万 的天价手术费,现在,手术费好不容易凑齐,对方竟提出如此龌龊的条件,将他的身心打击得千疮百孔,只觉得无数的黑暗,将他包裹,心中唯有绝望,但呼得,他想起唐海,他生命中的那道光,于是,仿佛有了寄托般,缓缓恢复镇定,返回病房,大伯,就让他这么走了,徐龙不解道,放心,他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迟早会答应,因为他没得选择,徐医生老神在在笑道,有理,还是大伯高瞻远瞩,将他拿捏得死死的, 徐龙黑黑笑道,天台,经过一番了解,唐海大致了解苏柔情况,苏柔想起那些事,忍不住趴在唐海的肩头哭泣,闻着苏柔散发的体香,唐海只觉神清气爽,拍着他的背,安慰道,你受苦了,他没想到,影视剧中的繁盛美人设,真的有,苏柔是医院一名护士,而他有一对福地摩班的父母,他的弟弟经常问他要钱,还在外面赌博,最后父母卖掉房子,还将他的积蓄都拿走,帮儿子还清赌债,可没想到,这还没完,弟弟又在外面欠 便下上百万的赌债,因为还不起,就把他出卖,让那些债主找他,说,如果他还不起,就让他肉肠,这阵子,他都被这些债主纠缠得筋疲力尽,一度想要寻死,对此,弟弟和父母没有帮他说过一句话,或者做过什么,仿佛已经默认,那上百万赌债,就必须让他还,就在刚才,债主又催他还债,他一片绝望,躲在药品房哭泣,此刻,当听到唐海那句充满心疼味道的话语,你受苦了,苏柔再也绷不住,嚎啕大哭,泪失唐海肩� 感受着背部的柔软,笑道,放心,这件事交给我,任何问题,有我在,都能解决,文言,他猛然抬头,惊讶道,这怎么行,我们宿媚平生,岂能将你卷进来,唐海露出微笑,轻轻帮他,整理额前发丝,道,首先,我是你的心理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帮你,其次,我是男人,最看不惯女人受委屈,在我看来,女人需要被疼,被爱,而不是被折磨,最后,其实我对你一见如故,十分亲切,不如我收你,当干脉, 她妹妹如何?啊?苏柔惊讶,因为这很突然,但不知为何,她没来由地信任唐海,而且,看到英俊温柔的唐海,她的芳心竟被触动,脸上露出娇羞,最重要的是,在医院或者外头,是有很多男人追她,但在知道她身背巨额赌债后,全都逃离,只有唐海,不但关心安慰她,而且还要帮她,这让她看到了唐海的特别和善良,我一直梦想,自己有个哥哥,可我现在的处境,你真的愿意当我哥哥吗?苏柔心中感动地看着唐海,有你这么漂亮可人的妹妹,我高兴还来不及 唐海笑道,那就这么说定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哥哥,有任何困难,我帮你摆平,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苏柔睁大眼睛,眼泪再度落下,忍不住扑进唐海怀中,喊道,哥哥,此刻,她只觉得被万千疼爱包裹,对唐海没有半分戒心,当成最亲近的人,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净花水月的功劳,好半天,唐海松开苏柔,等你下班,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回去一趟,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毫毛,苏柔喜笑颜开,一双月牙眼,十分动你, 嗯嗯,哥,都听你的,唐海心中哈哈大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其实,在看到苏柔的美貌后,唐海便决定征服她,当成下一个随心所欲任务,因为,她确实是想要征服苏柔,如果不这么做,就不是随心所欲,和苏柔约定好后,唐海回到病房,看到秦宇蒙,对方似乎哭过,宇蒙,发生什么事了,唐海连问道,而看到唐海,秦宇蒙心中委屈爆发,当着妈妈的面,扑进唐海怀中,道,我是不是很没用,唐海皱眉,连忙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这个时候,秦宇蒙已经将唐海,当成自己的男人,所以并没有顾忌,将刚刚发生的事,统统告诉了唐海,隔止此事,唐海震怒,虽然他自己本身也很渣,但都是系统B的,跟他无关,可那位徐医生,好歹是医生,在大众心里,是白衣天使,实在没想到,反倒是恶魔,维护人间,走,唐海拉着秦宇蒙,就离开病房,那个人渣在哪,这件事我来摆平,秦宇蒙怕唐海出事,连道,要不算了吧,徐医生似乎人脉很广 而且在医术界有些身份,我们斗不过他,唐海却不屑摇头,今天别说区区一个主治医生,就是院长,也得在我面前趴着,相信我,阿姨还需要手术呢,文言,秦宇蒙愣住了,对啊,这件事必须解决,不然妈妈手术怎么办,秦宇蒙露出决然之色,点头道,好,跟我来 很快,两人进入一间办公室,关上门,正好,苏柔经过,疑惑,刚刚那道身影,为什么有点像哥哥,摇摇头,他快步离开,刚刚在天台,耽误了时间,给抓紧时间,完成工作任务,办公室,徐医生在抽烟,夹腿在桌上,对面沙发椅上,徐龙正在聊微信,对方头像是位美女,聊天内容非常露骨,时不时,徐龙还发个红包过去,说,要看对方不穿衣服的照片,看到秦宇蒙带着一个男人进来,两人都是眉头一皱,明显不是来尾身, 而是来找事,秦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徐医生并未把唐海放在眼里,他人卖广,身份高,医术强,最重要的是,秦宇蒙妈妈的手术,只能他做,足够拿捏秦宇蒙,秦宇蒙没有开口,而是看向唐海,唐海淡淡笑道,听说在医院,只有你能做血管流手术,徐医生没说话,或许觉得,唐海没有和他说话的资格,但徐龙站起来,冷冷道,小子,你算哪根葱,滚出去,要谈手术,只能秦宇蒙来谈,啪,唐海一巴掌,将徐龙 打飞,躺在地上,惨叫起来,连肉眼可见的红肿,几颗牙齿掉在地上,嘴角流血,你,你敢打我,徐龙愤怒,但却畏惧唐海,唐海人高马大,且似乎身手不弱,他一个被酒色掏空的兽竹竿,压根没有对战之力,看到侄子被打,徐医生豁然站起,怒吼,这里是医院,你竟敢打人,请你们滚出去,另外,秦宇蒙,你妈妈的手术,我坚决不做,哪怕现在,你答应我的要求,都没用,唐海摇头失笑,对着焦急的秦宇� 秦宇蒙,你先出去,相信我,这件事,我可以摆平,过两天,你妈妈的手术就能开始,秦宇蒙非常信任唐海,把他当依靠,当即离开办公室,并且把着门,不让别人进来,见状,徐医生本能感觉不对劲,心中慌乱,舌头打颤道,你,你想干什么,唐海淡淡一笑,拖过椅子,坐了上去,同时,从桌子上的雪茄盒里,拿出一根雪茄,自顾自点燃,徐医生一阵肉疼,那可是他最贵的烟,平时他都不舍得抽,就是摆出来险吧,但此刻, 他不敢说话,抽了一口,唐海眉头一皱,将雪茄扔掉,还呸了一口,龙潭正好落在地上的徐龙脸上,徐龙,他内心,于艾迪警号星号星号,但不敢表现出来,怕被打,打算等唐海装笔离开,叫喊保安,再报警,报复唐海,让他蹲大牢,真是垃圾,唐海不懈道,你就抽这种雪茄,狗都不抽,知道我平时抽什么烟吗?几万元一根的阿波罗,但即便是阿波罗,我现在都不抽了,知道为什么吗?抽腻了,摇摇头,唐海已经开始了顶级表演, 他走到徐医生面前,徐医生这时候,已经对唐海的身份开始猜测,主动走开,唐海坐在徐医生的办公桌前,笑道,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外快多少钱,十万有没有,五十万呢?哼哼,我每天光普通消费,都超百万,说着,拿出一串钥匙,钥匙大部分是黑色,点缀新点,上面有布加迪威龙的标志,也许普罗大众,一辈子都开不起布加迪威龙,但见过车子,见过钥匙的人却不少,作为医院高层,名车爱好者,也参加过不少上流社会晚宴的 徐医生,一下子便认出这个钥匙,他瞪大眼睛,心想,难道这个神秘的年轻人,座驾是布加迪威龙?这是猜测,他没有完全这么认为,唐海自然猜到,继续笑道,你应该认出来了,这是我的座驾布加迪威龙的钥匙,而我的布加迪威龙,就停在医院门口,说着,按了钥匙两下,外面立刻响起嘟嘟声,徐医生连忙冲过去,打开窗户,投身出去,就看到医院下面停车场,围了很多人,而中心处,一辆流线型,通体高贵飞 点缀星光的超跑,正华丽的停在那里,很多人拍照,议论,但却始终和车子保持一米距离,生怕蹭出,哪怕一点痕迹,到时候赔不起,布加迪威龙,天哪,全国限量30,现在就有一辆出现在我面前,小兄弟,布大哥,这真是你的车,徐医生呼吸急促起来,一旁缺了门牙的徐龙,同样冲过来,看到布加迪威龙,先是震惊,而后迷醉,他做梦都想有一辆这种豪车,但梦是梦,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这一刻,徐龙更加畏惧唐 淌海了,毕竟能开得起布加迪威龙的人,哪里是普通人,身份背景必定极为恐怖,他将徐医生拉过来,战战兢兢道,大伯,我们好像踢到砧板上了,他一定是华下顶尖豪门的世家公子,我们得罪不起啊,赶紧磕头道歉吧,兴许能获得原谅,不然会死得很惨,徐医生骂道,慌什么慌,再等等看,看到两人如此,淌海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戏还没结束,其实我这个人很好说话,毕竟嘛,现在是和谐社会,打打杀杀什么的,早过时了,可 我就是有眉眼的,专来招惹我,前不久,汉城叶家家主之子叶敏凯,被我废了命根子,估计,现在还在四处求医,唐海一脸叹息,无奈道,叶敏凯,你们知道吧,听到叶敏凯三个字,徐医生和徐龙,接脸色一变,叶家作为汉城顶尖家族,他们自然知道,叶家家主之子叶敏凯,乃是汉城一霸,专门上新闻,但都不是什么好新闻,而且,秦宇蒙的事,本就跟叶敏凯有关,他们只是打着吃剩饭剩菜的主意, 所以,胆子才这么肥,毕竟,女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不过,前不久,他们听说叶敏凯的命根子废了,疑惑到底是谁,竟敢这么做,这是在挑衅叶家,这是在找死,他们好奇,凶手是谁,所以一直在关注,可令他们意外的是,根据小道消息,叶家并没有对凶手做出任何报复性的行为,似乎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他们还震惊,到底是谁,能够让叶家都只能吃扁,可没想到,那个神秘凶手,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天哪,徐医生彻底, 自己慌了,他相信唐海说的所有话,因为净花水月,但在叶敏凯三个字出来前,他只认为唐海背景虽强,但顶多局限于汉城,而且现在是法治社会,对方有钱,也不是万能,可没想到,对方竟敢废了叶敏凯,事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报道,这件事,彻底被压下来,同时,叶家没有对凶手进行报复,这只说明一件事,唐海手段通天,背景势力远超叶家,叶家得罪不起,只能稀释宁人,最关键的是,唐海连叶敏凯都敢废,那么,废了他, 他们二人,又算个什么,一念及此,两个人浑身颤抖,脸色发白,浓浓的汗水滴落,手摸了一把又一把,这时,唐海又笑着开口,秦宇蒙是我的女人,而你们,竟敢将主意打到他身上,哼,你们还真是勇气可嘉呀,信不信我一句话,整个汉城第一人民医院,就信唐,信不信我一句话,你们会从汉城消失,扑通,两人彻底被吓坏,连忙跪在地上,不断磕头,徐医生一边磕头,一边求饶,唐先生,对不起, 我无耻,我小人,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亵渎了唐夫人,我该死,我该打,啪啪啪,徐医生用力猛抽自己,脸都打烂打肿,将旁边徐龙吓了一跳,卧槽,大伯,你这么忙,徐龙内心一阵纠结,但很快学着大伯猛抽自己,眼前这尊可是绝顶大人物,要是无法寻得原谅,那他们可就死定了,唐海笑了,因为目的彻底达成,但对这两人的惩罚,没有达到他内心的界限,换言之,还不够让他随心所欲, 于是,唐海道,三分钟后,你们离开这间办公室,一边抽自己,一边逢人骂自己是畜生,一直到下班,另外,用最短的时间安排张眉的手术,如果手术失败,或者出了任何一个问题,我送你们去汉江地府报到,最后,关于我的事,关于今天的事,任何人不能透露,否则你们知道后果,能听懂吗?两人连导算点头,为了彻底震慑两人,唐海走到墙壁旁,一拳轰出,砰,墙壁被打出一个深深的拳印,拳印四周,是蜘蛛网般的列文,见状, 两人满脸震惊,在墙壁上留下这么深的拳印,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力量,这简直是影视剧中的战神啊,也因此,让他们认为,唐海背后的家族势力,比他们想象中要更加恐怖,不按照唐海的话去做,绝对会死得很惨,而且不为人所知,实力加天赋,彻底唬住了两人,连连求饶,我们一定照办,希望唐先生原谅我们今日的傻比行为,求唐先生饶我们一命,徐医生连忙喊道,唐海一笑,这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话必,唐海离开,唐海,怎么样了,秦宇蒙� 秦宇蒙问道,放心,已经解决,过几天,阿姨就能手术,而且是徐医生操道,唐海笑道,闻言,秦宇蒙眼睛通红,喜极而泣,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唐海,唐海抱了抱眼中,带着眷色的秦宇蒙,有我在,任何人都不能欺负你,从今以后,我唐海发誓,让你当一个幸福的女人,秦宇蒙明白唐海的意思,毫不犹豫地笑道,好啊,不多时,两人回到病房,听到徐医生即将为他手术,张梅也放下心来,同时连连感谢唐海,还让秦 宇蒙好好对待唐海,说,唐海是个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这让唐海忍不住摸鼻子,心中尴尬,要是让张梅知道,唐海已有家事,且身边有几个女人,不知道会做何感想,此刻,系统提示声姗姗来迟,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五百立方,目前系统空间,一千一百立方,重居巴雷特一把,狙击子弹一百枚,闻言,唐海心中一笑,平日里,谁敢教训这些,高高 在上的医生,但现在,他不仅敢,还做了,这也是随心所欲,顺从本性,这时候,徐医生和徐龙已经开始表演,走廊上,两人一边猛抽自己,脸都变形了,一边逢人就骂我是畜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让所有人震惊不已,有人劝告,但两人无动于衷,仍继续,许多人睁大嘴巴,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其中也包括苏柔,但苏柔却很开心,因为徐医生和徐龙,没少祸害医院的女护士,甚至曾经对他出手,要不是他机敏,怕早就遭 这时候,他不禁想起唐海,那个他认得干哥哥,比起徐医生和徐龙,唐海现在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天使,是老天在眷顾他,才天降唐海哥哥,不禁,他期待下班与哥哥的见面,此刻,医院厕所,秦宇蒙反锁厕所门,一脸娇嘀嘀地站在唐海面前,唐海,谢谢你,要不是你,妈妈的手术不会这么顺利,要不是你,我肯定被他们祸害,我欠你太多,所以,我答应你,成为你的女人,只要你真心待我,我绝不背叛,绝不后悔, 秦宇蒙含情默默地看着唐海,认真道,其实,我早就把你当做我的女人,会一生一世照顾你,傻瓜,我会让你幸福,唐海抚摸着秦宇蒙的发丝和脸蛋,后者立刻脸色通红起来,唐海,稳稳我,话必,秦宇蒙主动凑上去,稳住唐海,唐海睁大眼睛,没想到秦宇蒙惊主动,这一下,勾起他邪火,立刻将秦宇蒙抱起来,开始凶猛地进攻,不多时,厕所里,响起酣畅淋的声音,苏柔入过,将废弃的药 扔到垃圾桶,猛然听到里面的动静,满脸通红,是谁啊,这么大胆,竟然白日在厕所,苏柔未经人事,但并不是小白,连忙害羞的,躲得远远的,搞完,秦宇蒙和唐海,都一脸朝红离开,甚至秦宇蒙,还有些意犹未尽,因为唐海太猛了,而经过开发,再加上秦宇蒙的放开,现在的秦宇蒙,已经少了那抹稚呢,俨然也有少妇的韵味,更有魅脸,要不是这里是医院厕所,唐海忍不住,还要再来一发,秦� 办自己的事,让秦宇蒙有事,靠他,停车场,当唐海打开座驾,不远处,一名看起来20岁,穿着陆奇装,打扮得青春靓丽的网红小妹妹,冲了过来,老板,能烧我一段吗?小姑娘江宇燕,是逗天平台的女主播,但成绩并不好,目前粉丝才十来万,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赚两万,还得满足观众不少严苛要求,而且累得半死,但是,当看到这辆布加迪威龙,立刻认出来,这是顶级豪车,全国限量款,能拥有这辆座驾的人,非富极 贵,所以,她立刻打定主意,一定要抱大腿,如果对方长得帅,人品还行,那么,当对方的女人,也不是不可以,所以,当看到唐海打开座驾,又看到唐海长得比较帅,看上去并不让她讨厌时,她立刻冲了过来,唐海疑惑,小妹妹,有什么事吗?江宇燕害羞了下,便道,我叫江宇燕,是逗天平台一名主播,但是做这房太累,我想要让自己过得好些,请问,你能让我过得好些吗?别看我年纪小,可我对这大片学习过一阵,保证任何活都能干,最重要的是,我原汁原味,最重要的 因为,唐海震惊,这是遇到老司机,还是个除缝别的老司机,最重要的是,主动送上门,这是新鲜刺激呀,唐海不动声色,笑了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应该是想做我的女人吧?江宇燕尴尬了下,但还是狠狠点头,唐海上下打量了江宇燕一回,半开玩笑地说道,不错,肤白貌美,前凸后翘,是个美女,但我们还不够了解,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下手机号,到时候再找机会接触接触,要是行,我会把你收下,当然,你若是成了我的女人,绝不会亏待你, 江宇燕一听,觉得唐海不是那种绝对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当次这关,算过了,毕竟,如果是那种真正的好色之徒,看到她长得不错,肯定已经迫不及待把她拿下,当即,江宇燕点头,好,就这么办,留好电话,江宇燕便离开,而唐海则将车子开到江边,将之前从超市里买来的物资,全部装进系统空间,她必须确定一件事,那就是,物资装进系统空间,会不会因为日子久发霉腐烂,不然得话,系统空间再大,装再多物资也没用,但她猜测, 应该不会发霉腐烂,否则这个系统空间,就太积累了,等确定,不会发霉腐烂,她就是开始真正的购买物资,在末日降临前,购买到最多的物资,另外,还要打造一个安全庇护所,有物资,加安全庇护所,再收罗一群后宫,嘿嘿,想起来那种日子,就够滋润,只是,末日降临,到底末日是个什么样,唐海并不清楚,但毫无疑问,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下午六点,苏柔拨通唐海电话,哥,我下班了,唐海笑道,你到旁边 沃尔玛超市门口等我,我立刻过来,之所以不在医院街,是怕被秦宇蒙撞上,到时候可就尴尬了,沃尔玛超市不远,就一百米左右,到了后,苏柔看到那里停了一辆布加迪威龙,忍不住露出惊艳羡慕之色,在电视上,她看过这种顶尖豪车,一辆就要半个亿,而且还是限量款,有钱都未必买得到,一边想着,这是哪家的豪门阔哨的车,一边寻找着哥哥的身影,同时准备打电话,但这时,她却惊讶至极地看到,哥哥唐 唐海从那辆布加迪威龙上面走下来,正朝着她招手,这让她瞬间震惊当场,谁能想到,那辆布加迪威龙的车主,就是她新任的哥哥唐海,她猜测的豪门阔哨,竟是哥哥唐海,她猛圈了,没想到,哥哥竟然这么富有,显然身份极高,她不禁产生自卑,配不上的感觉,小柔,你还待在那干嘛,上车啊,唐海笑了笑,拉起苏柔的手,走到车旁,为她开车门,看着眼前世界顶尖豪车布加迪威龙,为她敞开车 车门,苏柔一阵谎眼,觉得如在梦中,可等她真正坐在这辆豪车里时,却只有一种舒畅至极的体验,哥,这车真是你的吗?苏柔正惊危坐,生怕误处哪个开关,或者弄坏那脸,不敢动弹地问报,是啊,一辆车而已,没什么,唐海笑道,你要是想要,哥送你,苏柔一听,连忙摆手,不,不,我不要,唐海笑了笑,也是,这车子不适合女生,改天我带你去买车,奥迪,宝马,保时捷都行,啊? 苏柔张大嘴巴,他们才当兄妹第一天,哥哥就要给他买车,而且还并不便宜,苏柔连忙摇头,不,我不要,我想靠自己的努力,虽然唐海是他哥,但毕竟刚刚才认得,哪能轻易收这么贵重的东西,当然,他确实很渴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子,最好是宝马车系,稳重不实高贵,可还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这样得来的东西,最宝贵,最安稳,只不过,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以他现在的薪资,估计半辈子都买不起,你这丫头,现在我是你, 哥,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网,过两天有空,我带你去,见苏柔要拒绝,唐海连忙道,别再拒绝了,刚当当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给你一件礼物吧,而且,几十万的车,对我而言,不过是一顿饭钱而已,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在哥这里,你值得拥有一切,苏柔满脸感动,只觉得被满满的爱包围,觉得如果再拒绝,就是拒绝哥哥的疼爱, 于是轻轻点头,谢谢哥,唐海大笑一声,当即发动车子,引起一片震惊和羡慕后,缓缓消失在路径头,福林小区,这是苏柔居住的小区,这房子,是他姥姥过世时送给他的,要不是他坚持,他的父母和弟弟,早就,把他的房子也给卖了,这是一个老旧小区,居住在这里的人,自然不是富贵之人,当看到一辆布加迪威龙开进来,瞬间如同由锅里泼进水,掀起一片沸腾,就连保安都点头哈腰地走过来,生怕得罪,有人羡慕,就有人嫉妒,那不是 你对门,欠下百万赌债的苏柔吗?真不要脸,为了还清赌债,仗着漂亮棒大款,赚的都是肮脏钱,那个男的看上去快三十岁,肯定有家事,这是在外面养小三,他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人,把我们福林小区都弄脏了,几名老妇女站在不远处,对苏柔和唐海指指点点,一脸愤慨模样,唐海脸色难看,就要走过去教训一下,但苏柔却拦住他,挤出一抹笑容道,算了,都住一个小区,那个阿姨还住我对门,低头不见抬头见,要是撕破脸 彼此都尴尬,唐海摇摇头,你就是太心软,太善良了,别人欺负你,你得打回去,不然人就活得太憋屈 苏柔拉着唐海的手,祈求道,哥,还是算了吧,如果每次都生气,我只怕早就被气死了,唐海无奈,好,这次一年,不多时,两人上楼,苏柔住在五楼,一出电梯,就看到整个过道墙壁上,喷满了红色油漆,墙壁上用油漆写满了四个大字,欠债还钱,不仅如此,还拉了横幅,横幅上同样是这四个字,就连房门上都涂满红漆,写着欠债还钱,唐海还闻到恶臭味,因为满是油漆的地面上,都是死老鼠,看到这里, 他的脸色,已经极其难看,这一幕幕,足以让他知晓,这段时间,苏柔过得有多不容易,不仅要面临债主的纠缠和折磨,还要忍受小区那帮贼妇碎嘴闲话,苏柔,太难了,怪不得会躲在药品房独自哭泣,他太需要有人关心和疼爱,这些王八蛋,唐海十分愤怒,胆敢这般欺辱我妹妹,我要他们好看,苏柔眼睛通红,欺然一笑,这些倒也没什么,我最怕他们来堵门,甚至半夜敲门,若非我用刀抵住心脏逼迫他们,他们都 不肯离开,他们想要我卖身还债,可就算我死,我也不可能这么做,唐海拉住苏柔的双手,一脸疼惜道,以前是我不在,所以,你才会过得这么辛苦,但现在有我,这种事,我不会再让它发生,苏柔点点头,笑道,有个真好,唐海摸了摸他的头,笑道,那是自然,我也想要一个像你这样可爱的妹妹,好了,我们进去吧,等那些讨债的人过来,两人进门,苏柔给唐海找了一双拖鞋,忽然看到后者外衣擦到油漆,连忙道,哥,你外套碰到油漆了,脱下来吧, 我帮你洗干净,唐海也怕衣服弄脏家具,没推辞,脱下衣服就递了过去,哥,你先做会,我去把你的衣服洗干净,然后做饭,说完,苏柔就跑进卫生间,而唐海则打量房子,这是一个两居室,装饰还是老年代风格,老旧的沙发和柜子,甚至电视都还是老款的彩电,打开来,有沙沙的雪花声,阳台种植着不少绿植,像仙人掌,紫兰,还有月季等,算是这屋子里,一道靓丽的风景,坐在沙发上,屁股好像做到什么,摸出来一看 他差点被口水淹死,这竟是一个大号胸衣,足有三六地级别,而且还是粉红色,唐海不由的下面一紧,一股邪火本能冒起来,脑海中浮现出身材极品的苏柔,穿着这件胸衣,在他面前晃荡,他的皮肤,隐隐发红,鼻子里,仿佛有热流汹涌,哥,茶几上有水果,你要是饿了,正在洗衣服的苏柔,忽然走到门口,喊道,可却看到唐海拿着自己的胸衣,时间空间定格,下一刻,苏柔啊的一声惊叫,冲过去,一把夺过� 胸衣,语气颤抖道,哥,你干嘛呀,唐海豁然站起,满脸尴尬,好半天才解释道,我不是故意的,是胸衣在沙发上,我随手拿起来,才发现是胸衣,小柔,你别误会,我真的,苏柔脸色红得几乎要透光,见哥哥这般紧张模样,立刻笑道,不是哥哥的错,是我没收拾好,你坐吧,我去洗衣服,说吧连忙跑到厕所,大口喘息,那一下子,他紧张尴尬极了,刚认得哥哥拿着自己的胸衣关上,这场景,让他想找个洞钻进去,心� 上剧烈跳动,仿佛要跳出来,呼呼,好半天,他才恢复平静,这没什么,哥哥而已,而且,不过是件胸衣,而且,哥哥这么好,就算要对自己做点什么,啊,他瞪大眼睛,心道,苏柔,你想什么呢,那是哥哥啊,不过,另一道声音响起,又不是清哥,就算相恋,又有什么呢,电视剧里,没少这种情节,很快,他摇摇头,唉,像我这种身份卑微的女人,又拖着那样的父母和弟弟,谁愿意跟我在一起,没再多想,苏柔继续洗衣服, 而唐海坐在沙发上,久久无法平静,为什么要当苏柔哥哥,还不是打算随心所欲,顺从本性,将女护士拿下,顺便帮他解决困境,所以,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苏柔紧穿那件粉红胸衣的画面,一时间,小弟弟都不老实,乱窜,没办法,现在还不是拿下苏柔的时候,一切都要水到渠成才行,咕噜噜,几杯冷水下肚,兄弟俩才安静下来,可就在这时,一声尖叫声,从卫生间传来,是小柔,唐海大惊,连忙冲到卫生间,可眼前 一幕,瞬间让他血脉喷张,刚刚安静下来的小弟弟,再度控制不住地昂扬起来,一股邪火,蹭得一下暴涌而起,只见卫生间里,爆破的水龙头里,喷溅出大量自来水,水浪中,苏柔全身被淋湿,一边大喊大叫,一边用毛巾去堵住水管,但是根本没用,水不断喷洒在他身上,湿润的白色体恤,紧贴皮肤,下身高腰,其脚水蓝色长裙,同样湿透,但因为凌乱,长裙被掀起,粘在腰上,将那雪白圆润的玉腿 完全呈现出来,甚至,全身湿透的他,将那爆炸性的身材,完美展现在唐海面前,唐海的内心,一股冲动席卷,几乎要冲过去,将苏柔抱起来,狠狠疼爱,但显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强压心火,喊道,小柔,怎么回事,苏柔没有意识到,自己露光,或者,选择性遗忘,他喊道,哥,水龙头坏了,快来帮帮我,唐海立刻跑过去,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就往水管里塞,可看到他塞的东西,苏柔瞪大眼睛,哥, 那是我胸衣,啊,唐海一愣,随后抱歉道,抱歉,我随手拿的,然后,将胸衣从水管拿出来,放在身后的洗衣机上,但立刻让水花再度大量喷溅出来,水喷到苏柔眼睛,后者尖叫一声,凌乱之下,一不小心就要滑倒,唐海见状,连忙伸手抓住苏柔的衣服,将他狠狠拉起来,可没想到,苏柔的上衣如此不结实,确实将苏柔拉起来,但是撕拉一声,他的上衣直接被撕烂,露出他白皙的皮肤,以及傲然的胸膛,胸膛上� 盖一件黑色大好胸衣,啊,苏柔大喊大叫,低着头,脸到脖子,红得发紫,这,我不是故意的,唐海苦笑,这是弄得推带劲了,说着,连忙将破烂的上衣往苏柔胸口塞,意识到什么的两人,接相视一眼,气氛凝固,好半天,唐海意犹未尽收回手,那个,我,我真不是故意的,苏柔接过破烂上衣,捂住胸口,愣愣地看着唐海,一时间五味杂沉,很快,他摇摇头,没事,哥,我先去换衣服, 卫生间就交给你了,话闭,慌乱逃离,唐海舔了舔干燥嘴唇,叹口气,差点,差点就忍不住了,虽然没拿下,但通过这件事说明,他并不抗拒我,相反,还对我有好感,笑了笑,唐海开始修理,之前系统可是奖励了他顶尖生活技能,修理技艺包含其中,所以很快,他便将水管修好了,还换好了水龙头,一场泼水戏,算是彻底结束,房间里,苏柔对着镜子,欣赏着自己的身材,我确实长得漂亮,而且身材好,否则的话,那些男人不会 对我穷追不舍,哥哥也不会一直盯着我看,苏柔淡淡道,有那么一刻,我发现哥哥的眼神,跟那些男人一样,果然,男人无法抗拒,长得好看,身材又好的女人,但哥哥不一样,那些男人听到我欠下百万赌债,还有伏地魔父母,都逃离,只有哥哥,真心关心我,还主动帮助我,不多时,苏柔不知道想到什么,净害羞地低下头,小柔,你没事吧,外面,唐海喊道,啊,没事,我马上出来,苏柔连忙换好衣服,走出房间,笑道,哥, 我去做饭,唐海欲言又止,最终选择沉默,可就在这时,屋门被敲得砰砰响,同时,有很多脚步声,显然,外面来了很多人,苏柔,我知道你在里面,快点开门,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要是还不起,就让兄弟们乐乐,给你免了利息,我们爽快了,或许还能给你减免一些赌债,外面,一名男子大喊,声音洪亮,紧跟着,一群人大笑,充满嬉笑和猥琐,闻言,苏柔当即脸色一变,翘脸一白,情不自禁走到唐海背后, 身体,都不由地贴了上去,感受到背后的柔软,唐海本能一阵心圆一马,来得好,我等候多时,小柔,别害怕,有哥在,天想他都他不下来,唐海转过身,拍了拍苏柔肩膀,而后冲过去打开门,定睛一看,外面来了一群混混,全部穿着西装,一个个壮大如牛,还有纹身,要是一般人看到,铁钉下的尿裤子,但在唐海眼里,这帮人都是小鸡仔,当即发出惊雷般的怒吼,谁他们砸的门,那些混混,被惊得一愣,可发现,开口的是一名� 就若青年后,眼睛里顿时露出不屑,一脸的凶神恶煞起来,为手光头抹了一把头顶,怒道,小子,你是谁,难道是苏柔那小娘们,请过来的援手,哼,声音大可没用,我们要的是钱,一百万还了,我们马上走,如果没有,让苏柔来陪我们喝酒睡觉,唐海冷笑,欠债的是他弟弟,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找他去,给老子滚,闻言,后面混混,顿时一个个凶狠盯着唐海,其中一人指着他大吼,小子,敢这么和光哥说话? 你活得不耐烦了,唐海不屑,伸出手,揪住对方手指,直接咔嚓一声掰断,最讨厌垃圾指着我,那人惨叫倒地,捂着手指,不断痛嚎,好小子,这么嚣张,还敢主动伤人,今天不给你个惨痛教训,你不知道波兰街光哥不能惹的道理,兄弟们,给我弄死他,见状,苏柔担心起来,毕竟唐海虽然长得也有一米七八,肌肉也有,但不算威猛,而对面,几十个绑大腰粗的大汉,真要打起来,肯定一个照面被撩翻,哥。 小心,他大喊,操起扫把,就要过去帮忙,可是,等他冲过去时,就看到哥哥唐海,如同狂龙出海,乾隆出渊,柔和的气质,一下子如变的刚猛,每一次出手,都有一名大汉,惨叫飞出去,不过几个呼吸,数十名大汉,就歪七扭八地躺在地上,被红漆和鲜血染红身体,一个个哀嚎痛苦,现场,只剩下那个光头,还站在角落,瑟瑟发抖地看着唐海,犹如清白不保的小娘皮,你,你到底是谁? 光头满脸恐惧道,此刻,苏柔一脸震撼地看着眼前荧幕,没想到哥哥的实力这么强大,宛若战神降临,他看向唐海的目光中,满是崇拜和欣喜,唐海并不知道苏柔的想法,而是看着光头,冷冷道,我是谁? 像你这种小混混,还没资格知道,你只需要知道一点,我搅一躲,整个汉城都要抖三抖,我一声令下,可让汉城任何一个顶尖豪门,一夜消失,现在,你还需要知道我是谁吗? 在金花水月下,唐海的任何一个字,一句话,都带着无形魔力,影响着光头,甚至改变他的思考方式,末地只有一个,让光头相信唐海的话,相信他的实力,光头确实信了,在他眼里,眼前的唐海,就是大人物,是他惹不起的存在,是随手可以令他灰飞烟灭的邪神,扑通,光头跪下,连连磕头,小得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大人,得罪苏小姐,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您放我们一马吧,唐海居高临下看着光头, 换作以前,你们这种垃圾,杀了就杀了,但我这辈子,杀了太多人,大概十来万吧,所以,一般人还不够格让我杀,杀你们,只会脏我的手,文言,光头瞳孔一缩,心想,这人是魔鬼吗?看他年纪,顶多三十,就杀了十来万人,我的天啊,当即,无数冷汗冒出来,如雨般的汗水,滑落脸庞,对不起,对不起,请不要杀我,我可以为大人做任何事,放我一马吧,光头磕头求饶,唐海心中冷笑,自己稍微演一演,就把对方耍得团成, 这净花水月实在是太牛逼了,当然,也得配合自己牛逼的实力,也不知道末日降临,会不会出现异能者,觉醒者什么的,如果有这种强者的存在,净花水月的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必须多多随心所欲,抢占先机,忽然,他想起一件事,于是问道,对了,徐兄认识吗?光头诧异,连忙点头,大人,我认识他,我们是兄弟,都是波兰接混的,哦,唐海微微笑了笑,道,那你应该知道他的事,文言,光头恍然大悟,不久前,他给我打电话, 说是他得罪了大人物,要用五百万赎罪,他钱不够,还找我贱,原来他得罪的是大人啊,唐海摇头笑了笑,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光头连连点头,大人放心,我会尽快凑到五百万,献别大人,唐海目光一冷,一巴掌将他拍倒,放什么狗屁,小柔是我妹妹,这些天,你们的所作所为,对他造成巨大伤害,这五百万,是我妹妹的精神损失费,当我稀罕你那五百万,我每天收入百亿,每天随便消费,至少千万,你那五百万算啥东西,光头满脸委屈,大 大人,我知错了,五百万是苏小姐的精神损失费,我会尽快凑到,打到您的账户上,唐海玩卫一笑,算你实相,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若还有下次,我把你们丢汗将位于,光头连连陪笑,是,是,这时,一声惊叫声响起,只见一名妇人站在楼道上,恐惧地看着眼前一幕,妇人又看到,明显是老大的光头,居然跪在唐海面前,顿时震惊无比,她没想到,唐海的实力这么恐怖,刚刚她还在楼下和几名妇人,对唐海和苏柔冷嘲热讽呢, 我会因此报复她吧,一念即此,她无比慌乱地打开门,冲进自家屋中,以最快的速度关上门,见状,唐海冷笑了下,道,刚刚那个女人嘴巴很臭,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光头一愣,但很快点头,明白,明白,唐海扫了对面房门一眼,仿佛透过猫眼,看到正站在门边盯着外面的妇人,妇人听到唐海的话,立刻吓得瘫软在地,唐海最后吩咐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你们要找对人,另外,我不希望苏柔的父母和弟弟再来纠缠苏柔,懂吗,还有, 关于今天的事,给我烂在肚子里,说出一个字,杀,说完,砰的一声,唐海关上门,留下一脸惶恐和大口喘息的光头,她明白,刚刚绝对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随后,光头喊道,兄弟们,再疼,也给我忍着点,起来干活,不多时,门外响起破门声,以及妇人的惨叫和哭求声,苏柔满脸犹豫道,哥,要不饶了她吧,唐海笑道,犯了错,就要付出代价,放心,要不了她的命,但以后她肯定不敢再乱嚼舌根, 好了,从今天开始,幸福安稳的生活,彻底向你敞开大门,没有人再敢来骚扰你,哥哥,会让你成为这世间,最幸福的女人,一句最幸福的女人,让苏柔满脸感动和羞涩,哥,谢谢你,她明白,如果不是唐海,她最终的下场,一定会很惨,也许是因为感动,或者感激,亦或是其他,苏柔呼得鬼使神差的,主动凑了过去,在唐海的脸上轻了一下,方才慌乱跑开,喊道,我去做饭,唐海愣了一下,随后玩味一笑,这就开始主动了,看来很快就能将人, 当即,她喊道,别,还是哥来吧,正好让你尝尝哥的记忆,保证让你爱不释手,勒布斯说,刚开始,苏柔还不信,可两个小时后,当她看到桌子上摆着的七菜一汤,而且一个个色香味俱全后,她惊呆了,虽然没吃,但光是看河闻,她便百分百肯定,这些绝对是美味佳肴,哥哥,你太棒了吧,真是全能男生,跟你在一起的女生,肯定都特幸福吧,苏柔忍不住感慨道,你现在不也是个身边的女生吗,哥能养你一辈子,唐海一笑,文言,苏柔察觉到, 说个话中不同的意思,当即满脸羞红,不多时,苏柔盯着唐海,目光闪了闪,最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红酒,有些紧张道,今天高兴,我们喝点酒吧,唐海目光一动,当即笑道,好啊,苏柔目录娇羞,微微躲闪,妹妹不胜酒力,怕是很快就要醉,唐海哈哈大笑,没事,醉了我们好睡觉,苏柔惊讶地看着唐海,随后羞涩低头,哥,你说什么呢,什么睡觉,唐海瞬间反应过来,故作茫然道,啊,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醉了, 不是助眠吗,当然,你要是害怕,想跟哥睡,哥也不会反对,苏柔知道自己误会了,顿时满脸通红,开了酒,苏柔给自己和唐海道上,苏柔举起酒杯,由衷感激道,哥,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件事,最后,我无非两种结果,一个是自杀,另一个就是尾身,唐海温柔道,傻瓜,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做人要向前看,要想办法让自己开心,毕竟,人生只有一次,以后有哥在,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你,要是有了男朋友, 哥也给你参谋参谋,苏柔摇头,我对那些男的没兴趣,你知道吗,哥,之前有很多人追我,可知道,我欠下赌债后,全都逃之夭夭,只有哥才是真心待我,就算要找,我也想找哥这样的男生,唐海星想,这小妮子,是一由所指吗,当即,他笑道,好了,不管你做什么选择,哥都支持你,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哥都债给你,好了,我们喝酒,庆祝你踏上美好幸福的未来,当,两人干杯,苏柔甚至一饮而尽, 脸色顿时红彤彤,还做出一副眯眼的神情,显然,他不经常喝酒,哇,哥,这红烧鱼,也太好吃了吧,简直人间美味,估计那些五星级大酒店的大厨,都做不出来,天哪,太好吃了,苏柔吃惊无比,医院团建时,他有机会上五星级酒店吃饭,当时也觉得,那里的饭菜很好吃,可当吃到唐海做的菜后,什么五星级酒店的饭菜, 就是狗屎,好吃的话,多吃点,哥下次还给你做,唐海一脸温柔,给苏柔加菜,苏柔只觉得幸福感满满,王日心中悲伤与痛苦,进阶烟消云散,甚至,他此刻盯着唐海看,只觉得心里和眼里,都装满了哥哥唐海,这一刻,他忽然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如果哥哥能够一直陪在自己身边,像伴侣一样,那该多好,半个小时后,苏柔喝了十几杯红酒,翘脸通红,整个人有些晕头转向,但并未失去理智,唐海无奈,之前不是没劝过,但 这时,苏柔皱眉,喊道,哥,好热啊,说着,将蓝色条纹衬衣,旁若无人地解开,露出白嫩肌肤,和蓝色胸衣,以及那醒目的傲然,顿时,唐海眼睛都直了,在发光,死死地盯着,不仅如此,苏柔还站起来,走到唐海面前,满脸蕴红,哥,谢谢你,我的父母和弟弟,只把我当成摇钱树,根本不会关心我,他们看似亲人,却并非亲人,我原以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真心待我,直到遇到哥哥你,哥, 你会离开我吗?唐海口干舌燥,强压心火,从苏柔的话语中,感受到对方的落寞和悲伤,他不由地触碰苏柔的脸蛋,帮他捋顺发丝,温柔笑道,哥说了,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哥都债给你,所以,哥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一辈子对你好,苏柔眼眶通红,泪光闪烁,随后扑进唐海怀中,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而且,这样做,可能不对,但哥,我喜欢你,我想要把自己给你,哥,要了我吧,唐海推开苏柔, 问道,你认真的,苏柔含情默默点头,如果哥嫌弃我,那我离开,但我发誓,我的身子只会给哥哥,唐海又问道,你醉了,我怕你事后后悔,苏柔摇头,虽然我醉了,但我很清醒,哥,要了我吧,我,想要,哄,唐海被苏柔这句话彻底点燃欲火,当即站了起来,抱住苏柔双腿,让他坐在自己双手上,手上的触碰绵软, 只觉得塞入棉花中,而苏柔主动凑了过来,吻上唐海,唐海凶猛反击,同时抱着苏柔进入房间,一场大战,就此开始,一日一早,唐海先行醒来,粉红花背下,一条白嫩的美人鱼,还在睡着,在苏柔额头上清了下,唐海穿好衣服起来,开始做早餐,刚出房门,系统提示声响起,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此奖励为两次随心所欲叠加, 系统空间,一千立方,海贼王六式体数之一,T,可高速移动,甚至身影消失,身体全面素质提升一倍,基础建造机器人一百具,当看到奖励,唐海瞬间心花怒放,没想到,这次的奖励如此丰厚,光是一千个立方的系统空间,就相当不错,让总的系统空间,达到两千一百个立方,另外,他现在的身体素质,虽然远超普通人,对付几十个混混,不成问题,可要是碰上顶尖的特种兵,或者实力强大的雇佣兵,敌人身上,再有热武器,那他可吃不消, 铁块记忆也仅仅是让身体如钢铁一样,但钢铁可不是打不穿的,很多枪支都是可以贯穿钢铁,但现在,他的身体素质不仅提升一倍,而且还得到海贼王中六式体数之一的,T,如此一来,有了强大的防御力,再加上高超的移动速度,那么他的战斗力,至少提升十倍,很快,一股热流贯穿全身,唐海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素质比起之前,强大许多,甚至有股冲进房间,在大战三百回合的冲动,但他可不能这么敢,他超烦,但苏柔可是普通人 昨晚那一战,已经让苏柔吃不消,再来,估计得出人命,最后,是基础建造机器人一百具,从字面意思就能理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正好,他的别墅,还有别墅后面的大山,都要进行改造,将别墅打造成钢铁堡垒,同时,将大山中的山泉水引入别墅,末日降临,便不愁没有干净的水使用,之前,唐海想过,找专业公司来做,但首先,这是一个大工程,即便是专业公司,想要在三个月内,将一个占地几百个平方的别墅,打造成钢铁, 甚至加装武器,可未必做得到,其次,将一个别墅打造成钢铁堡垒,还要加装武器,这要是传出去,必引来大麻烦,但现在有了基础,建造机器人一百具,便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他完全可以,让机器人去改造别墅,毕竟,他购买的别墅,在山顶上,位置靠里面,比较偏僻,一条路走到头,就是他的别墅,所以,寻常人不会去那里,只要机器人动静小些,完全不必担心被人发现,一念即此,唐海满心欢喜,但很快,又一个问题, 抛出来,虽然有了建造工,可材料呢?没有材料,建设个锚啊,唐海一边做着早餐,一边思考计划,很快,他有了打算,既然系统会奖励建造机器人,那材料什么的,也一定会奖励,或许比现实中的好也不一定,至于武器,系统空间中的AK不合适,狙击枪倒是可以,但只有一把,这样,先买一些基础设备,把山上的山泉水引下来再说,再加装顶尖的过滤设备,保证水的干净,而别墅建造,我先去买材料,如果系统奖励了建造� 那最好,如果没有,就用现实的材料,到时候把材料装进系统空间,计划定好,唐海继续做早餐,等早餐做好,苏柔已经醒了,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衣服,昨晚的衣服都撕烂了,洗漱好后,散发着成熟韵味的苏柔,从卫生间走出来,上半身灰色体恤,包裹着傲然的胸膛,下半身灰色短裤,臀部翘的老高,雪白的一双大长腿,散发着夺目的光泽,刚刚将早餐端出来的唐海,忍不住盯了过去,差点斜火涌起 就在这餐厅,将苏柔给镇压,看到唐海,已经酒醒的苏柔,将头发勾到耳朵后面,满脸通红,微微低头喊道,早啊,哥 想起昨晚的疯狂,他显得有些拘谨,唐海健壮,将早餐放下,走过去,将苏柔抱了起来,在其脸蛋上,狠狠亲了一把,从今天开始,你是哥哥的妹妹,也是哥哥的女人,哥哥会一辈子对你好,明白吗?苏柔抱着唐海脖子,渐渐放松下来,好,我当哥哥的女人 吃完早餐,苏柔披了一件外套,穿了一双黑色网球鞋,便准备去医院上班,小柔,我刚给你转了十万块,你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另外,我有空就会过来 当然,你要是想找我,或者有事,可以立刻给我打电话,唐海拿起苏柔的包,递了过去,笑道,哥,我不用还赌债,钱够用的,苏柔眯着月牙眼笑道,唐海摇头道,让你拿着就拿着,没事的时候,可以去买买衣服,买买包,钱不够用,给我发个信息就行 记住,你是我妹妹,更是我的女人,任何事,都无需跟我客气,苏柔满心欢喜地点点头,好了,我知道了 嗯啊,在唐海脸上亲了一下,苏柔便笑着打开门,我上班去了,备用钥匙在柜子上,哥你走时记得带走,唐海问道,真不用哥送你吗?苏柔摇头,不用了,哥的布加迪威龙,太过显眼,我可不想被人围着关注 走了,亲爱的哥哥,拜拜,苏柔一走,唐海便收拾屋子,来到房间,将撕烂的衣服扔垃圾袋,床上还有一件大号黑色胸衣,内裤什么的,唐海将他们放到洗衣机里,等所有事都弄完,唐海拿上备用钥匙,直接出门,看到外面,红漆红服全都消失不见,唐海笑了笑,光头那帮人动作挺快嘛,下次见到他,可以夸奖夸奖,这时,他看向对面邻居,对面的门摇摇晃晃,随时倾倒,中间还有个大洞,里面虽然已经收拾,但人可见凌 一名富人一边吃着面条,一哭鼻青脸肿地哭着,没有去理会,唐海坐了电梯,开着布加迪威龙,离开小区,小区里的人,似乎听说了昨天发生的事,看到唐海和布加迪威龙,一个个像是躲邪魔一样,四散逃开,再也没人敢,对他指指点点,就连门口的保安,都起身敬礼,然后点头哈腰,车上,唐海拨通兄弟吴威电话,威子,干嘛呢,找你帮的忙,说好地点,挂了电话,便赶了过去,吴威是他大学时的室友,兼大学同学 还是很好的兄弟,关系相当铁,最重要的是,吴威做的就是设备材料这些方面的生意,听说混得还行,当然,跟他比,就别比了,唐海要买一些水利设备,还有建筑材料,对这些东西,他不太懂,所以找吴威,此刻,一身黑色西装,满头长发扎在脑后的吴威,正在人民十字路口等唐海,他在车群中扫尸,寻找唐海的坐驾,吴威并不知道唐海有布加迪威龙,所以,寻找唐海原先的车子车牌号,但始终没看到,这时,一辆布加迪威龙 停在他面前,看到这辆车子,吴威眼睛都直了,他认识不少豪车,自然也认识布加迪威龙,这是全球限量30的布加迪威龙黑龙星,天哪,我居然有幸在现实中看到,等看到唐海,一定要吹嘘一番,吴威满脸激动,但却退后,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寡蹭到布加迪威龙,那到时候,他这条小命都赔不起,多多,布加迪威龙,想起两声如同龙鹰般的嘀吼,吴威吓了一跳,还以为车主在驱赶,可当看到车门自动往上掀开, 露出驾驶位上的唐海时,他惊呆了,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舌头打颤的激动大喊,唐,唐海,怎么是你,这辆布加迪威龙是你的,不可能啊,你小子又不是富二代,哪来的钱购买布加迪威龙,这可是四五千万的全球顶尖豪车啊,不多时,布加迪威龙上,吴威坐在副驾驶,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像第一次进城的土鸡,满脸新鲜和兴奋,唐海,告诉兄弟实话,这车子是不是租来的,还是向朋友借的,我可告诉你,不管是租 租的还是借的,要是碰坏了,一样得赔吧,你可别为了装逼,把自己搞死了,吴威一脸正重道,唐海笑了,道,这车是我的,刚提不久,但这是别声张,你也别多问,吴威满脸震惊,真,真是你的,我的天,唐海,你发大财了呀,你最近在搞什么,有财路,可别忘了兄弟啊,唐海点头,放心吧,这不是来照顾你生意了吗,最近买了一栋别墅,但是市面上的水,我不满意,我想从山上饮山泉水下来,这方面,你比较擅长,需要什么设备,你帮我买, 到时候,我给你一个仓库地址,你把东西运到那里就行,说着,用手机给吴威转账,叮,转账声响起,吴威定睛一看,好家伙,短信提示,到账五百万,要买最好的,如果不够,跟我说,事成之后,除掉购买费,我会给你一百万的酬劳,怎样,唐海说完,吴威整个都傻掉了,没想到,唐海随便就拿出五百万,事成之后,还给他一百万酬劳,这绝对是豪迈啊,唐海,你是不是买彩票中奖了,中了几个亿,吴威倒吸冷气 说了别多问,作为兄弟,反正不会亏待你,而且,这五百万,仅仅才是开始,好了,下车吧,我们到别墅了,你先看一下,具体要买什么,唐海停在别墅前,吴威下山,看着眼前豪华别墅,又看了看旁边的布加迪威龙,顿时感慨道,都是一个学校,一个寝室出来的,怎么差别这么大啊,唐海忍不住一笑,他要是没系统,估计还比不上吴威,但这些不重要,好了,别感慨了,去实地考察吧,唐海说完,带着吴威进入别墅,来到后方山上,开始考察, 不多时,两人回到别墅外,吴威想了想,道,山市比较险,想要引山泉水,肯定要挖管道,需要不少设备,但五百万肯定够,这样,你等我五天,五天后,我把所需要的设备,全部够买好,到时候,你把仓库地址给我,我给你运过去,你要是需要专业人员,我也可以推荐,唐海摇头,你先买好东西,放到我指定仓库,其他我搞定,另外,这批设备购买完,我还要不少建筑材料,特级的那种,到时候再联系,吴威很想询问,唐海花这么多 钱,到底想干嘛,但他识去没追问,很快,唐海将吴威送走,便开车回家,中午,刚到家,老婆的电话打了过来,唐海,这两天,连个人影看不到,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不然,我把你淹了,说,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坏事,唐海自然不能将自己勾打小姨子,收服前女友,昨晚还拿下了干妹妹的事情说出来,不过,这两天,确实冷落了老婆,唐海连忙解释道,对不起啊,老婆,这两天是我不对,冷落了你,你放心, 今天我绝对没事,今晚我整个人都是你的,张雪岩一听,心花怒放,怨气立刻散去,冷哼一声道,你最好说到做到,不然,挂掉电话,唐海松了口气,却不见小姨子在家,于是发了个微信询问,张子峰很快发消息过来,姐夫,我和几个姐妹逛街,你要来吗?还发了张图片过来,还别说,她几个姐妹都挺漂亮,可张子峰是一个层次的美女,顿时让唐海浮想连篇,一夜镇压淑女的画面,不过,唐海回了个你好好玩,并将手机扔在沙发上,意识进入系� 这种空间,查看物资情况,这里有蔬菜和肉食,按道理来说,过了一天,加上现在还是夏天,无论是蔬菜和肉食,多少会有些变化和味道,但唐海惊喜地发现,蔬菜和肉食,跟当初放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半点臭味,枯萎什么的,看上去,依旧相当新鲜,果然,无论是什么物资放进去,都会保持原有的模样,不过再等两天,如果还是没什么变化,便可以开始正式收集物资,毕竟时间不等人,在末日来临前,尽可能地购买更多物资,唐海打定主意,这时, 手机叮的一声响起,唐海拿起手机,发现有两笔钱到账,都是五百万,随后,又是两个短信发过来,来自于徐雄和光头,看来,这一千万,就是他们发过来的,效率还不错,刚花出去五百万,现在又进账一千万,嘿嘿,这钱根本花不完啊,过两天,还有一千五百万到账,等绿本到了,疯狂贷款,到时候能到手几亿,到那时候,可以购买大量物资,唐海满脸兴奋,没人在家,唐海自己吃没意思,于是出去五星级酒店吃饭,点了牛排, 拉菲等,全是最昂贵的,不少在旁边吃饭的女子,都目光火热地看过来,因为他们看到,唐海是开着布加迪威龙过来的,绝对是超级富豪,甚至,有女子忍耐不住,直接过来搭话,但都被唐海拒绝,原因很简单,这些女的都太丑,不符合她的标准,但饭吃到一半,一道惊喜的声音传来,唐海,好巧啊,唐海定睛一看,也认出来,居然是上次想抱她大腿的小网红江玉燕, 今天的江玉燕,一头柔顺微卷黑发,皮肤白皙,面容精致,那里是黑色胡胸衣,外面套着真似白外套,加上白色牛仔裤,将身材完美地勾勒出来,而且,显得非常清纯靓丽,小网红虽然瘦弱,但前凸后翘,身材超好,要不然,也不可能才进入主播界不到一年,就狂懒十万粉丝,是你啊,确实挺巧,你来这里吃饭,还是直播,唐海笑着问道,哎,是我妈,我才23岁,刚刚大学毕业, 我妈就让,我去相信,呃,那边那个,穿着人母狗样,梳着大背头的恶心男,就是我这次的相亲对象,小网红无奈道,顺着江玉燕目光,唐海,看向斜对面沙发上,那里坐着一名青年,青年身穿宝蓝色西装,戴着名表,梳着大背头,人母狗样,但面部微微臃肿,肤色有些苍白,一看就是那种酒色掏空之徒,青年名叫刘强,来是汉城云图上市公司的执行总裁,年薪百万,他还是云图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儿子,是拜金女眼中的高富 不帅和大扩哨,按理说,江玉燕也算一个拜金女,不过她有底线,就算是要拜金,要包大腿,也要挑,对方有钱是基础,但同样得有品,她要跟的男人,也许多情,但不能是烂情,她跟了对方后,对方能真心待她,另外,对方绝不能是那种,让她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讨厌之人,很显然,刘强就是这样的人,唐海转过头,笑了笑,你跟这种人相亲,江玉燕以为唐海生气,连忙解释,我说了吗,是妈妈逼我的,不过,我倒是庆幸过来相亲了,唐海笑的, 怎么说,江玉燕笑意奄然,如果没过来,我们如何偶遇呢,这说明,我们有缘分,唐海点头,确实挺有缘分,江玉燕脸色红了下,便道,那上次的提议,你考虑的如何,我真的什么活都坏,保证你满夜,唐海玩味,你相亲对象,看上去是个富二代,为什么不跟她,江玉燕厌恶扫了刘强一眼,她,配不上我,我江玉燕,是想过好生活,但也不是谁都干,唐海有了些兴趣,那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那个适合的人,我们就见过两面,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那种玩玩就扔的人,江玉燕淡淡笑道,直觉,我江玉燕看人很准,而且,刚在门口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女人搭讪你,各种暗示,但你拒绝了,从那一刻我确定,你也是有底线的人,若我真跟了你,不会吃亏,唐海摇头失笑,这样吧,下次我们还能偶遇,我便顺手收了你,她也不知道,是镜花水月无形之中,营造出的闭格,还是因为,独享末日的大秘密, 放在以前,即便说自家老婆条件很好,也看上了自己,但不至于膨胀道走到路上,就有网红投怀送抱,江玉燕顿时心花怒放,喜笑颜开,好,那就这么定了,这时,刘强点完菜,整理好发型,露出满意之色,抬头看到十多米外,一男一女聊得甚欢,顿时皱眉,拿出手机,打开一张照片,发现那名娇滴滴的美丽可爱女子,就是自己的相亲对象,真人比照片还美,而且身材极棒,前凸后翘,绝对极片,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到她叫唤的声音, 刘强露出火热和猥琐之色,却愤怒道,那小子什么东西,敢和我强女人,当即走过去,玉燕,你来了,刘强走过去,笑着道,看到是刘强,江玉燕满脸不悦,关你什么事,刘强微微皱眉,随后笑道,今天我们相亲呢,说不定很快就成夫妻,江玉燕冷笑,刘强,你做梦吧,相亲是我妈安排的,我们绝不可能,另外,这位是我男朋友,刘强扫了一眼桌面,嗯,点的菜和酒都是最贵的,可人嘛,看到唐海没穿名牌, 没带名表,气质也一般,和她一比,简直天与地,当即心中冷笑,了然,原来是个装逼泡妞的穷鬼,本来想当场拆穿唐海,但想了想,为了在江玉燕面前,留下好印象,便暂时放弃,她一脸温和笑容道,玉燕,男朋友而已,并非结婚,大家公平竞争嘛,玉燕,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相亲,不如去我那桌聊聊如何,阿姨可说了,要看我们相亲的照片,文言,江玉燕满脸比夷, 虽然刘强是上市公司总裁,又是富二代,但比起唐海,差远了,可不是随便一个富二代,就能买得起,买得到全球限量30的不加迪威龙,刘强要跟唐海公平竞争,他有那个资格吗?唐海,我过去一趟,很快回来,不然,我妈又得唠叨,虽然不想过去,但既然来了,还是得去走个过场,另外,妈妈那边也有交代,唐海淡淡道,没事,你去吧,等江玉燕走远,刘强狠狠瞪向唐海,小子,这是我的猎物,你最好滚远点,唐海不屑道, 你应该庆幸,我还在吃饭,不想被你搅了兴致,否则的话,你现在已经躺在地上,牙齿掉光,刘强一瞬间,像是看到了一名老教父,优雅地切着牛排,谈笑间,失衡遍演,似是感受到唐海身上那骨子杀气,他当场露窃,便追向江玉燕,唐海笑了笑,继续切牛排,喝红酒,没过多久,唐海无意中别过头,看向江玉燕那边,却见江玉燕朝着洗手间走去,刘强小心看了看四周,见并无人盯着,便从怀里,掏出一个透明小盒子 将一枚白色小药丸扔进江玉燕喝的酒杯中,咔嚓,唐海拿出手机,拍下刘强头药丸的照片,要怎么玩这小子呢?唐海拿着手机,打算整死刘强,要换做以前,他碰到这种事,估计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以前没系统,没末日,而且还不认识江玉燕,他一个普通工薪阶层,但不过富二代,最终的结果就是,不但没帮到人,反而给自己惹一身心,甚至还可能被江玉燕反咬一口,但现在不同,一个富二代而已,随便整,顺道拿下江玉燕 他也很想看看,这个江玉燕的技术到底如何,刚想到这里,刘强这丝竟又走了过来,只见其一屁股坐在唐海对面,拿出一张银行卡,小子,这里有二十万,还有你装笔的这顿饭,我帮你付账,我只有一个要求,离开江玉燕,唐海笑了笑,收起银行卡,好啊,那种拜金之女,我本来就不喜欢,见唐海这么拾去,刘强颇为意外,但没想太多,因为看到江玉燕出现,刘强返回饭桌,笑道,玉燕,这酒不错,你尝尝,江玉燕冷冷道,喝完这杯酒 拍个照,便散了吧,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看到这一幕,刘强心中狂喜,好,我们拍照,刘强拿出手机,两人露出微笑,看起来相谈甚欢,可没过多久,江玉燕揉着太阳穴,脑袋昏昏沉沉,全身无力,捏,你给我吃了什么,健壮,刘强满脸兴奋,付完账后,回来便要将江玉燕搀扶起来,按照计划,拿下江玉燕,但这时,唐海走了过来,狠狠捏住刘强手腕,怒道,你对我女朋友干了什么,这一声大喊,将周� 人的目光吸引过来,一个个议论纷纷,刘强满脸震惊,忍着剧痛吼道,小子,你干什么,你可是收了钱,唐海玩卫一笑,没错,我是收了钱,但我反悔了,钱,我要,江玉燕,我也要,而且,今天,我要整死你,说着,手指用力,咔嚓,刘强的手腕,直接被捏断,啊,刘强发出惨叫,杀人了,杀人了,救命啊,刘强躺在地上,大喊,周围的人看到唐海大人,都指指点点,甚至有人要报警,不多时,酒店 经理也带着保安冲过来,大喊道,这位客人,不要再次闹事,可当唐海将刘强下药的照片拿出来,所有人都怒了,这个王八蛋,竟做出这等禽兽之事,打,往死里打,居然给人家女朋友下药,打死活该,报警,给人下药,意图犯罪,怎么也能判个三五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见状,刘强害怕,想要溜走,但却被唐海一脚踩在脸上,死死摩擦,还想跑,在警察来之前,我先打你一顿,左手提起刘强, 右手疯狂掌柜刘强,啪啪啪,密集的巴掌声响起,刘强发出惨叫,惨叫中,脸部红肿瘤青,嘴角流血,一颗颗牙齿飞出去,到最后,一颗牙齿都没了,在空中,晕呼呼地发出呜呜声,很快,有人喊道,警察来了,不远处,四三名警察过来,为首是一名女警,身高足有一米七五,警服包裹着傲然身材,绿绒白皙,五官立体,唇红齿白,乃是一等一的国色,唐海仅仅看了一眼,便觉得惊艳,是谁报的警 储缠喝道,满面寒霜,目光如冰刀,有种生人物尽之感,原来是一位冰山女警,是我 很快,一名女子走出来,将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储缠,储缠眉头一皱,走了过去,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唐海淡淡道,我叫唐海,沙发上躺着的,是我女友姜玉燕,至于她,是给我女友下药的畜生,有照片,监控为证 储缠看了照片,同事也趁机查了监控,证明唐海并未说谎,但,当看到地上凄惨的刘强,储缠冷冷道 所以,你就把人打成这样,你知不知道,我也可以拘留你,唐海心面一动,开始发动天赋,标演技,净花水月功率全开,堪笔换术,只见她瞬间握住储缠白嫩的御手,激动道,警官,这次不止一次骚乱我女友,她仗着自己是上市公司总裁,又是上市董事长儿子,便横行无际,有几次,我女友差点被夺了清白,这次要不是我跟来,后果不堪设想,试问这样的人,该不该打,试问,若换作是你,你能不揍她吗? 在唐海触碰到自己双手的那一刹那,储缠本能就要制服唐海,可当对上唐海那双仿佛有魔力的眼睛,以及听到对方那蕴含魔力的话语时,制服念头,便瞬间消失无踪,甚至开始同情唐海,认为唐海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刘强这次就该打,打得多严重都不为过,放手! 储缠身后,一男一女两位警官同时喝道,同时,他们感到震惊,谁不知道,储缠是冰山女神,曾经有匪徒想要开游,最后被储缠一脚断根,距离那些男生,虽然倾慕储缠,却不敢靠近,平日里,别说触碰储缠的手,就是连起衣服,都不敢碰到,而今,一个陌生男子握住储缠玉手,而后者,居然无动于衷,唐海笑了笑,连忙解释,抱歉,我失态了, 储缠意识回过神来,冷冷扫了唐海一眼,心里觉得奇怪,刚刚那一刻,他有种被唐海迷住的感觉,在他眼里,唐海和任何男子都不一样,他不但不讨厌,而且似乎产生了好感,摇摇头,储缠觉得,肯定是自己最近太过操劳所致,当即到,证据确凿,你们将刘强带回去,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男警官充满敌意地看着唐海,那这小子呢,储缠皱眉,事出有因,再加上他女朋友,需要人照顾,这样,你登记下信息,过两天来举例一趟,唐海目 不光灼灼地盯着储缠,多谢警官,还不知道警官怎么称呼,男警官刚要呵斥,却惊讶地看到,储缠转过头,脸色微红道,我叫储缠,叫我储警官就好,另外,这是我手机号,如果再出现这种事,打电话给我,能不动手,就不要动手,两名警官惊讶极了,按照储缠的性子,不应该是一句滚吗,严重的,直接送上一记段子绝根脚,而且,储缠的表情,为何看上去有点温柔,不再冰冷,啪啪啪,男警官使劲拍了拍脸蛋,觉得自己一定是幻梦了,唐 唐海朝着储缠挥了挥手,储警官,我刚加你微信了,你记得通过哦,储缠点点头,旁边男警官咬牙切齿,他跟了储缠办案两年,都没加上微信,平日里联系工作,都是在群里,这小子营水相逢,微信就加上了,很快,四周恢复安静,唐海看着沙发上,满脸通红,身体扭动的江玉燕,当即将其抱起来,将江玉燕扔到车上,驱车找了个酒店,开间房,最后,将江玉燕扔到浴缸里,脱光衣服,扔进浴缸,看到对 对方那傲然光洁的身体,唐海的邪火猛然窜起,但他不急,而是等江玉燕恢复理智,房间沙发上,唐海点燃一根烟,等待系统提示声,但却迟迟不来,唐海皱眉,难道教训刘强这件事,不算随心所欲,可下一刻,系统提示声姗姗来迟,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1000立方,高级建造机器人10具,身体素质提升一倍,顿时,唐海感觉到浑 人身热流一滚,等这股热流消失,唐海能够明显感觉自己的力量增强了许多,一拳打死一头牛,都不成问题,系统空间有提升了,而且奖励了足足10具高级建造机器人,现在唯有11具高级建造机器人,只缺材料,就可以开始打造末日安全所,唐海满脸欢愉,这系统太给力,教训富二代,还顺手抛上冰山女警,最重要的是,待会可以拿下江玉燕,体验一番对方的绝佳手艺,很快,江玉燕恢复清醒,可当看到自己一丝不挂,还以为被刘� 江玉燕夺了清白,顿时尖叫起来,眼泪汪汪,哭啥,唐海走进来,笑道,啊,江玉燕一脸惊讶,是你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衣服呢,唐海将之前发生的事情,告诉江玉燕,江玉燕满脸愤怒,王八蛋,全给我下药,我一定要告他,让他蹲牢狱,唐海笑道,放心,就算刘强有背景,这次也得坐牢,好了,没事的话,自己出来吧,说完,他离开浴室,坐在沙发上,双脚搁在茶几上,老神在在,不多时,江玉燕夺了清白,顿时尖叫 江玉燕紧紧盖着一条浴巾就走出来,满脸通红和期待斗,唐哥,这次你救了我,小女子无以为报,看来只能以身相许了,唐海笑道,想清楚了,可别后悔,但江玉燕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浴巾坠落,露出雪白而傲然的身材,唐哥,我想成为你的女人,以后,你会真心待我吗?江玉燕娇滴滴看着唐海,你若成了我的女人,我自真心待你,但我丑话说在前面,我的身边,可不止你一位美人,唐海笑道,我不介意,但求真心而已,江玉燕说完 大马金刀,坐在唐海身上,我第一次,你待会可要温柔点,唐海哈哈大笑,邪火已然,你不是有十八般武艺吗?待会我一一领教,江玉燕脸色一红,我是对着大片穴的,刚开始可能会手伸,唐哥别见怪哦,唐海玩味一笑,我教你啊,不多时,两人上了大床,江玉燕对着唐海下面,就凑了过去,唐海开始享受,脸上露出满意之色,不错,不错,很快,一幕幕相艳画面展现,直至两人彻底贴合,战斗持续两个小时,江玉燕累得睡了过去, 躺在唐海夜下,这时,系统提示声再度响起,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一千立方,特急爆破狙击枪一百把,特急爆破狙击子弹一万发,哈哈,唐海心中狂笑,短短一天,就连续获得两次奖励,而且,每次奖励还如此丰厚,这些狙击枪到时候完全可以加装在别墅上,他的脑海中仿佛浮现,外面全是丧尸,他和老婆张雪岩,小姨子张子峰,以及一群后� 美人,一人一把狙击枪,对着一支支丧尸,一枪爆头的画面,简直不要太爽,目前,我的系统空间达到四千一百个地方,已经可以容纳大量物资,明天,最多后天,开始大肆购买物资,唐海定下计划,看到旁边楚楚动人的江玉燕,他邪火再起,不管对方还在睡,直接翻身压下,掀起大战,后者醒来,连忙求饶,不要,不要啊,唐哥,不,海爷,我受不了了,你,太猛了,直到临近晚上,唐海和江玉燕才离开酒店, 将江玉燕送回家,还给对方十万零花后,唐海才回家,现在正是高风期,老婆张雪岩还没回来,小姨子张子峰应该还在逛街,唐海给两人发了个短信,让他们回家吃饭后,便亲自下厨,当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饭菜铺满,开门声响起,两朵金花亮丽进门,自然是老婆张雪岩和小姨子张子峰,哇,姐夫,这是你做的吗,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看到满桌饭菜,张子峰十分惊讶,我怎么不知道,姐夫你还会做饭,张雪岩同样意外,老公,你什么时候学会 当即忍不住拎了一块红烧肉,入口一阵香软,一点都不油腻,太美味了,肉汁在口中翻滚,满足味蕾,这简直堪比五星级大厨,不,五星级大厨都做不出这种美味,老公,你深藏不露啊,张雪岩当即坐下来,一顿躲移,真这么好吃,张子峰不幸,同样坐下来开吃,很快迷醉了,天哪,太好吃了,姐,你慢点,别跟我抢,看着这一幕,唐海只觉得温馨无比,好了,以后我有空就做给你们吃,瞧瞧你们,跟小孩子一样抢食吃, 一个小时后,酒足饭饱,唐海在厨房洗碗,张雪岩看到妹妹去洗漱了,便从后面抱紧唐海,喝了酒,翘脸红扑扑的,十分迷远,她的手还不老实起来,到处乱摸,老公,你答应过我,今晚你可属于我,唐海笑道,别闹,子峰还在家呢,你先去洗漱,然后在房间等我,张雪岩笑道,好,那你快点弄完,老婆穿上最性感的内衣,在房间等你哦,今晚,你一定要好好满足我,等张雪岩离开,张子峰洗漱好,从房间出来,看到姐姐进了房间, 便大胆顶着姐夫唐海后背,巧声道,姐夫,这两天,你可没灵性我,怎么,这就开始嫌弃我了吗,唐海一身邪火乱窜,连道,怎么会呢,不过,今晚我已经有预约了,要不你忍忍,张子峰扭动身体抗议,还解开了唐海拉链,一阵倒过,忍不了啊,要不这样,你先去姐姐房间,完事后,再来我房间吧,唐海苦笑,这要是让老婆张雪岩知道,会不会劈了她,一碗宠幸姐妹花,而且还在一个屋檐下,虽然刺激,可为何有种渣男的感觉,你别弄, 这会我忍不住将你就地正法,被你姐看到,我可不管,唐海威胁道,闻言,张子峰这才松手,叮嘱道,记得晚上来我房间哈,唐海无奈道,好了,知道了,今天本来就已经办了江玉宴,晚上还要伺候这对姐妹花,自己是真够忙的,还好身体得到了强化,不然没被丧尸咬死,也被妹子们吸干了,简单收拾完,唐海便去了房间,只见房间内,一具完美的油雾躺在大床上,那是老婆张雪岩,此刻,张雪岩披着淡黄色长发,铺满真丝枕头,脸蛋白皙� 穷比挺立,五官柔美,颇有古典气质,她的胸膛充满胸性,傲然足有三气地,相当醒目,修长的身材,树立在大床上,曲线完美,无论哪个部位,没有半分坠肉,一双玉腿交叠,上面只穿着一件黑色钉字,充满诱惑,舌头青土,璀璨双目,柔美地盯着唐海,那种视觉冲击力,让唐海身心瞬间一片火热,老公,我一准备好,就等你了,张雪岩声音娇媚,一副任君采摘模样,怕是任何男子看见,都无 不得不说,张雪岩绝对是顶尖美人,要身材有身材,要脸蛋有脸蛋,最重要的是,她此刻浑身上下,都充满一种勾引的味道,唐海立刻冲过去,吻上张雪岩,张雪岩瞬间双腿夹紧,脸庞通红,都快滴出水来,等我,但下一刻,唐海离开,拿上衣服去了浴室,快速洗漱完,便回到房间,扑向张雪岩,老婆,今晚我好好疼你,唐海瞬间镇压老婆张雪岩,双手在任意部位,随意游走,很快,张雪岩便发出 痛快的呼喊,忍不住喊道,老公,进来吧,那里,等待已久,任军开采,不多时,一场大战开始,一阵阵令人心血沸腾的叫声,传出房间,房间外,张子峰穿着长款轻薄透光睡衣,正在聆听里面动静,不知不觉,他身心燥热,下面一件湿润,几乎无法自已,以姐夫的战斗力,这场战斗,怕是至少要两个小时,这让我如何忍受啊,张子峰欲眼迷离,连忙冲进房间,再这么听下去,他怕自己忍不住,也冲进去,来一场三人大战,但他 他可不敢,要是让姐姐知道他和姐夫的关系,怕是要添他,两个小时后,张雪岩光着身子,心满意足睡去,但唐海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一个是和小姨子有约定,另一个就是,他还没得到满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体质增强太多的缘故,一个女人已经无法满足他,此刻,他还需要释放,直到午夜十二点,唐海看向老婆张雪岩,喊道,老婆,老婆,叫了几句,见并未有反应,唐海方才离开房间,小心翼翼关上门, 此刻,客厅昏暗,唐海准备去小姨子房间,可刚转身,就看到一道人影飞泼来,感觉到熟悉的气息和柔软,唐海立刻知道是谁,小姨子张子峰,你怎么在这儿,唐海抱着张子峰双腿,感觉到对方只穿了一件轻薄睡衣,里面空空如也,顿时,将他的浴火勾起,姐夫,我回到房间,本以为听不到你和姐姐的动静,可你们动静太大,声声入耳,所以我等不及了,就在客厅等你,快姐夫,拿下我吧,我需要姐夫狠狠疼爱,张子峰意乱情迷呼 好,姐夫现在就好好疼你,说着,唐海抱着小姨子,进入小姨子房间,第二场战争,直接打响,半夜,张雪岩惊醒,她居然梦到老公唐海,去了妹妹房间,她看到,老公和妹妹居然在,老公,老公,喊了两句,没有得到回应,张雪岩打开灯,发现唐海居然不在,她露出惊慌之色,连忙打开门,去了客厅,正好看到唐海舔着舌头,从妹妹房间出来,老公,你,张雪岩瞪大眼睛,你,你们,唐海傻了,但很快反应过来,淡定, 刚刚我去上厕所,看到子峰的房间没关,所以我帮她关上了门,你别误会,张雪岩半信半疑道,你真的没有对我妹妹做那种事,唐海冲过去,抱住张雪岩,老婆,你想什么呢,那可是你妹妹,我会做那种事吗,对了,你是不是又想了,张雪岩满脸害羞道,算了,我明天还得上班呢,不过我最近发现,你那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是不是我已经没法满足你,之前我看到,你都没释放,唐海叹口气,我也觉得,最近我那方面的能力增强了许多,不过没事,老婆你满足了, 我说就行,张雪岩无奈道,子峰毕竟是我妹妹,虽然违反伦理道德,但如果子峰真的愿意,我,我可以接受,文言,唐海颇感意外,老婆,你,你在说什么呢,唐海战战兢兢,猜测老婆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端倪,只听张雪岩道,你或许没发现,但我最近老听子峰谈到你,每次说起你,她好像都非常高兴,而且在家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像是恋人的眼神,子峰难道喜欢上你了,唐海连忙摇头, 我是她姐夫,肯定跟看外人不一样,而且,我对她那么好,她肯定喜欢姐夫,这很正常啊,好了,你别多想,我们睡觉去吧,老婆,你恢复了吗,张雪岩推了推唐海,就知道你没满足,好吧,我们最后再战一场,然后睡觉,不然,明天我估计都下白床,唐海笑道,那就不去上班呗,老公养你,张雪岩摇头,这年头,还是要多赚钱,谁还会嫌钱多呀,这个房子还是小了点,如果我们攒到足够的钱,就去买别墅,唐海哈哈大笑,好,我们 买别墅,说着,抱起张雪岩,冲进房间,同时,唐海心里想,该什么时候,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老婆,一直这么瞒着,并不合适,而就在两人再度开始大战时,系统提示声响了起来,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1000立方,基础枪支5G经验,1000吨特级刚才,正在开战的唐海,听到奖励,忽然一顿,张雪岩连忙问道,老公,怎么了,唐海心中狂笑,表面上不动 声色笑道,没事,我想换个姿势,张雪岩满脸羞涩,你好坏,第二天一早,唐海做好早餐,老婆张雪岩惊讶道,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早餐,老公,以后做饭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张子峰连连赞同,对,姐夫的厨艺,真是太棒了,当然,其他方面也很棒,简直完美姐夫,唐海嗨嗨两声,缓解尴尬,笑道,好,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大厨师,张雪岩忽然想起什么,问道,老公,我看到停车场停了一辆不加迪威龙,这可是全球限量款的顶级, 几毫车,你们知道,这是谁的车吗,空气一瞬间凝固了,唐海想了想,便道,老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这是我新提的车,啊,张雪岩愣在原地,满脸吃惊,这是你的车,这可是不加迪威龙啊,四五千万的车子,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唐海打算将自己的事情,一点点地告诉张雪岩,毕竟,一直瞒着所有事情,对老婆也是一种伤害,万一哪天,老婆知道了所有事,肯定一时间受不了,与其如此,不如一点点透露,老婆也更好接受,关于不加迪威龙的事, 他早就想好理由,当即笑道,是这样的,最近我和子风,参加过一场车展,车展办了一个抽奖活动,特等奖,就是这辆不加迪威龙,估计是为了宣传吧,你老公,我很幸运,抽到特等奖,拿下这辆不加迪威龙,本来他们打算折合成人民币给我,但我没答应,毕竟,这可是限量款的不加迪威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况且,现在咱家也不算缺钱,张雪岩吃惊不已,抽奖抽到不加迪威龙, 这车展商,手笔太大了吧,唐海摇头,车展商来头很大,在全球,都有极大影响力,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不加迪威龙太过贵重,但对他们而言,或许不算什么,你老公我纯属运气好,张子风同样道,是啊姐姐,姐夫的运气,真的太棒了,要不今天就让姐夫,开着不加迪威龙,送你去上班吧,一定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或许还能让你升职加薪呢,但张雪岩摇了摇头,那还是算了吧, 我又不是明星,需要什么关注,说着,凑到唐海面前,在他脸上轻了轻,含情默默道,不过,我老公真的很棒,等我回来,再好好奖励奖励你,到时候,开着不加迪威龙带着我们去兜风,唐海哈哈大笑,好啊,不多时,张雪岩便急匆匆去上班了,姐夫,要不我们再来,张子风满是兴奋的看着姐夫唐海,晚上吧,我今天有事,刚刚我给你转了点钱,你先自己玩,或者在家休息,我待会出去办事,唐海笑道,那好吧,张子风有些 失落,但看到姐夫转过来的十万块,他再度喜笑颜开,正好,昨天看中一套情侣睡衣,嘿嘿,我去买下来,唐海重重在张子风的屁股上来了一下,你这妮子,别整天沉迷其中,此刻,唐海开着不加迪威龙,前往别墅,昨天得到高级建造机器人和一千吨的特级钢材,已经可以开始打造别墅了,之前他还打算在现实中购买材料,打造别墅,可没想到,系统还真会奖励建造材料,大大的为他省钱省力,呼的,无微打来电话,唐海,设备, 我已经购买完成,你把仓库地址给我,我给你运送过去,挂完电话,唐海立刻将仓库地址发过去,这个仓库是他前几日联系另外一个老同学租下来的,签了长达一年的租约,发了地址后,唐海便去了别墅,先把别墅院墙和大门,全部改造成特级钢墙,根据那一千吨的特级钢材信息,一旦建立钢墙,就算是坦克都轰不开,抵挡丧尸,以及敌人的攻击,应该绰绰有余,至于加装武器,有高级建造机器人,哪怕别� 都可以再度进行加装,一面即此,唐海立刻拿出那一百具基础建造机器人,以及一百零一具高级建造机器人,很快,别墅院内,就出现两百多具机器人,基础机器人,浑身漆黑,表面遍布特殊白色纹路,有点像电路,大概一米高的样子,但高级建造机器人,却浑身赤金色,表面遍布暗金色纹路,且身高长达一米八,另外,身上居然加装各种切割等工具,还有基础性武器,基础建造机器人,和高级建造机器人,一比,就好像凡人和武林高手的 区别,唐海拿出一把AK,装上子弹,朝着基础建造机器人横扫,结果只有火花泵件,以及一些白色痕迹残留,在扫射高级建造机器人,所有子弹都像是嵌入到机器人铠甲中,随后掉落下来,之后,一点痕迹都没有,唐海目瞪口呆,这些机器人,未免太强了吧,即便是现在的我,全力出手,只怕都无法破坏基础,建造机器人,毕竟我的力量,还无法与子弹相比,希望后面我的力量,还能够大幅度提升,屁眉子弹,甚至是炮弹,乃至是 核弹,到了末日,有庇护所,有机器人,有武器,足以保护好老婆他们,而我拥有强大的力量,谁也伤不到我,很快,他拿出那一千吨特级钢材,一念一动,所有机器人,开始切割钢材,全息投影绘制图纸,第一步改造院墙,看着这些机器人,有条不稳的动作,看着他们身上加装的科技,唐海有种在看美国大片的感觉,全球目前的机器人技术,远远无法和眼前,这些机器人相比,这里的诗若是传出去,绝对会掀起轩然大波,好在这里足够偏偏, 安全起见,也为了末日更好的生存,打算将周边的别墅,尽可能都购买过来,这里的别墅,大多数几百万,最多千万,当然,要全买过来,肯定需要一家,但唐海不缺钱,目前还有四千多万,足够先买几栋,到时候,十张汽车绿本一到,拿着不加迪威龙贷款,足以搞到几亿,买下这里大半别墅,不成问题,但唐海的目标,是将整个小区的别墅,全部买下来,打造他的末日钢铁庄园,武器堡垒,真正的乐园,有了更多别墅,又可以去贷款 搞到更多钱,形成一个良好循环,钱不会缺,于是,唐海驱车,去了这片小区的开发商处,将自己要购买这里所有别墅的消息放出去,只要愿意售卖的业主,他可以按照市场价,溢价20%,其中一部分人,或许经不住诱惑,会卖给他,毕竟,市场价是最高价格,再加上20%的溢价,这些钱,足够他们去别的小区,购买更好的别墅,而且,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很多人买房,也是投资性质,这类人,正急需回血,当然,能买得起别墅的人, 其中一部分不缺钱,或许不会卖,但唐海到时候,不介意用点手段,总之,一定要将这些的别墅,全部购买过来,不仅仅是去开发商那里,还去了本市所有的房地产公司,将消息同样放出去,一番折腾,已经是到了晚上,第三天,吴威那边,已经将设备运送到了仓库,唐海打开仓库,里面是各种设备,当即利用系统空间,全部收走,放到了别墅,让一部分基础建造机器人,和高级建造机器人,开凿后山,引山泉水,同时,云山小区,也就是唐海别墅,其中一部分不� 别墅所在的小区,已经有业主同意售卖,于是,唐海花了两千多万,又买下三栋别墅,其中两栋临近他自己的别墅,第三栋则要远些,这让他更方便地打造别墅,这天,唐海从别墅那边回来,思考怎么才能更快速度买到更多别墅,呼的,电话响起,备注是冰山女警楚禅,他,我差点忘了刘强那件事,应该是让我去做笔录的,唐海接通,笑道,楚警官,找我什么事呢?楚禅道,刘强已经判刑,入狱三年,你现在有空吗?来局里做笔录 唐海答应,驱车前往公安局,刚下车,便看到那天和楚禅一起的男警官,看到唐海,男警官冷哼一声,跟我走,唐海笑了笑,并不在意,他知道,对方是极度之前在酒店,自己握了楚禅的手,随后,他问道,楚警官呢?不是说,带我录录录?男警官冷笑,转过头怒道,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已经有了女朋友,别吃着碗脸,看着锅脸,队长不但是我们局里的景华,更是破案之神,像你这种富二代,根本配不上,唐海怂怂, 总监,懒得理会,这个时候跟对方争论,没意义,不过,这更让他对楚禅感兴趣,楚禅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能力出众,这种女人,谁不喜欢唐海内心的想法,很显然是想要将其拿下,但对方身份特殊,性格又冰冷,想要将其拿下,需要讲究分寸和方法,刚来到大楼下,便看到不远处几辆警车开了过来,楚禅英姿飒爽从车上下来,几名警察则是将一名长发男子带下囚车,那长发男子长脸,英勾鼻,一双眼睛,锐利, 嘴角微微掀着,似乎对于线下的处境并不在意,很显然是个凶犯,太好了,队长花了一年时间,终于将毒贩张魁给抓住了,旁边男警官兴奋,然后走了过去,打算协助他们,可就在这时,一变抖声,轰的一声,只见大门被一辆坦克撞开,后面还跟着几辆越野车,越野车上,一伙人拿着机枪横扫,当场倒下几名警员,很快,一伙警察冲出来,立刻和敌人干起来,是张魁的人,他们打算救人,快将张魁带走,楚禅大喊,带 看着队员,找好掩铁,同时开枪,但敌人有坦克,有重武器,还有机枪,火力太猛,突然袭击下,楚禅这边根本招架不住,有不少队员牺牲,哈哈,你们这帮废物,还想抓老子,今天就让你们全部死在这里,张魁不知何时,居然正开镣铐,并且劫持一名警员,朝着同伴冲去,张魁,见状,楚禅愤怒,好不容易才将他抓住,不能让他逃走,但是对方劫持警员,又有重武器掩护,楚禅没法阻止,这时,楚禅看到大楼下, 的唐海,大吃一惊,连喊道,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进入大楼躲起来,可是,唐海不但没走,反而来到楚禅身边,他笑道,楚警官,如果我帮你制服这帮人,你准备怎么谢我,要换做以前,唐海二话不说,直接开跑,躲起来,但现在,他要随心所欲,拿下这帮毒匪,让楚禅产生好感,最后顺理成章拿下,楚禅震惊,看白痴一样,看着唐海,对面那可是开着坦克,有着重武器的恐怖毒贩,他居然说,要帮自己,将那帮人给抓住,这是什么猪脑构 你疯了,你疯了吧,赶紧离开,躲起来,别给我添乱,楚禅冰冷大喝,有些后悔,今日将唐海叫过来,别生气,你就当我胡说,但如果我真做到,你怎么答谢我,唐海淡淡笑道,一脸的自信,在净花水月的帮助下,唐海的话,忽然产生魔力,竟让楚禅开始相信,唐海或许真有这个本事,楚禅思考再三,最终道,你想要我怎么报答,唐海嘿嘿一笑,当我女朋友,楚禅刚想一拳打晕这个神经病,但净花水月发挥作用,让楚禅打消这个念头,但不可能答应, 你真是个渣男,你都有女朋友,还想泡我,唐海摇头,其实,江玉燕不是我女朋友,为了拿下楚禅,唐海只能说谎,嗯?楚禅一愣,心中不知为何,竟有些喜悦,但还是冷漠道,那又如何?唐海看出,楚禅神态变化,心中顿时一喜,对方显然并不抗拒他,或许,对他真有好感,唐海心面一动,握住楚禅玉手,笑道,楚警官,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既然如此,为何不答应我呢?楚禅狠狠瞪着唐海,别毛手毛脚,好, 好,如果你真能抓住他们,我当你女朋友,唐海满脸兴奋,好,一言为定,但他并不察觉到楚禅嘴角悄然一现,显然,对方有其他想法,另外,楚禅绝不相信,唐海一个普通人,能够制服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毒贩,这些毒贩,身经百战,又有坦克和众武器,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完美计划,竟敢妄言制服他们?楚禅冷哼,计划,我没什么计划,唐海一愣,对方居然想听他的计划, 可他哪有计划,而且,需要计划吗?嗯,你没计划,那你还说帮我制服这帮毒贩,你耍我,楚禅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冷冰,楚警官别急啊,没有计划,并不代表我做不到啊,唐海淡淡一笑,此刻,敌人的武器太过凶猛,导致楚禅这边,根本无法反抗,等他们去了街上,抓捕难度,就会无限大,毕竟有市民,楚禅他们抓不起来,很不方便, 别让他们逃走,楚禅大侯,当即便要起身,拼命阻挡毒贩,但这时,一只有力厚重的手掌搭在他的肩头,将他按了下去,楚禅惊恶抬头,便看到唐海站了起来,神情肃然,身影高大,楚禅心中不由得生起一股安全感,仿佛只要有唐海在,任何事情都能摆平,有我在,岂能让你犯险,禅儿,在此等我,去去就来,温柔,深情的话语自唐海口中传来,让楚禅的内心猛然一动,那一刻,楚禅的心里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是喜欢,在他眼里,此刻的唐海,跟别的男人完全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就在楚禅愣神时,唐海的身影已然消失,而在唐海消失的同时,外面的枪战越发激烈,但同时,一阵阵的惨叫和惊吼声传来,那显然是毒贩的声音,怎么回事?楚禅一惊,当即站了起来,耳边,同时响起其他队员的惊呼声,那人是谁?武林高手吗?我去,速度好快,子弹都打不中,一拳将坦克炮管都打折了,在这些惊呼声下,楚禅的眼中,一幕幕惊人 画面放映,只见毒贩群中,唐海如猛虎下山,窜入羊群中,速度快到极致,一动间,只能看到一点点残影,数十名毒贩手中的重火力,全都扫向唐海,但没有一颗子弹能够击中他,唐海来到一名毒贩面前,一拳轰在骑脑门上,顿时,毒贩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晕了过去,唐海顺势端起机枪,朝着那些毒贩横走,刹那间,十几名毒贩就地阵亡,但那些毒贩聪明,连忙躲起来,唐海机枪打不中毒贩, 身影再度窜出,来到第二名毒贩身边,啊,那名毒贩吓了一跳,刚要开枪,却看到没有子弹打出,定睛一看,这才发现,弹夹居然被卸了,你这个魔,鬼还没说出,唐海便赏了对方一拳,打在心口,整个人飞出十几米,第三名,第四名,一名名毒贩在唐海的重拳下,全都丢盔弃甲,要么晕了,要么蜷缩在地,痛苦哀嚎,不到十个呼吸,一半毒贩已经丧失战斗力,其余毒贩和储禅等人,全都惊得要掉眼珠子,管他是怪物还是魔鬼, 兄弟们,逃不出去,就是死路一条,全部给老子冲,干死他,张魁虽然恐惧,但不愧是毒贩头子,胆破就是大,嚎声怒吼,将阵脚大乱的毒贩们,重新聚合,开始反击,但有用吗?没用,强大的体质,加上海贼王六世体术中的两个,分别是铁块和T,子弹根本伤不了唐海,甚至,连打都打不中,不多时,所有毒贩全都躺地上,一只拳头停留在张魁面前,进风扑面,一股尿骚未袭来,唐海皱眉, 发现竟是毒贩头子张魁吓尿了,我去,刚刚还挺欣赏你的胆破,现在就吓尿了,你这反转给的,唐海捂住鼻子,一拳揍在张魁腹部,啊,张魁当场变瞎,痛得五官扭曲,五脏六腑,仿佛翻转过来,同时,他呕的一声,当场吐出隔夜饭,连胆汁都快吐出来,唐海再度捂住鼻子,像是提一只小鸡,在众人惊恶和崇拜的目光下,将其扔在储禅面前,诺,储警官,搞定了,之前的约定,可以兑现了吧,唐 中相当的爽,这要搁以前,哪敢和毒贩干账,更别说,手持众多重武器,还有坦克的毒贩,但现在,他只身如天神将士,分分钟搞定这帮恶徒,出镜风头,没看到吗?先前那名看不上唐海的男警官,此刻眼中竟是崇拜之色,爽啊,太爽了,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1000立方米,身体素质提升一倍,获得魅力值100,周,魅力值标准100,目前宿主 魅力值500,唐海心中满是欢喜,没想到,这次的奖励包括魅力值,而且,他现在的魅力值居然达到了500,是标准的5倍,这种程度的魅力值,哪怕是顶尖女神,都无法抗拒吧?当然,通过系统,唐海知道,魅力值这种东西,是综合性的,不局限于面貌,还有武力值,学问,气质,技术等,也正是因为唐海魅力值高,所以,即便是对男人没什么兴趣,生人物尽的储禅,仅仅第一次见面,储禅便对唐海生不出讨厌,也是为何? 说,储禅会对唐海,莫名生出好感,果然,当魅力值提升100后,周围警员看向唐海的目光,崇拜之色更浓,更重要是储禅,目不转睛地盯着唐海,当听到唐海说起之前的约定,脸上竟悄然一红,储禅没有,立刻回答唐海,因为周围的队员,在将那些毒贩制服后,全都围了过来,兄弟,你真猛啊,一个人干翻手持重武器的众多毒贩,你是武林高手吧?不然怎么可能躲得了子弹?传闻中的鼓舞者,宗师级高手,全是真的。 这位兄弟,你是队长的男朋友吗?也只有像你这种高手,才能配得上我们锦花呢?唐海哈哈大笑,你小子眼光不错。 没错,我就是茬儿的男朋友,碍于他的身份,这件事一直保密,但现在被你们看出来,我就不装了。 说着,懒过愣在一边的储禅,温柔笑道,茬儿,他们都知道了。 要不,公开我们的关系吧?储禅冷哼一声,低声道,别得寸进尺,站到一边去,我们的事,回头再说。 唐海一笑,点头道,明白,我就在这里灯念。 储禅叹了口气,随后走过去,一脚踹在张魁下巴,直接让对方下巴骨折,发出一声惨叫,你们这帮混蛋,害我数名队员牺牲,张魁,我会让你付出代价,带走。 储禅此刻,一身铁血冰冷,周围的警员战战兢兢,不敢再开玩笑,连忙将这帮毒匪压了进去。 同时打理现场,这帮王八蛋,杀了我们几名兄弟,不能就这么算了。 哼,这种无恶不作的恶徒,至少是无期徒刑,看到血泊中的兄弟尸体,那些警官方才回过神来,眼睛一片血红,愤恨地看着这帮毒贩,若非因为身份,他们早就杀了这帮人,很快。 这里只剩下唐海,唐海不急,就在楼下抽烟等待。 一个小时后,储禅走了出来,见唐海还没走,翘脸微微一红,心想,这小子为什么越看越觉得顺眼呢? 我以前从未对其他男子有这种感觉,真是奇怪,但很快恢复冰冷,走过去,唐海,跟我走。 储禅冷冰冰道,唐海当即笑道,馋儿,我来了。 储禅一边走,一边道,少拼嘴,以后再局里,不许叫我馋儿,要叫我处警官。 唐海笑道,馋儿喜欢这种口味啊,储禅一愣,什么口味? 唐海巧声道,制服诱惑啊,你懂的? 你,储禅眼睛瞪大,没好气道,你这脑子里都是些什么? 赶紧做完笔录,就给我滚。 安静小房间,储禅关上门,唐海看着只有他们两人的房间,看着眼前绝美的冰山女神储禅,一股冲动立刻涌上心头。 唐海打算顺从本性,只见他瞬间扑了过去,将储禅逼在墙角。 储禅面色大惊,本能一脚踹向唐海,但却被唐海抓住一腿,怎么都无法动弹。 好浑缘啊,你身上的香味也很好闻。 唐海笑道,放开我。 储禅大怒,一只手打向唐海,但最终仍是被轻易抓住。 你,储禅看着两人动作,羞愤不已,你到底想怎样? 唐海一愣,笑道,禅儿,你忘记我们的约定,我帮你制服毒匪,你当我女朋友,你可别耍赖。 储禅冷笑,我自然不会食言,你先放开我,这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 唐海怂怂肩,放开储禅。 储禅清冷道,我的确答应你,只要你制服毒贩,便做你女朋友,但你听清楚了,女,朋友,并不是恋人,而是女性朋友。 唐海猛逼,你,你这是耍赖。 储禅坐在椅子上,傲然道,是吗? 请问我哪里耍赖了? 难道你所有异性朋友,都是你的恋人? 唐海冷哼一声,坐在对面。 得,算你赢。 不过,我帮你这么大忙,至少要有点表示吧。 储禅问道,你要什么表示? 唐海笑道,请我一下就行。 储禅面色一红,休想。 唐海玩味一笑,这里,好像没有监控吧? 而你应该知道,我的实力。 如果我要对你做些什么? 你认为有反抗的余地吗? 你。 储禅气急,最终妥协。 好。 以唐海那种速度,对方能一瞬间将自己制服,到时候,自己喊都喊不出来,甚至,都不敢喊。 要是让别人,看见什么不该看的。 后果不堪设想。 唐海拿捏住储禅,心中得意一笑,当即,指着自己右脸。 来吧。 茬儿。 储禅犹豫了下,方才走过去,准备在唐海脸上蜻蜓点水。 可没想到。 唐海忽然转过头,抱住他的头,狠狠凑了过来。 呜。 储禅瞪大眼睛,感受到一条油蛇,打算冲破齿关,连忙推开唐海。 咧。 储禅满脸羞红。 你混蛋。 唐海嘿嘿一笑,这叫兵不厌诈,跟你学的。 哦对了,这应该是你的初吻吧? 用来报答我,帮你制服那帮毒贩。 正好合适。 话落间,系统提示声随之响起。 叮。 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一千立方米,听力提升十倍。 哈雷最新款摩托一辆。 嗯? 唐海心中一笑,这次的奖励有点特殊啊。 听力提升十倍。 瞬间,他的听力暴涨,整个大楼,所有人的说话声,全都冲进耳朵。 那一刻,唐海吃痛,差点以为耳朵要废掉,但很快适应过来。 心面移动,可以隔绝任何声音,同时,也能锁定某道声音,或者让听力恢复正常。 但现在可不是尝试超能力的时候。 此刻,楚蝉气得浑身颤抖,傲然不韦,快要爆出。 看得唐海眼神快掉下来。 禽兽。 楚蝉气呼呼坐在对面,可他虽然表面生气,实际上内心却有些欣喜。 唐海抹了抹嘴,道。 蝉儿别生气,反正你以后都是我唐海的女人。 现在亲一下,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以后还得滚床单呢。 楚蝉愤怒,谁要当你的女人,跟你滚床单,信不信我把你关大牢。 唐海笑道,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 另外,我是真心的,你就不能当我女朋友。 楚蝉犹豫了下,方才轻哼一声,我不想谈恋爱。 唐海愣了下,问道,为什么,曾经受过伤害。 楚蝉摇头,没兴趣。 唐海笑嘻嘻道,那是因为,你没有遇见,让你动心的人。 但现在,你遇到了,楚蝉沉默。 唐海心中一动,继续道,楚蝉,我真心喜欢你。 所以,给我个机会吧。 你如何才愿意当我女朋友? 对面,楚蝉没回答。 不多时,楚蝉抬头,淡淡道,毒贩害人。 我发过誓,在抓到汉城最大毒销过江龙之前,绝不考虑男女之情。 所以,只要你帮我抓到过江龙,我就当你女朋友。 但你要想清楚,张魁只不过是过江龙手底下一名毒贩头子而已。 想要抓到过江龙,可不容易,甚至可能丢命。 十年来,警局这边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付出了多少努力,可从来没抓住过过江龙。 可见过江龙这个人,不但势力庞大,而且聪明过人,想要抓住他,难如登天。 楚蝉这么说,算是在考验唐海,但同时,更多的是让唐海知难而退。 但唐海几乎毫不犹豫变道。 好,我帮你抓住过江龙,你变当我女朋友。 这次若成,你不会再反悔吧? 碰,楚蝉一拍桌子,逼是唐海。 唐海,你真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吗? 这次任务,可能丢命,你还要冒险。 唐海站起来,握住楚蝉的手,深情款款道。 蝉儿,为了你,我丢命又如何? 此话一出,配合五百点的魅力值,配合镜花水月。 这句话,如同丘比特之剑,瞬间击中楚蝉,让楚蝉冰心融化。 眼眸中闪过一片柔软,竟没有抽开手。 这一刻,楚蝉真正对唐海动了心,但他表面没有动声色。 问道,你难道不是因为看中我的美貌,所以,才想让我当你女朋友? 唐海坦然道,难道你喜欢一个丑陋猥琐的男人吗? 喜欢一个人,美貌是其一,还有其他,比如举止言行,比如气质,比如微笑,比如能力,很多。 总之,我喜欢你楚蝉,喜欢你的美貌,喜欢你的一言一行,喜欢你的一平一笑。 楚蝉,我帮你抓住过江龙,到时,你当我女朋友吧。 楚蝉看着此刻满脸认真的唐海,呼得叹了口气,道。 好,真抓到过江龙,我一定当你女朋友。 下一刻,唐海嘿嘿一笑,道。 哦,反正你早晚都是我女朋友,不如先让我轻轻,碰,一道身影撞开房门,跌在楼道上,吓得周围的人震惊不已。 看着围观人群,唐海连忙站起来,嗨嗨两声,这么也太不结实了,我就靠了一下就倒了。 说着,再度走了进去,离开警局,站在大楼下,唐海释放听力超能力,同时锁定楚蝉的声音。 房间内,楚蝉整理好笔录,冷冷道,这个王八蛋,把我的初吻夺走了,随后又叹了口气。 楚蝉啊,楚蝉,你不是发过誓,一日不将过江龙抓回来,为父亲报仇,便一日不谈恋爱吗? 可你却对唐海动了心啊,如果这次没能抓住过江龙,你当真要拒绝唐海吗? 不多时,楚蝉坐在椅子上,满脸纠结,呼的,他豁然站起。 不行,这次任务十分危险,我不能将他卷入进来。 三天后的秘密任务,说不定,我会死在天龙会所,到时候,他便会放弃吧。 车上,当听到楚蝉的话,唐海面露震惊之色,任务危险,可能会死在天龙会所。 不,楚蝉,有我在,阎罗王都带不走你。 既然如此,我亲自将过江龙抓回来。 但不急,警方任务会在三天后,说明三天后,过江龙会现身天龙会所。 那就三天后,他前往天龙会所,抓住过江龙。 路上,唐海收到几家房地产公司的电话,说是云山小区有业主要卖房,但价格要往上提。 唐海直接答应下来,不管多少钱,先拿下再说。 将定金打过去后,正好在此时,另一个电话打过来,原来是汽车绿本办好了。 唐海满脸喜悦,太好了,等汽车绿本到手,就去办贷款。 于是,将地址发给对方,让对方快递过来。 另外,打了50万酬劳过去。 接着,唐海停车,检查了下系统空间中的物资情况,那些牛肉什么的,确定并未腐败,也就是说,系统空间能够保持物资的新鲜度。 这就让唐海彻底可以放心购买物资,但传统的去超市购买大量物资,并不现实。 一则太花时间,二则太醒目,免不得引来麻烦。 最好的办法就是联系各种供应商,将所需的物资,让他们运输过来。 说干就干,唐海拿起手机,翻开一个电话,电话备注,洛青亚。 洛青亚是她的大学校友,在大学期间,一直喜欢她,甚至在她有女朋友秦宇蒙的情况下,依旧纠缠。 有一次聚会,居然打算灌醉她,生米煮成熟饭,幸好秦宇蒙及时赶到,将她带走。 可即便如此,依旧没能让洛青亚放弃。 那时候的唐海,比较专一。 虽然洛青亚长得也属于细花细别,但她有了秦宇蒙,所以一直和洛青亚保持距离。 可谁也没想到,临近毕业,秦宇蒙和唐海分手,得知此事。 洛青亚再度发动疯狂攻势,可当时分手是无奈之举,加上对秦宇蒙还有情感,所以仍旧没有接受洛青亚。 后来唐海遇到老婆张雪岩,两人一见钟情,并且在一个雨夜,发生关系,两年后便结了婚。 为此,洛青亚曾在婚礼现场嚎啕大哭,后来便再也没见过她了。 但她从无微口中得知,洛青亚至今单身,而且坐上了沃尔玛总公司的销售主管,年薪百万。 换作以前,真需要帮忙,唐海也绝不会联系对方,怕对方纠缠,让老婆张雪岩伤心,可现在倒是不怕了,随心所欲嘛。 如果对方还保持着当年的美貌,也确实单身,那拿下洛青亚,倒也没什么。 当然,过了几年,她又已经结婚,对方说不定心中早已放下她。 包房中,坐着一名美女,一头黑色波浪卷长发,瓜子脸,皮肤白皙,小鼻子。 大眼睛,红嘴唇,魅力白衬衫,外套淡灰色职业妆,充满着知性美,她就是洛青亚。 此刻,洛青亚神色微微紧张,几年没联系,唐海怎么突然联系我,难道她离婚了? 不可能啊,我一直通过无微了解唐海的事,没听说她离婚了呀。 思绪纷飞时,洛青亚从粉红小包里,拿出粉底,对着小镜子补妆,几年不见,也不知道唐海有什么变化。 唉,还真紧张呢,见到她,我该说什么呢? 实际上,即便过了几年,即便唐海已经结婚,但洛青亚对唐海的心意,从未有过改变,甚至,她一直在等待。 如果唐海离了婚,她便有了机会。 当年的她,或许有些稚嫩,所以,唐海不喜欢她。 但现在,她年薪百万,销售主管,加上成熟的女性美,她觉得现在的自己,比当初好了许多,或许能让唐海回心转意。 哪怕唐海已经结过婚,她也不介意。 呼的,敲门声响起,还以为是唐海来了,吓了洛青亚一跳。 可看到是服务员,洛青亚满脸失望,我朋友还没到,暂时不上菜,洛青亚不耐烦道,然后继续补妆。 可不知什么时候,一道人影走了进来,看着成熟不熟,更有韵味的洛青亚。 唐海微微惊讶,当初的洛青亚,虽然漂亮,但确实太过稚嫩。 比起秦宇萌,差了一些,加上家庭条件,让洛青亚再打扮,化妆等方面,都没法和秦宇萌比。 更别说张雪岩了。 可现在的洛青亚,成熟,知性,比起当初,提分不少,美貌,身材,都绝对是90分级别的美女。 笑了笑,唐海立刻下了决定,拿下洛青亚,毕竟当初的洛青亚,对她真的是一心一意,付出很大。 马上末日降临,洛青亚,值得她去保护,完美。 很快,洛青亚补完妆,自信道,现在的我,比起当初美了不少,唐海一定喜欢。 忽然,她似感觉到什么,转头一看,啊,她吓了一跳,足足愣了半天后,她方才激动喊道,唐海,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唐海玩味笑道,服务员走后,我就刚好道,刚刚那句唐海一定喜欢是什么意思呢? 洛青亚欲脸一红,心脏砰砰跳,不知为何。 虽然以前疯狂追求过唐海,但毕竟过了几年,当年的心切,已经减弱不少可意外的事。 这次看到唐海,她反而觉得,自己对唐海的喜欢,不仅没有半分减弱,反而更加热恋。 此刻的唐海,在她眼里,仿佛都在发光发热,每时每刻都在吸引着她。 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因为,唐海的魅力值,远超标准值,加上净花水月的无形作用。 可以这么说,目前的唐海,只要她想,就没有什么女人拿不下。 末日即将降临,唐海打算在真正降临前,尽量充实后宫,如此一来,末日才不会寂寞。 同时,自己越来越强大的体质,如果没有足够的女人,根本满足不了自己。 唐海还以为你结婚后,会变成秃头男呢? 没想到几年不见,你更帅,更有魅力了。 洛青亚娇羞道,我要真变成秃头男,岂不枉费你当年疯狂追求我啊? 不过,这几年,你变化也挺大,听说都做到了沃尔玛总部销售主管的位置。 比起大学时候,人也更漂亮,更有魅力了。 唐海目光明亮笑道,是吗? 洛青亚神色一喜,道,其实我现在仍旧喜欢你,所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接受我的心意? 唐海没想到过了几年,对方还是如此直接,好啊,我接受。 唐海信誓淡淡道,这可把洛青亚惊呆了。 他虽然不是开玩笑,但也没想到,唐海居然这么轻松就答应。 但很快,他反应过来,以为唐海肯定是有事要他帮忙,所以才说这些好话。 洛青亚摇摇头,笑道,别开玩笑了。 谁不知道你娶了一位国色天香的老婆,我可比不上。 好了,我们几年不见,待会得好好喝一杯。 不多时,服务员上菜,这家餐厅在汉城也属于高档,菜色很不错,至少符合洛青亚的胃口。 只不过,唐海一直没有吃菜,只是喝酒,半瓶高档红酒下肚。 洛青亚脸色微红,忍不住问道,唐海,是这菜不符合你胃口吗? 唐海笑了笑,没有,其实我不饿,洛青亚狐疑,他却不知道。 以唐海目前的顶尖厨艺,这些菜还真入不得他的眼,这让唐海有些感叹,果然厨艺太好,也不全是好事。 这时,洛青亚问道,唐海,几年没联系,你却突然找我,不会是因为和张雪岩感情出了问题,打算找我当备胎吧? 唐海摇头失笑,你想象力真丰富,我和雪岩的感情好得很,我找你,是有其他事? 洛青亚微微遗憾,要真当备胎,他也不介意啊,他问道,那你找我什么事? 唐海便道,你是沃尔玛总部销售主管,我想找你买生活物资,洛青亚狐疑,买生活物资,可以直接去超市啊,还是你打算开超市,想要便宜的进货渠道,这倒也好办,但唐海还是摇头,你误会了。 我之所以找你买生活物资,是因为我购买的物资比较多,洛青亚一惊,问道,多?那是多少? 唐海想了想,道,越多越好,我目前手上有两千多万,先买两千万吧,啥?洛青亚以为自己听错了,唐海,你再说一遍,你要买多少? 唐海忍不住一笑,我知道这有点吓人,要不你喝口酒缓缓,而且,两千万只是前期,后面估计还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物资,洛青亚一口酒喷了出来,唐海,你疯了吧?你如果要拒绝我的心意,大可直接说, 没必要这么消遣人啊,洛青亚觉得,今天听到了,这辈子能够听到的最大笑话,下一刻,洛青亚叹口气,唐海,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了什么困难?心理压力大?你如果需要发现,我能帮你发现,但你得告诉我,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唐海苦笑,买几千万生活物资,乃是几亿,数十亿,确实有点天方夜谭,洛青亚不信,他能够理解,唐海决定,让对方相信自己说的话,他走过去,将洛青亚扶了起来,推到墙边,洛青亚感觉到,唐海粗重的气息,以及那浓重的男人味,方心顿时震战,一张翘脸,像是涂了一层红粉,下一刻,唐海直接吻了下去,五,洛青亚瞪大眼睛,但很快,抱住唐海的粗腰,闭上眼睛,近情迎合,两久,两人分开,唐海笑道,现在, 你能信我吗?如果不够,就再来,说吧,再度凑了过去,直到洛青亚快喘不过气来,两人才停下,洛青亚扶着椅子,大口喘息,随后哈哈大笑道,唐海,你不怕你老婆知道吗?她很高兴,大学时候,付出那么多,唐海却连她靠近都拒绝,如今,却主动送吻,让她感觉,当年的付出,都值得,唐海淡淡道,这你不用操心,至于,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物资,你也无需问,你就说帮不帮,洛青亚满脸凝重的看着唐海,在她印象里,唐海可不说, 是那种,会因为困难,而发疯的人,对方竟然要这么做,必定有其道理,洛青亚笑道,好,我帮你,只要钱到位,无论多少物资,我都给你整来,但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今天你得陪我,唐海打了个响指,笑道,没问题,另外,我先给你打两千万过去,你把卡号给我吧,当即,洛青亚半信半疑,将卡号发了过去,可仅仅过了几分钟,两千万便到账,洛青亚震惊地看着唐海,唐海,没听说你发财了呀,随便就打了两千万过来,你不会抢了银行吧?唐海笑道 你想多了,就算要抢银行,也不是现在,这两千万,尽量多买吃的,少部分买生活用品等,这个你看着办,另外,什么时候能给我运过来,我把仓库地址发给你,洛青亚想了想,到,一个礼拜吧,唐海皱眉,但还是点头,好,过几天,我再给你打两亿,总之,物资越多越好,其他你别问,时机到了,你自会知晓,洛青亚笑道,看来这几年,你身上发生了不少事,但保密工作,却做得不错,行了,虽然我很好奇,但你不想我多问,那我便不问, 现在,走吧,唐海问道,去哪,洛青亚一笑,去唱歌,皇朝KTV,一间包房内,唐海去了厕所,包房内,暂时只有洛青亚一人,洛青亚浇了许多酒,摆满了桌子,多种多样,她开门,小心翼翼扫了扫四周,见无人过来,随后立刻回到包房,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上面画着一头猛虎,从盒子里取出一粒红色丸子,扔进酒杯,洛青亚紧张的脸上布满细汗,随着摇动,药丸在酒杯中化开,最终消失无踪,这时,门开了,洛 洛青亚吓了一跳,连忙坐到一边,随后拿起酒杯,放了要完的酒杯,递给唐海,唐海,干了这杯,你的忙,我帮定了,说完,洛青亚一饮而尽,空酒杯递给唐海看,唐海一笑,同样一饮而尽,可喝完,她砸吧砸吧嘴,疑惑道,这酒的味道,怎么有点怪呢,说着时,目光玩味地看向洛青亚,洛青亚心虚,倒酒的手,都在晃,见状,唐海嘴角一掀,坐了过去,道,洛青亚,你不会往我杯子里放什么东西吧,洛青亚连道,你这说 说的什么话,我只是掺了集中酒而已,所以,味道才有点怪,唐海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是这样,还以为你想迷晕我,将我拿下呢,唉,有点失望啊,洛青亚一惊,你的意思是,你想让我迷晕你,将你拿下,唐海点头道,是啊,我觉得现在的你,特有魅力,连我也扛不住,洛青亚顿时喜笑颜开,你真觉得我有魅力,早知道,我就不往你杯子里放药了,唐海一把抓住洛青亚的手,哈哈大笑道,果然,你往我杯子里下药了,洛青亚,你到底跟谁学话了,洛青亚,你到底跟谁学话 洛青亚吓了一跳,你,你炸我,唐海刚要说话,呼的,一阵头昏目眩袭来,随后,他晕了过去,洛青亚一看,有些紧张,要笑这要牛逼,这么快就倒了,不过也是,上面说了,一颗药,猛虎都得倒,这小男人,还不得放倒,看着唐海那越发显得英俊刚毅的脸庞,以及粗壮的身躯,洛青亚内心一阵燥热,某个地方,蠢蠢欲动,守身如玉28年,今天,终于有机会,在合适的人身上释放,本来这次见面,洛青亚还犹� 就倒标放倒唐海,直到发现,唐海比起当初,更有魅力,更加英俊,直到唐海,居然主动吻他,他便再也没了丝毫犹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哪怕手段再卑劣,今天也要拿下唐海,说着,他叫来几名服务员,声称朋友喝醉了,但服务员却都相识一笑,心照不宣,这种事,他们见多了,当然,明白归明白,他们可不会挑明,否则惹火上身,看着车子里的唐海,洛青亚浑身臊痒,迫不及待一踩油门,朝着早就订好的酒店驶去,酒店 酒店服务员将唐海放到大床上,便相继离开,这小子真幸运,要被这种白富美宠幸,唉,人比人气死人啊,论相貌,我不比那小子差啊,这就是命,别发牢骚了,两名男服务员哀声叹气地离开,房间里,看着昏迷的唐海,洛青亚满脸兴奋,只可惜,你是昏迷的,不然这一晚,才完美,说着,便去了浴室洗澡,可洛青亚肯定想不到,当他去了浴室后,唐海便醒了过来,这个洛青亚,真不知哪学来的手段,居然给我下药,要不是, 我现在体质强大,怕是真中招,听着浴室里传来的水花声,看着模糊玻璃上,那一道饱满风鱼的身影,唐海瞬间起了邪火,嘿,将计就计,顺从本性,今晚拿下洛青亚,唐海嘴角一掀,继续装昏迷,不多时,洛青亚红着脸,裹着浴巾,双手紧张,帮唐海更衣,当那雄壮威武的身躯出现在洛青亚面前,洛青亚浑身一阵火热,心中一片兴奋和期待,可是,很快他犯难,因为是第一次,没有经验 所以,不知道怎么开始,唐海,你要是醒了就好了,那方面你懂,现在,我该怎么弄吗?洛青亚满脸苦笑,有种空有宝物,却不知道宝物如何使用的感觉,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了过来,还是我来吧?啊,你,洛青亚发现,唐海居然醒了,大为吃惊,你什么时候醒的? 唐海一把抱住洛青亚,将浴巾一甩,两人坦诚相待,洛青亚满脸羞涩,不敢正视,我一直没有昏迷 你那样,对我没用,洛青亚,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做,我说了,我接受你的心意,你若想成为我的女人,我帮你 唐海笑道,现在,可以开始了吗?等到,洛青亚却喊了一声,问道,为什么? 唐海淡淡一笑,如果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只需要明白一点,我想保护你,想让你成为我的女人,而你想要成为我唐海的女人,那么其他的,还重要吗? 洛青亚惊讶,你说真的?唐海点头,自然是真,下一刻,洛青亚没有丝毫犹豫,将唐海反压在身下,便道,我忍不住了,管她是真是假,干了再说,说着,便是对准,狠狠压了下去 这一夜,洛青亚,成为了真正的女人,体会到了,当女人的快感,更是如愿以偿,成了唐海的女人,而唐海,也获得系统奖励,并,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一千立方,隐身朔,出击火箭筒一百根,火箭炮弹一千发,查收完奖励,唐海激动得半天睡不着,不得已,再度掀起大战,此刻,两人相拥而眠,护得唐海的电话响起,将两人吵醒, 洛青亚摸到手机,看到手机上显示,老婆大人四个字,吓了一跳,连忙递给唐海,唐海,你老婆电话,唐海瞬间清醒过来,朝着洛青亚嘘了一声吼,方才接通,喂,老婆,张雪岩问道,还在外面鬼混,不回家吗?唐海连道,马上就回来,张雪岩点头,没有其他怀疑,我和子风等你做饭呢,你快点回来,唐海苦笑,这是真把她当厨师了,不过给自己女人做饭,她心甘情愿,这就要回去了,洛青亚抱着唐海,依恋不舍,唐海一通按摩, 惹得洛青亚娇笑连连,随后笑道,好了,下次有空,我再找你,记得我让你办的事,那可是重中之重,洛青亚起身,给唐海穿衣,放心吧,儒家记得呢,唐海听着对方娇嘀嘀的声音,差点又勾起邪火,连道,好了宝贝,老爷下次再来宠幸你,离开酒店,唐海坐了出租车,去了之前那家餐厅,开上布加迪威龙,打道回府,不过在洛青亚的提醒下,她买了两套护服品,还有香水过去,全都是最贵的,一套几万块,果然,刚回家,张雪� 张雪岩就闻到唐海身上的香水味,顿时皱眉问道,你真去鬼混了,身上有香水味,你可从来不喷香水,可当她拿出几万块一套的护服品和香水,张雪岩立刻被吸引过去,再也没有审问唐海,当然,她是认为,唐海专门去买了护服品和香水,才沾染了香水味,晚上,三人吃完饭,唐海先是回到房间,满足老婆张雪岩,半夜才去了张子峰房间,好好恋爱了一番小姨子,第二天,唐海接到房地产公司的几通电话,之前交了定金的几个别墅,需要尽快 结清剩余款项,完成过户,唐海想了想,觉得自己没必要一下子结清贷款,反而可以用贷款的方式,买下别墅,反正她现在手里面已经有四栋别墅,完成银行贷款,不成问题,于是,她花了半天时间,完成了银行贷款,又将四栋别墅过户到了自己名下,接着,她去了自己第一栋别墅,看看别墅的改造进度,还别说,进度挺快,才不到两天时间,院墙已经全部改造成钢墙,另外,山泉水那边的管道已经开凿完毕,已经在铺设水管,估计再有个两日, 就能建造完成,到时候水的问题,便彻底解决,离开小区,唐海又接到代办汽车绿本的电话,说是绿本已经办好,随时可以快递给她,当即,她打了十万订金过去,等汽车绿本真正到手,将剩余的四十万再打过去,我现在有八栋别墅,价值半个亿,又可以拿去贷款,另外,十个汽车绿本,至少能贷款到三个亿,到时候,姑某能得到三个半亿的巨款,购买物资不成问题,唐海满脸兴奋,但她觉得还是不够,三四个亿的物资,看起来是多 可末日持续的时间,可能十年,数十年,乃至更多,几个亿的物资,是消耗品,无法一直持续供给,所以,在末日降临前,能买多少物资,就买什么,她得搞钱,搞到更多钱才行,正思考,该用什么办法搞钱时,唐海接到来自秦宇蒙的电话,宇蒙,什么事,唐海笑着问道,唐海,来我家一趟呗,我想你了,秦宇蒙羞答答的话语传来,哈哈,好啊,马上过来,唐海挂完电话,按照地址,巡航过去,望江府,这是秦宇蒙居住的小区, 当唐海开着不加狄威龙进来,门口保安肃然起敬,周围许多小区住户看见,都露出震惊之色,五栋702号房外,唐海敲门,呼的,门开,一阵乡风扑面而来,同时,一双御手,猛然将唐海拉进来,那是秦宇蒙,秦宇蒙穿着卡通居家服,煞是可爱,抱住唐海,吻了过去,五,唐海没想到,对方这么急切与热恋,当即将其抱起来,一边熟练敲开背驰,一边单手在其身上,肆意游走,对方的呼吸,立刻 粗重起来,但这时,秦宇蒙松开唐海,满脸羞红道,放我下来,我还在炖汤呢,唐海刮了刮对方的小穷鼻,笑道,不是你主动的吗,我还以为你,现在就需要我好好疼爱呢,秦宇蒙摇头,刚刚我闺蜜打电话过来,听说你要过来,说是一定要过来,瞧瞧我的男人,唐海恍然,于是问道,你闺蜜漂亮吗,秦宇蒙捶了唐海一拳,哼了声道,怎么,你在打什么坏主意,我告诉你,那可是我闺蜜,你老实点吧,唐海笑道,放心,我开个玩笑而已,� 中开唐海,飘然而去,我先去厨房,待会我闺蜜过来,你招待下,唐海答应,这还是他第一次来秦宇蒙家,他家的装修还不错,比较清新典雅,用的圆木色风格,这点唐海还挺喜欢的,在沙发上坐下,唐海打开微信,和苏柔聊了起来,哥哥,你最近在干嘛,我做做生意,赚赚钱,顺便拯救一下失足少女,哥哥真坏,有我还不够吗,有你当然够了,等我有空去找你,好啊,不过,我最近比较忙,等我放假,我给你打电话,好啊,聊了一会, 又去找了洛青雅,调戏一番后,询问物资情况,洛青雅那边说,一切顺利,还没等唐海找下一个,江玉燕的微信就发了过来,唐海,在干嘛,对方还同时发了张出玉图过来,惹得唐海邪火冒起,差点忍不住冲进厨房,先发泄再说,你这小丫头,这么勾引我,回头收拾你,来啊来啊,我太想你收拾我了,过两天我找你,一言为定,兴奋表情,赚了点钱给对方,结束聊天,正好这时,门铃声响起,唐海,应该是我闺蜜,你去开 门,厨房里,秦宇萌的声音响起,唐海立刻起身,将门打开,外面站着一名身穿白色打底衫和牛仔上衣,牛仔裤的女人,她身材高挑,一头波浪卷短发,身材相当劲爆,胸膛处,几乎要爆出来,事业线相当的深厚,同时,臀部高挺肥大,五官精致,肌肤胜血,对方给唐海的感觉,就是干脸,洒脱,但那种扑面来的诱惑,是她遇到的所有女人中,最强烈的,她就是秦宇萌的闺蜜,叶青雲,在唐海 打量对方时,叶青雲也在打量她,身材修长高大,长得还挺俊,尤其是一双眼睛,仿佛如星辰般,里面好像有魔力,让叶青雲都是忍不住沉入其中,而且,对方整个人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魅力在散发,让叶青雲都是忍不住心动,叶青雲非常惊讶,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能够让她心动,因为她非常讨厌男人,几乎算是女童,在她眼里,秦宇萌是闺蜜,但也是她喜欢的人,所以,一听说秦宇萌有了男人,立刻就要过来看,同时打定主意,待会将其 赶走,拆散这对鸳鸯,叶青雲连忙撇开头,怕再这么看下去,自己会喜欢上这个男人,到时候,还怎么拆散秦宇萌和这个男人,你就是宇萌的闺蜜吧,唐海脸上浮现出如沐春风的微笑,伸出手道,我叫唐海,叶青雲看着唐海的手,想了想,还是伸了出去,叶青雲,但没想到的是,唐海抓住他的手,居然不放开,叶青雲脸色一红,怒道,放开,唐海笑道,你想让我抓住,我如何放开,叶青雲,什么,同时,净花水月的作用发挥, 差点让叶青雲相信,自己还真想要对方握住自己的手,但很快,他反应过来,甩托唐海,冷哼一声,就进入屋中,唐海笑了笑,有点意思啊,就这种极品,我若不拿下,老天都得劈死我,到了屋中,叶青雲去了厨房,和秦宇萌聊天,秦运,你别待在这儿,油烟大,你去外面和唐海聊天吧,你们一个是我闺蜜,一个是我男人,互相深入了解下,秦宇萌笑道,叶青雲待在这儿,啥也不会做,反而影响他,便将其推出去,叶青雲脑海中浮现出深入了 我解四个字,怎么听都有些古怪的味道,没多想,叶青雲来到大厅,就看到唐海正一脸玩味地看着他,不知为何,面对唐海,他居然生不出那种对男人的厌恶感,反而心脏砰砰跳,居然产生想要与其亲近的感觉,不行,这个男人太古怪了,仿佛有某种魔力,一定要将其赶紧赶走,再拖下去,就没法拆散他们,一念及此,叶青雲定了定神,朝着唐海喝道,你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单独说,唐海笑道,单独,好啊,两人来到秦宇萌房间,而唐海则是将 房门反锁,见状,叶青雲心生不安,问道,唐海,你锁门干嘛,唐海淡淡笑道,你不是要单独和我聊吗,万一宇萌闯进来怎么办,叶青雲冷哼一声,不再追究,背着唐海道,你和宇萌不合适,离开他吧,有什么条件,任你开,唐海皱眉,问道,你为什么觉得我和宇萌不合适,他跟我在一起,很开心,叶青雲怒道,总之,我说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如果你要钱,你开个架,唐海玩味一笑,忽然凑到叶青雲背后,道,那你觉得,多少架 配得上宇萌呢,感觉到唐海的气息,叶青雲整个人一颤,但前面就是墙壁,侧边是床,他挪动不开,你离我远点,叶青雲感觉到心跳加速,小复处一片滚烫,好像有什么在里面翻滚,唐海,我给你五千,离开宇萌,叶青雲喝道,唐海被都逗笑了,五千,打发叫花子呢,我给你五千万,你做我女人,闻言,叶青雲瞬间转过身,惊讶至极地看着唐海,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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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渣男,有钱了不起了,宇萌还在外面,你居然说出这 一种话,唐海顺势揽住叶青雲,怎么,你不愿意,近距离地感受到唐海雄壮的身躯,以及那无形无色的魅力,我,我,叶青雲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只能将头撇到一边去,唐海将其抱紧,两人的身体紧紧相贴,笑道,真的什么条件都可以开,叶青雲一惊,道,只要你离开宇萌,条件任你开,唐海一笑,我们睡一觉,这就是条件,叶青雲大惊失色,想要挣脱,却挣脱不开,你,不行,换一个,唐海怂怂肩, 其实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都会将你就地正法,但如果你答应,我便答应你的条件,如何,叶青雲咬咬牙,道,好,就一次,结束后,立刻丢滚,唐海凑到叶青雲耳边,轻声一笑,怕就怕,等结束后,你便舍不得离开我,叶青雲冷笑,我倒希望你有这个本事,下一刻,唐海将叶青雲扔上床,看着眼前,那算得上是顶尖优物的叶青雲,唐海只觉得浑身都要燃烧起来,当即如猛虎下山,扑了过去,啊, 听到叫声,在厨房的秦雨萌摇头笑了笑,看来两人聊得还挺愉快,唉,懒得管他们,我这边忙着呢,一个小时后,当战斗结束时,系统提示声如约响起,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2000立方,目前系统空间,10100立方米,重机枪100把,子弹10万发,魅力值100,目前魅力值600, 唐海心中满是兴奋,这系统真是不错,做坏事,还能得奖励,简直逆天,此刻,房间里凌乱不堪,叶青雲躺在一边,吃惊道,刚刚那种感觉是什么,唐海在对方胸前一顿揉搓,笑道,那就是做女人的感觉,叶青雲道,听人说,做那种事,不是会痛吗?可为什么刚刚那么爽,比我以前做的任何事,都要爽? 唐海笑道,你是第一次,刚开始会痛,可后面,只剩下爽,叶青雲恍然,真是可惜,这么多年了,我才知道,做女人的痛快,早知道这么爽,早就找男人了,唐海梦了,这女人什么逻辑,为了爽,去找男人?自己为何有种被嫖了的感觉?等等,唐海问道,你什么意思?叶青雲道,我决定了,以后每过几天,我就去找一个男人,让自己爽,唐海满脸飞线,怒道,你已经成了我的女人,不能去找别的男人,叶青雲满脸疑惑,我不过和你做了一个男人。 怎么就成了你的女人,我为什么不能去找别的男人?唐海觉得,三观被扭曲,这种问题,是正常女人会说出来的,还找别的男人,死想龌龊,品德败坏,不知羞耻,干,唐海勃然大怒,叶青雲,你要明白一点,只有我才能给你痛快,叶青雲问道,为什么?唐海傲然道,因为我持久,刚强,叶青雲在问,别的男人不持久,不刚强吗?唐海笑道,一般男人,俗称五秒男,高级男人,半小时而已,顶级男人,一个小时顶天, 而我,你要我多久,我就能多久,人送外号超级猛男,无敌小钢炮,人间第一棍,叶青雲看着激动无比的唐海,笑道,没想到你还挺幽默,你的意思我明白,那既然这样,以后我要男人,就靠你吧,唐海再度发怒,叶青雲,你什么意思?我不是呀,什么叫需要,就靠我,你把我当什么?看来,你还需要一番镇压,当即便要再度掀起大战,可就在这时,外面传来秦雨萌的声音,你俩在房间干嘛呢?两人结实一惊,风车电车穿好衣服,整理好发型, 便走了出去,看着两人有些狼狈的模样,秦雨萌眉头一皱,似有所想,两人尴尬,紧张,生怕被秦雨萌拆穿,可这时,秦雨萌却哈哈大笑道,你俩刚刚在房间,是不是打了一架?秦雨,我知道你怕我被唐海欺负,可你也不用大打出手吧,我知道你练了跆拳道,可你完全不是唐海的对手,没受欺负吧?两人猛逼,随后,唐海笑道,你这闺蜜的身手确实不错,各种刁钻招式,游刃有余,不过,我的实力你清楚,在我眼里, 他就是个嫩鸡,我三两招就将他镇压,跪在地上唱征服,这番话,可谓是一语双关,饶势洒脱的叶青韵,俏脸也不惊一红,毕竟,刚刚他可是跟闺蜜的男人,做了那种事,不过,他现在倒也明白,为什么秦雨萌那么喜欢唐海,唐海各方面的功夫,确实了得,放屁,别在这添油加醋,说着,叶青韵走过去,抱住秦雨萌的手,抱,这家伙太坏了,我们走,秦雨萌疑惑地看了叶青韵一眼,要知道平日里,叶青韵绝对是不 吃亏的主,有的时候,像的男人婆,可居然在唐海面前,有点吃扁的样子,不过想起自家男人的优秀,他便没再多想,趁着他们去了厨房,唐海又缩回房间,将漏掉的短裤穿了进去,然后开始整理凌乱的一地,我去,叶青韵,你压连胸衣都忘穿了呀,唐海拎着蕾丝编小衣服,嘖嘖两声,感叹,真特么凶,中午吃完饭,叶青韵刮了唐海一眼,便是离开,他想去医院看张眉,顺便把营养汤带过去,之所以没叫秦 秦宇蒙,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两人啊,肯定得过两人事件,果然,当夜清韵一走,秦宇蒙便扑进唐海怀抱,娇媚一笑,这位猛男,等久了吧,唐海狠狠在其背后一拍,惹得对方惊呼,笑道,我看,是你这位美人等久了吧,走吧,让我这位猛男,好好伺候,伺候秦太后,秦宇蒙瞪念道,胡说,我有这么老吗,唐海嘿嘿一笑,甭管这些,玩的就是一个刺激,秦宇蒙冷哼一声,刺激,刚刚和我闺蜜是挺刺激的,这么大声,真当我笼子 唐海一愣,战兢兢道,你都知道了,那你刚刚,秦宇蒙笑道,虽然有点不舒服,但就算你不这么做,我也会让你这么做,毕竟,清韵是我最好的朋友,唐海满脸疑惑,什么意思,你这是卖你男人,还是卖你闺蜜啊,妾,秦宇蒙美好气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而且,以你现在的能耐,身边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女人,既然如此,便宜别的女人,倒不如便宜我闺蜜,当然,如果不是事出有因,我不会这么干,唐海诧异,你真不介意我身边有其他女人, 秦宇蒙想了想,到,刚开始有点在意,不过后来,忽然间觉得,也没什么,反正,你心里有我就行,另外,我闺蜜从小的性格,就像男孩子,长大后,更是拒绝男人靠近,为此,她的家人都急坏了,拜托我,让清韵接受男人,这不,我就想到了你,所以,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看看,你能不能拿下清韵,唐海满脸震惊之色,心中感慨,这对姐妹花的思想,还真是别出一个,让人大开眼界,不过,那又如何呢,对她没半点坏处, 秦宇蒙能接受自己身边有其他女人,说明,其他女人也可以,所以,还是你家男人有魅力吧,要知道,像叶清韵这种,厌恶男人,却喜欢女人的女人,想要将其拿下,绝对不容易,但我,轻松做到,唐海得意一笑,最重要的是,你家男人身体如金刚,持久如不倒翁,刚刚才满足叶清韵,现在照样能让你愈先愈死,说着,将秦宇蒙抱起,便冲进房间,第二场世界大战, 随着一声叫呼,拉开序幕,两个小时后,唐海离开望江府,将布加迪威龙放在一个停车场,然后换上哈雷摩托,潇洒地冲向天龙会所,警察会在三天后,在天龙会所,抓不过江龙,今天是第二天,唐海不想储禅冒险,所以,打算在警察行动前,逮住过江龙,现在,他赶往天龙会所,先打探情报,看看过江龙在哪,或者何时出现,天龙会所,乃是一家高档会所,背后有大靠山, 这里一楼对外开放,但二楼以上,只有特殊贵宾才能上去,其中的意思,显而易见,此刻,唐海坐在一楼,点了一些东西,能点陪酒的,但他没点,一些雍之俗粉,能入他眼,大概因为现在,还没到白天,所以人少,但不影响他观察四周,很快,他还真看出点门道,在通往二楼的入口,有十几名大汉镇守,如鹰损般的目光,锐利的扫视四方,有喝醉酒的人,试图上楼,却被打得半死,扔出去,但有一些身上挂着纹身,或者有刀疤, 面目凶狠的人,从容上了二楼,唐海身体素质很强大,无感远超凡人,他看到,这帮人手腕处,都纹着同一个纹身,一个黑色圈里面,游动一条黑龙,唐海反应过来,过江龙过江龙,这帮人,很可能是过江龙的人,但他没声张,而是释放出,十倍听力超能力,锁定这帮人,很快,二楼一个包间里,七八道声音,传进他耳朵,最近警察盯得紧,而且我们之中,似乎有内鬼,龙哥说了,两天后的交易,改成今晚,各位,这次交易,乃是我们 近年来,最大的一笔,所以,必须成功,到时候,把汉城的弟兄们,全部叫过来,隐藏在暗处,如果警察赶过来,直接给我灭了,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似乎身份高险,朝着几人喝道,两天后的交易消息,我们故意放了出去,警察那边肯定以为,我们会在两天后交易,绝对想不到,我们把交易时间提前,交易完成,我们连夜离开汉城,警察毛都抓不到,当然,还是得小心些,黄毛笑道,怕那帮警察干什么, 为了救张魁,折进去多少兄弟,我还打算找那些警察算账呢,而且,那个女警叫什么储禅的,真特么漂亮,干起来,一起很爽,要是能把他给抓过来,那简直完美,玩着蝴蝶刀的男子,一把将陪酒女子抓来,嘿嘿,笑道,包间里,挤人喝酒,聊天,玩女人,不亦乐乎,同时打电话,安排所有事,但他们却不知道,所说的话,全被唐海听了去,这帮垃圾,敢打储禅的主意,哼,等到了晚上,弄死你们,唐海冷笑,继续听这帮人聊天,他们聊到, 上次营救张魁的事,你们说,真有武林高手,能夺子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人,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哼,什么武林高手,我一炮,把他轰成稀碎,下午四点,唐海本打算继续等过江龙过来,可这时,一帮大汉掀桌子,开始清场,很多人惊慌离开,见状,唐海冷笑,果然今晚有大动作,听他们的意思,这次交易数额巨大,过江龙肯定会过来,唐海没选择起冲突,而是跟随人群离开,天龙会所对面,有一家咖啡店, 唐海此刻就在靠窗处,喝着咖啡,悄然等待,黄昏时分,唐海还在咖啡厅,咖啡都续了三次,期间,他看到不少混混模样的人进入天龙会所,同时,发现暗中潜伏不少人,但没在意,一刻钟后,一名戴着黑色鸭舌帽,一身黑色运动服的女子进入咖啡厅,黑色运动服,遮不住他火热高挑的身材,胸膛处,更是高高鼓起,看到唐海,女子露出惊讶之色,随后走过来坐下,唐海皱眉,这里有人,女子却拉高鸭 露出一张美丽却冰冷的脸蛋,唐海,你怎么在这儿,唐海发现竟然是楚蝉,非常惊讶,你怎么来了,楚蝉淡淡道,我收到线报,过江龙和小杨国的人,可能在今晚交易,我过来查探情报真假,可是,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唐海笑道,你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帮你抓住过江龙,你当我女朋友,楚蝉怒道,你疯了,那些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毒贩,人数众多,且有重武器,你单枪匹马,就算武艺高强,也抵挡不住,很可能你会送命,唐海怂怂肩, 牡丹花吓死,做鬼也疯了,这单干成,你可就是我女朋友,这种机会,我怎么会错过呢?楚蝉气得咬牙切齿,对方好像根本没听进去自己的话,更不明白线下的处境,走,立刻离开这里,楚蝉喝道,但唐海摇头,不,我不走,除非你现在就答应做我女朋友,楚蝉双拳紧握,恨不得掐死眼前这个无知无畏的男人,可是,作为人民公仆,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唐海死,好,我答应做你女朋友,现在可以离开了吗?楚蝉冷冷道,当然,这句话, 并非真心,而是哄骗唐海离开,虽然是谎言,但也是善意谎言,唐海一笑,真的,行,我走,说完,他果真离开,见状,楚蝉松了口气,道,唐海,我这是为你好,别怪我,可还没等几分钟,唐海居然又坐在他面前,嘴角掀起玩味的笑容,你,你怎么又回来了?楚蝉瞪着眼,你不是让我离开吗?我离开了呀,但你又没说,我不能再回来,唐海一副奸济得逞模样,笑道,但你现在已经是我女朋友,蝉儿,定个日子吧, 楚蝉一愣,什么日子?唐海笑道,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日子啊,楚蝉一听,连连深呼吸,胸膛剧烈起伏,看得唐海眼睛冒光,呼的,楚蝉豁然站起,一字一顿怒吼,唐海,你是不是,有病?唐海淡淡笑道,蝉儿,别生气啊,敌人很强,我若走了,怎么保护你? 据我所知,为了今晚的交易,过江龙,调动了汉城所有人手,很可能还有重武器,就算你们警察倾巢而出,也未必能抓住过江龙,到时候,双方火拼,会死多少人,又会连累多少无辜市民,你需要我的帮助? 楚蝉不断犹豫,思考,最终松了口气,道,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当即,唐海将打探得来的情报,告诉楚蝉,楚蝉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照你这么说,如果一旦开战,结果必定两败俱伤,甚至,还可能让过江龙逃掉。 唐海点头,没错,光是会所里,就有数百人潜伏,外面也埋伏着数百人,如果还有重武器的话,一旦开战,场面可想而知,楚蝉脸色一沉,当即拿出电话,不管怎样,必须将情况上报上去,请求支援,但,唐海却将对方手机夺了过来,笑道,先别上报,现在这种情况,人来得越多,越容易打草惊蛇,阻止交易是清,如果让过江龙逃掉,那再想将其抓住就难,我有完美计划,你听我的,保证帮你抓住过江龙,说话时, 他迅速操作手机,翻到联系人栏目,锁定自己的信息,将备注修改,把手机给我,然后说出你的计划,楚蝉显然没发现唐海的动作,满脸肃然道,唐海却是神秘一笑,计划先保密,等过江龙一到,你就知道了,午夜十二点,楚蝉微微犯困,但唐海却是精神抖擞,就在这时,几辆面包车,从远处街道驶了过来,明亮的车灯,将天龙会所大门口照亮, 见状,守在门口的十几名大汉,全都肃然起敬,迎了过去,第一辆面包车上,一名黑衣大汉下车,打开车门,喊道,老大,我们到了,不多时,一名身穿风衣的高大男子走下车,男子朝着四周看了一眼后,向看门的小弟问道,有什么情况吗?大汉恭敬回答,老大,都安排好了,对方已经在二楼等待,目前一切平静,风衣男子点头,让兄弟们打起精神,交易一旦成功, 不会亏待他们,大汉连喊道,是,唐海指着风衣男子,问道,馋儿,那人是不是过江龙,看到男子的刹那,楚馋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冰冷,困意一扫而光,没错,就是他,国内最大的毒贩之一,过江龙,楚馋怒道,今晚一定抓住他,唐海,赶紧说出你的计划,天龙会所周围小巷子,一群黑衣人,监视着天龙会所外面的情况,当看到过江龙出现,监视打起了精神,老大来了,交易即将开始,都这个时候,警察应该不会来吧, 管他们来不来,交易最多持续一个小时,交易一结束,大家就撤,来了又如何,我们出动上千人,人人配枪,还有重武器,警察赶来,直接干,下一刻,一名黑衣人瞪大眼睛,那是什么,不远处,天龙会所前,大街路灯下,一辆黑色的哈雷摩托,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后轮急速转动,与地面剧烈摩擦,掀起黑烟,刺耳的声音,响彻黑夜,而摩托上,正是唐海和楚馋,楚馋惊讶地看着唐海,直接干,这就是你的计划,唐海笑道, 我不喜欢弯弯绕绕,直接干,多爽,怎么,你不信我,楚馋冷哼,是个正常人,都会觉得你疯了,唐海嘿嘿一笑,可我不是正常人,我是神,好了,抱紧我,不然,但会屁股着地,可别怪我,文言,楚馋连忙抱紧唐海的猛男妖子,或许是觉得这有些暧昧,便松开了些,唐海嘿嘿一笑,放开刹车,摩托车瞬间前冲,但很快再度握紧刹车,惯性让楚馋心中一声惊呼,整个人本能紧紧抱住唐海,闻着后方散发过来的清香,以及背部的� 柔软,唐海一阵心神荡漾,哄哄,摩托车前冲,停止,楚馋抱紧唐海,哄哄,摩托车前冲,停止,楚馋抱紧唐海,哄哄,摩托车前冲,停止,楚馋抱紧唐海,唐海玩得不亦乐乎,楚馋的脸色却变得极度冰冷,右手在其腰支狠狠一凝,你玩够没有,唐海并不感觉痛,嗨嗨两声,嘿嘿,以后再玩,现在,开干,哄,随着一声劈开黑夜的轰鸣声响起,哈雷摩托,带着唐 唐海和楚馋,急速朝着天龙会所冲去,乃来的疯子,给我站住,门口大汗见状,立刻怒吼,楚馋意识感叹,确实是疯了,要不然干不出这种疯狂的事,两人一车,居然要单挑一群鹤枪实弹的恐怖毒贩,简直是异想天开,嘿嘿,唐海根本不理会对方,骑着哈雷,带着妹子,一顿猛冲,就像当年官渡,万军前的神将,要单起斩敌人之手,当真是勇猛无畏,今天干这事,唐海为的,就是拿下楚馋,同时,干一件随 一心所欲之事,完成系统任务,获得奖励,哼,换作以前,哪怕他是极品特种兵,也不敢和上千持枪匪徒战斗,但现在,废话不多说,干就完了,站住,站住,数十名大汉围拢过来,想要拦住唐海,小巷子里,潜伏的数百匪徒,吃惊地看着这一幕,难道是警察,放你个屁,警察又不是神,两个人就敢冲会所,也许暗中潜伏其他警察呢,那也不可能,这么冲,那是找死,他们一轮时,唐海已经冲到那帮大汉面前,那些大汉被惹怒, 纷纷掏出甩棍,朝着唐海打了过去,储传想要出手,但唐海更快,唐海单手掌控摩托,奋出一只手,朝着空中一扫,瞬间夺下树根甩棍,同时出拳,一拳一人,几名大汉就仰着鼻血,惨叫倒飞而出,碰,冲到会所大门前,唐海一拳轰碎大门,骑着摩托,冲了进去,将桌子椅子等撞飞,而后一个飘移,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停在会所一楼大厅中央,这一幕,让会所里潜伏的数百枪 都露出吃惊之色,很快,数百人就围住唐海,干什么的,立刻滚出去,为了交易,这帮人不打算节外生枝,只是让唐海二人滚,但唐海不理会,带着储传下车,淡淡地扫视四方,只见着数百人,乌乌泱泱,全部身穿黑衣,凶神恶煞,光是那种气势,就令人胆寒,饶视身经百战的储传,都是心中发凉,这可是数百持枪的恐怖分子,他们才两个人,怎么敌得过,这是要当靶子,被人横扫啊,不过,当他看到唐海那一脸储变不惊 他悄悄定了定神,或许唐海真有其他计划,不然的话,真和这帮人干上,那就是死路一条,他倒不怕死,自从父亲死在这帮毒贩手中后,他就发誓,哪怕死,都要抓住过江龙,但现在,过江龙没抓住,他绝对不能死,我找过江龙,让他滚出来,唐海仰着头,满脸淡然,数百大汗,立刻浮现怒死,但很快,便是都笑了起来,一脸鄙夷地看着唐海,你们是条子吧,两人一车,就敢冲天龙会所,抓我们老大,你们怕是根本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唐海笑了笑,我的确不知道,死字怎么写,难道你知道,那人立刻脸色一沉,找死,说吧,那人抽出腰间军刀,朝着唐海冲了过来,可下一刻,砰的一声响起,那人横飞出去,胸膛处,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死得不能再死,众人面色大变,定睛一看,脸上露出亥然之色,不知何时,唐海的手中,居然端着一把AK,枪口处,还冒着烟,正是这把AK解决了那名大汉,卧槽,这条子牛笔,居然带着AK, 一般的警察,能配这种枪,这小子是军人,还是雇佣兵,不说他们,就连储蝉都吓了一跳,储蝉惊讶至极地看着唐海,你哪来的,AK,你没有持枪权,你这是犯罪,唐海无语道,古奶奶,咱们现在是在和数百毒贩干仗啊,你现在跟我讲这个,而且,枪是我从毒贩手中偷来的,用来干毒贩,不算犯罪吧,你要觉得不行,我收起来就是,说吧,还真要把枪给扔掉,见状,储蝉连忙喊道,算了,现在扔掉,准备当靶子吗,如果这次真抓住过江 江龙,我会上报,让你攻过向敌,唐海嘿嘿一笑,还是茬儿对我好,你放心,我肯定抓住过江龙,看着手中的AK,唐海内心笑出猪叫,本来,要制服这帮人,还真不用枪,但储蝉在身边,还是稳着点好,正好,也趁机拿枪玩玩,打靶子,哪有打毒贩爽,谁TM在赶上前,子弹伺候,唐海得意,可下一刻,不知道哪个毒贩喊了一声,随后,咔咔咔,数百毒贩,全部手持枪支,对准唐海,其中有手枪,有冲锋枪,还有, AK,甚至,楼梯口,还有一人端着一根火箭筒,对准唐海和储蝉,储蝉面色一白,面对这种阵仗,哪怕现在唐海拿出炸弹来,他也不会计较,兄弟们,给我弄死他,一人大吼,随即,数百人,全部开枪,走,收起AK,唐海施展两种体术,脚步在原地急速踏出,带着储蝉,瞬间腾空飞出,下一刻,无数火蛇冒起,枪铃弹雨间,无数桌椅和家具,全部打穿,打烂,枪声足足持续了半分钟, 方才停止,当毒贩们,以为两人都被打成筛子时,却发现,眼前哪还有那两人的身影,尸体都没有,这时,一声玩味且见兮兮的声音,自一群大汉背后响起,诸位,如果我拿出这个,而等该如何应对呢,众人转身,只见唐海的手上,居然端着一把凶猛巨大的重型黑色机枪,机枪架架在地面上,唐海手持枪把,十个黑漆漆的枪洞,对准数百毒贩,在众人惊恐, 在储禅震惊的目光下,登登登,唐海瞬间开枪,无数刺目火蛇,自十个枪洞中喷尸而出,朝着眼前组成半壶形的数百毒贩横扫,无数空壳子弹掉在地上,发出密集,如同奏乐般的叮当声,啊…… 瞬间,一众毒贩哭天喊地,惨叫不已,不多时,数百人全部倒在地上,全成了尸体,搞定,唐海笑嘻嘻道,走,赶紧去二楼,不然过江龙就跑了,储禅惊讶至极地看着眼前一幕,整个人有点当机,AK就算了,唐海居然还整出一把重型机枪,一个照面,抹杀数百毒贩,这破天荒的画面,恍若在做梦,太不真实,唐海,储禅发怒,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连这等重武器都有,唐海嗨嗨两声,笑道,如果我说, 这把枪也是从毒贩那里偷过来的,你信不,储禅没好气道,我信你个鬼,唐海无奈道,你看,对方能搞到这么多重火力,机枪不算什么啊,而我,武艺高强,偷把枪很简单吧,储禅死死地咬住牙,混蛋,我再信你一次,可就在这时,唐海脸色一变,不好,紧紧抱住储禅,朝着一边窜去,不远处,那名手持火箭筒的毒贩还狗活着,趁着两人吵架,便给他们来了一发,哄,墙壁瞬间被轰开,但还好唐海反应快, 速度快,地上,唐海压着储禅,问道,你没事吧,看着胸口被压得扁扁的,身上还传来一种异样感,储禅大喊,你是没事,我快被你压死了,哦,唐海意犹未尽地站起来,拉起储禅,下一刻,就在敌人装好弹,打算再来一发时,唐海如同鬼神,出现在其背后,冷笑道,兄弟,狗刀被你玩得真溜,差点被你一发送上天,可是,你还想来一发,你有这个深满满吗,毒贩转过身,惊恐地看着唐海,你是人是鬼,唐海笑了笑, 你好像没资格知道,当即一拳砸在毒贩脑袋上,那脑袋如同西瓜,炸了开来,不要杀人,储禅冲过来,我都杀了数百人,你现在才跟我说这个,再说,他手里有火箭筒,不小心被轰中,死的就是我们啊,唐海一脸无辜道,你,储禅恨恨道,回头再找你算账,上楼,别让过江龙跑了,就在他们上楼后,原本躲在巷子里的数百人,接到过江龙电话,立刻冲了过来,我的个乖乖,这里发生了什么,数百人见到会所中的惨状, 都吓得后背发凉,都特么愣着干嘛,上楼,不管是谁,直接干死,一名头头发怒,带头冲了上去,此刻,唐海和储禅在楼上搜索过江龙身影,但各个房间里,都并没有过江龙的身影,是直升机的身影,他们在天台,储禅当机立断,天台上,一帮核心毒贩,正在等待天空中飞来的直升机,其中就包括过江龙,还有小杨国的毒贩,两人正轻松闲聊,明显没把楼下的事,放在心上,之前,就在唐海两人冲进会所时, 双方便完成了交易,过江龙以为是警察来了,并不慌张,毕竟他安排了上千人,还有重武器,就算警察来了,也抓不住他,他可以非常轻松,登上早就安排好的直升机,前往港口,潇洒出城,放心,我有上千兄弟,这帮警察,奈何不了我们,我们一起坐直升机去港口,坐轮船离开,过江龙一身风衣,锐利的五官,尽管挤出笑容,可依旧带着凶煞之气,在他背后,是之前在二楼闲聊的几名核心毒贩,这次会和过江龙一起,乘船出城, 去国外潇洒,他们全副武装,手上端着冲锋枪,身上还有炸弹,军刀等,其中一人,还扛着一根火箭筒,地上,还放着十几只大箱子,里面是毒品和现金,毒品数百斤,现金十亿,这时,唐海和楚禅往楼上冲,但后面数百枪手已经赶到,对着他们就是横扫,听到枪声,过江龙眉头一皱,对着旁边核心毒贩道,老六,你去看看,老六走了过去,朝着楼下扫了一眼,他露出惊讶之色,老大,警方那边只来了两个,闻言,几人都到 吸冷气,过江龙吃惊,只有两个,他们是怎么避开楼下的数百人冲上来,怪不得没看到警车和警察,老六问道,现在怎么办,过江龙摇头,外面的人已经冲进来,阻止他们够了,直升机已经来了,我们先走,呼呼呼,半空中,直升机不准备降落,而是丢下一根绳梯,老大,你先带着一个箱子上去,老六喊道,过江龙点头,左手提着一个箱子,开始爬绳梯,接着是小杨国的毒贩,几分钟后,地上还有两个核心毒贩端着枪,对着天台入口,其他人,都带着箱子, 爬上绳梯,而就在这时,楼下的枪声渐渐消失,其中一名核心毒贩笑道,看来那两名警察,已经光荣牺牲,走,过去看看,两人走到门口,刚好和冲上来的唐海,打了个照面,你们好啊,唐海笑了笑,两人一愣,抬枪就准备扫射,可明明扣动了扳机,却不见枪响,低头一看,不知何时,弹夹没了,就连枪管都折完,唐海挥了挥手中的弹夹,而后一拳一个,打在对方的胸口,对方的心脏直接被尽到轰碎,当场吐 吐血倒地阵亡,各位,爬得这么累,还是下来吧,唐海从系统空间拿出一根火箭筒,弯腰扛筒,咻的一声,朝着直升机就来了一发,哄,直升机被轰开,驾驶员更是当场死亡,直升机冒着黑烟,摇摇欲坠,朝着外面冲去,剑撞,过江龙大吼,跳下来,在直升机离开天台前,七八人双双脚尖落地,可见,他们都是练夹子,身手不一般,此刻,过江龙等人,接狠狠盯着唐海,那表情,像要吃人,也是,要不是唐海, 他们现在都做直升机白白了,可唐海,一发火箭筒,差点送他们闺蟹,王八蛋,老子干死你,老六气急,端起冲锋枪,扫射唐海,唐海快速移动,一颗颗子弹,在他面前,划破空气向后射去,砰砰砰,全部打在后面墙壁上,枪升值,几人震惊发现,唐海还完整站在原地,屁事没有,那么多子弹,连人家一根毛都没带走,这怎么可能啊,我的枪术插成这样,这么近距离都打不中,老六有些怀疑人生,虽然两个月没摸枪,但不可能 生疏成这样,老五骂道,老六,你干哈呢,为什么不杀他,老六愣住,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一枪都没打中,老大,我真不是故意的,过江龙点头,宁众看向一脸玩味的唐海,他满脸肃然道,能够放倒上千持枪大汉,甚至还能躲避子弹,兄弟,莫非你就是抓住张奎的那名武林高手,唐海笑道,没错,过江龙,束手就擒吧,省得我动手,老三放下箱子,怒吼道,管他什么武林高手,我就不信,咱们一起 开枪,还干不掉他,说着,当先就开枪,轻行机枪横扫而出,子弹哒哒响,然而下一刻,唐海的身影从他们眼前消失,众人一愣,过江龙更是大吼,不好,这时,一道冷漠而玩味的声音,自己人身后响起,老三,他在你后面,老五喊道,啊,老三怒吼,抱住机枪,转身就想横扫,但稍一动作,他便感觉到一股佩然,大力重重袭击在腹部,那瞬间,剧痛感席卷全身,五脏六腑翻腾,倒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生不如 死,他的身体倒飞出去,可还未等落地,唐海再度出现,一拳击打在他胸口,兄弟,走好,碰,老三重重落地,头一歪,直接没了气息,嗖,唐海扫了过江龙几人一眼,没多废话,冲过去,一拳一个,速度快到极致,那些人枪都没抬起来,就已经被唐海一拳毙命,捏,捏,过江龙惊恐地看着唐海,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武林高手,难道你是修仙者?唐海一愣,随后笑道,没想到堂堂大毒枭,也看娱乐小说,不过, 虽然我不是修仙者,但我绝对是小说中的主角,而你,就是炮灰配角之一,哼,就在这时,一发炮弹,狠狠击中唐海,唐海感觉到剧烈的疼痛,狠狠撞他墙壁,没了动静,哈哈哈哈,什么武林高手,什么修仙者,还不是不敌我一发火箭筒,此刻,小阳国毒贩,端着火箭筒,放声大笑,过江龙,要不是我,我们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过江龙却皱眉,不对劲,小阳国毒贩道,什么不对劲,他都已经被我一发命中,魂归西, 好了,还是快点叫支援过来,我们得赶紧离开,警察即将赶到,过江龙点头,可就在这时,废墟中,一条手臂伸出,像是魔鬼之手,狠狠吓了两人一跳,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下,灰头土脸的唐海爬出来,笑道,马德,还真特么痛啊,不过,我要多谢你,否则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如今的体质,全能抗火箭筒,牛逼,真特么牛逼,小阳国毒贩,满脸恐惧,指着唐海,你,你是人是鬼,唐海冷笑,你说呢,文言, 小阳国毒贩,连忙端起火箭筒,就要给唐海再来一发,但这次,唐海还会给他机会吗,so,唐海施展体数体,再加上本就强大的身体素质,整个人如离弦之剑,瞬间飙出,几个起落,如幽灵般,出现在小阳国毒贩背后,我这辈子,最讨厌小阳国人,见一个,杀一个,冷漠,如死神般的声音,自唐海口中传来,小阳国毒贩的身体,瞬间僵硬,面目惊惧,双眼瞪出,下一刻,咔擦,唐海抱住对方脑袋,轻松一扭 脖子断裂,身体如绵软柳絮,滑落余地,已经魂归西矣,此刻,还站在场间的毒贩,只剩下过江龙,唐海没有理会过江龙,而是过去,将一个个箱子打开,其中一半箱子装着毒品,另外一半箱子装着现金,唐海目光发亮,毒品他没兴趣,但现金有兴趣啊,唐海笑了笑,过江龙,打个商量呗,我不杀你,这实意归我,如何,过江龙满脸欣喜,真的,唐海点头,自然,但是,待会警察一道,你知道该怎么办吧,过江龙笑道, 阁下放心,只要你不杀我,这实意的事,我绝不告诉警察,另外,既然阁下喜欢钱,不如阁下带我离开,到时候,我还能给阁下实意,唐海哈哈大笑,有点意思,行,那这样,待会警察一道,你跟他们走,今天晚上,我来救你,过江龙皱眉,阁下,为什么不现在带我走,唐海道,我女朋友受了点伤,在楼下等我,他是警察,我这么带你走,被他看见怎么办,过江龙笑道,大丈夫何患无期,不如杀了他,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样, 什么样的女人,我都能给你,碰,话音刚落,唐海一拳打在对方腹部,过江龙直接话瞎,呕的一声,贪婉在地,你以为什么样的女人,都能入我眼吗,记住,再敢说这种话,我杀了你,唐海冷漠道,是,是,我明白,过江龙连忙道,趁着对方躺在地上,唐海伸手一挥,将地上十亿现金,全部装进系统空间,十亿啊,他本来还缺钱买别墅,买物资, 现在直接进账十亿,而且,旁边还有个超级大金主呢,咦,装现金的箱子呢,过江龙吃惊地看着唐海,几个大箱子,他是怎么拿走的,难道是扔到楼下,不多时,楚禅瘸着腿,终于来到天台门口,之前跟唐海冲上来时,小腿不小心被子弹擦伤,为了防止过江龙逃走,在唐海愤怒解决数百枪手后,便单独冲上天台,楚禅则拿着一把枪,慢慢朝着天台赶来,唐海,你千万不要出事, 楚禅一直担心唐海,尽管小腿剧痛,还在不停流血,可依旧没有停下,以最快速度赶往天台,可没想到,刚到天台,便看到满地尸体,唐海,楚禅的内心,仿佛被重重敲击,就连脑袋都晕呼了下,以为唐海出了事,查,看到楚禅,唐海几步跨来,抱住他,关心道,不是让你在楼下休息吗,这里有我,我能抓住过江龙,看到唐海活着,楚禅激动无比,上下打量,发现连根矛都没被伤到后,才彻底放下心, 没事就好,楚禅说完,看到地上躺着的过江龙,目光一亮道,过江龙,你把他给抓住了,地上这些人,也是你杀的,唐海傲然道,那当然,普天之下,谁能在枪林弹雨中,擒下敌军之手,下一刻,他捂住胸口,做出痛苦状,禅儿,你知道吗,为了帮你抓住过江龙,我差点被火箭筒一发入魂,你看,墙都塌了,楚禅顿时担心道,你,你没事吧,唐海抓住对方的手,按在自己胸口,死不了,但是很痛啊,你帮我摸摸,楚禅白了对 对方一眼,没有抽回手,还真帮他摸了摸,好了,等回去,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番,另外,我已经叫了支援,马上就到,楚禅抽回手,走向过江龙,冷冷道,过江龙,十年了,终于抓住你,这里的毒品,少说数百斤,足够派你死刑,过江龙看了唐海一眼,然后淡淡笑道,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这些面粉,跟我没关系,楚禅冷亨,装傻没用,我们警方已经掌控诸多证据, 只要能逮捕你,便可派你死刑,过江龙没回答,要不是,知道这个美丽女警,是唐海的女朋友,她肯定忍不住调戏一番,但现在,可不敢,这时,远方街道上,警笛声远远传来,响彻黑夜,无数警车,朝着天龙会所方向驶来,很快,警察冲上天台,将过江龙带走,过江龙看了唐海一眼,方才笑着离开,队长,你们碉堡啊,两个人,弹掉上千持枪毒贩,最终抓住过江龙,堪称传说,南警惊叹,少废话, 楚禅冷哼了声,过江龙诡计多端,同伙众多,看好他,让他逃走,我要你们好看,这时,一名女警过来,队长,我扶你下去吧,见状,唐海自然不乐意,这位警官,你这么忙,这点小事,还是让我来吧,唐海扶开女警官的手,笑道,见状,一众人笑了起来,唉,队长,你男人好友哦,太牛逼了,千军万马,万夫莫当,别打扰人家二人世界了,说吧,女警带着一众人离开天台,楚禅欲脸微红,呼得对上唐海目光 灼灼的眼神,心头一颤道,你看我干什么,唐海笑道,该对线约定了吧,楚禅紧张道,急什么,唐海大声喊道,你是不是又想赖账啊,这次可不行,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走,你,看着幼稚的唐海,楚禅心中一阵无奈,不过,楚禅本来就对唐海有好感,再加上经历了如此凶险,且刺激的一夜,他知道,眼前这个男人,若是错过,他必定后悔终生,过了一会,见唐海还板着脸,站在一旁,楚禅小嘴微微一掀,拉了拉唐海的衣服, 道,过来扶我吧,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唐海满脸一洗,激动道,你答应了,答应什么,楚禅无语,明知故问,唐海笑道,说清楚才行,不然,你耍赖玩文字游戏,我得哭死,楚禅苦笑,很快脸色一红道,我答应做你唐海的女朋友,不是女性朋友,是恋人,从今天开始,我们在一起,可以了吧,呼得,唐海将楚禅整个人抱了起来,真的,哈哈,太好了,楚禅吓得惊叫一声,感觉到对方火热的气息,顿时紧张不已,你干什么呢, 放我下来,唐海目光灼灼地看着楚禅,我不放,而且,话落,他立刻凑过去,稳住楚禅,贪婪允吸着对方那柔嫩的郁唇,五,楚禅瞪大眼睛,但很快闭上眼,抱住唐海的脖子,任由唐海予取予夺,两久,两人纯分,唐海背着一脸羞红的楚禅,离开天台,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2000立方米,顶级催眠术, 周,消耗精神力,1000吨特技钢板,钢下天台,唐海查收系统奖励,顶级催眠术,这东西牛比啊,可使用催眠术,操控别人,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下次有机会试试,一边获得系统奖励,一边抱得美人归,嘖嘖,这果然是开挂的人生,没烦恼,全是爽,你先回去吧,白天记得过来做笔录,楚禅叮嘱道,路上小心点,唐海笑道,放心吧,晚点去找你,楚禅脸色微红,点头嗡了声,不多时,警察离开,唐海从天龙 会所将那辆哈雷骑出,惊讶道,不愧是系统奖励的摩托车,刚刚经历一场枪战,居然半点损伤都没有,哈哈,牛比,轰隆隆,发动摩托,唐海大笑一声,意气绝尘而去,回到家,唐海小心翼翼进入客厅,毕竟现在可是凌晨三点,怕吵醒老婆和小姨子,于是,他准备在客厅沙发将就一晚,可刚抹黑躺过去,便发现沙发上居然躺着一个人,啊,一声惊呼响起,听声音,唐海便知道是小姨子,是我,紫风,你怎么 睡在沙发上,啊,姐夫,张子峰心喜道,你怎么这么晚回来,不会是去干坏事了吧,唐海赏了对方一个暴力,道,别胡说,我那是盲正事,好了,你回房间吧,我睡沙发,张子峰却抱着唐海不动,不嘛,我要亲亲,我要抱抱,我还要爱爱,唐海早就被楚禅勾起邪火,正无处发现呢,你这丫头,十岁之为了是吧,唐海笑了笑,不过姐夫喜欢,说着,拦腰抱起张子峰,就朝着房间冲去,白天,老婆张雪岩去上班,似乎最近挺忙,吃完早餐, 还没顾得上审讯唐海,便离开,张子峰约了两个闺蜜丸,眉缠着唐海,于是,上午十点的时候,唐海去找楚禅,他没有开不加笛,而是骑着哈雷,十点半,到达警察局,找到楚禅,审讯过江龙怎么样,唐海问道,楚禅却皱眉摇头,死活不松口,必须从他嘴里撬出其他同伙名单,还有供应链的事,我要让汉城的毒品毒贩,彻底消失,唐海却笑道,放心,过江龙很快就会松口,楚禅疑惑地看着唐海, 你怎么知道他会松口,唐海笑了笑,猜的,楚禅瞪了他一眼道,算了,我们去路比路吧,唐海一笑,走过去,牵起楚禅玉手,笑眯眯道,禅儿,我们什么时候约会啊,你干什么,这里是警局,楚禅想挣脱,却死活争不开,只能威胁道,再也不放手,我不跟你约会,唐海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不放,你是我女朋友,牵个手而已,他们不会说什么,至于约会吗,嘿嘿,到时候,你会主动找我约会的,楚禅疑惑, 这又是为什么,唐海神秘一笑,天机不可泄露,时机一到,你自会知晓,楚禅皱眉看着唐海,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着什么药,摇摇头,懒得追究,很快,警局中,一道道目光落在两人身上,队长好,海阁好,快看,那是冰山锦花的男朋友,单兵作战无敌,就是他们俩,昨晚,冲进天龙会所,与上千名独犯战斗,最后,还抓住了过江龙,现实版杨过和小龙女, 真般配,听着周围的议论声,楚禅欲脸烫得慌,连忙拉着唐海离开,夜晚,悄然降临,警局监牢内,过江龙穿着囚服,焦急道,我现在困在这里,那个人到底打算用什么办法救我出去,难道他是在哄骗我,不可能,他不敢,因为他需要我帮他隐瞒十亿现金的事,而此刻,警局外,唐海站在阴影处,眯着眼,看向里面,警局门口,有警员站岗,里面还有警察来去匆匆,甚至有警车呼啸离开,白天,从楚禅口中得知,过江龙还处于审 没有转走,就关在警局监牢,现在,他想从警局监牢,带走过江龙,明的肯定不行,不过,我有办法,唐海没有急着行动,而是找了个酒吧,喝酒客瓜子,欣赏舞池中放荡的男男女女,帅哥,建议拼个桌吗?呼的,一名红裙,少妇走来,少妇满脸红韵,明显喝了酒,看着唐海的目光,带着火热,对方显然是看唐海长得帅,身材威猛,想寻个刺激,说实话,少妇有些姿色,但至少也是二手货,唐海没那个兴趣,当即 道,抱歉,这里有人,不方便,刚要坐下的少妇,当即一愣,没想到,唐海居然会拒绝,要换做旁人,看到他这么貌美的少妇,早眼貌金光,迫不及待,可唐海表情平静,淡然拒绝,有个姓,打扰了,少妇也没纠缠,拿着酒离开,类似这种情况,几个小时内,发生三次,唐海都是拒绝,真要找女人,对他来说,轻轻松松,他身边的女人,张雪岩,张子峰,秦宇蒙,苏柔,江玉燕,叶青玉,洛青雅,还有楚禅, 每一个不是人间国色,二手少妇,雍之俗粉,哼,配得上他宠心吗?而且,今夜有行动,他也没空泡妹,直到夜里十一点,街道上,安静不守,时而有疯狂的公子哥们,开着超跑,轰隆隆绝肠去,唐海弹掉烟头,朝着四周望了一眼,没有汽车,揣都来到警察局旁边小巷子里,这里无人,唐海立刻动用隐身术,很快,他隐身了,若是被人看到这一幕,绝对要吓死,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消失,是见鬼了吗? 唐海虽然施展了隐身术,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隐身,得找个人试试,路边有个美女似乎在等车,唐海笑了笑,走了过去,一巴掌拍在美女翘臀上,啊,美女尖叫一声,谁啊,转过身,却并未看到人,顿时皱眉,实际上,唐海就站在他面前,他却看不到,有用,唐海走过去,顾忌重施,啊,美女再度尖叫,可这次还是没看到人,她吓得面色发白,有鬼啊,美女惶恐, 跑向远方,唐海笑了笑,当即朝着警局走去,可这时,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一千立方,魔力手,助,宿主右手加持特殊魔力,对男子无效,女子一旦被宿主魔力手拍中,会有强烈的异样感,奖励结束,唐海愣了下,这样,也算随心所欲,不过似乎因为程度较轻,所以,奖励比较少, 但魔力手,这技能似乎很不错呀,只是这异样感,什么叫异样感,那是什么感受,摇摇头,唐海打算,下次找老婆张雪岩试试,好东西,肯定先给正房啊,来到警局,站岗的两名警官,小房间里,负责登记的警官们,根本没发现唐海,唐海一笑,唐儿皇之走进去,中间碰到不少警官,但没人看得到他,加上他故意放低脚步声,速度也不快,就这么,他来到监牢处,看到了监牢中的过江龙,过江龙躺在铁架床上,穿着囚服,却似乎� 赶转难眠,怎么把他弄出去呢,唐海皱眉,他有隐身异能,过江龙没有啊,不过这种问题,唐海早有打算,监牢中,只有一名看守,唐海打开门,走进去,看守看到门自动打开,但眼前并无人,吓得面色发白,怎么回事,是疯吗,可是,这里很少有疯,且这还是铁门,难道难道是鬼,看守冷汗层层,差点忍不住跑出去,但还是镇定下来,谁,谁在捣鬼,给我站出来,我已经看到你了,看守大吼道,可呼的,哦,你居然能看到我,唐海身形险险, 看守线出来,玩味地看着看守,你当真看到我,我的隐身术,对你无用,啊,一声晴天霹雳般的尖叫声,自看守口中发出,若非现在,接近午夜十二点,怕是要招人过来,连忙捂住看守的嘴,唐海叹口气,还是干正事吧,万一招来人,免不得麻烦,话落,他立马催动催眠术,顿时,一股无形魔力,笼罩看守,看守的身体僵硬,目光变得空洞,看到这一幕,对面监牢中的过江龙,满是吃惊之色,但更多的是欣喜,因为他即将离开这个鬼地方, 阁下放心,就我出去,立刻给你十亿,不,二十亿,过江龙激动无比,唐海心中冷笑,没有理会过江龙,而是对着看守说道,今晚发生的事,你会彻底忘记,现在你很困,需要睡觉,直到明天早上才醒来,说吧,那看守仿佛中了魔力,晃晃悠悠坐下来,趴在桌上就打起了呼噜,唐海心想,这顶级催眠术效果,未免太好了,还有助眠作用,拿到钥匙,打开监牢铁门,唐海走了进去,过江龙,我很信守承诺,对吗,唐海养着头, 淡淡看着兴奋的过江龙,那是自然,阁下乃是高人,岂会言而无信,放心,只要我能从这里出去,二十亿立刻打到你私人账户,过江龙笑道,请问阁下,现在我们该如何离开,唐海笑了笑,当然是走出去啊,过江龙失声道,走,走出去,虽然现在是晚上,但外面一样有值班警察,就这么走出去的话,一定会被发现吧,难道阁下打算打出去,唐海摇头,打警察,那是你们这种匪徒会干的事,我可是良明,懂吗,好了,你也别废话,我自有我的办法, 说吧,他走向过江龙,微微笑道,但你肯定得委屈一下,什么,过江龙讶异,随后,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唐海一记掌刀打晕,不多时,唐海扛着过江龙,利用隐身术,他而皇之离开警局,此刻,之前那小巷子里,将过江龙扔在地上,如果现在有外人在此,一定会发现,过江龙乃是凭空出现,果然,猜得没错,在我身上的东西,同样可以隐身,就如同一副鞋子一样, 去警局前,唐海就想过,他有隐身术,而过江龙没有的问题,但他猜测,只要将过江龙抗在肩膀上,应该也能达到隐身效果,否则的话,他身上的衣服鞋子等,便不可能隐身,之前被他调戏的美女,就能够看见,但事实上,那名美女并没有看到他的衣服鞋子,撤销隐身效果,唐海将过江龙给拍醒,过江龙醒来,发现自己已经逃离监牢, 立刻激动无比,阁下真是厉害,居然如入无人之境,将我带走,厉害,厉害,但是这里距离警局太近,万一他们发现我逃狱,肯定逮捕我,阁下能否借我手机,我联系朋友接我,我得尽快离开汉城,唐海站在飞暗中,嘴角掀起冷漠笑容,过江龙,让我借你手机可以,但钱,先给,文言,过江龙犹豫了下,他自然不想这时候给,但又怕得罪唐海,万一唐海不高兴,将他扔回监牢,这可咋整,所以,他点头道,好,二十亿,你� 我打给我的私人财物,让他转给你,唐海点头,将手机递给过江龙,半个小时后,二十亿到账,加上之前得到的十亿,便是整整三十亿,这次算是发了笔大财,钱给你了,现在我打电话给我朋友,我得尽快离开,过江龙笑道,但这时,唐海夺过手机,冷笑道,过江龙,抱歉,我只答应,把你从警局救出来 但可没说,不会再把你扔回去,过江龙瞬间浑身冰冷,恐惧而愤怒地看着唐海,阁下这是什么意思,你举手之劳,就赚得二十亿,还不满足吗,把我扔回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唐海哈哈大笑,好处,那可多了,比如,我的肠儿会高兴,比如,我也挺高兴的,下一刻 过江龙冲向远处,打算逃跑,他知道,唐海一直在戏耍他,而唐海真有能耐,将他重新扔回监牢,但他就算是死在这里,也不想再回去 看着狼狈的过江龙,唐海微微一笑,so,虚余间,他的身影迅速从原地消失,在出现时,便已到过江龙面前,过江龙脸色大变,不等他有其他反应,唐海施展顶尖催眠术,打电话给你的私人财物,将你所有的钱,全部转到刚才的账户上,之后,我会送你回监牢 另外,在审讯过程中,对警察要知无不言,但有一点,你要忘记,今晚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其实,你一直待在监牢中,在催眠术魔力的作用下,过江龙双目空洞,如同提线木偶, 被唐海随意操控,接过手机,过江龙,按照唐海所说,告诉私人财物,让对方将自己所有的钱,全部转到唐海账户上,差不多一个小时后,一笔笔大额转账,进入唐海账户,唐海算了一下,一共33亿多,加上之前的30亿,他现在有63亿,一日暴富,而且是那种超级暴富,谢了,唐海满脸喜悦,随后顾忌重施,施展隐身术,扛着过江龙,将其送回监牢,锁好门,把钥匙还给看守,唐海依靠隐身术,迅速离开警局 刚离开警局,系统提示声响起,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1000立方米,1000吨特级钢材,无人重型高速机枪实作,又是1000吨特级钢材,这个奖励很及时,我现在要改造的,可不仅仅是一栋别墅,需要的材料,数目巨大,材料越多,越好,唐海笑了笑,将目光放在最后那个奖励上,无人重型高速机枪,唐海得到系统反馈气息,立刻知晓,这东西是什么,当即让他 兴奋无比,这种机枪,非手持式机枪,而是仿佛一座炮台,但并非炮,而是机枪,这种武器,都是固定在某个地方,有自动扫描系统,一旦有敌人接近,立刻甄别,随后高速开火,威力比手持式重机枪,要强大许多,甚至能拦截炸弹,最重要的是,装弹量很大,有了这种东西,一旦加持在别墅外,安全性将大大增加,就是数量有点少,才实作,包围一个别墅,尚且少了些,更何况,唐海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末日庄园堡垒, 反正时间还多,多做一些随心所欲之事,日后肯定还会奖励这种武器,甚至,更强大的武器,呼的,唐海的脑袋一阵钻心疼袭来,同时,身体感觉到浓郁的疲倦感,让他很想睡一觉,怎么回事,难道是隐身术和催眠术的反噬,唐海皱眉,是了,隐身术消耗体力,催眠术消耗精神力,虽然我使用时间不长,但两种同时使用,消耗巨大,看来,即便我体质强大,也无法长时间使用这两种能力,以后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使用这两种异 不多时,唐海回到家,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是被铃声吵醒,来电显示,茬儿,唐海立刻一笑,茬儿,是不是想我了,楚川冷冷道,来警局一趟,话必,对方便挂了电话,唐海一笑,肯定是因为过江龙的异常,对方怀疑是他搞鬼,很快,一辆拉风的摩托,带着一名拉风的男子来到警局,这男子自然是唐海,门口,英姿飒爽女警花楚禅,仿佛是一道风景,正在等待唐海,茬儿,唐海笑嘻嘻跑了过去, 张开手就要拥抱楚禅,楚禅脸色一红,倒也没反抗,而是问道,前几天,过江龙闭口不言,死不松口,可今天,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我们是知无不言,极度配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唐海笑道,缠儿,这我哪知道啊,楚禅冷哼一声,真不是你搞的鬼,唐海怂怂肩,笑道,自从他被你们带走,我就没见过他,我就算想搞鬼,也没机会啊,而且,这不是好事吗,楚禅想了想,倒也是,他们要的,就是过江龙松口, 如今过江龙已经松口,还追究什么呢,那你回去吧,楚禅淡然道,回去,你急匆匆叫我过来,就问了两句,让我回去,缠儿,你这太伤人了吧,唐海一脸委屈,抓着对方双手不松开,你,楚禅觉得自己,真是看不穿眼前这个男人,前一刻,还是与上千持枪毒贩搏杀的铁血无敌男人,这一刻,居然像是个撒娇的小男人,让他真是有些哭笑不得, 好了,那你想怎样,楚禅无奈道,过江龙已经松口,你没必要再这么紧张了,今晚我们约会吧,唐海笑道,约,约会,楚禅心脏砰砰跳,他还从未和男子约过会,但不是没听说过,约会要干的一些事,比如吃饭看电影,这倒也没什么,但他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开房俩字,顿时满脸通红,要不还是下次吧,我,我还没准备好,楚禅浑身冒汗道,准备, 这要啥准备啊,行了,就这么定了,晚上我来接你,先吃饭,再看电影,嘿嘿笑了笑,唐海不等楚禅反应过来,便骑上哈雷,哼曲离开,他都走远了,楚禅才回过神,摇摇头,楚禅走回去,晚上,一家汉城顶级餐厅,唐海早就定好座位,此刻,两人坐在靠窗座位上,可俯瞰外面,灯红酒绿,这里会不会太贵了,楚禅问道,贵,贵才对,第一次带你出来吃饭,还能吃路边摊不成,放心,你男朋友,我有钱得很, 就算,你要买下这家餐厅,我都不用皱一个眉头,唐海得意道,你就吹吧你,楚禅明显不信,想要买下这家市中心的高档餐厅,没个几千万,乃至上亿绝对做不到,就算唐海是富二代,可也不可能一次性拿得出几千万,乃至上亿,不信,要不我去找餐厅老板商量商量,反正警局离着不远,到时候,你吃饭也方便,唐海笑道,别开玩笑,就算你买得起,我也不会让你买,楚禅道,或许你有钱,但也得省着点用,不要等没钱的时候,再来后悔,唐海凑过去 唐海笑道,看来我的馋儿,很会过日子嘛,谁取道,谁转道,楚禅面色一红,滚,这时,一名服务员走过来,递给唐海一捧花,唐海拿着花,走到楚禅面前,馋儿,送给你,楚禅接过花,笑道,谢谢,很快,牛排,点信,拉菲,一桌子美味端上来,馋儿,快吃吧,吃饱我带你去看电影,我电影票都买好了,唐海笑道,饭吃到一半,前台那边传来剧烈的争吵声,唐海皱眉,看向那边,只见在餐厅厕所, 附近,发生争吵,餐厅保安,餐厅负责人,全部在那里,旁边几名吊儿郎当,满脸傲气,脾气的年轻公子哥,站在那里,所有人,正围着一对年轻男女,难得正和餐厅负责人他们理论,争吵,女的则蹲在地上哭泣,唐海启动十倍听力异能,很快,将事情来龙去脉捣清楚,原来这对年轻男女,来餐厅吃饭,中途女生去上厕所,但是被几名公子哥围在厕所,要不是男生细心,去找女生,女生早已被几名公子哥� 男生就出女生,想要报警,但餐厅负责人不分青红皂白,站在几名公子哥那边,不准男生报警,还夺走男生手机,当即,唐海脸色难看到,真是一帮王八蛋,楚蝉也注意到那边的情况,满脸寒霜地站起来,走,过去看看,都让开,警察,楚蝉出动证件,冷冷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见到有警察,餐厅负责人,和几名保安,多脸色微变,但几名公子哥,反而紧紧盯着楚蝉打量,楚蝉长得太过漂亮,比起他们欺负的女生,好看几倍,顿时眼睛都火热和精亮,警察姐姐,长得可真漂亮,没事,这不过是个误会,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谈谈理想,聊聊人生,打耳钉,一头酒红色短发的公子哥,轻挑笑道,闻言,楚蝉面色一冷,可谓等他开口,唐海当即走过去,一脚踹飞公子哥,他奶奶的,脑子进水了吧,老子还在这 你当面调戏,我女朋友,那公子哥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其他三名公子哥健壮,喊了一声威歌,随后满脸怒火,看向唐海,餐厅负责人连忙笑道,这位警官,这里真没什么事,我这就让他们给散了,楚蝉皱眉,没理会对方,而是看向地上哭泣的女生,妹妹,我是警察,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耳钉公子哥冷冷地看着女生,你最好说出实情,否则的话,你和你男朋友,一定会遭报应,闻言,女生一脸后怕,最终摇头道,警察姐姐,我们没事, 不需要帮助,楚蝉冰冷扫了耳钉公子哥一眼,随后看向男生,你呢?可有话说,男生刚要说话,但却被女生拉住,见女生祈求般地摇头,男生叹了口气,没事,我们闹着玩的,谢谢警察姐姐,楚蝉眉头一皱,没说什么,她当然知道女生受了欺负,却害怕报复,不敢说出来,像这种事件,她以前遇到过不少,很多事情并不是伸张了正义,就一定对受害者好,反而稀释宁人才是最好的结果,如果需要帮助,可以给我打电话,说着,楚蝉拿出一张名片, 递给女生,见状,餐厅负责人松了口气,几名公子哥冷冷地笑了起来,但这时,耳钉公子哥却怒道,警察姐姐,你打算就这么走了,楚蝉冷冷道,你有什么事?耳钉公子哥玩味笑道,刚刚调戏你,是我的错,可我没犯法吧,但是,你的男朋友当众打人,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楚蝉狠狠瞪了唐海一眼,随后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真要深究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你最好闭嘴,耳钉公子哥却摆明要报复唐海, 淡淡笑道,恐怕我没法闭嘴,事实就是,你的男朋友打了人,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你必须,大义灭亲,你们几个,帮助这位警察姐姐,将罪犯抓起来,当即,十几名保安,冲向唐海,唐海冷笑,如果我还手,应该算正当防卫吧,下一刻,十几名保安冲过来,当先一人,抓向唐海,但唐海伸出手,直接拧断对方的五根手指,啊,惨叫声,响彻整个餐厅, 一脚踹飞保安,唐海冲进保安人群,一拳一个,片刻间,全部躺在地上哀嚎,所有人,都震惊而惶恐地看着唐海,没想到对方的武力值,居然恐不到这种程度,抱歉,下手中了点,唐海淡淡笑道,随后,他冷冷看向几名公子哥,还不将你们的罪行说出来吗?耳钉公子哥吼道,你放屁,警察姐姐,此人故意伤人,加肆意诽谤,不把他抓起来吗? 储禅脸色一沉,呼得只听他清冷道,放心,我不会放过任何罪犯,但此人太过危险,我需要去请求支援,说吧,储禅头也不回得走,见状,所有人都傻眼,几名公子哥,猛逼,他们不是傻子,哪里不知道,储禅是找借口开溜,走到唐海面前,储禅道,别闹得太过分,唐海笑道,遵命,我的乖乖茬,储禅脸色一红,瞪了唐海一眼,离开此地,唐海看向男生,道,你的女朋友受到欺负,你真打算就这么算了,如果你还是个男人, 就把事情说出来,我男生满脸通红,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女生对着男生摇头,但呼得,男生目光坚定道,徐芳,如果我们稀释您人,同样是在助纣为孽,我不怕被报复,大不了拼命,但我想为你讨一个公道,说完,他看向唐海,坚定道,大哥,请你帮帮我们,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唐海笑道,好,算个男人,你放心,你尽管说出他们的恶行,其他的,交给我,男生点头,当即将卫生间发生的事,说出来,文言,周围的人, 立刻愤怒地看着四名公子哥,禽兽,全做出这种无耻形劲,这几个人,看上去出身不错,可教养实在是令人恶心,必须报警,将他们抓起来,让他们受到惩罚,面对众人指指点点,而丁公子哥,却不怒发笑,说我欺负他,空口白话,你们有证据吗,话必,众人沉默,是啊,证据呢,卫生间是没有摄像头的,里面发生什么事,根本无人知晓,这也是他们选择在卫生间犯罪的原因,但这时,唐海却笑道,谁说我没有证据,当即, 他发动催眠术,很快,四名公子哥,眼神空洞,表情僵硬,在唐海的操控下,四人将自己的罪行,全部说了出来,扑通扑通,甚至,四人直接跪下,一边掌乖自己,一边喊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见状,众人满脸震惊,前一刻,这四人还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可下一刻,话风突变,四人不但将自己的罪行主动说出,还跪地自罚认错,简直磨正了斑,他们皆看向唐海,虽然猜测,很可能是他 做了什么,但无法确定,既然知错,待会便去自首,另外,不准报复任何人,唐海冷冷道,四人茫然点头,当走出餐厅,唐海的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声,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一千立方,冲锋枪一千把,子弹一百万克,初级黑客技术,唐海心中一惊,这次居然奖励了黑客技术,只可惜只是初级,很快,无数初级黑客技艺,灌入他脑海中,在这些技 下,唐海立刻成为电脑高手,程序高手,虽然仅仅是初级,但在普通人眼里,一样是绝顶高手,此刻,楚禅站在不远处,当看到唐海带着光着上半身,双脸红肿的四名公子割出来,他露出惊讶之色,他问道,唐海,这是,唐海笑道,你男朋友我出马,他们自然乖乖扶手认罪,现在,他们打算去警局自首,楚禅瞪大眼睛,道,自首,你怎么办到的,还有,他们的脸是怎么回事,之前,他借口离开,是因为这个案子没法办,本来他以为, 唐海很快也会借机开溜,可没想到,这才过了多久,四名公子割,居然要去自首,要知道,像这种富二代,从小养尊处优,盛气凌人,傲得很,别说再没实际证据的情况下自首,就是稍微低头,都是不可能,唐海笑道,过江龙,我都能抓住,区区四个矛头小子,有什么难的呢?至于他们的脸,那是他们自己动的手,不信,你问他们,唐海指着那对年轻男女,男生连点头,警察姐姐,这位大哥说的没错,是他们自己打的自己,楚禅冷哼一声,看向唐海,虽然我不知道,唐 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这么干,影响不好,下次可不准这样,唐海非非笑道,好,我下次注意,楚禅露出满意之色,随即道,让他们穿上衣服,大庭广众,成何体统,另外,待会我亲自押他们去警局,警局,楚禅和唐海带着四人过来,小张,楚禅朝着一名女警察喊道,女警察正盯着电脑看,面色发红,甚至呼吸隐隐粗重,听到喊声,女警察疼得一下站了起来,队长,高手,你们怎么来了?楚禅皱眉,问道,你在干什么? 满头大汗的,女警察无奈指着电脑见面,道,就是看这个呀,最近扫黄组合太多,就让我们有空帮帮忙,整理这些偷拍的照片,楚禅走过去看了一眼,立刻瞪大眼睛,脸到脖子,一瞬间变得血红,胸膛起伏,让唐海看得眼冒光,关掉显示屏,女警察尴尬地看了唐海一眼,随后道,队长,还是别看了吧,楚禅连忙恢复镇定,冷冷道,你也别看了,什么东西吗?让他们扫黄组自己整去,闻言,女警察却脸色一变,道,队长,没事 是的,反正现在没事,都是同事吗?帮帮忙小意思啊,楚禅,唐海 随即,楚禅冷冷道,很闲事吧,正好有活给你干,这四人涉嫌猥争,你去录一下口供,我还有事,先走了,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女警察敬了个礼,笑道,队长,高手,慢走 唐海笑咪咪道,警官,这种东西还是少看,我怕你忍不住,哈哈,警局外,楚禅问道,唐海,你刚刚是不是在调戏张燕?唐海笑道,禅儿,你是吃醋了吗? 楚禅冷哼道,你多想了,唐海抱着楚禅,深情道,禅儿,在我眼里,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我有你就够了,别人我都不放在眼里,楚禅瞪了唐海一眼,有嘴滑舌,实际上心里欢喜,有种甜蜜感,你要不信,我只能用这个办法证明自己了,说着,唐海便把楚禅抱了起来,凑了过去,楚禅一惊,连忙推开唐海,你干嘛呀,不是要去看电影吗?再不去,我可回家了,闻言,唐海笑嘻嘻放下楚禅,走,现在就走,听说最近出了不很好, 看的电影,半小时候,张燕录完口供,满脸愤怒和厌恶,看着四名公子哥,你们这帮人渣,等着坐牢吧,他是警察,这种事遇到过不少,对于这种富二代,最是厌恶和痛恨,不过,他很意外,因为那四个公子哥,实在是太过配合了,将自己的犯罪经过,完全交代,这在以前,从未有过,难道他们良心发现,甘愿认罪,摇头,张燕自己都不信? 但不管因为什么,现在有了对方的签名口供,这四人肯定得进去一阵子,很快,张燕离开,路上,唐海在这楚禅,朝着电影院去,同时,半个小时,足够录口供了吧,唐海已经感觉到微微头晕,这是精神力消耗太大的缘故,心面一动,当即终止了对四人的催眠,如果不终止,他们会一直处于催眠中,对他们的身体损害极大,最重要的是,会时刻消耗唐海的精神力,唐海不在乎四人的死活,但在乎自己的精神力,精神力消耗太大,对他的损害同样不小, 审讯房中,当唐海终止催眠,而钉青年四人,缓缓清醒过来,他们的表情处于茫然中,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孙哥,这是哪儿,我们不是在餐厅吗?蓝衣服的青年问道,你问我,我问谁?走,出去看看,孙虎喝了声,刚准备离开,门打开,张燕走了进来,文件在桌子上猛然一拍,干什么呢?全都给我坐下,看到是警察,四人猛了,难道他们现在在警察局?孙虎皱眉,问道,为什么抓我们?快放我们? 张燕冷笑,猥亵女性,恐吓他人,就算判不了刑,也能关你们一阵子,想走,没门,这是你们的口供,还有你们的签名,看着口供和签名,四人瞪大眼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就来了警局,还配合录了口供,签了名,呼的,孙虎怒道,一定是他,那个一下子打倒十几名保安的人,赶整我们,真是找死,找关系,做掉他,碰,张燕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怒吼道,你们好大的胆子,老娘还活着呢,居然当着我的面,说要做掉别人, 我看你们无可救药,四人差点下尿,随后满脸陪笑,这边的事,唐海和楚蝉两人自然不知情,他们现在在看电影,放映是昏暗,一对对情侣坐在一起看向屏幕,巨大屏幕正在播放泰坦尼克号2,屏幕上,男主角和女主角经历一场劫难后,深情相拥,在夕阳下亲吻,在电影的情绪感染下,许多人情侣忍不住亲吻,周围许多吸口水的声音响起,楚蝉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景, 瞪大眼睛,满脸通红,转过头,对上唐海那热切的目光,楚蝉心头砰砰跳,连忙道,那个,我去上厕所,说吧,连忙逃离,唐海笑了笑,跟了上去,女厕所,唐海将楚蝉狠狠压压在墙壁上,笑道,蝉儿,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不做点什么?说不过去吧,楚蝉想推开唐海,但后者就像一堵墙壁,根本推不动,他低着头,紧张问道,约会不就是吃饭看电影吗?还要干什么?唐海凑到对方耳朵旁,道,蝉儿,他们都在 吃口水,我也想吃你的口水,楚蝉脸色飞红,我,我还没准备好,唐海面色呼得黯然道,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你我之间,莫非是我一厢情愿?既然如此,那我离开便是,打扰了,看着满脸悲伤,低头离开的唐海,楚蝉露出心疼之色,叹了口气,当即抓住唐海,我没有不喜欢你,只是第一次,比较紧张,要不,你看着办吧,唐海奸计得逞,立刻笑道,真的吗?我的好茬,你果然是真心喜欢我的,放心,就是亲吻而已,不干别的, 话毙,唐海再也忍不住,狠狠压住楚蝉,吻了过去,刚开始,楚蝉什么都不懂,只是站在那里,身体都僵硬的,但很快,有了感觉,开始配合,可是,十秒钟后,楚蝉发现一只手,如同游蛇,伸入衣服里面,他浑身一个机灵,连忙推开唐海,羞愤道,你,不是说只亲嘴吗?唐海嘿嘿一笑,看着自己不老实的右手,道,这不情不自禁吗?楚蝉冷哼一声,我走了,但唐海拦住他,还没亲够呢,放心, 这次保证不乱动,楚蝉没说话,算是默认,唐海将其抱到洗手池台面,再度吻了过去,两人深情拥吻,可十秒钟后,楚蝉一愣,发现自己的外衣不知何时被脱掉了,推开唐海,看着掉在地上的黑色外衣,楚蝉怒道,这你怎么解释?唐海尴尬的嗨嗨两声,捡起外衣,帮他穿上,笑道,这可不关我事啊,毕竟,你要不配合,我能脱下来吗?楚蝉俏脸,一下子红到脖子,冷冷道,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要脱的,唐海连忙摇头,不是,是我脱的,这次保证不脱,继续吧,楚蝉想了想,答应下来,说实话,第一次接吻,饶是他,都有些沉迷进去,那种感觉,挺美妙的,反正亲都亲了,多亲一会也没事,很快,两人再度抱在一起,可没过多久,楚蝉低头,看着胸膛部位的咸猪手,满含杀气道,摸够了吗?唐海连忙缩回手, 那个,情不自禁,我真不是故意的,楚蝉冷哼,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实际上,唐海的邪火,早就被勾了起来,当即凑到楚蝉面前,问道,蝉儿,我听说附近有家酒店,住得挺舒服的,还有游泳池,要不要去试试?啊?楚蝉瞪大眼睛,哪能不知道唐海的意图,当即喊道,这里太闷了,我出去透透气,望着竟有些狼狈的楚蝉,唐海笑了笑,没阻拦,之前那些女人,都是很快拿下,这次可以尝试,将节奏放缓些,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而且,唐海知道,别看楚蝉表面冰冷,生人物净,那只不过是封闭了内心而已,实际上是个容易害羞,保守,矜持的女人,这次能让唐海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下了很大的勇气,同时证明,对方确实是喜欢她,光凭这一点,唐海也不想逼楚蝉,这是她的真实想法,而不是刻意隐忍,唐海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等待了一会,可没等到系统的奖励,反而等到系统的警告,定,系统检测到,宿主压抑了对楚蝉的冲动,系统消失进度十分之二,文言,� 看来,以后得谨慎一下,不能再做违背本心的事,不如现在把楚蝉带过来,强行一波,最终,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随心所欲有奖励,可人家不愿意,她也不能做禽兽不如之事啊,笑了笑,她正打算出去,可就在这时,一声吱嘎声从旁边卫生间传出,隐隐的,里面有人影闪动,唐海目光溢冷,冲过去,一脚将卫生间门踹开,给老子滚出来,只听砰的一声,门撞击在里面一道人影头上,那人额头出血,发出惨叫声,果然有人,你是谁 在里面干什么,唐海怒道,同时,瞥见对方手里的手机,难道是偷拍?不多时,只见一名秃头男捂着额头,跌跌撞撞出来,愤怒指着唐海 小子,你特么神经病吧,老子额头都流血了,赔,必须赔,一万医药费,唐海冷笑,医药费好说,但你得告诉我,这里是女侧,你一个男的,躲在里面干什么? 她的蝙蝠不浅啊,刚刚那女的,长得真漂亮,能不能介绍给我,你要是介绍给我,一万医药费,我不要了,唐海冷笑起来,呼地,我介绍你妈,唐海一脚将对方踹飞,连卫生间的门都给撞坏了,她将秃头男揪起来,目光凶狠道,敢偷拍我们,把手机拿出来,秃头男面色一变,怒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敢打我,我一定要报警抓你,唐海伸出手,死死地盯着秃头男,你给还是不给,秃头男看着唐海的表情,心中恐惧,连忙喊道,姐,我给, 但是,我的手机有密码,我得解锁,画壁,秃头男立刻操作手机,她的双手在手机上操作,速度极快,但很快,唐海意识到,对方很可能是在删除视频,立刻怒吼,你在干什么,如果对方真的是专业偷拍的,那么手机里,不但有她和楚禅的视频,肯定还有其他人的视频,对方删除视频,就是在毁灭证据,唐海立刻夺过对方手机,开始检查,但什么也没查到,手机空间中,只有一个广告视频,见状, 秃头男得意笑道,说了我没有偷拍,放开我,但是,你打了我,这笔账怎么算,唐海冷笑,你在女厕所偷窥,还敢报警,秃头男理直气壮道,你别乱讲,我可没有偷窥,只是走错厕所而已,至于刚刚的事,不怪我,谁叫你们乱搞,啪,唐海一巴掌打在对方脸上,给你脸了是吧,说完,又是一巴掌,明明偷窥,还偷拍,居然趁机删除视频,消除证据,说,有没有视频备份,秃头男哭喊道,大哥,别打了, 我真没偷窥偷拍,啪啪啪,唐海不管,先打一顿再说,最终,秃头男鼻青脸肿,捂着嘴躺在地上,恐惧看着唐海,唐海居高临下道,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当即,他拿着对方手机,一顿操作,手机界面出现一行行程序代码,唐海输送一个个指令,界面不断变化,很快,黑漆漆的界面上,出现一个文件,打开文件,刚刚秃头男删掉的视频,全部都在里面,里面还包括,他和楚禅的深吻视频,唐海顿时冷汗沉沉, 要是他和楚禅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去,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此刻,唐海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整死这个狗币,当即,将视频传了一份,到自己手机后,唐海才,扔给秃头男,看看这是什么,还说你没有偷拍,看到这些视频,秃头男满脸震惊,我明明都删除了,你怎么搞出来的,难道你是程序高手,唐海冷笑,所以,你是承认自己偷拍偷窥了,谁知,秃头男依旧镇定道,你们两个的视频,我是无意中拍到的, 其他视频,则是网上随便下着看的,我绝对没有偷窥偷拍,这是个误会,唐海看着这个油盐不尽,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秃头,行,我倒要看看,你怎样到什么时候,说着,直接发动催眠术,开始询问秃头男,目的,其一,找出卫生间里面的摄像头,其二,看看秃头男,有没有其他视频,其三,看看对方有没有同伙,很快,得知一切,唐海顿时震惊不已,原来还真是同伙作案,不,应该说,他的背后是一整个团队,这个团队专门搞偷拍视频, 还有黄网,甚至恐吓诱骗他人拍摄非法视频,这是一个大案,在催眠术下,秃头男将所有事情交代,例如黄网地址,团队人数,成员名单,办公地点等,其中有件事,让唐海松了口气,那就是他和储传的视频,还未来得及传给同伙,上传到网站上,否则的话,唐海已经不敢往后面想,但眼前这个人,以及背后整个团伙,他绝对不会放过,这时,唐海走过去,从卫生间门把守,自己四个墙角,挖出八个摄像头,哼,真的是无死角啊, 唐海当即终止了催眠术,下一刻,秃头男醒来,就看到地上八个摄像头,惶恐道,你给我做了什么,唐海嘴角一掀,也没什么,就是问了几个问题,没想到,被我挖出一个大案,走,跟我出去,碰,唐海将秃头男扔在大厅地上,顿时引起所有人围观,秃头男连忙求助大喊,这个人是个疯子,想要杀我,求你们报警,救救我,当即,众人对着唐海指指点点, 也有人掏出手机报警,甚至,影院保安已经冲了过来,不远处,正买了两杯奶茶过来的储禅,看到这一幕,大惊失色,唐海,你干了什么,十几名保安冷峻地看着唐海,一副随时准备将其拿下的姿态,但这时,唐海将几个摄像头扔出来,道,大家别慌,这个人躲在女侧偷窥偷拍,被我抓住,这是他的手机,里面有很多偷拍的视频,另外,这些摄像头,就是我从女侧搜出来的, 文言,众人大惊失色,尤其是那些女性,十分紧张,如果是真的,那我们岂不是被偷拍了,前两日,我和我男朋友,还在里面亲热呢,不会被偷拍了吧,王八蛋,老娘最讨厌偷窥偷拍狂,一名穿着高跟鞋的女子,非常激动,走过去,直接踹了秃头男一脚,后者发出痛苦的惨叫声,有了带头的,不少人都打算过来教训秃头男,见状,储禅连忙出具警察证,贺道,我是警察,都冷静点,不要乱来,如果他真的犯罪,警方会逮捕他,法律, 也会给他惩罚,要看有警察,众人不敢乱来,储禅这才看向唐海,到底怎么回事,我刚走,你就抓了他偷拍,偷窥狂,有证据吗,唐海将手机递过去,道,当然有证据啊,这是他的手机,里面是他偷拍的视频,里面还有我们俩的视频哦,什么,储禅大惊失色,连忙翻阅,果然找到了他们的视频,这还等什么,储禅直接把他们的视频给删了,见状,唐海笑道,馋儿,你怎么删了,不救下来当的纪念,储禅瞪着他道,纪念你个头,唐海嗨嗨两声,道 算了,还是说正经事吧,馋儿,这次你要立大功了,储禅摇头,区区一个偷拍,偷窥狂而已,唐海却道,如果不仅仅是呢,储禅经验丰富,立刻猜想到什么,震惊道,你的意思是,他的背后有一个团伙,唐海点头,立刻将所知道的一切告诉储禅,储禅的脸色一下变得难看,狠狠一脚踹在秃头男的老二上,顿时,秃头男直接面色扭曲,痛到发不出声音,轮缩在地,走,先把他带回去,储禅喝道,影院门口,储禅道,唐海, 你先回去吧,你毕竟不是警察,还是不要参与进来,唐海一愣,没想到储禅会让他离开,这怎么行呢,他可是想整死这帮人,端掉这帮罪犯老巢的,要是离开,还算什么随心所欲,估计又得被系统警告,一念及词,唐海连忙道,馋儿,你是想独揽功劳,储禅惊讶道,你怎么会这么想,只是觉得你参与进来不合适,唐海笑道,作为一个中国好公民,配合警察抓捕罪犯是我的本分,而且,你知道我的功夫,我肯定能帮上忙,储禅想了想,最终答应 而后拿出手机,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的老巢,我立刻派人,让他们先过去,但唐海却摇头,别,这样容易打草惊蛇,万一让他们逃了,还毁了证据,岂不一场空,这样,我们两个人,让这个秃头带路,直接杀过去,他心想,储禅也就罢了,要是让那些警察过来,自己还怎么随心所欲,想做点什么,只怕都得束手束脚,听唐海这么一讲,储禅觉得有点道理,点头就到,行,听你的,不过是一帮偷拍偷窥狂魔,我们两个人倒是足够,唐海笑道, 我的茬儿真锐质,啪,他一巴掌打在秃头男脸上,别他妈装死,好好配合我们,少些皮肉之苦,秃头男愤怒道,我劝你们赶紧放了我,不然待会要倒霉,卧槽,都这时候,你还给我狂,唐海一巴掌将他撂倒在地,一脚一脚踹的秃头男,哇哇大叫,周围人看见,全都露出惊讶之色,储禅脸色一变,连忙表示,是警察办案,刚想呵斥唐海,四名大汉围了过来,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其中一名身穿灰色衬衫大汉,叼着根� 一天,目光在黑夜中很亮,也带着凶狠,冷冷地看着唐海二人,二位,把人交给我们,事情就这么算了,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唐海一巴掌拍在秃头男脸上,笑道,哟,我说你怎么这么狂,原来是知道有人来救你,接着,他看向四名大汉,人我不可能放,如果要动手,找个人少的地方,闻言,四名大汉脸色一沉,既然你找死,我成全你们,灰衣大汉暴怒一声,当即朝着不远处的偏僻小巷走去,巷子里,周围看不到行人,一条野狗被大汉吓跑,灰衣大汉 灰衣大汉转过身,冷冷道,现在马上放开他,我们还能饶了你,否则的话,别怪我们不客气,说话的同时,其中三人从背后掏出锐光闪闪的匕首,一脸威胁地看着唐海和楚禅,唐海淡淡笑道,要动手赶紧,别浪费我时间,待会还得端掉你们老巢呢,闻言,四人哈哈大笑,你小子是得了失心疯吧,懒得跟你废话,灰衣大汉目光一沉,动手,但另外一名小眼睛的大汉忽然喊道,老刘,等等,说着,凑到灰衣大汉耳边,说了点什么, 随后便看到那灰衣大汉大笑一声,道,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这俩人生的郎才女貌,要是能拍个片子,绝对爆活,将他们给带回去,老大给的赏金肯定不少,一念即此,灰衣大汉傲然一笑,还等什么,给我抓住他们,楚禅身体下轻,双拳紧握,摆出擒拿之势,表情更是如万载悬兵,给人一种相当伶俐之感,可他还未曾来得及出手,另一个人,已然窜了出去,正是唐海,只见他速度极快,出拳如风,如猛虎下山,窜入羊群,请客间, 惨叫声响起,三名在普通人眼里,着实威猛和凶恶的壮汉,倒在地上,捂着断掉的手或者脚,痛得满面扭曲,灰衣壮汉目光恐惧地看着唐海,没想到这个人这妖牛逼,仅仅一个照面,三个强大伙伴就歇菜,就剩你了,别怂,我们单打独斗,唐海笑道,我呸,别给老子得意,老子干死你们,灰衣男大吼,豁然从背后掏出一把手枪,凶狠地对着唐海,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你猛,你猛得过手枪吗?楚禅惊� 怒道,对方居然有枪,怒道,放下枪,我是警察,你敢袭警,最佳一等,灰衣男露出惊讶之色,警察,影院大厅发生的事,他们确实不知道,只是看到秃头男被唐海两人抓住,所以过来帮忙,哼,警察又怎么样,把人给我放了,不然我真开枪,事已至此,灰衣男发狂,管他什么警察,反正枪都拿出来了,先摆平当下再说,你开枪试试,唐海淡淡一笑,火箭筒都轰不死我,你一把手枪,就想干死我,灰衣男目光闪烁地看着唐海,骂道, 你他妈是我见过最会装逼的装逼犯,老子今天就打死你,碰,男子直接开枪,就在子弹即将射中唐海瞬间,他微微一笑,一拳轰在子弹上,当,子弹被唐海那坚硬的拳头轰中,瞬间弹飞出去,好巧不巧,子弹射出方向,正好是灰衣男那边,噗哧,啊,子弹穿透露的声音响起,随后便是灰衣男惨叫,灰衣男倒在地上,左手捂着流血的脚,那里,被弹射过来的子弹射穿,啊,灰衣男面色猙獰,这是怎么回 这是,明明我开枪打的是那小子,怎么子弹打中我,刚抬头,灰衣男吓了个机灵,因为不知何时,唐海出现在他面前,本能的灰衣男便想开枪,可下一刻,他愣住了,低头一看,特么手里面哪还有枪,空空如也,毛都看不到,特么,我枪呢,唐海笑了笑,手里拿着枪,玩味道,兄弟,你是在找这个吗?灰衣男盯着唐海,咽了口唾沫,笑道,能还给我吗?唐海冷笑了下,你说呢?碰,说吧,唐海一掌将灰衣男打晕,随后将四名大汉的手机等, 联系设备,全部拿走,并且关机,馋儿,我猛吗?唐海扬了扬手,像是一个等待夸赞的小孩子,猛,你真猛,楚禅没好气到,可你也没必要打断他们的手脚吧?唐海肃然道,这帮王八蛋,不知道害了多少人,我这还是轻的,要是让那些受害者知道,非弄死他们,当然,我这么做,也是怕他们通风报信,楚禅苦笑,心想,他以前对罪犯够狠,可比起唐海,他那些小动作,真就是小巫见大巫,还好唐海不是警察,不然他的顶头上死的头痛死, 那些罪犯,也得头痛,算了,我先打个电话,叫几个人过来处理,然后,我们去他们老巢,楚禅道,不多时,街道上,唐海一手开着哈雷,后面带着楚禅,左手则拎着秃头男,朝着郊区,一间废弃工厂而去,摩托车的速度太快了,秃头男下得不断惊叫,几乎要吓尿,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发出惊呼,拿出手机连拍,但只拍到一个模糊的背影,毕竟车速太快,他们手速不行,能怪谁呢?半个小时后,在唐海高超的车技下,两人终于� 转到废弃工厂附近,而此刻,秃头男正吐着白目,两眼旋转,躺在地上,像是快要死了,喂,别装死,给我站起来,秃头男晃悠悠爬起来,求饶道,大哥,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唐海问道,告诉我,里面有多少人?当然你也可以不说,但我这双手老饰养,只有揍人后会好受险,秃头男连忙道,我说,我说还不行吗?当即,秃头男将里面的大概情况,告诉了两人,这让两人都是露出惊讶之色,这里面居然有一百多人,甚至有枪,他们这个团伙,不但偷拍, 还制作视频,上传到大量网站上,国内大半的资源,都是他们提供的,还和国外组织合作,这个团伙,真的很不简单,一旦破案,对整个国内的进网行动,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可想而知,储禅满脸怒火,巨帮混蛋,今天一定要把他们都给抓起来,但敌人不但树木多,而且还有枪,保险起见,我立刻请求支援,说完,开始打电话,唐海则朝着秃头男踢了一脚,道,带我们进去,就说,我们是你新招来拍视频的人,文言,秃头男都忍不住敬佩唐海, 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好了,一边的储禅,则是脸色一红,心里骂道,谁要给你拍那种视频,铁门边,有两人抽着烟,聊天,他们负责看门,看到秃头男,他们露出惊讶之色,其中一人笑道,亮哥,这是被人打了,又被人抓个现行,秃头男尴尬的笑了笑,没办法,点背,另一人看向唐海和储禅,目光一亮道,他们是谁,长得不错啊,尤其是这位美女,简直极品,秃头男笑道,新找的素材,那个,改天请你们喝酒,我先带他们去找老大, 两人没阻止,一直盯着储禅看,在秃头男的带领下,两人顺利来到工厂大门口,大门口,数十名混混,闲着没事,都在聊天打牌喝酒,看到三个人过来,一名脖子闻着凶狼的青年,用棍棒抵住秃头男,皱眉问道,小亮,他们是谁,秃头男笑道,素材,素材,老大不是急着要精品吗? 这就是精品,看到储禅,混混们都不喝酒打牌了,一个个目光火热地冲了过来,狼哥,这娘们太漂亮了,反正也要拍视频,不如让我们先爽啊,卧槽,真的是极品,紧紧看一眼,我老二就有了动静,相貌身材都是一等,我快忍不住了,凶狼同样心动,推开秃头男,走到储禅面前,放心,来到这,就把这里当家,把我们当亲人,来,跟哥哥过来,哥哥好好疼疼你,放心,知道,你是爱赚钱的,我不会亏待你,说着,就要去拉储禅, 储禅目光一冷,一脚喘中凶狼老二,凶狼发出一声倒吸冷气的声音,双腿夹紧,翻着白眼,直接倒了下去,众人吃惊,凶狼痛苦指着储禅两人,怒道,干死他们,数十名混混冲了过去,揍人,我喜欢,躺海一拳将一个混混打飞出去,还撞倒两人,储禅也不赖,身手相当不错,一招就能撂倒一人,出手同样狠辣,直接废除对方战斗力,两人携手并肩,战力无双,这帮混混,压根不是两人对手,很快躺了一地,全部都在痛嚎 走,走,去里面看看,躺海道,储禅点头,可两人刚要进去,呼地,从里面冲出一大帮人,全都是大汉,比起凶狼那帮混子,气势强多了,而且,每个人都拿着一把枪,两人露出惊讶之色,居然连搞黄的罪犯,都能随便配枪了,躺海连忙站在储禅面前,他自然不怕枪,但储禅肉体繁胎,可挡不住子弹,这时,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抽着雪茄走出,看了看两人,却对秃头难笑道,小亮,这次你立功了,给我带来一� 这么好的素材,回头一定好好奖励奖励你,秃头难去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恐惧道,老大,是他们逼我的,那个男的伸手很厉害,至于那个女的,是警察,听到警察两个字,罪犯们的脸色明显一变,但很快恢复平静,中年男人皱了皱眉,但呼得哈哈大笑道,一个伸手不凡的男人,一个女警察,我的脑海里,已经浮现诸多精彩剧情了,把你们包装一下,拍大量刺激视频,绝对能报活哦,储禅没想到,这个人明知道自己是警察,居然一点都不怕, 不愧是能和国外组织合作的团伙,连警察都不怕,我真是低估了你们,但法网灰灰疏而不漏,你们逃不了的,储禅冰冷道,法网灰灰疏而不漏,真是笑话,我要是怕警察,怕被抓,能干这个,美女,我可不管你是不是警察,背后有什么人,来了这里,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拍视频,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敢反抗,你会生不如死,中年男人居高临下地盯着两人,完全不放在眼里,储禅脸色冰冷至极,眼前这个罪犯,太嚣张了,居然连警察都不放在眼里, 还要拿警察当素材,狂,真特么狂,不过,他也感到庆幸,庆幸没有带其他队员过来,否则,对方那么多枪手,他的队员绝对挡不住,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庆幸,唐海在他身边,要是他单独一人闯进这里,下场绝对凄惨,但现在,唐海在这里,他很有安全感,啪啪啪,这时,唐海鼓掌笑着走来,拍视频,好啊,我们跟你进去拍视频,文言,储禅瞪大眼睛,你干什么,唐海一笑,没事,拍视频而已,储禅皱眉, 知道唐海有计算,当即沉默,哈哈,中年男人大笑,还是你小子识时误,我也不怕你耍星际,因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星际都没用,带他们进来,很快,在敌人的包围下,两人进入工厂内部,当看到周围的一切,两人都是瞪大眼睛,尤其是储禅,满脸通红,低着头,不好意思看,只见一个个没有门的房间里,正上演一场场大战,有的是在床上,有的在地上,有的在笼子里,各种场景都有,但呼的,储禅的脸上,露出极度愤怒之色,求求你们, 放了我们吧,只见不远处,三名小姐姐,被几名男子用水冲,用鞭子抄,三名小姐姐哭泣,他们明显是被骗,或者抓过来的,让他们拍视频,他们不愿意,就被折磨,类似这种场景,不止一个,储禅愤怒,想要动手,但被唐海抓住手,低声道,先等等,储禅点头,对方有那么多枪,他根本不是对手,这个时候,只能靠唐海,只要不死,都没关系,储禅冷冷道,得令,唐海一笑,很快,两人被带到空地上, 四周大汉拿着枪,玩味地看着他们,前面沙发上,中年男子坐下后,立刻吩咐一帮人过来,这些人,有的是摄影师,有的是化妆师,还有服装师,要给唐海和储禅打造一番,显然马上就要,让他们拍视频,而就在这时,唐海动了,身影一闪,将面前一个服装师踹飞,趁众人没反应过来,带着储禅,瞬间离开包围圈,墙后,唐海紧紧地抱着储禅,笑道, 我厉害不,储禅面色一红,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赶紧解决了他们再说,唐海指了指自己的脸蛋笑道,亲我一下,我立刻开干,不然我罢工,捏,储禅无语,随后在唐海的脸蛋亲了一下,方才喝道,这总想了,赶紧动手吧,唐海哈哈大笑,好嘞,十个数,我让他们全部倒在地上,什么枪都不好使,这时,中年男人大怒,一脚踹翻桌子,吼道,死到临头,还他妈亲亲我我,中年男人发怒,都给我上,把那小子的双腿给我打断, 但脸蛋别弄花了,话闭,十名大汉冲上去,铁棍砸向唐海的双腿,砰砰砰,他们的铁棍,确实砸中了唐海,但是却发出金铁交机之声,十名大汉抬头一看,发现唐海正玩味地看着他们,却要毫发无伤,你们没吃饭吗,唐海一脚,将他们的铁棍给踩弯,随后一脚一个,速度极快,一秒钟,踢出石腿,十名大汉,惨叫倒飞而出,全部砸在中年男人面前,大口吐血,中年男人惊讶不已,想起秃头男的话,当即 喊道,开枪,都给我开枪,打死他,砰砰砰,数十名大汉,直接开枪,无数火花冒出,可子弹打在唐海身上,只是打烂衣服,冒出火花,唐海毫发无伤,鬼,魔鬼,中年男人惊恐大叫,数十名大汉,同样面色发白,这时,唐海如一头怒龙,冲了过来,你们这群社会的毒瘤,今天我唐海,替天行道,此时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全部杀光,砰,一拳将一名大汉轰杀,夺过对方手枪,开枪,砰砰砰, 砰砰,一名名大汉倒地,直接生死,捡起地上的手枪,继续开枪,速度极快,不到十个数,数十名大汉,全部倒在血泊中,被唐海打死,储缠连阻止都来不及,中年男人看着魔鬼一般的唐海,满脸恐惧,但他的眼睛里,仍有狠色,他的手中,呼的出现一把黄金手枪,当即射击唐海,这把黄金手枪的威力,是其他手枪两倍,他坚信,一定能够打死唐海,但这一枪,并未打中唐海,而且,唐海不知何时,竟出现在他身后, 如魔鬼般的声音响起,你玩完了,黄金手枪出现在唐海手上,并且顶着中年男子的脑袋,看到唐海杀了那么多人,储缠冲了出来,喊道,唐海,你干什么,千万不要开枪,唐海心想,我也不想开枪啊,但我内心的想法,就是要打死这个狗币啊,我要是不这么干,不仅玩不成系统任务,而且,还会被系统警告呢,唐海连忙点头,放心,我不会开枪,储缠松了口气,中年男人也松了口气,随后得意道,小子,你有本事打死我啊,我倒要看看, 你敢不敢打死我,碰,就在中年男人说完的瞬间,一声极为响亮的枪声响起,只见唐海手中的黄金手枪冒着烟,而中年男人脑袋开了个洞,洞里不断流出鲜血,一动不动,显然是去见了阎罗王,储缠震惊至极的看着唐海,你,你干什么,不是让你别开枪,唐海举起手枪,一脸无辜道,真不怪我呀,是枪走火了,储缠指着唐海,气得咬牙切齿,枪走火,傻子才信,不过是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这时,外面传来 警笛声,大量警察涌出警车,那些试图逃走的罪犯,全被暗住,储缠当即走出去,当张燕看到储缠和唐海,立刻伸出大拇指,队长,高手,你们真是我的偶像,前两天才抓了过江龙,现在又破了一个大案,牛逼,储缠瞪了他一眼,道,废话少说,干活吧,工厂外,唐海没什么事,坐在一边抽烟,这时,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2000立方米,体质提升 一倍,防弹作战服100套,瞬间,唐海感觉到身体有热流涌动,在这股热流的帮助下,身体的强度和力度提升一大截,很快,热流消失,显然提升结束,以我现在的身体素质,估计十个八个女的都扛不住我的枪炮,唐海笑道,呼地,之前解救的三名小姐姐走过来,他们披着毛毯,手上有伤痕,但依然掩饰不住精致的容颜,说实话,这帮罪犯还真会挑,弄过来的女人,都是上等货色,帅哥,你是超人吗?一个人就能干到那么多枪手,长得 真俊,要不留个电话,我们三姐妹,下次请你喝酒,这身材,真是完美啊,一名小姐姐,面色发红,忍不住去抓唐海的胸肌,唐海抓住她的手,笑道,小姐姐,请自重哦,那小姐姐,白了唐海一眼,道,还是个正人君子,另外两女一笑,走到唐海背后,打算偷袭,但这时,楚禅走了过来,冷冷道,三位,你们家属快到了,请去那边等候,不要妨碍我们吧,面对楚禅,三人有些畏惧,乖乖离开,禅儿,你别误会, 看到楚禅那能杀人的眼神,唐海连忙解释,他们三个是漂亮,但跟我比,还差得远,这种误会,没有必要,楚禅清冷道,唐海笑了笑,牵起楚禅的手,笑道,那是当然,禅儿是最漂亮的,楚禅白了她一眼,道,好了,这里的事交给我就行,你先回去吧,想了想,唐海点头,但笑道,嘿嘿,我想轻一下再走,楚禅脸色一红,这里这么多人,下次吧,但唐海直接抱住楚禅,对着她的嘴,吻了过去,见状,周围警察都笑了起来, 随后都默契背过身去,当作没看见,梁九,楚禅的嘴巴都红了,才推开唐海,你,你要死了你,快滚,唐海抹了抹嘴,意犹未尽,禅儿,我先回去了,记得想我,回到家,就看到老婆张雪岩和张子峰坐在客厅吃零食,看电视,都穿着居家服,里面好像什么都没穿,居家服都掩饰不住他们伟岸的身材,两女看到唐海,眼神顿时火热起来,但很快被压制,张雪岩愤怒站起来,唐海,你还知道回来? 跟我回房间,今天必须好好审讯审讯你,不给我个满意的答案,我跟你没完,不带唐海反应过来,就被拉进房间,扔到床上,看到张雪岩在解自己的裤腰带,唐海愣了愣道,老婆,不是说审讯吗?张雪岩脸色一红,这就是审讯,唐海哈哈大笑,起身将张雪岩压下,今晚肯定让老婆好好审讯,审讯夫君的凶猛,不多时,云语翻腾,张子峰一个人在客厅,听着里面惨烈的动静,浑身打了个机灵, 下一刻,连忙跑进卫生间,又得换裤子 第二天,唐海来到别墅,查看改造进度,让他意外的是,才几天而已,山泉水的引用建造已经基本上完成,就差一点收尾,至于别墅的改造,同样完成大半,院墙都是钢铁,别墅外墙,同样是钢铁 唐海拿出冲锋枪,横扫别墅和院墙,砰砰砰,顿时火花四箭,但别墅外墙和院墙,没有丝毫损伤,足以抗子弹,想了想,拿出火箭筒,扛着火箭筒,唐海目光一宁,只听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轰击在别墅外墙上,顿时空气震动,烟尘滚滚,但别墅外墙,只有白色痕迹,一点凹痕都没有,唐海兴奋到,好坚硬的钢板,估计坦克都轰不开我的别墅,等末日接近时,再加装和布置 武器,武器加坚硬的钢板,足以应对末日大部分情况,等这个别墅改造完成,就去改造下一栋别墅,这时,电话响起,来自一个叫做好家居的房产公司,让他过去办理房屋过户和贷款等手续,之前,这个房产公司便打过他的电话,让他交了定金,一共是8栋别墅的定金,总计80万,本来,唐海打算全款购买别墅,但回头一想,自己没必要那么蠢,完全可以贷款买,反正马上就是末日,到了末日,还用还贷吗,房奴们,都会解放,来到好家居房产公司, 一名姿色相当不错的销售员,新印童,接待唐海,新印童刚做销售不久,要不是有唐海这个大客户,他现在已经被开除了,本以为,唐海是个油腻中年男,可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年轻,长得又帅,气质又好,无时无刻,都散发一种令人心动的魅力,紧紧看一眼,新印童就沉沦进去,唐先生好,您的资质已经通过银行审核,这是房屋购买合同,和贷款合同,您看一下,新印童脸蛋红红的,低着头,不敢指视唐海的目光,声音,甜甜 逆逆的,让唐海产生了点兴趣,于是,他没有正面回答新印童的问题,而是问道,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新印童诧异,没想到,对方会突然问这种问题,但顾客至上,当即,他回答道,底薪三千,业绩提成,我业绩差,基本上都是在拿底薪,要不是,您这个大客户,我已经被公司开除,如果签下您这一单,我能拿五万提成,唐海摇头笑道,才五万,这也算钱吗?我随便一顿饭,都不止五万,他又接着问,你长得不错,不应该业绩差,你懂我说的, 所以,你是除凤吗?新印童盯着唐海,目光闪烁,到这个时候,他要再不明白对方的意图,那就是傻子了,以前,也有人想要包养他,最多的开价一个月十万,还送一套小平层,但他都没有答应,他虽然穷,但再穷,也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只是,当初面对的,都是一些中年油腻男,或者猥琐男,再多钱,他也不愿意跟那种人,可现在,向他抛出橄榄枝的人,不仅多精,而且长得帅,气质绝佳,那种无形魅力,每一刻都深深击打他的心灵, 让他芳心乱颤,但李志仍旧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当即,他道,我是除凤,但那又如何?我知道先生的意思,但我不会答应你,唐海仿佛没有看到对方的决绝,淡淡道,那就好,辞掉这份工作吧,做我女人,我每个月给你二十万,还给你一栋别墅居住,再给你配一辆车,随便你选,最重要的是,我长得帅,对女人很好,那方面也很强,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文言,欣应同瞪大了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确实找不到理由去拒绝,唐海笑了笑,没有让欣应同立刻给答复,淡淡道,你知道我电话号码,若是想好了,给我打电话,现在,我们谈正事,欣应同半天才回过神来,一颗心砰砰跳,两久才恢复镇定,先生,只要签了合同,八栋别墅,就可以开始过户了,这些手续,我们会给你代办,明天就能将房产证给你,唐海点头,你办事,我放心,签合同吧, 很快,签完合同,欣应同脸色露出欢喜,因为这一单,可以带给他,足足五万的提成,当然,提成不止这么点,因为这个单子,真正的主人是经理,经理看客户是男的,而欣应同长得漂亮,所以才让他参与进来,只要签下合同,就给他五万提成,可八栋别墅,总提成上百万,其中九十五万,全部落入经理的腰包,尽管如此,欣应同已经非常开心了,哇,对他来说,是一笔大钱,谢谢唐先生的信任,欣应同开心,这时,一个白衬衫,大肚子的, 中年男子走过来,满脸堆笑道,唐先生好,欣应同将合同递过去,经理,合同已经签好了,文言,经理满脸兴奋,这么夸,还以为,后面的话他没说下去,为什么让欣应同接待唐海,就是让欣应同出卖色相啊,他以为,唐海会要求欣应同一些别的出格要求,但没想到,直接就签了,唐先生不愧是大客户,真是豪爽,谢谢你的信任,下次还有需求,一定要找我妈,经理弯着腰笑道,唐海一笑,还真有需求,经理瞪大眼睛,激动道, 唐先生,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说,不管是什么楼盘,胡行,您开口,我们一定给你拿下,唐海道,我想买下云山小区所有别墅,这个能办到吗?经理和欣应同当即露出震惊之色,经理倒吸一口冷气,道,唐先生,据我所知,您在云山小区,现在已有12栋别墅,这么多还不够,另外,云山小区一共80栋别墅,除却12栋,还有68栋,每一栋至少800万,想要全部拿下,那得需要5亿多啊, 最重要的是,800万是溢价20%达成的,即便溢价这么多,其他68栋别墅业主,依旧不想卖,他们看不上那20%溢价,新应同道,唐先生,溢价20%本来就不合理,不划算,您完全可以购买其他楼盘的别墅啊,经理点头,应同说的没错,不划算,要不我给你找其他别墅,唐海摇头,不,我就要云山小区的,你们别管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你们只要告诉我,要怎么样,才能让68栋别墅的业主,愿意把房卖给我?新应同和经理,都瞪大眼睛,从未见过这种疯狂的金主,居然要将一个小区的别墅,全部买过来,不惜一架,这嗜好,还真是独特,周围,不少女销售员,听到这边的对话,都震惊地看着唐海,那些女销售员,看到唐海长得那么帅,又那么多金,一个个目光灼灼,朝着唐海抛媚眼,但唐海只当没看见,这几个女的,长得虽然还行,但比起新应同,差远了,这,经理有些 为难,之前他不是没尝试过,但68栋别墅的业主,完全不想卖,这时,新应同道,我觉得,68栋的业主,之所以不想卖,也许是因为,给的不够多,闻言,唐海有些玩味地看着新应同,原来如此,新应同脸色一红,当即道,如果能一架更多,或许他们就愿意,唐海问道,那你觉得,该一架多少,新应同想了想,道,我觉得,至少50%,噗,经理一口水喷出来,喊道,你疯了,一架50%,这太夸张了, 可没想到,唐海一拍桌子,道,好,就按照你说的去办,一架50%,经理目瞪口呆,疯了,真是疯了,但很快,他反应过来,人家有钱撒,跟他有什么关系,一架50%,绝对有很多业主会卖,这不但是一个大单,而且,任务难度很低,当即,他激动争取,唐先生,这单交给我,我一定给你,办得顺顺利利,但唐海摇头,这单我打算给新应同,当然,你可以参与,分成的话,你拿5万吧,剩余的给新应同, 你没意见吧,唐海淡淡笑道,经理,此时此刻,经理都想哭,这可是提成几百万的大单子,自己只能拿5万,其余几百万,让新应同拿,唐先生,应同毕竟是生手,而我经验老道,为了顺利完成任务,要不,55分如何,经理一脸祈求道,唐海冷笑,55分,之前8栋别墅的提成,你怎么不和应同55分,就这么定了,你要参与,还有5万拿,你要不参与,5万都没有,新应同刚要说话, 但被唐海阻止,经理,我还等你答复呢,经理欲哭无泪,他还能说什么,只能点头答应,毕竟,不参与5万都拿不到,当然,他心里很不爽,可不爽又如何,他一个小人物,还敢和一个能随便拿出几义买别墅的扩烧斗,新应同当然知道,唐海为什么这么做,心理当即颇为复杂,离开好局所房产公司,刚好唐海的电话响起,看到是苏柔,唐海一笑,当即接通, 小柔,怎么了,可是却听到哭泣声,唐海脸色一变,小柔,你怎么哭了,到底怎么了,良久,苏柔方才道,哥,我爸妈和我弟来了,骂了我一顿,还把我赶了出来,文言,唐海满脸怒火,好,你先照顾好自己,我马上过来,哄,发动哈雷,唐海飙摄向远方,半个小时后,到达苏柔小区,刚到门口,就看到苏柔一个人坐在楼梯口,头埋在双腿间,默默哭泣,小柔,唐海满脸心疼,抬头,苏柔看到是唐海, 当即激动大喊,哥,站起来,就扑进唐海怀中,唐海帮苏柔擦掉眼泪,道,你爸妈和你弟在里面,苏柔点头,我没想到他们还会过来,唐海道,你想怎么做,如果要让他们滚出去,我就把他们扔出来,如果你想让他们以后不再骚扰你,我也可以办到,苏柔摇头,他们毕竟是我爸妈和弟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才能永远放过我,唐海淡淡道,先进去再说,可还等两人敲门,一名棚头够发,眼睛透着立光的妇人打开门,看到苏柔旁边的唐海, 当即笑道,你是小柔的男朋友,听到动静,从屋子里,又走出两人,一个邋遢老头,和一个绿毛纹身青年,显然,这三人,就是苏柔的父母和弟弟,看到这三人的一瞬间,唐海本能地产生厌恶感,小柔男朋友,好,我姐不是没钱吗,她男朋友肯定有,说着,绿毛纹身青年走出来,指着唐海道,我姐长得漂亮,是我爸妈心头肉,是宝贝,小子,你想泡我姐,可没那么简单,唐海淡淡笑道,你想怎么样,绿毛纹身青年吼道,当然是要给钱,一百万, 不,两百万,你只要给我们两百万,从今以后,我姐就是你的,邋遢老头,却一巴掌拍在儿子身上,道,你放什么屁,你姐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吗,当即对唐海笑道,我们把女儿养大不容易,我们也不是要你钱,而是要看你的诚意,嘿嘿,诚意越深,我们对你越放心,这样我们老两口,才能将女儿交给你,富人满脸笑容,竖着大拇指,对着老公和儿子,文言,苏柔当即愤怒大吼,爸,妈,你们不是摆明了要钱吗,两百万都满足你们的胃口,听你们的意思, 还想要更多,你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富人瞪着苏柔,死丫头,你真没良心,我们把你养大,容易吗,供你念大学,你书读到狗肚子里了吗,苏柔反驳道,供我念大学,从小到大,学费都是我自己赚的钱,另外,从小到大,你们从我这拿了多少钱,自己不清楚吗,就上次我递还赌债,把我十几万积蓄,全部拿走,我已经不欠,你们什么,文言, 拉他老头,仰手就要打苏柔,怒道,你个混账,没有我们,哪来的你,没有我们,你就是乞丐,你早就饿死在街头,现在跟我们算账,你算个屁,才拿了你十几万,十几万算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一千万,你永远别想嫁人,弟弟苏明一愣,随后激动道,对,一千万,给我们一千万,我们立刻就走,以后都不会纠缠你,富人满脸笑容看向唐海,小伙子,拿出一千万给我们,苏柔就是你的,你就算以后玩腻了,把它卖了,我们都不管,但少一分, 你就得离开我女儿,再也不能见面,听到这些话,苏柔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们,每一句话,都像是刀子,捅在他心上,眼前这三个人,哪里是他的至亲,分明是魔鬼,在他们眼里,他是赚钱的机器,是可以买卖的活物,是可以随手丢弃的垃圾,在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位置,苏柔欺然一笑,即便当初被夺走积蓄,他都还保留着,对爸妈和弟弟的期待,认为不是他们无情,而是走投无路,可现在,他终于清楚,眼前这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亲人,此时此刻, 他不想再和这三个人扯上一点关系,可是,一千万,想要让他们,不再纠缠自己,就需要一千万,可他别说一千万,十万都没有,而就在这时,唐海开口,冷漠道,一千万是吧,可以,闻言,苏柔愣了,苏柔爸妈和弟弟愣了,一千万啊,唐海卷这么爽快就答应,苏柔是感动,而苏柔爸妈和弟弟,则是兴奋,激动,一千万答应得这么爽快,他肯定不止一千万,可能有一亿,我们不要一亿,两千万就行,苏明激动道,没错,我们要两千万, 见唐海那么痛快,父子俩直接坐地起架,见过无耻的人,可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唐海心中冷笑,目光中,含着杀意,两千万是吗? 好,我给,就看你们有没有命花,唐海喝道,五千万,我给你们五千万,把卡号给我,我立刻转账,拿钱,走人,彻底从我们眼前消失,哄,苏明几人都梦了,五千万,不是两千万吗? 这小子,上道啊,五千万,好,他好了,苏明激动大笑,我苏明的姐夫,就是豪爽,就是大气,就是有诚意,唐海冷冷道,别,我没资格当你姐夫,拿了钱,我们之间,任何关系都没有,邋遢老头开怀大笑,诚意很足啊,看来我可以放心将小柔交给你了,小伙子,要好好带小柔啊,不然我可不饶你,夫人也笑道,好女婿,真是个好女婿啊,很快,苏明给唐海卡号,唐海开始转账,苏柔却拉住唐海,哥, 值得吗?唐海擦掉他脸上的眼泪,道,为了你,多少钱都值,听到这句话,苏柔整个人被感动包裹,只觉得眼前所有景物都变得模糊,只有唐海不但清晰,且在发光,让他的人生变得鲜活而多彩,最终,苏柔没说什么,一切由唐海安排,唐海拿着手机,操作转账,之前抽空,他将支付权限都提升到了最高级,别说转账五千万,就是转账十亿,都能瞬间抵达对方账户,叮,苏明手机上,出现一条到账短信, 提示五千万道账成功,苏明瞪大眼睛,看着上面的数字,数着,一个,两个,三个八个,八个零,五千万,真的是五千万,天哪,我苏明居然有朝一日,能收到整整五千万的道账短信,我的银行卡里,居然躺着,整整半个亿,他整个人因为兴奋,都有些疯狂,对于他这种穷笔来说,五千万乃是一笔天大般的巨款,给老子看看,苏柔老爹苏勾,夺过手机,双眼血红,死死盯着上面的数字,下一刻,他哈哈大笑, 五千万,真的是五千万,发了,我们发了,这可是五千万,看那些邻居,那些亲切,谁还敢瞧不起我们,夫人讲没凑过去,闪烁立光的眼眸,瞬间瞪圆,五千万,这可是五千万,不是在做梦吧,我们苏家,成了千万富翁啊,三人兴奋,狂舞,歇斯底脸,看着三人,唐海只有鄙夷和燕舞,才五千万而已,他卡里,躺着几十亿,苏柔也看着三人,眼底只有无限失望, 爸,妈,弟弟,这是唐海的钱,你们不能拿,苏柔还想挽回,闭嘴,这可是五千万,到了我们手里,还想让我们还回去,苏狗大吼,随后满脸堆笑,小柔啊,从今以后,你就是他的人,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得把自己当成奴隶,好好伺候好人家,毕竟,人家可是花了五千万,把你买过去,听到这些话,苏柔心中最后一点希望,彻底被摧毁, 他的眼神,一瞬间变得冰冷,下一刻,他咆哮般的怒吼,滚,都给我滚,拿了钱,从今以后,我们再无关系,哪怕生死,都不要找我,文言,蒋梅冷哼,滚就滚,反正拿了钱,钱才是大眼,其他都是屁,啪,唐海一巴掌打在蒋梅脸上,蒋梅错愕,你,你敢打我,唐海冷漠道,没听见吗,小柔让你们滚,还不滚,信不信我分分钟,把钱收回来,文言,三人不敢说什么,连忙逃离, 生怕五千万被唐海拿回去,唐海抱着伤心的苏柔,他们走了,我们进去吧,楼下,苏沟三人心高采烈,爸,这钱我有大用,你们都老了,用不了什么钱,所以,这五千万,我给你们一百万,其余我拿着,苏鸣笑道,放屁,苏沟骂道,你个瘪犊子,五千万,分我们两个一百万,你当老子白痴吗,我们是老了,但身体被棒,吃妈妈瞎,这么多钱,我们去吃喝,去旅游,买车买房不香吗,别忘了,为了给你还赌债,家里车房, 全卖了,现在还住破烂出租屋呢,蒋梅眼珠子发光,喊道,儿子,这可是五千万,你就算要结婚生孩子,一千万也够,这样,你拿三千万,我们两个,一人一千万,苏鸣一想,反正爸妈两个,肯定花不了那么多钱,无非就是存在银行,将来他没钱,一样可以问他们,于是,苏鸣笑道,好,我答应了,但苏沟却愤怒道,我不同意,是我们卖了女儿,得到这五千万,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分,老子说了算,你拿一千万,我和你骂, 一人两千万,从三千万,一下子捡到一千万,苏鸣自然不肯,咬牙切齿骂道,老家伙,别给脸不要脸,能分给你们两千万,已经不错了,居然想分四千万,你怎么不去死,钱在我卡里,分给你们多少,我说了算,苏狗眼睛顿时怒红,把卡拿过来,兔崽子,我和你妈为了你,付出多少,现在正是你回报的时候,真以为我治不了你,以前家里没钱,三个人还算团结,现在,一下子有五千万,父子俩根本抵不住诱惑,都想分更多, 不多时,父子俩在众人围观下,直接扭打起来,此刻,窗户边,苏柔和唐海看着底下的一幕,为了钱,能卖女儿,为了钱,父子成仇,今日真是大开眼界,唐海冷笑,从今以后,我和他们,再也没有关系,说完,苏柔转身扑进唐海怀里,从今以后,我只有哥哥你,哥哥,我欠你太多,这一辈子怕是还不晚,唐海吻上苏柔的唇,笑道,那就下辈子继续还, 不多时,唐海抱着苏柔,进了房间,一番激烈云雨后,吃完午饭,唐海便离开了苏柔的家,小区外,唐海打通光头驴尾电话,这个光头驴尾便是上次来苏柔家讨债,最后反被唐海教训,还被唐海讹了五百万的混混头,此刻,波兰街,一间乌烟瘴气的房子里,几十名混混,抽烟打牌搓麻将,各种国粹出口,驴尾屌的抽着烟,目光盯着眼前的麻将子, 骂道,今天手风真特么垃圾,这排稀烂稀烂的,连书十三把,骂了个八子,呼的,旁边电话响起,驴尾厌烦骂道,特么谁给老子打电话,不知道老子心情不好吗,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拿起手机,烟雾缭绕钟,隐约看到来电显示,揉了揉眼,才定睛一看,顿时发出一声惊呼,差点将烟头都吸进了喉咙,呛得驴尾流眼泪,只见手机来电显示为汉城第一牛笔扩哨唐叶,全都给老子闭嘴,是唐叶的电话,� 整个房子里,原本喧闹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落真可闻,驴尾哆哆嗦嗦接通电话,连忙笑道,唐爷对,是我好好,没问题,将事情交给驴尾和徐雄,唐海便只需要等消息,五千万,你们很快连一块钱都拿不出,唐海冷笑,这时,一个电话打进来,是江玉燕,小丫头,想我了,是啊是啊,你快来吧,我给你发我家位置,去你家,哈哈,放心,这几天,我家人出去旅游,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你果然很懂,等我, 帝下赌装,苏明在朋友的介绍下,故地重游,不过,上次是被人打出来,但这次,全程贵兵对待,还给了一名胸大腿长的美女,陪着,让苏明相当过瘾,当然,之所以有这待遇,完全是因为,苏明换了一千万的筹码,出手就是一千万,自然就是贵兵,还是高等贵兵,不久前,父子三人,在经过一番干架后,终于敲定了分配规则,那就是平分,苏明一千七百万,苏狗一千七百万,蒋梅一千六百万,为了回本,也为了赚一波大的,更为了装逼, 苏明便想再去赌装,正好,朋友打来电话,说,今晚有个多金傻逼,绝对能大赚一笔,于是,为了在朋友面前装逼,为了在赌装面前装逼,他直接换了一千万筹码,打算再赌装,一夜扬名,与此同时,苏柔的父亲苏狗,刚在出租房吃完饭,坐在沙发上踢牙,看美女主播,还豪爽地打赏了几波大的,直接就成了榜一大哥,听着美女直播喊爹地,苏狗有种扬眉吐气,爽歪歪的感觉,呼地,后台微信,弹出消息,� 对方昵称叫美美的小主播,头像是一个美女舔舌头,下面还有备注,哥哥,我是刚才的美女主播,有空喝一杯吗?看到这一行字,苏狗眼睛瞪得大大的,心中一股热血上涌,仿佛回到年轻时候泡妹的时代,小富处,更是蠢蠢欲动,喝一杯,难道是在暗示什么?苏狗激动,看了一眼厨房那个年老色衰,体态变形的老太婆,再想起银行塔里的一千七百万,苏狗当场一拍大腿,操,有妞不上,还算个男人,老子要重振雄风?当即,他站起 来,到,我去散散步,消化一下,顺便去找找儿子,可别让他又去赌了,晚上不用等我,蒋梅点头,去吧,小心点,碰,等苏狗离开,蒋梅又打开门,确定老不死的真走了,便拨通电话,亲爱的,你在哪儿?我今天发财了,卡里一千六百万,好,我这就去找你,今晚你想要什么姿势?很快,蒋梅也离开,这三个,一个拿了钱去赌,一个去泡美女主播,一个找情夫,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酒店外,吕伟和徐雄等一帮人,看着蒋梅, 和一名五十岁左右,保养还不错的男子,手玩手,走了进去,显然是去开房,三条鱼儿都上钩了,过一会,就能全部收网,徐雄笑道,江玉燕家,唐海躺在床上,江玉燕露着肩膀和大片肌肤,趴在他胸膛上,画着圈圈,抓着对方翘探,唐海拨通吕伟电话,看看事情的进展,看到电话,吕伟连忙谨慎接通,唐一眼,唐海问道,事情办得怎么样,吕伟恭敬道,都上钩了,待会就能收网,到时候,我把位置发给你,唐海点头, 好,江玉燕问道,小老公,谁的电话,唐海笑道,我身边另一个女人,叫苏柔,遇到点事,我教道上的人出脸,江玉燕满脸忧怨道,小老公不公平,我吃错了,唐海嘴角一掀,我怎么不公平啊,江玉燕道,你心思都在其他女人身上,忽视了我啊,唐海摇头,想留在我身边,就别给我找问题,懂吗,江玉燕心中一跳,连忙道,小老公吓到我了,我开玩笑的吗,呼的,叮的一声响起,江玉燕拿起手机一看,到账一百万,江玉燕瞪大眼睛, 小老公,你给我这么多,唐海翻身将其压下,你不是说我不公平吗,现在怎么样,江玉燕满心喜悦道,公平,很公平,小老公对我最公平了,唐海笑道,既然小老公对你这么好,你该怎么做,江玉燕动人一笑,妩媚道,小老公尽管躺好,切身拿出绝活,好好伺候小老公,说完,整个人钻了下去,很快,唐海爽上天,真尼玛待见,与此同时,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两千立方,一千发军用手勒,唐海意外,很快恍然,毕竟,一般人谁敢在情人面前,坦然说,另一个情人,还让情人不敢生气,唐海甩手一百万,让情人乖乖伺候,让他爽上天,岂不就是随心所欲,看来系统的奖励,基本上是武器,体质,异能,系统空间,材料,至于物资,根本没有,只能靠自己吞,唐海一边爽,一边思考,两个小时后,地下赌装,几个人压着苏明,将其扔出去,苏明大吼,你们这帮混蛋, 有钱时,把我当大爷,没钱了,当我是垃圾,让我进去,老子要翻本,这时,为首一人一脚踹倒苏明,骂道,还想翻本,你现在已经欠了赌装两百万,三天后,要是不还钱,老子弄思念,滚,苏明被轰出去,与此同时,某个宾馆,一伙人冲进宾馆房间,将吃了药,正在卖力耕耘的苏狗抓起来,直接打,啊,苏狗惨叫,很快,苏狗跪在地上,被对方敲诈走银行卡所有的钱,他浑身上下,只剩一条短裤,被扔出宾馆, 这帮混蛋,竟然给我玩仙人跳,马德,一千七百万,全没了,老子要去报警,可他们不好惹,会死人的,苏狗一脸懊恼,我就说,美女主播,哪有那么好泡,嗯,再也不泡美女主播了,要老命,呼的,一个电话打过来,是儿子苏明,爸,你在哪儿,儿子,我想你了,半个小时后,公园路灯下站着三人,一个鼻青脸肿的青年,一个只穿着裤衩的邋遢老头,还有一个蓬头垢发,痛哭流涕的妇人,看到互相的模样,三人都十分吃惊, 当得知对方的遭遇后,三人惊呆了,此时此刻,他们都忍不住对自己感叹,真他妈是人才啊,整整五千万啊,一个晚上,被他们三个牛人,全霍霍光了,人才,是天才,能拿吉尼斯记录,我还欠了赌装两百万,三天不还钱,他们会杀人的,爸,妈,我还准备向你们要钱还赌债,可你们,苏明满脸焦急,你费什么话,老子好歹玩了个美女主播,你呢,全送给赌装了,还道欠两百万,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痴,还有你,居然敢被赌装了, 背着我找男人,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苏沟愤怒大吼,蒋梅也是个脾气暴躁的主,指着苏沟的鼻子就骂,你算什么东西,老娘早就受够你了,说我找男人,你没找女人吗,我们三个,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苏明无语,问道,那现在怎么办啊,要不,去找姐夫,姐夫那么有钱,我们这次不问五千万,就拿一千万,他肯定愿意给,苏沟点头,没错,说到底,我是他老丈人,老丈人问他点钱,算什么呢,蒋梅喊道, 好,就这么办,他们要是不给钱,我们就活不成,我也让他们不好过,当即,三人就准备去找苏柔和唐海,但这时,一伙人冲了出来,罩着三人就开打,很快,三人被打昏,吕伟和徐雄走了出来,鄙夷地看着三人,我以为自己,已经够无耻了,没想到,还有比我更无耻的人,吕伟笑道,别废话了,通知唐爷吧,徐雄冷静道,没多久,唐海挂掉电话,看着怀里依偎的江玉燕,笑道,走,带你出去玩玩,江玉燕毫不掩饰地坐起来,问道, 玩什么,唐海眼睛一眯,玩杀人,江玉燕面色一变,但很快道,好,我去,汗城水上,空中挂着一个大铁笼,笼子里正是苏鸣三人,船上,唐海冷漠地看着三人,旁边江玉燕依偎着他,后面一帮人候着,为首的,正是吕伟和徐雄,办得很好,以后跟着我吧,绝不会亏待你们,当然,你们也可以拒绝,但拒绝的后果,我怕你们承担不了,唐海转头,冷冷地看着他们,以他的实力,把这数十人给干掉,完全不成问题,吕伟吓了一跳,连忙道 能跟着唐爷办事,是我吕伟的荣幸,以后我为唐爷马首是瞻,徐雄也连忙道,徐雄愿意追随唐爷,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唐海点头,满意道,你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放心,日后,你们会为今天的选择,而感到庆幸,现在,把他们弄醒,哗啦,一盘水浇醒三人,当看到眼前的场面,三人吓得浑身发抖,可当看到唐海,他们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以为是这帮人抓了他们,然后打电话给唐海,让唐海用钱熟人,姐夫,姐夫救我们, 女婿 好歹我是你老丈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们就是求财 女婿 给他们钱,他们一定会放了我们,姐夫,你钱那么多,不在乎这点吧,三人吓坏了,连忙让唐海给钱,唐海一愣,随后玩味笑道,你们以为是他们找我过来熟人呢? 不,他们都是我的小弟,赌场,跳大仙,还有那个情夫今夜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设计好的,我要让你们体会一下,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从一个手握五千万的大富豪,变成一个手无半分钱的穷光蛋,这种感觉,爽吗? 文言,三人勃然色变,脸上的祈求,瞬间变成憎恨和愤怒,王八蛋,原来都是你设计的,你不想跟我女儿在一起了,把钱还给我们,不然我让你们不好过,快放了我们,我们可是小柔的亲人 但唐海怒道,小柔,从你们拿走五千万的那一刻,他跟你们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们根本不配当小柔的亲人,甚至你们连人都不配,苏狗思想到什么,连忙道,女婿,我们不要钱,也不会再纠缠你和小柔,快放了我们吧,唐海哈哈大笑,都到了此刻,你们还不明白吗? 还想让我放了你们,三人不傻,听唐海这么一说,顿时恍然,唐海会给他们五千万,那是因为有办法再拿回来,唐海不但要折磨他们,愚弄他们,而且还要他们死,捏,捏,杀人是犯法的,你不怕吗? 苏狗满脸恐惧,我们是小柔的父母,你杀了我们,小柔不会放过你,蒋梅大侯,姐夫,求求你别杀我,我不要钱了,看在我姐面子上,放了我们吧,苏鸣瞪着眼睛,喊道,唐海冷笑,说得也对,毕竟,你们是小柔的亲人,全杀了确实不好,到时候,小柔就没亲人了,这样,我可以放你们中的一个,十分钟后,谁活着?我放谁,但超过一个人活着,全得死,说完,他搂着江玉燕走进船舱,其余人都跟着离开,笼子里, 三人面面相去,下一刻,朝着对方恶毒凶狠地扑了过去,没有谁愿意死,生死面前,亲人都得靠边站,十分钟后,唐海走了回来,看到笼子里满身鲜血的苏狗,微微意外,果然,将还是老的辣,苏狗激动道,他们都死了,我一个人活着,现在可以放了我吗?唐海哈哈大笑,道,我倒是想放了你,可是像你这种垃圾,即便活着,除了危害社会,危害别人,还有其他意义吗?当,他大拇指一弹,一个硬币飞向笼中,掉在苏狗脚下, 你的命,一个硬币绰绰有余,所以,你的命,我买下了,唐海转身,手里出现一个绿色手雷,朝后抛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手雷完美抛进笼子里,不,苏狗死死盯着脚下的手雷,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唐海居然有手雷,还用手雷炸他,看到手雷的那一刻,驴尾和徐雄等人都是,一脸骇然惶恐,紧接着,驴尾大吼一声,手雷,快趴下, 所有人趴下的瞬间,碰,一声轰鸣乍响,笼子里火光一闪,一切恢复平静,只见那苏狗躺在地上,身上千疮百孔,瞪着一双大眼睛,死不瞑目,扫了笼子一眼,驴尾和徐雄等人,方才缓缓站起来,而后,所有人全都震惊无比地看着远去的唐海,手雷,唐爷居然随手拿出手雷,太牛逼了,我早就说过,唐爷绝非等闲,跟着他,我们一定有大大的前途。 吕尾激动道,唐海抱着腰肢细软的江玉燕,前往哈雷摩托停放处,呼地,系统提示声在脑海中响起,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两千立方,身体素质提升一倍,魅力提升一百,唐海心中满是欢喜,顿时,一股热流,凭空在体内产生,并且融入四肢百骸,在这个过程中,他能清晰感觉到,身体变强了许多。 说,唐海心中喊道,自身力量的强大,才是他的终极追求,感觉到怀中人有些微微颤抖,唐海笑道,怕了,江玉燕点头,是有点怕,唐海哈哈大笑,现在离开我来得及,但令唐海意外的是,江玉燕立刻便是摇头,笑道,不,我虽然怕,但并不代表我抗拒,我相信自己选择的男人,既然是龙,自然形势与众不同,说实话,我不但不害怕,反而更有安全感,而且,我开始崇拜你了,唐海露出满意之色,你很不错, 说着,摸了摸江玉燕的脸蛋,玩味一笑,我先送你回去,下次小老公再来尝尝你的口意,江玉燕脸色一红,小老公真色,唐海,哈哈,将江玉燕送回家,唐海直接去了苏柔那边,看到唐海,苏柔有些意外,也有些欢喜,哥,你怎么突然来了,唐海眉头皱了皱,随后走进去,道,先进去再说,苏柔感觉气氛有些不对,连忙关门,和唐海一起坐在沙发上,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苏柔焦急问道,唐海想了想,便道,以后你爸妈和你弟弟, 不会再来纠缠你了,苏柔一愣,是啊,五千万,有了这些钱,他们该知足,但唐海却呼地补充了一句,就算不知足,他们也回不来的,看着唐海有些冷漠的眼神,苏柔豁然站起,思想到了什么,他的眼睛瞬间湿润,唐海叹了口气,道,你可怪我,苏柔连忙摇头,首先,我相信哥,其次,从他们拿着五千万,离开这里的那一刻,他们便与我再无关系,哪怕他们死了,我都不会去再也,擦掉眼泪,他深吸一口气,道,哥,你吃饭了吗? 要不我去给你做碗面,但唐海却将他拉了过来,道,不用了,今晚我会在这里陪你,你想说什么,做什么,我都陪着你,苏柔却一屁股坐到唐海身上,喊道,哥,闻我,这一刻,苏柔什么都不想去回忆,不想去思考,只想释放自己,今夜一过,明日便是新生,一日一早,苏柔早早便起床,做好了早饭,他来到房间,在唐海脸上清了一下后,便温柔道,哥,我去上班了,唐海笑道, 要是不喜欢那份工作,可以辞掉,哥能养免,苏柔摇头,我挺喜欢护士这份工作的,而且,人总要做点什么,才算是活着,唐海苦笑,好,你开心就好,苏柔离开,唐海吃完早饭便离开了小区,回到家,小姨子和老婆张雪岩都不在,但在茶几上,看到一个快递,打开一看,唐海笑道,汽车绿本到了,不过不急着贷款,等整个云山小区的别墅全部买下, 再去贷款,到时候,贷个十亿不成问题,洗了得早,闲来无事,打开微信完,上面有许多未读信息,其中就有洛青亚的,说是两千万的物资已经购买完成,送到了他指定的仓库,唐海满脸喜悦,待会就去看看那些物资,顺便放到系统空间里去,这时候,他目光落在云山小区的业主群里,各位,听说了吗,有个傻白田居然要溢价50%购买我们的别墅,我专门打听过,这个消息绝对属实,对方似乎想要买下整个云山小区,真是大收别,� 买下整个云山小区,图什么,这里又不是汉城最好的别墅区,这种人,要么是傻叉,要么就是有特殊癖好,管他为什么买,有钱就行了,说实话,溢价50%真的令人心动,之前我本来不想卖,但现在,有点心动,那你卖了吗,我也有点心动,但也一时拿不下主意,各位,才溢价50%,你们就心动了,他不是有钱吗,让他溢价80%,少一点,我们都不卖,很快,在这个业主的煽动下,所有人决定统一战线,让那个傻叉买家唐海,溢价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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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否则,他们都不卖,他们认为,那个傻叉买家,既然这么有钱,又这么迫切要买他们的别墅,那么,就算溢价80%,也肯定会买,唐海冷笑,这个人还真是贪心,溢价50%还不够,直接提到80%,不过对方确实猜对了,即便溢价80%,他也会同意,但他的钱,也不会那么好拿,他钱是多,但并不代表,可以随便挥洒,顿时,他心中便有了主意,此刻,这些业主还不知道,他们口中的傻叉买主,就在他们群中,他们的谈话, 已经被唐海窥贫,先去收资,唐海离开家,直奔仓库地点,打开仓库,里面堆积如山的货物,一股股寒气扑面而来,因为这里有很多食物,都被冰块保存,牛肉,羊肉,蔬菜,水果,还有各种品类的调料,烟酒,以及生活用品,而且,要么是进口,要么是牌子货,嘿嘿,洛青亚干得不错,下次好好奖励奖励他,笑了笑,唐海当即释放系统空间,用手朝着这些货物一挥,所有东西瞬间消失,但其实是进入了系统空间, 如果这一幕被人看到,绝对会以为唐海是神仙,在施展仙术,收了货物,唐海拿出手机,给洛青亚发送微信,干得不错,勿作收到了,发完消息,他本打算发一百万酬劳过去,但想想,人家都是乌尔玛总部销售主管,光年薪就一百万,加上其他福利,外快,一年收入,两百万打底,对方未必需要他的钱,于是又编辑一道消息过去,需要主人奖励你什么呢? 很快,洛青亚发来信息,先是一个爱心,然后说,母家想你了,今晚见个面呗,酒店,我都订好了,唐海哈哈大笑,直接发了个OK手势过去,对方则发来激动的表情,还有酒店位置房间号等信息,撩完洛青亚,这时候,新印童打来电话,接通电话,还不等对方开口,唐海便笑道,购买云山小区别墅,遇到问题了,业主是不是不满意溢价? 新印童惊讶道,唐先生真是料事如神,他们说,要溢价百分之八十,不然就不满,百分之五十本来就已经非常离谱,他们居然狮子大开口,提到百分之八十,真不要脸,他们肯定猜到,您需求极切,所以才敢这么开价?唐先生,要不还是算了吧?唐海心想,别,这怎么能算了呢?随心所欲吗?没点困难,没点难度,还怎么随心所欲?当即,他满不在乎道,没事,这样吧,你给所有业主打电话,让他们下午两点,在云山小区物业大厅集合, 就说我会过来,另外,溢价百分之八十的事,我同意了,让他们过来,签一项合同,对面沉默了足足十几秒,方才震惊道,唐先生,我没听错吧?这可是溢价百分之八十,一栋别墅本来五六百万,现在将近一千万,六十八栋别墅,就要将近七亿啊,新印童很想说,就算有钱,也不能这么烧吧?唐海淡淡道,区区几亿而已,我真的不在乎,挂掉电话,唐海准备回家,可忽的,他看到对面一个熟悉身影,正是超级大兄叶清玉,也是秦宇盟的 闺蜜,叶清玉正在和一位男子争吵,那男子还对叶清玉动手动脚,拉拉扯扯,看到这一幕,唐海立刻火上心头,心道,妈的,老子的妞你也敢动,弄不死你,当即,轰的一声,骑着哈雷,冲到街对面,引起一片惊呼,正在拉扯着叶清玉的高大男子,忽然看到冲过来,还不刹车,马上就要撞到他身上的哈雷,立刻吓了一跳,连忙躲闪向旁边,撕拉,唐海杀住车,正好听到叶清玉面前,笑道,大兄老婆,你干嘛呢?那 小子是谁,好像在纠缠你,要不要弄死他?叶清玉也吓了一跳,当看到是唐海,顿时欣喜道,唐海,你怎么在这?唐海笑道,刚刚在那边办事,正好瞧见你,这时,那个躺地上的高大男子,才反应过来,脸上顿时满是愤怒之色,心想,这小子差点撞到我,不但不道歉,还无视他,一门心思泡妞,高大男子当即冲过去,揪住唐海的衣服,吼道,小子,你很屌啊,立刻道歉,然后滚,唐海冷笑,你是哪个鳖三? 对我大呼小叫,马上松开手,不然废了你,叶峰瞪大眼睛,你还想废了我,见过嚣张的,还没见过像你这么嚣张的,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废了我,给老子下车?叶清玉面色一变,刚要说话,便被叶峰瞪了一眼,你给我闭嘴,唐海移了一声,皱眉道,别犊子,你叫谁闭嘴呢?今天我就打烂你的嘴。 清玉,好好看着,你男人,我给你报仇,叶峰诧异,随后脸色一沉,看向叶清玉,你男人,我更要看看他有几斤几两,说着,摆开架势,唐海一看,有点意外道,恋家子,这一幕,也引来不少观众,正满是兴趣的,看着即将斗狠的两人,一旁的叶清玉,则很是焦急和担忧,唐海,你不是他的对手,还是算了吧?唐海失笑道,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能够与我抗衡的人类。 叶峰哈哈大笑,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小子,我乃八卦掌第26代弟子,就算是拳王太孙,我都不放在眼里,我这一掌,你能否招架?话必,他双脚腾膜,虚余之间,便冲到唐海面前,一记八卦掌带着绵软的痕镜,瞬间拍在唐海身上,这一招,顺利轻松,让叶峰睁大眼睛,非常意外,因为唐海,居然躲都不躲,难道是自己高估了对方,自己速度太快,所以,对方躲不开,抬头一看,就看到唐海那一张浮现出顽位和 鼻翼的臭脸,对着他嘲讽笑道,用点力啊,哥们,你是没吃饭吗?啊,你嚣张个屁,叶峰被刺激到了,自己这势大力沉的一掌落在对方身上,对方居然毫发无损,我马了隔壁的,下一刻,叶峰拿出石成力道,再度一掌打在唐海身上,这一掌威力之凶猛,都响起破空声,哄,这一掌接接实实打在唐海身上,可是,唐海依旧半点是没有,身体都没有移动分毫,整个人就像是一根称天的柱子,不但硬,而且挺,更重如泰山,傲 不倒,怎么可能?叶峰吃惊,不可思议,叶清韵满脸疑惑,哥在干什么?真是没吃饭,周围的观众都笑了起来,在他们眼里,唐海和叶峰就是在演,估计是搞杂耍的呢?看起来出手凶猛,实际上都是装的,真当他们看不出来,好,演得相当不错,真逼真,有人鼓掌大笑,然后扔出一个硬币,滚到叶峰脚下,赏你的,叶峰,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打倒眼前这个装逼狗,叶峰发怒,发狂,他好歹是八卦掌这一代掌门 的得意弟子,以他的实力,一个打十个壮汉都不成问题,可今天,收拾不了一个龙傲天,太气人,于是,叶峰干脆就站在唐海面前,不断挥掌,砰砰砰,一掌掌打在唐海身上,直到满脸汗水,直到筋疲力尽,直到跪在地上,瞳孔睁大,目光闪烁,怀疑人生,唐海笑道,怎么不打了,我觉得,你按摩的手法不错,继续啊,更卖力点,哈哈,叶峰攥紧拳头,只觉得受到了侮辱,尊严被狠狠摩擦,直到,叮叮当当, 一个个硬币被围观群众扔过来,还有一些纸币,看着这些硬币和纸币,叶峰睁大眼睛,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老子不是耍江湖的,老子没有在演戏,我特么出全力了,可是,他为什么就是打不倒,破,最后,叶峰气得一口鲜血喷出来,仰面栽倒,哥,叶清运面色一变,连忙冲了过去,唐海满脸惊讶,哥,叶总会包间,唐海和叶清运坐在一旁,有些尴尬的看着叶峰,抱歉,我真不知道你是清运的清歌啊,我以为是纠缠他的沙 这样,我先自罚三杯,唐海笑道,但叶峰却按住他的酒杯,直接推了三瓶威士忌过去,一口闷了,今天这事就算了,否则,以后你都别想见清运,叶峰冷笑道,叶清运连忙道,哥,这可是三瓶酒,不是三杯,你这不是为难唐海吗,叶峰摆手,你别管,按照我说的做,事情就可以了,不然过不去,叶清运还想说什么,但唐海摇头,没事,不就三瓶酒吗,随便吹,当即打开第一瓶,唐海仰头就是惯,叶峰见状, 心中冷笑,之前你让我丢脸,待会我要看你丢脸,他自然没期望,唐海真能一口气干完三瓶威士忌,不过是想看唐海求饶丢脸,但,随着一瓶威士忌下渡,唐海面不改色,拿起第二瓶吹时,叶峰脸色变了变,一瓶而已,我也可以,再等等,叶峰心沉道,很快,第二瓶下渡,唐海依旧面色不改,两分钟后,第三瓶下渡,唐海依旧面色不改,叶峰和叶清运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唐海,风哥,三瓶酒我喝完了, 大丈夫一言即出,四马难追,之前的是可以了了吧,唐海微微笑道,叶峰嘴角抽了抽,虽然不情愿,但没厚脸皮去反悔,当下冷哼一声,行,算你小子有诚意,唐海笑了笑,为了赔罪,今晚风哥随便玩,说着,他拍拍手,很快,十几个高挑貌美,穿着暴露妩媚的女子走了进来,奇奇喊道,主人好,见状,叶峰的眼珠子,一下子瞪直了,激动道,这,这些,唐海笑道,今晚这些妹妹都属于风哥的,风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说着,他笑起来,从袋子里拿出一大碟现金,将一份份现金,塞到美女们的胸沟里,都把风哥伺候好,听到没有,美女们当即满脸喜悦,随后一个个笑意奄然,卖弄风骚,扑向叶峰,叶峰立刻口干舌燥,被十几名美女包围,一手摸着胸,一手摸着腿,仿佛飘在了云端,叶清运看着如痴如醉的哥哥叶峰,对唐海道,这样不好吧,唐海笑道,有什么不好,你割完的这么爽,那我们呢,叶清运一愣,随后笑道,你想怎么样,只 一见唐海黑黑一笑,将叶清运直接拉进包间卫生间,这个包间很大,卫生间也很大,唐海立刻将叶清运抱起来,放在洗手池上,目光炙热地看着叶清运,叶清运精致的脸蛋通红,连忙道,这样不好吧,我哥还在外面呢,唐海黑黑一笑,你哥现在被美女们包围了,正爽着呢,哪会管我们,再说,在舅哥旁边干着你,不是更刺激,叶清运白了唐海一眼,随后笑道,你真变态,不过我喜欢,唐海哈哈大笑,我也喜欢你这个大兄,说完,两人狠狠碰撞 撞到了一起,唇枪舌战,贴身肉搏,叮,恭喜宿主,随心所欲成功,叮,恭喜宿主,顺从本性成功,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系统空间2000立方,1000把Fail自动步枪,1000万发子弹,1000吨特技钢板,唐海顾不得查看奖励,全部扔进系统空间,专心耕填,两个小时后,大战结束,唐海带着意犹未尽的叶清运走出卫生间,却发现叶峰和那些美女都不在,叶清运忽然意识到只顾着自己爽,差点忘记一个人了,连忙问道 我哥呢?唐海笑道,上面有房间,估计是和那些美女们玩去了,没到明天是不会走的,叶清运担心道,不会惊惊人亡吧?唐海笑道,你还知道这个词?叶清运翘起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好歹活了二十多年,唐海哈哈一笑,随后道,如果是我,那肯定不可能出现那种事,但你哥吗? 在这里的女孩子都知道分寸,不会玩坏你哥的,我们走吧 叶清运问道,我们去哪里?唐海笑道,我要去云山小区买别墅,你如果要的话,到时候送你一栋 叶清运惊讶道,你要送我一栋别墅,没开玩笑吧?唐海淡淡道,不就一栋别墅吗?你是我女人,你想要什么,都能满足你,走,去买别墅 将近下午两点的时候,唐海和叶清运到达云山小区,此刻,云山小区物业大厅,几乎所有业主都已经抵达这里,等待他们心中那个傻叉买家过来 美女,那个买家什么收到啊?我们也有事要办,没空在这里号,一名三角眼的男子朝着门口的新印童大喊 眼珠子还不停在他身上瞄,摸着下巴,双目发光,一脸的猥琐 而这个人,正是在业主群,煽动业主们,将溢价提升到80%的那个贪心鬼 这人叫薛辉,刚刚离婚,身上有点钱,看到年轻貌美,身着制服,诱惑无限的新印童 立刻就动心,恨不得现在就将他拿下,而且,在他看来,像新印童这种普通房产销售员,过得辛苦,又赚不到什么大钱 所以,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财,绝对能把对方拿下 新印童连忙道,您好,再等等,买主已经在路上,马上就能到 薛辉走了过去,笑道,新小姐,借一步说话,新印童皱了皱眉,但还是跟了过去 很快,大厅附近花坛边,新印童问道,不知您有什么问题,是关于溢价方面的事吗 薛辉摇了摇头,一脸微笑地问道,新小姐一个月多少工资,新印童一愣 这话咋听得这么耳熟,还行,新印童淡淡道,薛辉笑了笑,别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们房产销售员的处境,很辛苦,好不容易卖出一套房 公司却拿大头,自己只剩一点残羹剩饭 对了,新小姐有男朋友吗?说到这里,新印童再傻,也听出味道来 怪不得第一句话听起来有点熟悉,原来是唐先生也曾说过 对方这意思,显然和唐先生一样,是想要包养他 可是,这家伙长得又丑,面目又猥琐,身材邋遢 就算是谈钱,也跟挥手买80栋别墅的唐先生 没法相提并论,面对唐先生的橄榄枝,他都没有接 眼前这个人,也配 当即,新印童冷着脸道,薛先生,如果你想问房产当年的问题 我可以回答,至于其他,抱歉,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一步,薛辉脸色一变 拦住新印童,骂道,你装什么装,不就是想要钱吗? 钱老子有的是,你开个价,老子绝不眨眼 新印童愤怒道,滚,不是所有人都败尽 我是没有你有钱,也想要更多钱,但我可以自己赚 薛辉冷笑,你自己赚,你能赚多少? 哦,你是想靠卖拿68栋别墅拿高额提成 哼,可你知道吗?那些业主现在都听我的 如果我说不卖,他们便一个人都不会卖 你最好想清楚,不然可别后悔 你,新印童脸色一变,你简直无耻 68栋别墅,几百万提成 新印童确实没法轻易放弃 此刻,他也是非常纠结 毕竟,这是提成的钱 不是靠身体和尊严换来的肮脏钱 见状 薛辉心中大笑,觉得已经拿捏住新印童 他一脸得意和猥琐地伸出手 摸向他的脸 关键时刻,新印童反应过来,刚打算反抗 可这时,一只极其有力的大手 抓住了半空中薛辉的手 薛辉一愣,但很快,手臂传来的剧痛 疼得他哇哇大叫 放手,放手,你特么 薛辉还没说完,唐海直接一个大笔兜子 扇飞对方,就你这错样 还敢泡女人,滚一边去 再敢骚扰她,我把你扔汗浆喂鱼 薛辉面色猙獰,却不敢再顶撞唐海 恨恨道,你给我等着 没错,来人正是唐海和叶清韵 唐先生,谢谢你 新印童感激了一声 随后,看向旁边的叶清韵 她目光一亮,更露出金色 因为叶清韵不但长得很美 而且,身材相当炸裂 简直是从二次元里走出来的极品 即便是她,都有些自残行贿 论容貌,她是不处 可身材还真比不上 此刻,新印童很好奇 这个极品女人和唐海是什么关系 唐海笑了笑 你可是我看上的女人,别人可不能动 新印童不着痕迹地看了叶清韵一眼 本以为对方会生气 却没想到,这女人看她的眼神似乎带着极大的兴趣 居然,居然和唐先生有八分相似 新印童翘脸一红 唐先生说笑了 我们还是过去吧 业主们已经在等你 对了,刚才那个人也是业主之一 名叫薛辉 就是他煽动业主们 将溢价提升到80% 而且,现在其他业主都基本上听他的 刚才我们得罪了他 估计他不会善罢甘休 待会,阻止新印童说下去 唐海淡淡道,怕什么,过去吧 物业大厅 现今的68位业主全部到场 另外,已经卖掉别墅的11名业主也赶了过来 还有一部分家属 旁边还有物业维持秩序 所有人都很好奇 到底是哪个有钱没处花的主 居然溢价80% 也要将整个云山小区的别墅全部买下来 另外,之前溢价20% 卖掉别墅的11位业主心里非常不痛快 要知道,溢价20%和溢价80%之间 相差了几百万啊 各位,这位就是唐先生 也就是要买你们别墅的买家 台上,新印童介绍完 唐海便走了上去 当即,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落在唐海身上 而后一个个都露出惊讶之色 没想到,那个傻叉买主居然这么年轻 而且,长得真特么帅啊 身上更是释放出一种无形的魅力 一个普通的高台 愣是有种明星踏上红地毯的感觉 那些女业主们,顿时一个个露出虎狼之光 就如同男同胞看到了一名绝世美人 当然,这还不至于让他们失去理智 这不就是刚刚教训我的那个小子吗 人群中,薛辉恶狠狠地看着唐海 有仇不报非君子 等着瞧 唐海淡淡道 各位,溢价80% 可以说在整个房产市场 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事 我已经拿出我足够的诚意 那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一名女业主问道 唐先生,真的是溢价80%吗 这里面没有套路吧 我们不是傻子 别想忽悠我们 另一位业主道 是啊,溢价80% 那可是几百万 真这么豪爽 我能问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唐海笑了笑 你们放心 这里面没有任何计谋套路 合同签完 你们很快就能拿到钱 你们要是不放心 也可以请律师看合同 闻言 业主们议论纷纷 但这时 薛辉完全不似刚才那副爆发户嘴脸 他扮作弱势群体 冷笑道 你说没有套路 就没有套路吗 你们这些有钱人 有的是办法欺负我们普通人 区区一个云山小区 一个正常人 会去溢价80% 全部买下来 除非那个人有病 各位 我觉得这里一定有问题 所以我建议千万不要卖给他 否则到时候出了问题 哭都没地方哭 听薛辉这么一说 众人频频点头 是啊 我觉得薛辉说的有道理 谁不知道 有钱人套路多 我们普通人房不胜房 那你的意思是不卖 这可是溢价80%啊 卖个屁 没听薛辉说吗 到时候中了套路 哭都没地方哭 还谈什么溢价 果然 在薛辉的言论下 大半业主被带偏 本来想卖 现在觉得不能卖 其余一些业主 则是比较纠结 一边想卖 一边又怕担心出问题 心硬同见状 满脸愤怒 这个薛辉 真够可耻的 明显是在报复我们 唐先生 现在该怎么办 一旁的叶清韵 则有些猛 听说唐海要买别墅送他 他才好奇过来 可没想到 唐海居然要买下 整个云山小区 80栋别墅 而且 还一价80%去购买 天呐 唐海这么有钱吗 就算有钱 这也太疯狂了吧 而且这群人 自称普通老百姓 要点脸吧 普通人买别墅 这是哪个星球的普通人 然而唐海此刻 依旧满脸云淡风轻 笑道 各位 大家都是成年人 理应有自我判断的能力 千万不要被有心人给带骗 这位薛先生 之前想要敲诈我200万 说 如果不答应 他就让所有业主 不把房子卖给我 像这种人的话 你们信吗 众人顿时诧异无比的 看向薛辉 薛辉一愣 随后吼道 放屁 我什么时候敲诈过你200万 大家别听他的 他就是在污蔑我 好让你们都把别墅卖给他 这就是套路 你们总算看清楚他的嘴脸了吧 把房子卖给他 绝对会后悔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这么一说 众人又纠结起来 不知道该信谁的 唐海淡淡道 有没有套路 之前卖给我房子的业主也在场 你们碰到了套路吗 那些业主摇头 但一位业主却不甘心道 有没有套路我不知道 但我们可是仅仅一价20%卖给你的 你现在却要一价80% 买其他人的 这 不公平啊 学会一听 立刻哈哈大笑 对 这就是套路啊 云山小区肯定非常特别 说不定 国家看中了这块地 或者其他原因 只要我们耐心等待 将来肯定可以卖更多钱 所以 为了买下整个云山小区 他才不惜一价80% 这么一分析 一切都说得通了 听到他的话 业主们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别墅不能卖啊 不卖 我决定了 一价多少都不卖 有钱人套路深 差点就踩进去了 而那些卖了房子的业主 也十分激动 愤怒指责唐海 还让他把房子还给他们 唐海皱眉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傻叉 他一家80%买别墅 已经够傻叉 结果这帮人更傻叉 居然这么轻易 就听信薛辉的话 简直可笑 人群中 薛辉傲然得意地看着唐海 仿佛在说 得罪我 就是这个下场 唐海目光溢冷 心想 本来不想这样的 既然你犯贱 那我只能这么做了 瞬间 净花水月开启 顶级演技时刻到了 画壁 他操作手机 利用WiFi网络 黑入了薛辉的手机 直接将200万打了过去 下一刻 您的支付宝到账200万元 这一声响 让整个物业大厅 瞬间寂静下来 所有人刷刷刷 同时看向薛辉 薛辉连忙拿起手机 打开支付宝一看 一个昵称叫唐先生的人 给他转了200万 转完账 唐海对着薛辉笑道 兄弟 不就是想要200万吗 我给你就是 你就不要再煽动大家伙 不把房子卖给我 行吗 什么国家看重地 或者里面有宝贝什么的 这种话 偏偏傻子还行 可是大家伙是傻子吗 就算国家要买地 赔偿款数 最多比房子市场价 高个100万 能比我给的多 兄弟 200万我打给你了 可以消停了吧 薛辉 冷汉从他的脸上 身上流淌下来 对方是怎么知道 他的支付宝账号的 而且直接给他 打了200万过来 还说这是之前 他敲诈要的数额 让他不要再煽动业主们 这不明白在演他 要坐实他敲诈的事 薛辉刚要解释 但刚回过神来 就发现周围业主们的眼神 有些不对劲 那是愤怒和憎恨 薛辉 我们这么信任你 你就这么欺骗我们 怪不得 你不让我们卖别墅 原来是为了钱 居然敲诈人家200万 你特么真恶心 在净花水月的作用下 这些人很轻易 就相信唐海的话 再也不会相信薛辉 薛辉想要解释 可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大家已经不信他了 唐海玩味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笑道 之前卖给我别墅的业主 可以得到卖房款20%的补偿款 但过了今天 溢价 补偿 全部取消 到时候再想卖 就只能按照市场价了 话落 那些业主们 哪里还会犹豫 直接就签下了一项合同 至于过户和贷款等事宜 新印童会全部处理好 到时候 唐海把合同一签 首付款和补偿款一给 整个云山小区 就是他的了 那点首付款和补偿款 对他来说 九牛一毛 很快 所有人都签好了合同 只剩下薛辉一人 站在人群中 被所有人比一厌恶地注视着 可谓是如坐针毡 无地自容 薛辉知道 自己被唐海给算计了 不过为了算计他 不但给他打了200万 还在80%的溢价上 又提升了10% 还给之前那十几位业主 20%的补偿款 这首别 让他真正意识到 自己和唐海之间的差距 他一个小小的业主 居然敢和一个 能够挥手 买下整个别墅小区的富豪班手腕 这不是找死吗 自己是怎么想的呀 另外 他在汉城 只有云山小区 一栋别墅居所 现在小区内所有小区 全部到了唐海名下 那么到时候 云山小区就剩他一个 对方哪怕是杀了他 估计都没人知道吧 想到这里 薛辉满心恐惧起来 下一刻 他已经有了打算 厚着脸皮 朝着唐海那边走了过去 薛辉满脸陪笑道 唐先生 我那个别墅也想卖 说完 他当即打算签合同 其他人都对他投来比一的目光 仿佛在说 你不是坚持说不卖 套路深吗 你现在 特么舔着脸要卖 但唐海却按住合同 笑道 抱歉 你那个别墅 我买不起 还是留着自己住吧 文言 薛辉的脸色顿时一僵 露出尴尬之色 耳边还传来一声声嘲笑声 薛辉连忙道 唐先生 之前都是误会 我也是被套路坑怕了 所以才过分慎重了些 但现在我知道 我们之间没有套路 全是真诚 我对之前的行为感到抱歉 说一声对不起 哦 还有 当即 他连忙将那两百万又转了回去 笑道 两百万我还回去了 这个合同让我签吧 唐海看了一眼手机 的确两百万到账 但这件事就这么玩了吗 不 唐海玩卫一笑 不对啊 这才一百万 你不会连数字都看错了吧 薛辉脸色一变 急匆匆查看手机 可是 两百万没错啊 他真的赚了两百万过去 对方为什么说是一百万呢 很快 薛辉恍然 这是想让他出血啊 他当然不愿意 但没有办法 要是不卖别墅 他也不敢一个人在云山小区住 而且 这可是溢价百分之九十啊 比市场价高几百万 现在损失一百万 算个球啊 计较了得失 薛辉哈哈大笑 一拍大腿道 瞧我这眼睛 确实看错了 还差一百万 我现在就转 不多时 唐海那边一百万到账 薛辉笑道 现在总可以让我签合同了吧 可唐海却笑道 你签合同可以 但只能溢价百分之五十 啊 薛辉脸色一变 这 这怎么变成百分之五十呢 其他人都百分之九十啊 唐海又是一笑 伸出三根手指头 百分之三十 薛辉为难 兄弟 别这样 唐海掰下两根手指头 百分之十 薛辉当即怒了 姓唐的 不带这么欺负人 我不就煽动了其他人吗 他们要是没顾虑 能被我煽动吗 我多给了你一百万 你还要怎么样 你必须给我一架百分之九十 碰 唐海一脚踹飞薛辉 骂道 操 给你能的 你要不搞这些事 我也不会整你啊 一百万算个屁 老子整到百分之九十 特么我还要感谢你 资助了我一百万 我告诉你 你那栋别墅 送我都不要 但是我们的恩怨可没完 你等死吧你 薛辉一听 还真是他让人家损失那么大 他现在也真怕唐海整死他 当即 他连忙报警唐海裤脚 喊道 哥 那栋别墅我不要了 我送给你 全当赔罪 众人诧异 随随便便 就让薛辉 吓得把几百万的别墅都送了出去 这一刻 他们才知道 这个年轻的超级阔哨 真不好惹 我说了 对你的别墅没兴趣 唐海做事就走 但薛辉死死拉住 哥 你放过我吧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罢休啊 我都送别墅了呀 唐海拍着薛辉脸蛋 笑道 我要你的全部 是去汉江喂鱼 还是身无分文的活着 你自己选 别以为我不敢杀人 像你这种人 我杀得多了 薛辉一瞬间僵住了 脸上露出痛苦绝望之色 云山小区一栋别墅 三百多万存款 一辆宝马 这就是他的全部 几十年打拼的结果 现在 对方要他全部 让他变成穷光蛋 他如何能接受啊 可是 不给的话 他就死路一条啊 在净花水月的作用下 他真相信 唐海会杀了他 甚至脑海中已经浮现 自己被抛尸汗浆的画面 想到这里 薛辉没有丝毫犹豫 好好 我把一切都给你 都给你 唐海冷笑 还算实笑 那么 你可以从云山小区滚蛋了 如果让我在小区看见你 我会杀了你 很快 薛辉被两个物业扔出云山小区 见状 那些业主 都畏惧地看着唐海 而这个时候 唐海的脑海中 系统提示声响起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获得能力偷听新声 主动进啊 咦 唐海意外 这次一系列随心所欲 获得的奖励不错吗 居然得到了一个异能 而且是偷听新声 唐海心中十分高兴 待会找机会实验一下 随即 他来到新印童面前 问道 合同弄好了吗 新印童都有些畏惧地看着唐海 好 好了 明天我会处理好贷款的事 以唐先生的资质 贷款当天就能下来 后天我就安排业主们 一起去房管局过户 等房产正下来 我会通知您 唐海笑道 很好 办得不错 至于现在 我想去看看那些别墅 方便吗 新印童连忙点头 当然方便 唐海牵着叶青韵的手 笑道 走 陪你去看别墅 喜欢哪一套 等房产正下来 拎包入住 当然 你想重新装修下也行 叶青韵兴奋到 我做梦都想拥有自己的一套别墅 谢谢你唐海 巴唧 叶青韵狠狠在唐海的脸上作了一口 留下大大的唇印 看那一旁的新印童满脸害羞之色 健壮 唐海果断发动 偷听新生能力 新印童的新生立刻被他听到 果然 那个极品美女 是唐先生的女朋友 可是 她都有女朋友 为什么还要招惹我呢 男人没个好东西 还有 那个女人知不知道唐先生是个渣男呢 我要不要去提醒下她 唐海一愣 这什么跟什么 这新印童宣在内心 那我不是个东西 还说我是渣男 这肯定得重重惩罚 当即 唐海笑了笑 走了过去 发动魔力右手 在新印童翘臀上狠狠一拍 新印童 在想什么呢 不会再说我话话吧 啊 一声高分被尖叫 从新印童口中爆出 紧接着 她羞怒地盯着唐海 但是下一刻 她感觉到小腹部处一股极为浓郁的热流在窜动 这股热流的激荡下 她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和舒畅 简直要升天 以至于 她的表情变得相当古怪 一种舒畅至极的模样 甚至一声轻盈从她的口中喊出 下意识 她连忙捂住嘴 满脸通红 浮现出震惊之色 与此同时 她感觉到热流在往下窜动 一直往下 最终 新印童连忙夹紧腿 急忙道 我去卫生间一下 好在她对这个小区很是熟悉 不远处 就有一个公用卫生间 跑到卫生间 哗啦一声 新印童只觉得 有种一泻千里的疯狂爽感 很快 她抖了抖身子 整个人方才慢慢恢复平静 新印童满脸潮红 疑惑道 刚刚那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有种极致的爽感产生 一下子 让我忍不住上厕所 呼的 她回忆起一幕 那就是 唐海拍了下她的臀部 而后那种极致莫名爽感就出现 难道是她搞的鬼 可是 那到底是什么手法 紧紧一拍 就能产生那种极致爽感 虽然这种事情 有点羞耻 但说实话 那种感觉 真的太爽了 即便是冰清玉洁的新印童 都有些意犹未尽 啪 新印童打了下自己的脸 喊道 新印童 你居然沉迷进去了 这就是唐海的阴谋 你要尽可能地远离她 给自己暗示 她走出卫生间 叶清运非常疑惑 问道 唐海 新小姐怎么了 为什么我觉得 她刚刚的模样 有点熟悉 很像是我们 做那种事 到达极致的模样 唐海心中也颇为惊讶 没想到魔力右手 这腰牛逼 这么见 只要触碰女人敏感部位 就可以让对方 瞬间达到极致快感 原来所谓的异样感 就是如此 面对叶清运的疑问 唐海笑明你解释道 应该是大姨来了 叶清运半信半疑的点头 不多时 新印童满脸通红地跑回来 瞪了唐海一眼 很想质问对方 但又羞于其耻 于是 她只能放弃 无奈道 抱歉 我们继续去看别墅 眼前这栋的户型不错 业主是个女人家 装修风格挺清新的 或许叶小姐能喜欢 叶清运点头 那就先看这栋吧 敲门 女业主打开门 看到是唐海 立刻喜笑颜开 是唐先生 快请进 当新印童表明来意 女业主很快便是道 没事 反正现在别墅 都已经是唐先生的了 你们尽管看 正好我要出去一趟 你们离开时 把门关上就行 女业主离开 三人进去观看 嗯 装修风格确实不错 我还挺喜欢的 叶清运笑道 别急 整个小区都是我的 你可以慢慢挑 挑最喜欢的那一栋 唐海坐在沙发上 随意道 叶清运连忙跑过去 把自己塞进唐海的怀抱里 感动道 唐海 你太好了 反正我是你的女人 我就不客气了 唐海哈哈大笑 千万别跟我客气 因为 我也不会跟你客气 言罢 直接当着新印童的面 侵略叶清运 见状 新印童连忙转身 心喷喷跳 满脸通红 唐海笑了笑 再度发动偷听心声 这俩人是搞什么 没看到我还在吗 羞死人了 我要不要赶紧离开 等等 为什么心里面有种痒痒的感觉 甚至 我居然有种 想要替代叶小姐的念头 我到底是怎么了 听到新印童的心声 唐海心中大笑 看来之前对他用魔力右手 很有效果呀 这时 叶清运的电话响起 唐海 是我哥 我去接个电话 从唐海怀里离开 叶清运去了一楼接电话 现在 二楼就剩下唐海和新印童 唐海心想 这随心所欲的任务 不就来了 当下 他走向新印童 而看到唐海过来 新印童立刻紧张起来 唐先生 我去下面看看 他这是想逃啊 但唐海哪里会让他逃走 唐海当先拦住新印童 且慢慢将他逼近墙角 脸上浮现出坏坏的笑容 唐先生 你 你想干什么 新印童别过脸 因为紧张 整个人都在颤抖和起伏 唐海淡淡笑道 没什么 就是想问你 考虑的怎么样了 新印童连忙道 抱歉 我不想被包养 也不想靠男人 另外 唐先生既然已经有女朋友 为什么还要招惹我 你这种行为 很渣不是吗 唐海笑道 做人吗 当然要让自己开心 你以为清运 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 自然是因为 跟我在一起 很开心 所以 只要一件事 可以让自己开心 为什么要拒绝呢 新印童道 可我不是叶小姐 唐海依旧笑道 你当然不是她 可是 如果不是我 你能赚几百万提成吗 你喜欢钱 而我有钱 你喜欢钱 便等同于喜欢我 何必自欺欺人呢 新印童瞪大眼睛 外里 提成的钱 那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 像你拿钱 那是出卖自己 哦 唐海一笑 你似乎忘了 如果不是我 那些业主会同意卖房吗 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赚到一万 两万 但几百万 可就不是靠你自己努力 就能得到的 新印童愣住了 沉默了 找不到反驳的语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海趁着对方不注意 直接凑了过去 哦 感觉到嘴唇被侵略 新印童瞪大眼睛 没想到 唐海居然这么肆无忌惮 让他一时间 不知道做何反应 就在感觉到 有一双手往下走时 新印童瞬间反应过来 推开唐海 骂道 你 你王八蛋 同时 反手就是一巴掌 打向唐海 但唐海却轻而易举 抓住他的手 笑道 新印童 我唐海看上的女人逃不了 所以 你若乖乖听话 我可以保证 日后你会庆幸跟了我 否则过不了多久 你会求着当我的女人 但那个时候 我未必再对你有兴趣了 说完 唐海缓缓远离新印童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唐海心中一笑 在自己女人旁边 壁东其他女人 自己果然越来越随心所欲了 这次奖励虽然不多 但都是他目前急需的 而此刻的新印童 正无比愤怒地看着唐海 但愤怒的同时 还有恐惧 在他看来 唐海刚刚那番话 就是在威胁他 让他当他的女人 否则就让他生不如死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新印童知道 对方绝不是在开玩笑 他不想当男人的玩物 可比起生命 似乎后者要更重要一些 另外 作为唐海的女人 那个叶小姐 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唐海对自己的渴望 但是 叶小姐似乎并不在乎 而且还十分开心地 接受唐海赠予的别墅 而唐海对自己身边的女人 也确实温柔和大方 更重要的是 抛开人品不说 无论是颜值 气质 还是金钱 唐海都无可挑剔 此时此刻 新印童心里乱得很 不知道该怎么办 恰好这时 叶青运出现 对唐海道 之前我和我哥在路上争吵 就是因为爸妈 给我安排了相亲 然后我不去 刚刚爸妈打电话给我哥 让我哥现在 把我带回去 唐海 那我先回去了 别墅的事 你先帮我看看 过阵子 我就搬过来 嘿嘿 到时候 说完他呼的看到角落里的新印童 他诧异道 新小姐 你在那干什么 新印童全身瞬间绷紧 有种被捉奸在床的感觉 连忙解释道 我就到处看看 很多时候 死角比较容易被忽略 叶青运翘脸浮现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随后跑过去 在唐海脸上亲了一口后 就立刻离开了别墅 现在 别墅又只剩下这对孤男寡女了 唐海怂怂肩 笑道 不如我们继续看 新印童点头 看可以 但不要再对我动手动脚 唐海举起手 哈哈大笑 放心 我就看 绝不动手 然后从那时开始 新印童就发现 总有一道猥琐而火热的目光 如同猎人看上猎物般 落在他的身上 让他毛骨悚然 又心惊肉跳 直到两个小时后 天色渐晚 唐海因为有事离开 他才得以解脱 此刻 大街上 唐海看着洛青亚发来的微信信息 激动道 这个洛青亚 还真够人 这台词 这照片 谁挡得住 只见微信聊天见面 洛青亚 夫君 母家等待已久 不知夫君何时归家 图片 洛青亚 身穿高开叉红色花旗袍 头发用钗子挽着 红唇玉脸 双腿高抬 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 将妩媚艳美 释放到了极致 唐海连忙回复 美人稍等 夫君正提枪而来 一到酒店房间 唐海就看到洛青亚 正站在房间里 身穿旗袍 蛇性吞吐 一手插着腰 一手拿着红色皮鞭 抽到地上啪啪作响 唐海震惊 这也太会玩了吧 洛青亚火热妩媚地看着唐海 用唱精细的腔调喝道 夫君 你来迟眼 快快过来 皮鞭伺候 唐海哪里还能忍 冲过去 直接抱起洛青亚 还皮鞭伺候 我看你想皮鞭伺候吧 啥 啪 啊 啪 啊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十辆特级改装 军用越野 三个小时后 两人躺在一起 时不时 洛青亚忍不住去揉屁股 一脸忧怨道 夫君 你也太狠了 都快玩烂了 唐海笑道 那你想怎么样 要不这次换你来 洛青亚白了抬眼 讨厌 我可没力气了 唐海哈哈大笑 随后道 待会我再给你转移 继续买物资 以后每过一段时间 我都会让你买 别心疼钱 物资比钱重要得多 洛青亚惊讶道 上次才买了2000万 这次又要 而且还是一亿 唐海笑道 别问 等过两个月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另外 如果你有钱 就把所有钱都用来买物资 能买多少买多少 但别买那种短时间内会坏的 保质期 至少得半年以上吧 洛青亚满心疑惑 但对于唐海 她没有理由不信 好奇心下 洛青亚问道 是不是很快会发生什么 比如 末日 嗯 唐海讥异 随后神秘一笑 谁知道呢 给洛青亚转了一意 唐海就离开了酒店 回到家 先是伺候了老婆张雪岩 半夜再起来 伺候小姨子 第二天 张雪岩又去上班了 小姨子张子峰 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 都不缠着唐海 吃完早饭 就急匆匆出门 唐海也不在意 直接去了云山小区 看看自己的别墅改造进度 顺便把物业给撤了 毕竟接下来 她要大肆改造别墅 还是隐秘一些为好 那些物业 没什么用 还信不过 此刻 云山小区 一栋已经改造完成的别墅面前 一伙物业站在那里 每个人的脸上 都浮现出浓浓的震惊之色 我的哥啊 那个唐先生 到底是谁 怎么把别墅改造成这样 简直是铜墙铁壁啊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改造的 我们居然不知道 怪不得他要买下整个云山小区 原来是要干一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物业们一轮纷纷 一名青年 走到物业经理前山旁边 问道 钱哥 你说那个姓唐的 到底在搞什么 钱山额头有条刀疤 面目凶狠 冷笑道 虽然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我知道 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文言 十几名物业围拢过来 若出好奇之色 青年更是急不可耐地问道 钱哥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发财 我们怎么发财 钱山满脸得意道 这小子 把别墅改造成这样 还花大价钱 买下整个云山小区 心里绝对有鬼 他肯定不想别人知道这里的秘密 尤其是警察 所以 我们帮他保守秘密 他则给我们一点小钱花花 不过分吧 文言 众人顿时恍然大悟 满脸兴奋 那青年又问道 钱哥 那姓唐 好像不好对付啊 之前那个薛辉三两下 被吓得屁股尿流 直接把所有财产 都给了姓唐的 还被扔出小区 到现在还不敢报警 钱山不屑 那是薛辉杀笔 他有钱人又怎么样 还真敢杀人 如果是我 肯定报警 上千万财产 我可舍不得拱手送人 放心 这小子干这些事 绝对不想声张 几百万对他来说 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青年觉得十分有道理 十分崇拜地看着钱山 那钱哥 我们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钱山点头 行 正好我有他电话 可就在这时 轰轰 一辆哈雷从远方冲了过来 正是唐海 唐海看到钱山等人 站在自己别墅面前 顿时脸色一变 这帮人没事跑着来干什么 别墅改造的事 岂不是暴露了 他之前还特别嘱咐过这些物业 没事不要靠近这边 一般来说 即便这是蹊跷 但物业也不会跟有钱人作对 肯定会乖乖听话 事实上 要不是唐海昨天闹那么一出 他们还真不会过来 钱山琢磨着 唐海居然溢价90% 也要将整个云山小区的别墅都买下 这是太古怪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带着一帮物业来到这里 当即就看到 已经被改造成铜墙铁壁的别墅 钱哥 快看 是那姓唐的 青年露出惊讶之色 连忙喊道 钱山已经看到唐海 当即微微一笑 拿出一根芙蓉王递过去 唐先生 真不好意思 本来我们不会过来这边 但路上看到一条毒蛇跑了过来 没办法 为了业主的安全 我就过来抓蛇 唐海冷笑 接住对方的芙蓉王 然后扔到地上 狠狠踩了两脚 抓蛇 蛇抓到了吗 唐海居高临下的 望着这伙人 钱山一愣 看着被踩得稀碎的烟 目光陡然一愣 但仍是一副陪笑的表情 没有 刚刚还看到的 忽然就不见了 也许是钻进唐先生别墅里头去了 唐海玩味道 听你这意思 还想去我刚刚改造好的别墅里面瞧瞧 钱山摇头笑道 不敢 不敢 虽然我们都很好奇 唐先生别墅里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要改造成铜墙铁壁 但谁没点秘密呢 我们不会去窥视的 不过话说回来 唐先生不但把别墅改造成铜墙铁壁 而且还不惜重金 把整个云山小区给买下来 应该花了很多钱吧 像区区一千万这种小钱 对唐先生来说 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吧 唐海哈哈大笑 何必拐弯莫奖呢 想要趁机敲诈我一千万 可以直说啊 你说的没错 区区一千万 对我来说 还真算不上钱 行 只要你们不把此事说出去 小小一千万 我给 文言 钱山诧异 没想到对方答应的这么干脆 这让他有些看不透 有些不安 但对方才一个人 而他们这边十几个人 还都是退伍的 就算对方有什么花样 也不足为虑 唐先生好爽 放心 钱到位 这里的秘密 我们永远会烂在肚子里 不 我们会直接失忆 钱山笑道 青年等人 同样是大喊 表示绝不会泄露秘密 唐海满意点头 淡淡道 我刚刚买了几十栋别墅 卡里 已经不足一千万 但我别墅里 刚好有一千万现金 你们跟我去别墅里 顺便带你们参观一下 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钱山犹豫了下 最终答应下来 一方面他们人多 另一方面 他也想看看 这别墅里到底有什么 别墅大门 设置了人脸识别验证 唐海 把脸对着电子设备 叮 人脸识别成功 门已打开 主人请见 电子设备 声音响起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两扇重达万金的黑色钢铁大门 缓缓朝着两边移动 虽然早就通过机器人反馈的信息 知道别墅的改造情况 但亲身体验 依旧让唐海颇为震惊 带着钱山等人 走在铺满钢铁的地面上 唐海欣赏着重新改造的院子 四周依旧是花花草草 只不过 大地被铺了一层厚厚的钢板 即便有人想通过外面打洞 进入别墅 也不可能 当站在一栋钢铁别墅面前 钱山等人再度被震惊到 那种黑色的色泽 给人一种钢铁机器人的感觉 眼前不是一栋别墅 而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钢铁机器人 钱哥 那姓唐的疯了吧 把别墅改造成这样 是生怕有人拿核弹轰他吗 真是有钱人 脑子都有病 花这么多钱 做这种无意义的事 真特么老天开眼 变态啊 不远处 唐海正一脸玩味地看着他们 就在这时 青年指着不远处喊道 钱哥 那是什么 机器人 只见不远处墙角下 一百多具钢铁机器人 散发黑色或赤金色的光辉 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边 其中散发赤金色光辉的十具机器人 着实显眼 达到将近两米高 虽然一动不动 但却给人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 钱山等人确实颇为惊讶 但很快便不放在心上 毕竟机器人在普通人眼里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这些机器人看上去非常高级 但唐海毕竟是有钱人 也可能是制造机器人行业中的大人物 有一些像模像样 只有一些基础功能的实验性机器人 不足为奇 参观别墅是顺带的 更重要的是 那一千万 所以 在将目光从那些机器人身上移开时 钱山看向唐海 笑道 唐先生 我们还有事 所以 不如尽快将那一千万给我们吧 我们也好离开 不再打扰你 但唐海却是笑了笑 道 上一次敲诈我五千万的人 已经被扔进汗浆喂鱼 至于你们 虽然不会被喂鱼 但肯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文言 众人都是脸色一变 与此同时 不知何时 门口出现一名黑色机器人 在电子面板上按下密码 很快两扇重而巨大的钢铁之门 便缓缓关闭起来 碰 大门关闭 众想将钱山等人吓了一跳 他们面色微变 四周的气氛 有些不妙 钱山怒视唐海 吼道 唐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想把我们囚禁在这里 唐海淡淡笑道 你虽然有些脑子 但说实话 跟猪差不了多少 都到了这份上 你觉得我仅仅就是囚禁你们吗 钱山脸色一沉 难道你还能杀了 我们不成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我们这么多人 你敢杀 就算你想杀我们 你办得到吗 乖乖给我们一千万 这是救了 别整这么多事 不然 后果你承受不起 其他物业 同样朝着唐海怒吼 给老子开门 不然要你好看 有钱又怎么样 你才一个人 怎么跟我们斗 唐海目光易冷 你们还真是一帮天真小可爱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科技的残忍 心面一动 顿时 十具高级建造机器人 喷喷喷 整齐奔跑过来 速度可不慢 不比那些奥运冠军差 很快 十具高级建造机器人 就整齐站在钱山等人面前 高大的身影 赤金色的光泽 以及锋锐的弧度 还有那钢铁般的气息 都是让钱山等人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危险气息 扑面而来 不对劲 前山露出惊慌之色 慢慢后退 而这时 唐海再度操控机器人 咔咔咔 十具高级建造机器人 双臂发生变化 一个个齿轮转动 钢铁不断重新组合变化 甚至冒出电火花 虚余间 在钱山等人惊恶的目光下 十具高级建造机器人的钢铁双臂 居然变成了两把冲锋枪 黑油油的枪口 正对着钱山他们 这 这是什么 枪 这些机器人有枪 不会是真的枪吗 一众物业惊恐地看着钢铁冲锋枪 但青年物业却哈哈大笑 对着脸色难看的钱山喊道 钱哥 这个姓唐的 还真是傻叉 真以为整出一堆玩具枪 就能吓唬我们 钱哥 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都玩过真枪 这些机器人手中的枪 虽然看上去像真的 但细看就能看出不同 绝对是吓唬人的手段 现在要有这种技术 鹰匠的军火商 早就在猫鸟战争使用了 文言 其他人恍然大悟 常常松了口气 看到枪本能的害怕 那是正常的 现在细看 还真像是仿真假货 钱山皱眉 无法确定是不是仿真假货 可就在这时 碰 一声枪响 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本能都趴下来 但有一个人 依旧站在那里 所有人看向他 胡坤 捏 话还未说完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 胡坤倒了下去 而他的眉心 有一个泄洞 很明显 是枪伤 死 胡坤被一枪打死了 天哪 是真枪 那不是仿真假货 枪 这些都是真枪 都是货真价实的机甲 所有人都吓尿了 扑通 前山连忙跪下 求饶道 唐先生 我们鬼迷心窍 是我们的错 钱我们一分都不要 只希望唐先生 能放我们一马 见状 其他人同样跪下 一个个磕头求饶 一袭看到 其中一个机器人的枪口 还冒着烟 他妈 是真枪啊 这个姓唐的 到底什么来路 机甲配备真枪 高达吗 胆子真大 他们心里万分懊悔 为了钱 惹到这尊杀心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但唐海冷笑 之前敲诈我的时候 不是挺嚣张和得意吗 怎么现在一个个跪地求饶 别这样 我都不习惯 你们更屌一些 我杀得更过瘾啊 前山陪笑道 唐先生 之前那是我们蠢 现在我们知道错了 只要唐先生一句话 让我们做什么 就做什么 唐先生 求你放过我们吧 唐海摇头 抱歉 从你们出现在我别墅前时 你们就已经是死刑 闻言 前山知道对方 绝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凶狠争名大侯 兄弟们 既然他要我们死 那就算死 也要跟他拼了 拼了 拼了 十几名物业 全部冲向唐海 打算擒贼先擒王 至于前山 却嘴角一笑 反方向朝着院墙跑去 打算翻越院墙逃走 下一刻 唐海手落下 所有机甲 全部开始扫射 火蛇吞吐尖 十几名物业在一瞬间 全部倒地身亡 身上被打满了枪眼 这时 唐海才 看向跑向院墙的前山 嘴角浮现冷笑 摊开手 下一刻 一根火箭筒 出现在手中 哄 架着火箭筒 唐海直接打出一炮 碰 但这一炮 却打歪了 从前山旁边飞过 炸在院墙上 那院墙分毫无损 前山直接被吓尿 感觉和死神擦肩 咬咬牙 他继续朝着院墙跑去 唐海皱眉 虽然有身体素质的加持 但武器经验 还是差了些 这么近都能打歪 看来 上次能打中那辆直升机 纯属特么运气 很快 在经过一番调整后 碰 唐海重新装弹 打出第二炮 这一炮 不偏不倚 正中靶心 那试图爬上院墙的前山 直接被轰成粉碎 收起火箭筒 唐海拍了拍手 搞定 不过这满地的尸体和鲜血 怎么弄 忽地 唐海脑中灵光一闪 反正要让吕尾和徐雄他们 看守云山小区 倒不如现在叫他们过来 他们处理这种事情 应该很有经验 一通电话打完 吕尾和徐雄便带着人 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一路进来 全看不到一个人 甚至连物业都没有 这让吕尾他们非常好奇 等来到一座钢铁别墅外 他们更是吃惊无比 还以为走错了地方 最后 当他们看到院子里满地的尸体 以及院墙上 那一大块鲜红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甚至有几名小弟 跑到一边呕吐 看到唐海 吕尾和徐雄相视一眼 而后连忙跑了过去 吕尾声音颤抖道 唐爷 这些尸体是 唐海淡然道 是这个小区的物业 我把他们给杀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云山小区的物业 待会想个办法 处理掉这些尸体和鲜血 吕尾和徐雄相视一眼 脸上露出愁容 说实话 他们虽然是道上混的 但一般都是伤人 不会杀人 上一次 唐海就弄死了三个人 而这一次 直接就杀了十几人 而且看那些伤口 绝对是枪伤 还有院墙上的大片鲜血 地上的碎片 很显然是炮弹 但又很神秘 枪 手雷 甚至炮弹都有 他们佩服唐海 但更畏惧 唐爷 这么多尸体 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万一警察那边查起来 徐雄小心翼翼道 一直在看唐海的脸色 唐海笑了笑 据我所知 这些人的手脚也不干净 家里面也没什么人 就算消失个一年半载 估计也没人问起 就把他们埋在后面山上吧 吕尾问道 那一年半载之后呢 毕竟是这么多条人命 总归会有人问起的 唐海看向吕尾 吕尾后退一步 露出惶恐之色 但唐海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放心 真过了一年半载 就彻底不会有人查了 你们别问 也别顾虑那么多 让你们做什么 就做什么 真要有什么事 我自会处理 吕尾和徐雄点头 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将这里的尸体处理干净 做得不错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不用再回原来的地方 以后好好跟着我混就行 两人连忙到 我们誓死追随唐爷 唐海点头 目前 你们就待在云山小区当物业 不允许外人进来就行 若是有人不知好歹闯进来 哼哼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待会我给你们转一千万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千万别省 也有的是钱 最后 有门路的话 多给我物色一些忠诚 伸手又不错的人 价格随便他们看 吕尾露出惊讶 心中非常好奇 唐海到底想做什么 看着眼前 犹如钢铁堡垒一般的别墅 终究没有问出口 他知道 眼前的唐爷 一定在做什么大事 但至于是什么 唐爷 未来前途无量 而徐雄的想法 和他一样 很快 唐海赚了一千万 给吕尾和徐雄 一人五百万 当初他们俩 可是被唐海敲了一千万 现在算是还回去了 但唐海赚大发 收拢了一批小弟 等到了末日 直接可以武装成一支队伍 负责整个小区的安保 当然 吕尾和徐雄两边的人加起来 满打满算 不到一百 这点人 要负责整个云山小区 绝对不够 所以 唐海才让吕尾和徐雄 物色一些不错的人选 到时候 队伍就能壮大起来 在吕尾和徐雄等人震惊的目光下 唐海直接操控一百多具机器人 前往第二栋别墅 开始改造 别问 现在还不到时机 再等两个多月 你们就会明白 唐海笑道 随后又吩咐 你们日常就看守好大门就行 不让任何人和车辆进入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打电话给我 至于别墅区内 没有特别的事 不要过来 让吕尾和徐雄等人离开 才拿出来 赋予机器人改造指令后 机器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现在 大概一千吨特级钢材 就可以改造一栋别墅 不过 虽然有系统奖励 但目前 唐海手里面也就五千吨而已 只够改造五栋别墅的材料 而他现在手里面八十栋别墅 只有一栋 已经初步改造完成 还有七十九栋别墅需要改造 除却现有的五千吨 也就是说 他还差七十四个一千吨特级钢材 才够所有别墅的改造材料 除非从现在开始 到末日到来 所以从现在开始 得尽量把时间花在做随心所欲任务上 以获得更多特级钢材 改造别墅 如果到时候材料不够 便囤积材料 等末日快来临的几日 先把小区大门和外墙给打造起来 一念及此 唐海离开别墅 开着哈雷 来到大门口 大门口 吕尾等人都已经换上物业制服 一伙人蹲在大门边 抽烟聊天 看到唐海过来 全部站成一排 站得如镖枪般笔直 敬畏地看着唐海 唐爷 唐海点点头 道 辛苦了 那我先走 有事打电话给我 别忘了给我物色身手好的人 吕尾和徐雄点头 一口同声道 放心唐爷 唐爷慢走 直到唐海离开 两人才不约而同 情不自禁松了口气 他们都是道上混的 什么场面没见过 面对唐海 他们就好像面对 整个汉城地下势力的皇帝 只有恐慌和畏惧 徐雄 你说汉皇和唐爷 谁更厉害 吕尾问道 他口中所谓的汉皇 就是汉城地下势力的首领 人称汉皇 在整个汉城地下 汉皇一句话 没人敢违背 汉皇一道 所有人都得弯腰拜见 得到汉皇一句平身 才能直立身体 自由活动 汉皇 那就是皇殿 徐雄摇头 目前为止 我们并不知道唐爷的底细 虽说汉皇厉害 但这个世界上 就不缺厉害的人 你这个问题 我没法回答 但或许有一天 他们俩会对上 到时候就知道结果了 吕尾点头 随后道 唐爷不是要选人吗 我倒是有个人选 而离开小区的唐海 正骑着哈雷 呼的 系统提示声响了起来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一万枚触发式军用地雷 异能射魂针 此技能 只能对活物使用 射魂针一旦种下 对象之生死 由宿主操控 唐海心中孝道 杀了前山等人 完成随心所欲任务 不过这奖励有点延迟啊 不过这次的奖励 倒是很丰厚 尤其是这个艺能 真是相当不错 以后佣人 就不怕他们背叛 下次过来 就拿驴尾他们试验下 呼的 手机铃声响起 看到是楚禅 唐海目光一亮 有些意外 没想到 楚禅会主动给他打电话 当即接通 唐海笑哈哈道 我的乖茬 终于想我了吗 楚禅没好气道 没死你 那个 我今天休假 你要是没事的话 来我公寓一趟 唐海脸色一喜 笑道 看来 常儿是真想我了 都邀请我去你家里 楚禅怒道 你别胡思乱想 上次破获那次大案 局里给了我一个一等功 我是想答谢你 所以请你吃个饭 唐海哈哈一笑 我懂 我懂 楚禅喝道 正经点 你要是不想来 就别来了 来 我肯定啦 唐海笑道 可我不知道你家地址啊 楚禅道 待会地址发你微信 说完 就挂掉了电话 唐海大笑三声 化作一缕风 连闯十三个红灯 冲向白云公馆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一千立方 摩托车骑数加十 勇气加十 卧槽 唐海震惊 我干了什么 就随心所欲了 这勇气加十 是什么鬼 直到听到背后 响起警笛声 回头一看 我乐个去 一排交警骑着车子 一边喊话唐海 让他靠边停下 一边疯狂追赶 我刚刚是闯红灯了 好像还连闯了十几个 这时候 唐海才想起来 当即 他将油门踩到底 将速度提到最快 车头高高扬起 再重重落下 整个车子 如同风一般 瞬间窜向远处 不一会儿 后面的交警们 便消失不见 最后 在白云公馆附近 唐海将车子 骑到一个偏僻角落 确定没有摄像头后 将车子扔进系统空间 最后才慢慢走出来 虽然路上 他被监控拍到 但毕竟戴着头盔 现在车子 也被收进系统空间 交警想抓他都抓不到 叮咚 叮咚 唐海站在门外 按下门铃 同时四下打量 还别说 这个白云公馆 看上去还挺高档 到处金币辉煌的 想要在这里买下一层 没有几百万 绝对不够 堪比云山小区一栋别墅 不过 在末日背景下 还是别墅方便改造和居住 很快 门打开 就看到楚禅穿着一席 修身暖白色长裙 黑亮的长发披在脑后 穿着一双 绣着小白熊的棉拖鞋 五官相当的精致 明显没有化妆 但素颜仍然是一等一的美 宽大的长裙 都掩盖不住 他傲人高挑的身材 这种装扮的楚禅 让唐海双眼一亮 之前 他看到的是穿着制服 干净利落 面容冰冷的楚禅 而现在的楚禅 给人一种温暖和慵懒的感觉 当然 表情仍然是一副冷漠的模样 不过在看到唐海的那一刻 他的嘴角 还是忍不住微微的掀起 茬儿 你真漂亮 唐海笑道 楚禅瞪了他一眼 指着地上的拖鞋道 换鞋进来吧 唐海笑嘻嘻 换好鞋 趁着楚禅离开 还闻了闻自己的臭脚 在确定臭脚不臭时 才放下心来关上门 走了进去 直接从背后抱住楚禅 茬儿 我想你了 唐海的手 立刻就不老实起来 上下探索 将楚禅吓了一跳 你这混蛋 楚禅脸色一红 本想施展背摔 可发现 不管怎么用力 身后的唐海 就好像定海神针 纹丝不动 最后反倒是让楚禅自己 筋疲力尽 同时在唐海的侵略下 浑身一阵酥麻 立刻就软绵绵起来 小禅 你这个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房门口传来 那里站着一名 身穿黑色夹克的中年男子 面目威严 指着厨房的手 僵在了半空 中年男子 看着举止不雅的两人 瞪大了双眼 而唐海和楚禅两人 意识一动不动 一个满脸震惊 一个满脸慌乱 时间空间 仿佛在这一刻定格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一千立方 一千吨特级钢材 勇气加一百 唐海 下一刻 中年男子大吼 你们在干什么 楚禅连忙推开唐海 瞪着他 满脸通红道 你就不能老实点吗 那是我二叔 啊 唐海震惊地看着楚禅 你 你怎么不早说 楚禅冷笑 你给我机会了吗 你要是老实点 就不会发生这种尴尬的事 唐海无语 电话里你也没说啊 你这是让我来见家长 楚禅拢了拢长发 道 放屁 我二叔是突然过来看我 不过 你是怕了吗 还是做了什么心虚的事情 唐海心想 我做的心虚的事情 可太多了 可我能告诉你吗 不能 不多时 楚振国坐在沙发上 冷冷地看着两人 最后将目光放在唐海身上 年轻人 你叫什么名字 唐海连忙道 二叔 我叫唐海 楚振国威严道 别叫我二叔 我们的关系还没那么近 你叫我楚菊就行 你是小禅的男朋友 唐海道 是的 楚菊 楚振国点点头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本不想多管 但凡是要讲究一个安全 健康 听说那一款不错 叫什么司机 需要我帮你们购买吗 唐海 楚禅 听到楚振国的话 两人的大脑直接荡计 前一刻 他们还在担心楚振国的审判 教训 可下一刻 他们震惊了 没想到 楚振国是这样的储局 是这样的二叔 很快 楚禅反应过来 满脸羞红道 二叔 你说什么呢 我和他远远没到那一步 他还在我的考验当中 唐海却笑道 其实 茬的意思是 我们就差那一步了 那个什么司机 我马上就去买一万个 楚振国脸色一变 则怪道 年轻人要懂得节制 一万的太多了 打个五折 五千个吧 楚禅 当即 他连忙站起来 将楚振国拉起来道 二叔 你不是还有事吗 赶紧走吧 楚振国指着楚禅 不满道 你居然赶你二叔 年轻人虽然着急 但也不急于这一时吧 毕竟是你第一次交男朋友 我大哥不在 我肯定要 碰 将二叔扔出门外 楚禅长长的松了口气 心里想 他就不该让二叔进门 更不该叫唐海过来 楚禅摇摇头 走了过去 唐海当即抱住楚禅 温柔道 禅儿 我觉得二叔的提议不错 要不我们把最后一步给通关掉 楚禅一把推开唐海 怒道 说什么呢你 那个 我去厨房看看 你自己随便 可这时 唐海闻到一股焦味 不由皱眉道 禅儿 你的菜好像糊了 我的鱼汤 楚禅反应过来 一把冲进厨房 拖鞋都飞了出去 一分钟后 两人站在餐桌前 看着一锅的皇家黑 时不时有令人难以忍受的焦味 扑鼻而来 其实这份鱼汤焦了糊了 倒也不能代表楚禅的厨艺就差 毕竟之所以鱼汤会焦了糊了 那是因为之前的小插曲 可看到厨房满地狼藉 以及两盘不知道是不是毒药的菜 唐海无奈道 禅儿 你是第一次下厨 楚禅冷漠点头 唐海笑道 你专门叫我过来 不会是 想要毒死我吧 其实我的求生欲很强 还不想英年早逝 楚禅目光一冷 一脚踹向唐海 同时骂道 你想死吗 唐海抓住对方圆润长腿 嘿嘿一笑道 我要是死了 你岂不成寡妇 说着 顺手一拉长腿 楚禅便惊叫一声 朝着唐海倒了过来 唐海嘴角一掀 抱住楚禅 笑道 你如此秀色可餐 其实光吃你就够了 哪里还需要吃饭啊 楚禅偏过头 不敢指示唐海那 带着侵略性的目光 脸色微红道 放开我 唐海摇头 不放 楚禅羞怒 你 但又没法挣脱 因为他两条腿 几乎成了一字 架在了唐海的身上 长裙落下 一条腿完美地呈现在后者面前 甚至 后者只要低头 都能看到他的黑色小裤衩 禅儿 我 唐海还没说完 便忍不住吻了过去 楚禅睁大眼睛 但并未反抗 不过这时候 唐海放开了他的腿 直接将其抱起 去了沙发上 两人热情似火 温存了足足十来分钟 这十来分钟 除了最后一关没破 其他领地 都被唐海探索了个遍 你这混蛋 这下总可以了吧 楚禅推开唐海 坐到了对面 生怕后者在对他做些什么 唐海抹了一把嘴 一脸痛快道 禅儿 你真好吃 下次还要吃 楚禅表情一冷 滚 说完 就起身道 我去换身衣服 我们去外面吃吧 唐海却摇了摇头 我不想出去了 还是点外卖吧 我来点 楚禅道也没意见 他平日里也不下厨 经常点外卖 随后他走进房间 打算换一身衣服 刚刚两人一闹 他出了一身汗 身上到处都是黏腻腻的 很快 唐海选了一家汉城市 相当高档的酒店 点了一份外卖 这份外卖 主要是牛排 甜点等 一共两份 每一份价值五万 另外 当然 这还不算最贵的 这个世界 本就是只有你不知道的 没有你想象不到的 有的时候 你以为自己月入两三万 很牛逼 其实你不过普通人中的精英 精英中的底层 资本家眼中的臭份而已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一千立方 私人飞机一架 飞机正见齐全 国内人非 嗯 唐海没想到 自己点了一份外卖 就完成了一个随心所欲任务 他一拍脑袋 没错啊 这可是一份价值三十万的外卖 哥以前 自己敢这么敢 以前点一份三十万外卖 那就是家里一半积蓄 但现在 毛毛鱼 很快 他注意力落在私人飞机上 他满脸喜悦 这次居然奖励了一架私人飞机 以前老在电视里 看富人 看明星坐私人飞机 自己也想要这么一架 现在 终于实现了 而且还国内人非 找个时间 带上女友们 哈哈 体验一次 坐私人飞机 好半天 唐海才收敛喜悦 据专家称 最近南极的温度莫名升高 甚至出现了一些远古生物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难道末日的预言并非虚妄 而是真实存在吗 如果是以前 对于这种新闻 唐海会直接过滤 但现在 他则猜测 这是否和末日即将降临有关 不过 他倒是不必担心 既然系统已经表明 上序一段时间 末日才会降临 那就是真的 大概两个小时后 外卖员打电话过来 说是外卖到了 这个小区的物业和保安 为了业主的安全 为此还专门在大厅布置了一个储物柜 可以存放外卖 一个房号 一个储物格 外卖员似乎比较急 所以 问唐海是否可以放在楼下储物柜 唐海觉得没问题 便答应下来 反正 他现在就下楼取外卖 像这种高档小区 应该不存在那种 偷外卖的小仙女吧 于是 他失失然坐电梯下楼 来到储物柜前 找到储禅的房号 打开柜门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唐海皱眉 外卖呢 是茬的房号啊 没错呀 难道是外卖员搞错了 于是 他打电话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 一番询问后 结果外卖员肯定自己 没有放错 唐海也查看了下其他柜子 确实没看到外卖 不会真被小仙女给偷了吧 或者 那外卖员 根本就没把外卖放在柜子里 而是自己带走了 毕竟他这份外卖 价值三十万 有些外卖员铤而走险 想赚比大的 也不是没可能 这时 储禅走了过来 问道 唐海 在这干嘛 是告诉了他 储禅一听 这里面有猫腻 于是带着唐海 找到物业经理 调看监控 通过监控 唐海看到 果然是外卖被偷了 而偷外卖的 不是小仙女 而是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老大爷 老大爷一头白发 精神头子 似乎相当不错 左看右看无人 提着外卖就跑 坐上电梯就走了 唐海脸色十分难看 质问道 经理 这大爷是你们小区的 经理点头 是和你们同一栋 住在你们楼上 大爷叫于开福 儿子习移民国外 几年都没回来 老伴三年前 因为一场意外去世 现在孤苦无依 一个人生活着 其实挺可怜的 一份外卖而已 要不算了 唐海瞪大眼睛 算了 你知道我这份外卖多少钱吗 经理笑了笑 一份外卖能多贵 两百够吗 我替着大爷出了 唐海冷笑 比 两百 两百连我这份外卖都喂 你都没资格闻 我这份外卖 材料都是定制的 两份价值十万的定时 还有一瓶二十万的红酒 这份外卖 总共三十万 你两百赔我 经理傻眼 多少 三十万 经理满脸质疑 兄弟 你这是敲诈啊 别说三十万 就是一万块的外卖 我都很少见 还三十万 你怎么不说三百万 唐海冷笑 真是贫穷 限制你的想象力 我这份外卖 就是价值三十万 不信 给你看订单 拿着手机 翻到订单 给对方看 还有支付记录 结果 还真是三十万 经理傻眼 无奈道 兄弟 三十万的外卖 送你外卖的外卖员 得多提心吊胆 唐海喝道 别废话 在你们小区 我外卖被偷 你怎么处理 经理满面愁容 兄弟 那就是一个老大爷 你让他赔偿你三十万 这也不现实啊 这样 我先去沟通一下 如果外卖还没吃 我让他还你 唐海冷笑 旁边 储缠道 唐海 要不先让经理去处理吧 毕竟是一位老者 可能是一个人过的苦 饿坏了 才不得已偷了外卖 他也不知道 这份外卖 价值三十万 唐海淡淡一笑 茬儿这么说 那我先不去找他 但是 经理你去沟通一下 不管外卖吃没吃 如果他诚恳道歉 我可以不追究 经理一听 顿时笑道 唐先生真是深名大义 我先替那位老大爷 跟你道歉 我这就去沟通处理 不多时 经理来到楼上 唐海和储缠没上去 就在楼下门口 敲门 门开 老大爷一手端着红酒 一手拿着叉子 叉子上 还有块红润润的牛排肉 屋子里还放了古典音乐 拿着别人的外卖 自己在家享受 不愧是老大爷 老大爷看到是经理 笑道 赵小弟啊 来 我刚买了牛排和红酒 一起喝一杯 高兴高兴 经理嘴抽 本以为这个老大爷 孤苦无依 才偷了外卖 可没想到 对方明明是偷的外卖 却说是自己买的 还邀请别人喝一杯 如果无耻 分一到十级 这个老大爷的无耻程度 那就是十级 赵经理忍不住 瞥了眼楼下 方才脸色难看到 于大爷 别装了 我已经知道 你这份外卖 是偷了楼下 那对情侣的 他们已经去我那边看了监控 看到是你偷的 那对小年轻情侣 都是好人 看你是长辈 也不算让你赔偿 只是让你诚恳道个歉 这事就结了 您看 要不下去道个歉 文言 老大爷表情僵住了 随后表情一下子变得猙獰 怒道 放什么狗屁 偷外卖 我没有偷 外卖是我自己点的 哼 还年轻人 哪里懂得尊老爱幼 一份外卖而已 还上纲上线 别说这外卖 不是他们的 就算是 区区一份外卖 至于 让你亲自来找我 滚 再不滚 我拿扫把轰然 碰 不等赵经理说话 于大爷就把门重重关上 差点撞到赵经理鼻子 于大爷 你给我开门 赵经理脸色难看 本以为能劝告于大爷道歉 仅仅一个道歉而已 可没想到 对方不但不道歉 反倒责怪起唐先生和楚小姐 这个结果 让他怎么下去 向人家交代 另外 于大爷连一个道歉都不愿意 那么唐先生会善罢甘休 实际上 楼下的唐海和楚禅 已经听到两人的对话 两人都很诧异 那于大爷 居然这么嚣张 明明偷了人家外卖 却倒打一耙 说他们 不懂得尊老爱幼 还要拿扫把轰罩经理 这种老大爷 恶心之程度 令人发指 禅儿 你看见了 三十万的外卖 那老家伙 一点悔意都没有 那气势 好像是我们做错了 从现在开始 你别管了 这事没完 唐海冷冷道 楚禅这次没吭声 对方确实过分 本想帮一把 可现在 这事还怎么帮 这时 赵经理下来 满脸惭愧道 唐先生 对不住 我 不等他说完 唐海就摆手 没事 他不愿意道歉 还正合我意 虽然三十万对我来说 毛毛雨 但便宜狗 都不便宜那老家伙 我要让他跪下来求我 当即 他问道 赵经理 那老家伙 现在住的房子是自己的 还是租的 赵经理道 是他自己的 唐海笑了笑 道 好 这件事 我自己会处理 就不劳烦你了 赵经理苦笑 行 有什么忙要帮 你尽管说 现在 他也不站在于大爷那边了 随便让唐海去弄 在楚禅这里待了一会 欣应同那边打来电话 让他过去签合同 亲了楚禅一下 唐海就离开了 差不多傍晚时候 唐海带着楚禅去吃饭 逛街 至于那位于大爷 哼哼 不急 他已经想好办法整治对方 一番收拾后 唐海和楚禅来到精灵大街 这里是汉城有名的一条 黄金步行街 因为这里位于汉城市中心 寸土寸金 这里卖的东西 应有尽有 且都价值昂贵 很多有钱人 都来这里买东西 此刻 楚禅挽着唐海的手 站在一家装修奢华的店铺前 禅儿 我想给你买衣服 这里的衣服似乎挺不错的 进去看看 唐海笑道 楚禅扫了里面一眼 看到衣服上 皇家珍妮的牌子 这个牌子 在全球都属于高档货 一件衣服 绝对上万起步 他也不算穷人 穿的衣服鞋子 也都上千块一件 可是上千和上万 那根本不是一个级数 女人都喜欢高档和美丽的衣服 里面的衣服 确实高档和美丽 但对于他来说 衣服是用来穿的 上万元一件 来自更高价格的衣服 买来穿 就有点浪费 没必要 而且 还是花男人的钱 他可不喜欢 当即 他摇头 算了 我又不是没衣服穿 干嘛要买 而且 我想买衣服 自己会买 不用你给我买 唐海笑道 我是你男人 给你买衣服 不天经地义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 也有钱买衣服 可穿男朋友买的衣服 那意义可不一样 走吧 我又不差钱 把这家店的衣服全买掉 都是动动手指头的问题 所以 千万别给我省钱 说完 拉着楚禅就进去 一进去 就看到各种款型的衣服裤子等 每一件都极为华丽精美 设计时髦 让人眼前一亮 忍不住喜爱 楚禅看中一套休闲款的灰色小西装 可看到价格 我去 一万八 摇摇头 楚禅继续看第二件 那是一条宽松浅色牛仔 点缀牛皮 非常好看时髦 看价格 他深吸一口气 两万三 接着第三件 第四件 全都是上万的东西 最贵的一件暖白色长裙 直接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一件裙子而已 十万块 普通人工作一年 不就十万块 却只相当于这里的一件衣服 有钱人的世界 穷人是真不懂 楚禅摇头 这些衣服是好看 但花这么多钱去买 真的奢侈和不划算 这时 一名店员走过来 看着楚禅 目光带着羡慕之色 小姐 你真漂亮 这件裙子非常适合你 若是你穿上 整个精灵大街的人 都得看着你 明天追求你的人 都得排成长龙 楚禅笑道 太贵了 唐海本打算买下这件裙子 可一听店员的话 他摇摇头 还是算了 他可不想 楚禅被一群傻笔包围 他走过来 道 有没有其他昂贵一些 但又不是特别显眼的 嗯 重归重举 又提升气质 店员笑道 有啊 当即将两人 带到一套衣服面前 这套衣服上 身白色修身小西服 下身一件高腰宽 腿浅牛仔 内里搭配一件白色 打底绵衫 还有一双黑色点缀 珍珠小高跟皮鞋 一些小点缀 如同画龙点睛 这套衣服 确实精美亮丽 而且 价格也看上去性价比高 同样是卖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但这是一套 之前那件裙子 仅仅是一件 嗯 这套不错 唐海很满意 但储禅摇头 太贵了 算了吧 唐海还没说话 呼的 后面一道轻挑的声音传来 他买不起 我买得起啊 一套衣服而已 美女 我买给你 所有人看过去 店员看到来人 立刻露出惊慌之色 全都恭敬喊道 华哨 唐海皱眉盯着青年 青年长得有点像陈浩南 敞开的胸膛和手臂上 闻着一条龙 看上去叼不拉几 而且看店员们的反应 这个叫华哨的东西 好像来头不小 他身后 还跟着一群街溜子 各个人高马大 气息凶猛 一看 都不是好惹的狗东西 而此刻 华哨 正紧紧盯着储禅看 目光中带着浓浓惊艳之色 美女 以前没见过你啊 你叫什么名字 做什么工作的 有男朋友吗 背后一帮小弟 哈哈大笑 其中一名男子压一刀 刚刚那个摆摊算命的 还说华哨今晚有桃花月 本来以为那小子胡周 就把他的摊子给掀了 人给打了 可没想到 那小子居然输中了 这一下是真不好意思 打错了 待会去给点医药费 哈哈 接着对华哨奉承道 华哨 一看这小妞就是原装货 而且是一手 这种极品 整个汉城都没几个吧 华哨 今晚有福了 华哨满脸兴奋 火热盯着储禅 美女 我是华哨 精灵大街归我管 别说一件衣服 就是把这里的衣服 全送给你 都没问题 跟着我 我能给你想要的任何生活 储禅目光冰冷 滚 众人一愣 没想到 居然有人敢和华哨这么说话 那些店员 都是脸色大变 为储禅担忧 一帮小弟都打算冲过来 要教训储禅 但被华哨拦住 笑道 有性格 我喜欢 只不过 再有性格 也逃不出我的五指扇 你是要我把你绑走 还是自己跟我走 碰 储禅二话不说 一脚踹向华哨下面 这一脚 不但力量奇大 而且速度快 别说是普通人 就算是一般的练家子 也未必能躲开 这一招 俗称段子 绝孙脚 但华哨却轻轻一笑 用手轻松将脚荡开 瞬间栖身而上 来到储禅面前 一只手 抓向储禅的胸膛 而这个时候 储禅一招 力气还未使劲 更别说施展出下一招 眼看闭不开 储禅倒是没什么慌乱 因为 凹打 唐海一脚踢出 这一脚的速度 简直逼近音速 前一刻 华哨还一脸得意 即将占到储禅的便宜 可后一刻 他发现 自己为什么离美女 越来越远了 甚至离开了这家店 刚刚后背 好像撞碎了什么东西 好痛 当看到周围的精灵大街 瞬间 他反应过来 心中一具卧槽 我怎么飞出来了 碰 华哨狠狠地砸在大街上 身上插满了玻璃碎片 而唐海的那一脚 更是踢断了他八根肋骨 脑袋一疼 直接就晕了过去 直到此刻 他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飞出去 这里的动静 顿时吸引来不少人 但看到那不明飞行物 居然是精灵霸王化哨 所有人震惊的同时 快速远离 生怕惹火上身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系统空间一千立方 王霸之气加一百 宿主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 非常牛叉的感觉 唐海苦笑 这特么算什么奖励 王霸之气 还以为能提升 我的战斗力呢 结果是 给我拉仇恨的 这哪里是奖励 分明是惩罚 此刻 四周画面 宛若凝固 所有人皆惊讶无比 看向店外的华少 十几名小弟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下一刻 他们反应过来 全都大喊一声 冲了过去 华少 华少 其中一人 抱着华少大喊 见华少受伤不轻 连忙吼道 快叫救护车 另一人掏出手机 打了120 不多时 十几名小弟 恶狠狠地看向唐海 刚刚唐海虽然出手相当快 但他们仍然看出 伤了华少的人 就是美女身边那小子 那男子指着唐海 就怒道 小子 你敢伤华少 你知道华少是谁吗 金陵大街的老大 你去问问 在金陵大街 哪一个敢对华少动手 最重要的是 华少乃是汉皇身边的人 你动华少 就是打汉皇的脸 今天 天王老子 也就不了你 唐海皱眉 汉皇这个人 是他第二次听说 上一次是吕尾告诉他 通过吕尾 他知道 这个汉皇 乃是汉城地下的皇 势力通天 跟土皇帝一样 就算身上长八百个胆子 也没人敢去招惹汉皇 甚至是白道上的各路人马 都对其忌惮不已 当然 也许汉皇的确势力通天 手段强大 但唐海却并不在乎 唐海不懈道 汉皇真的很厉害吗 有机会 还真想见识见识 我倒要看看 他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众人吃惊 这个人胆子推大了吧 居然连汉皇都不放在眼里 嚣张得不行 这人不但打滑哨 还嘲讽汉皇 估计明天 就得横尸街头 围观者中 有人指着唐海冷笑 那男子看到唐海狂到眉边 哪里还能忍 朝着同伴一挥手 这小子不简单 但我们一起上 轻松镇压他压的 动手 这些人全部都是练家子 肌肉隆起 人高马大 且战斗经验丰富 一个人打几个普通人 不成问题 十几人联手 堪比数十名普通人围殴 哄 一人出拳 朝着唐海脑袋轰来 但唐海轻松躲开 一脚踢出 咔嚓 踹断对方骨头 并且踹飞对方 下一刻 其余人 纷纷对唐海出手 但唐海没放在眼里 就站在原地 一脚一个 十几秒后 十几名人高马大的大汉 全部躺着地上 哀嚎不断 围观的人 全都露出惊讶之色 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的战斗力 这么深吗 十几名大汉 连他一根毛都碰不到 转瞬间就被镇压 太厉害了 一帮废物 唐海不屑 让汉皇出来吧 他或许有点资格 和我摆摆手腕 众人惊悚 这个人狂到极致 人人畏惧 视力通天的汉皇 在他眼里 居然仅仅是有点资格 不得不说 这个人是真的屌 楚禅走过来 这我没道 谁让你动手的 我们可以报警 唐海无奈道 他们动手 难不成我们束手就擒 等警察来 黄花菜都凉了呀 放心 这帮人底子都不干净 又先动手 我是正当防卫 顺带正义审判 楚禅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算了 我打电话 叫人过来出列 这件事事关汉皇 若是处理不好 后果不堪设想 唐海意外 你也知道汉皇 而且 似乎很忌惮这个汉皇 你可是警察呀 楚禅叹口气 汉皇这个人不简单 统领了整个汉城地下势力 只要他一声令下 汉城的犯罪率 就可以直线下降 反之 也可以直接上升 所以 万不得已 警方这边与汉皇 情水不犯河水 当然 并非是说 警方怕了汉皇 而是没必要 因为一旦开战 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唐海点头 明白其中道理 那就走吧 反正 这里已经没什么好玩的 我们继续逛街 唐海牵着楚禅的手 笑道 楚禅白了他一眼 道 这时候你还有心情逛街 真是服了你 两人刚要走 可就在这时 一声声惊呼响起 同时 整齐的脚步声 从远处响彻而来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震惊地看向远处 好家伙 难道是华少的人 起码数百人 这些人 一看就不是普通混混 一个个排成一排 跟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 乖乖 好可怕的杀气 让人浑身发冷 你们这帮蠢货 这些是地下世界的打手 还不让开 他们可是敢直接杀人的 很快 众人惊悚退避 而那些人 显然是冲着唐海和楚禅而来 将唐海和楚禅包围了起来 唐海眉头一皱 目光逐渐冰冷 同时 他发现 这些人全部戴着银色铁制手套 给人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 楚禅面色一变 当即站出来 喝道 你们想干什么 我乃汉城市局刑警楚禅 你们涉嫌聚众斗殴 现在散去还来得见 但没人理会他 仿佛区区一个警察 在他们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 楚禅还想说什么 但唐海当即阻止 这些人背靠汉皇 哪里会怕你一个警察 这件事你别管 对付他们 给我亲自来 楚禅喝道 对方人数众多 而且看上去都不简单 你怎么对付 还是先报警 叫支援 我就不信 当着警察的面 他们还能反了天 可就在这时 前头人影分开 一名穿着黑色风衣 戴着黑帽 嘴里叼着一根烟的英俊男子走出来 那风格 颇有点上海滩的风格 甚至可以这么说 对方很明显 就是在模仿许文强 那人看了眼地上昏迷的画哨 以及躺着的十几人 嘴角一掀的土掉烟头 那明亮却带着杀气的目光 方才落在唐海身上 唐海立刻有种 被猛虎盯上的感觉 问道 你哪位 你哪位 这语气 怎么听上去 有点你算个球的味道 英俊男子 脸上露出笑容 好像对唐海产生了兴趣 缓缓道 整个汉城 一共分为八个区 我负责东北区 你现在站的地方 就是东北区 我管的 大家都叫我白区长 我叫白龙 文言 周围有一些接触过地下圈子的人 都倒吸冷气 敬畏地看着白龙 就连楚蝉都是脸色一变 居然是八大区长之一的白龙区长 他怎么会在这 唐海问道 这人很厉害吗 楚蝉点头 八大区长 都是汉皇统领地下势力的得力干将 每一个都是智勇双拳 文武滔天 没想到 我们会碰上他 这下有点难办了 必须叫支援了 可是 他刚拿出手机 喷的一声 他手里面的手机 忽然被什么打中 直接碎裂砸在地上 两人定睛看去 只见那白龙右手 做出手枪的姿势 食指正对着唐海和楚蝉这边 可是他手里并没有枪啊 他是怎么做到 将楚蝉的手机 隔空打掉的 天哪 内镜外放 这是内镜高手 人群中 有人师生惊呼 唐海 内镜高手 这世界 真有修炼出内力的鼓舞高手 这又不是写小说 不是在拍戏 怎么可能呢 但想到自己的系统 别说这个世界存在鼓舞者 就算是存在怪兽 存在外星人 都解释得通 不过即便如此 唐海依旧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以他现在的实力 即便没有内力 仅靠肉身之力 依旧有自信 轻松击败内镜高手 只听白龙呵呵一笑 玩味地看着两人 最后对楚蝉道 楚警官 汉城地上与地下 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你现在就可以离开 但最好不要报警 以免到时候 局面太难看 楚蝉冷哼一声 要我走可以 但我得带他一起走 不不不 白龙食指摇动 如果仅仅是打了滑墙 倒也不算什么事 可他居然敢不把汉皇放在眼里 这是辱皇之罪 罪不可说 我们得把他带回去 好好调教 楚蝉清冷道 我们警方一般不管地下世界的事 但并不代表 地下真的属于你们 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 都得遵从法律 遵从国家 辱皇之罪 真把自己当皇帝了 要论胆子和脾气 他可是一点都不小 平日里 为了百姓 为了汉城 他可以收敛一些 可现在 事关他的男人 别说什么汉皇 就是神仙来了 也得滚一边去 谁敢动他男人 他就敢干谁 你 白龙目光阴沉 早就听说 汉城市局出了位麻辣锦花 平日里冷漠无情 手段雷厉风行 今日一见 领教了 但楚警官 别说是你 就算今日 你们局长站在这里 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我劝你听话 离开为好 否则真落在我们手里 哼哼 我们这些兄弟 可都对你有趣得很 楚蝉怒道 今天我楚蝉话料这 他是我男人 谁敢动他 我就弄死他 虽然话说得很辣霸气 但他心里没底 毕竟对方 可是地下八区区长之一 背靠汉皇 什么事都敢做 先不说 他俩能不能对付这数百打手 就光是白龙一人 他也没把握能打过 正满脸愁容之际 呼的 他感觉到腰间一热 回头一看 竟是唐海揽住了他 此刻 唐海一脸温柔地看着他 兴奋到 缠儿 能把刚才的话 再说一遍吗 楚蝉翘脸一红 干嘛 唐海笑道 太动听了 没想到 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这么高了 你放心 这帮跳梁小丑 奈何不了我 我可舍不得 让你受到半点伤害 楚蝉微微感动 你可得了吧 白龙和这数百打手 绝不好对付 别以为你武艺高强 就真能以一当千 张魁那次 你是有枪 这次 我看你从哪偷枪 唐海怂怂肩 对付这些人 还用得着枪吗 好了 你推到外面去吧 接下来交给我 楚蝉犹豫 你真有把握 千万别逞强 唐海淡淡道 放心 你只管看你男人霸气纵横即可 脑海中回忆起唐海这段时间的表现 楚蝉最终选择退避 若到时候 唐海有危险 他便不会袖手旁观 啪啪啪 见状 白龙鼓掌 颇为赞赏地看着唐海 小子 算你有种 看此份上 我会让这帮小弟 更加卖力地照顾你 唐海不屑 别人叫你一句白屈肠 你就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背靠那个什么狗皇帝 你就了不起了 是个内进高手 你就了不起了 说实话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垃圾 你了不起是吧 人人畏惧你是吧 行 今天老子把你打成狗 老子要随心所欲 来一个干一个 来一牵我 直接玩笑笑了 废话别多说了 带把的都赶紧过来吧 众人忍不住伸出大拇指 脸上全是震惊之色 仿佛再说 你小子是真特么狂 在狂子面前 老天都得给你让道 做了他 白龙脸色一沉 杀气腾腾 一声令下 树白打手 齐齐呼吼一声 全部冲向唐海 然后 令人瞠目结舌 又啼笑皆非的一幕出现了 凹打 凹打 在一声声李小龙的经典吼声下 只见唐海出拳如影 蹬腿如垫 一个个在普通人眼里 算得上高手的打手 全部惨叫着飞出去 一眼看上去 那哪里是人 分明是一个个沙包 漫天飞着 还打着旋 呼的 那些打手袖子一摆 袖子李静坠落 一把把钢刀 十几个刀手 朝着唐海砍过去 唐海却不躲不闪 吓得楚禅大喊一声 孝心 当当当 但 十几把刀 砍在唐海的身上 居然仅仅是把衣服 给砍破了 一阵火花下 唐海分毫无损 那十几把刀 砍得哪里是人 分明是钢铁 十几个刀手 全都吓得面色苍白 看鬼一般看着唐海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真有刀枪不入的人 就算是内进刀手 都不可能刀枪不入 除非是肉身横练者 不过现在的肉身横练者 也仅仅是肉身强大 某个部位可抵挡刀枪 可不像眼前这人 全身都硬如钢铁 刀剑难伤 若是横练者 那横练功夫 绝对修炼到了极高的境界 砍砍砍 唐海一脚一个 将十几人踹飞 踹伤 再如凶狼猛虎 窜入人群 每一次出手 都有人影惨叫飞出 像是在横扫垃圾 外面的人看梦啊 就算是白龙 都目光闪烁 满是震惊之色 居然是位横练大成者 真是低估你了 渐渐的 他目光阴沉下来 右手悄然抬起 砰 当唐海一脚踹飞一名打手后 呼的 一种危机感 自背后袭来 几乎本能的 他施展体数梯 双脚以高超速度点地 瞬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阵力 让唐海突然间从原地消失 当他消失 一道气劲破空而来 一巴掌横扫而出 十几个打手土崖飞出 方才冷冷地看着地上的枪眼 自然认出 这个枪眼乃是白龙施展的气境造成 这应该算是白龙独有的武功 跟武侠小说中的一阳指一曲同工 但对方似乎不能短时间内 发出第二次 否则的话 他出现的瞬间 对方肯定会再度出手 结果并没有 唐海冷冷地看向白龙 堂堂汉城八区区长之一 搞偷鞋 真是有失脸面啊 画壁 他再度施展体数体 整个人如离弦之剑 如光四影 呼吸间便是抵达白龙面前 白龙面色一变 抬手就是一枪 当 这一枪 确实打中了唐海 但却宛若打在了钢铁上 唐海的身体 仅仅是震退了数步 方才站定 而后一巴掌狠狠扇在对方的脸上 滚你压的 路上赢了吧 碰 这一巴掌 是大力尘 白龙被扇飞出去 在地上滚了十几圈 不过对方不愧是修炼出内境的高手 除了口吐鲜血 被打掉一颗牙 面部红肿外 竟没有丧失战斗力 立刻站了起来 忌惮无比地看着唐海 周围剩下的打手 再度围拢过来 唐海站在那里 王霸之气释放 同时 目光冰冷横扫过去 那些打手 瞬间吓得脸色苍白 不敢上前 甚至不敢直视他 渐渐地低下了头 冷哼一声 唐海笑了笑 看向白龙 这就是内境高手吗 不过如此 那一巴掌的滋味怎么样 白龙愤怒 不要得业 我堂堂八大区区长之一 白龙 内境高手 怎么可能输给你 给我死 碰碰 瞬间 他连续开了两枪 内境如子弹 一个射向唐海的眉心 一个射向他的心脏 都是致命不韦 so 唐海不屑 瞬间一动 忽左忽右 轻松避开对方的内境攻击 再度抵达白龙面前 凹打 唐海一脚喘中对方的命根子 啊 白龙惨叫 软啪啪跪了下去 捂住当步 脸庞痛苦到扭曲 唐海学着李小龙的动作 扔掉白龙的帽子 扯着他的头发 左手伸出食指 表情狂妄嚣张 你刚说 你是堂堂八大区区长之一 内境高手 不可能输给我 那你跪在我面前 算怎么回事 白龙怒吼 王八蛋 唐海轻笑 呀的 还敢骂我 碰 唐海一拳轰在对方脸上 本就红肿的左脸 更是肿得像冲了气 白屈肠 你不是说我犯了辱黄之罪 罪不可恕吗 可是 你怎么不来惩罚我呢 现在的你 反倒好像在受惩罚呢 白龙气得满脸通红 混蛋 有本事放开我 我打死你 唐海一愣 还有力气骂人 看来 我对你太温柔了 凹打 碰 碰 唐海一拳拳 一脚脚 尽情地伺候着白龙 白龙 堂堂八大区区长之一 内境高手 汉皇的得力干将 居然被人当成沙包打 周围的人 全都露出吃惊之色 我的个乖乖 这人好特么生猛 连白区长都按在地上摩擦 这可是汉皇的得力干将 他这么殴打 岂不彻底得罪汉皇 这人虽然厉害 但依旧 无法与汉皇相比 汉皇一怒 拂尸百万 这人必死无疑 听说汉皇身边有十二天神 每一个都是爵士高手 不知道此人与十二天神相比如何 人们议论纷纷 而唐海专心揍白龙 看着他们老大 被人这么摩擦着 数百打手虽然惶恐 但最终再度出手 唐海一看 抓着被打成死狗一样的白龙 狠狠砸了过去 顿时 十几名打手 被砸得惨叫倒地 今天就让你们全趴下 别人不敢惹你们 我敢惹 别人不敢揍你们 我敢揍 唐海冲进人群 像是气力无尽的战王 简直是无人能敌 处处都是横扫 一片片打手被轰飞 惨叫和鼓猎声 尤其的响亮 最终 数百打手 无一人站着 全部倒在地上 痛苦哀嚎 一人站数百人 最终 还赢了 这武力值 简直逆天 周围的人 一个个都快将眼珠子给瞪出来 楚禅松了口气 跑过去关心道 唐海 你没事吧 唐海揽住楚禅腰枝 笑道 你男人猛得很 哪里会有事呢 来 亲一个 楚禅没有拒绝 被唐海稳住唇 两九方才分开 说实话 就唐海刚刚的风姿 楚禅的内心 都忍不住产生浓烈的崇拜 甚至有种想象别人炫耀 这是他男人的冲动 唐海放声大笑 只觉得心中舒畅至极 惊艳的他 真像电影里的男主角 不但纵横无敌 打败了敌人 而且还抱得美人归 一脚踩在白龙的脸上 唐海笑道 你就是男主角的垫脚石啊 白龙整个人变了形 但此刻还算清醒 愤怒道 汉皇不会放过你 唐海满脸不屑 我不认识什么汉皇 但如果他敢惹我 我就把他完成垫脚石 人人畏惧的汉皇 都不敢说出口 可这小子 说汉皇屁都不是 牛逼 真特么牛逼 白龙满心愤怒 汉皇在他眼里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不容他人玷污 可如今 唐海当着众人的面 羞辱汉皇 他恨不得将唐海那张嘴给撕烂 偏偏 他不是唐海的对手 现在浑身都动不了 只能听着唐海羞辱汉皇 小子 汉皇就是汉城地下的天 别以为你认识警察 别以为你实力强大 便可无视汉皇 汉皇一怒 扶尸百万 你等死吧 白龙怒吼 啪 唐海一巴掌将他扇飞 满脸恶心道 能不能别再提那个什么汉皇 还什么汉皇一怒 扶尸百万 你特么中二亲娘 一句台词 说了多少次了 你没说念 我都听你了 你们那个什么汉皇 他要是有本事 直接来找我 告诉他 我叫唐海 唐太宗的唐 海阔天空的海 说完 在众人羡慕 敬佩 嫉妒等等目光下 抱着角色美女储禅 潇洒而去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身体素质提升一倍 听到系统奖励 唐海抱着楚蝉的手 不由得紧了紧 心中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爽 紧接着 一股热流出现在体内 在带给唐海 更加强大力量的同时 让他浑身暖洋洋 舒畅得不得了 只不过这种爽 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以至于唐海还意犹未尽 忍不住心动地看向楚蝉 心中邪火冒了起来 似是察觉到唐海的火热目光 楚蝉转过头 刚好对上他的火热双眸 楚蝉吓了一跳 连忙偏头道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唐海笑道 我看我自己的女人 还需要理由吗 不过 蝉儿 你越发羞涩可参了 楚蝉没好气道 滚 唐海没在意 反而将他搂得更紧 走 刚刚没买到衣服 我们继续买 楚蝉微微讶异 随后责怪道 刚刚你打了人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跟汉皇对上 汉皇一怒 服侍百万 虽然夸张 但也正说明 汉皇的强大和危险 你刚刚一番言论 彻底挑衅汉皇 若汉皇知晓 定不会放过你 唐海淡淡笑道 蝉儿 你考虑得太多了 所谓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管他汉皇是什么人 他若出招 我尽管接着 当然 在绝对实力面前 我不必惧怕任何人 区区一个地下皇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我无需畏惧 放心 你老公我自有办法应对 而且说实话 我还想见识见识那个汉皇 楚蝉白了他一眼 你就吹吧你 说得自己真无敌一样 等等 老公 谁是你老婆 不要脸 说着 就急不朝着 前方走去 好茬 乖茬 等等我 不多时 两人买了不少东西 大包小包 因为是开着海雷过来的 所以不好携带 两人便叫了一辆滴滴 直奔白云公馆 我到家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楚蝉说完 就要关门 但唐海却诧意道 蝉儿 你这也太绝情了吧 我还没说走呢 楚蝉皱眉 一脸谨慎道 你不会想住在这吧 唐海黑黑一笑 很是厚脸皮的挤了进去 换上拖鞋 就躺在了沙发上 都老夫老妻了 住在一起 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现在这么晚 你让我出去 万一碰到歹人 我好怕怕呀 楚蝉满脸冰冷 怒道 谁跟你老夫老妻 还有 就你那以一当千的功夫 哪个歹人能伤得了你 你还是赶紧走走吧 就你那不正经的脑袋 我可不放心你 唐海无奈 我又不是别人 我可是你男朋友 就不能住一晚 放心 我什么都不做 就睡沙发 但他心里想 先睡沙发 半夜摸房 嘿嘿 楚蝉拿唐海没办法 只能作罢 而且 他也担心 唐海万一出去 碰到汉皇 后果他不敢想象下去 那我先去洗说 楚蝉离开 留下唐海一个人在客厅 这时候 唐海也没想着纠缠楚蝉 而是想着另外一件事 他之所以会留下来 最重要的目的 便是算计楼上那个老混蛋 马德 三十万虽然对我现在来说 不算什么 但也不能便宜老狗 唐海冷笑 当即打开十倍听力 看看那老狗在干什么 随着他身体各方面的素质提升 十倍听力 已经不是寻常人的十倍听力 而是达到了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所以 释放出十倍听力后 唐海可以说 能够听到任何细微的声音 包括灰尘落在地上的声音 都十分清晰 很快 无数声音灌入耳中 这些声音 不仅仅来自这一栋 还有其他栋 啊呀 嗯嗯 一些让唐海邪火冒起的声音传递过来 唐海连忙踢出这种声音 再这么听下去 他真怕自己忍不住 将储禅给就地法办 很快 唐海将听力异能锁定楼上 声音传了进来 不就是一份外卖吗 该死的年轻人 我诅咒你生孩子没屁眼 我拿针刺死你 让你生不如死 我学着网上的办法 这座稻草人 给你下降头 一声声不堪入耳的谩骂和诅咒 从于开服的口中传出 其之恶毒 令人不敢想象 唐海瞬间暴怒无比 这都晚上十一点了 那老不死的 居然还在辱骂我 甚至 还想给我下降头 以前都说 最毒负人心 现在我才知道 最毒老人心 行 给我下降头是吧 你给老子等着 大概到了十二点钟 储禅已经洗漱完毕 穿上睡袍 将枕头和被子抱了过来 唐海 今晚你就在客厅沙发将就一下吧 倒是有个客房 但那里堆满了东西 唐海笑道 没关系 我喜欢睡沙发 你先去睡吧 看着储禅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以及焕发润光的皮肤 唐海有些口干舌燥 但很快 储禅去了房间 咔嚓一声 直接捣锁 唐海耸耸肩 继续听楼上动静 很快听到呼噜声 唐海嘿嘿一笑 十二点了 终于扛不住了吧 想睡 没门 这时 一声短信铃声响起 唐海拿起手机 翻开短信 短信内容 唐眼 我们到了 就在目标门外 唐海一笑 立刻回复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让他今晚睡不了 但记住 在动手之前 监控拔掉 最好别让那老不死的看到你们 那边很快回复 放心吧唐眼 这种事 我们经验老道 那我们现在开始吗 唐海回复 可以 这两个人是他不久前 让吕伟和徐雄派过来的 也是他整死那老不死计划的第一步 很快 唐海便听到楼上传来重重的砸门声 当然 他能听到 那是因为他有听力异能 体质强大 绝对影响不了 在房间睡觉的储禅 此刻 刚刚睡着的于开福 被砸门声响起 他非常愤怒 以为是楼下的唐海 或者是赵经理 冲出房间 拿起扫把 打开门 就怒吼一声 老子 可是 当他打开门时 门外哪有半个人影 于开福怒骂 王八蛋 有本事别走 让老子抓住 有你们好受 他以为是唐海 或者赵经理逃走了 气得开骂 没办法 人都走了 他有火也无处发现 只能关上门 继续睡觉 可还没睡15分钟 砰砰砰 重重的敲门声 再度响起 啊 于开福被吵醒 怒吼一声 这一次 是拿着棒球棍冲过去 可打开门 门外还是没人 看到楼道门 于开福气得冲过去 躲 老子知道你躲这脸 今天老子砸死你 砰 冲进楼道 可楼道里 半点灯光都没有 黑漆漆的 就算有人 估计都看不到 马德 死物业 楼道感应灯坏了 应急灯也坏了 不来修理 天天找老子麻烦 这帮王八蛋 就该下地狱 于开福骂骂咧咧 离开楼道 想着 要不要拿个手电筒过来 但想到楼道里的昏烂 心里还是有点畏惧 最终没这么做 假装关上门 他在门口等了足足15分钟 站着都快睡着时 敲门声依旧没有响起 难道已经走了 于开福皱了皱眉 砰砰砰 重重地敲门声 如同死神之乐 再度响起 像是一根根尖刺 刺入耳膜 刺入大脑 卧槽尼玛 被惊醒的于开福 气得满脸通红 表情扭曲 拿着棍子 攥着拳头 冲到门口 但这一次 他没有立刻开门 而是小心翼翼 亲手亲脚来到门口 打开猫眼看向外面 可却只看到一只 血红血红的眼睛 像是鬼眼 吓得于开福啊的一声惊叫 倒在地上 一脸的苍白 不可能 这世界上不可能有鬼 一定是人装的 等他镇定心神 再看向猫眼时 外面哪有血眼 半个人影都没有 于开福松了口气 但仍心有余悸 躺在床上 足足一个小时后 实在扛不住才睡着 然而 第二天 储禅去上班 家里只剩下唐海一个人 吃完早饭 唐海一直在等 等于开福醒来 昨晚唐海的人 一直闹到凌晨五点才离开 而于开福五点半才睡的 现在才早上八点 能醒才怪 不过唐海倒也不急 在家里一边看电视 一边拿着手机 关心起他的那些漂亮女友来 此刻 一家会所地下密室 密室光线昏暗 前面摆着一张巨大的显示屏 正播放着 唐海击败数百打手 碾压白龙的画面 地上 白龙跪着 在沙发椅上 一名身披黄袍 头戴皇冠 脸上还挂了一块 金色狐狸面具的人 坐在那里 在他身后 有着十二道或高壮 或瘦小 或娇俏的人影 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 他们则是戴着黑色狗脸面具 密室中的气氛 诡异而寂静 还有压抑 白龙跪在地上 额头贴地 不敢动弹 不敢发声 甚至连呼吸都要控制 他明显是在惧怕 坐在沙发椅上的人 因为那可是汉城地下之皇汉黄 那么 站在汉黄身后的十二人 自然便是十二天神 良久 当视频放完 汉黄方才开口 只是语气有些沙哑 起来吧 白龙 闻言 白龙心中大大的松了口气 深知汉黄脾性的他 在语气平和下 叫他起来 说明并未怪罪他 多谢汉黄 白龙感激 但依旧惶恐 小心翼翼道 属下已经查过此人 名叫唐海 之前就职于一个小公司 一个月前辞职回家 他似乎很有钱 是个隐藏高手 他有一个老婆 叫张雪岩 但实际上 他身边有不少女人 昨晚那个楚禅楚警官 就是他的女人之一 汉黄冷笑 看来这人很不简单 也是 一个能轻松碾压一个内进高手 又能在花丛中游刃有余的人 岂能普通 白龙恭敬道 汉黄 那现在该怎么办 要对付这小子 除非动用更多打手 或者武力值更强大的人 甚至动用武器 汉黄却摇头 如此人才 杀了多可惜 先想办法 试图招揽吧 实在不行 再除掉 不过 像这种人才 一般的招揽方式 绝对行不通 这样吧 他偏头 对着十二天神中的 一位娇小身影道 玲珑 他交给你了 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穿着黑色皮衣 将爆炸性的身材 完全展露出来的玲珑 当即点头 是 汉黄 上午十一点 唐海刚结束 与洛青雅的聊天 便听到楼上有了动静 笑了笑 终于醒了吗 楼上 于开福睡眼朦胧 要不是 饿得实在受不了 他肯定不会起床 顶着一对熊猫眼 于开福穿好衣服 来到客厅 打开冰箱 发现冰箱里面 除了鸡蛋水果外 没有其他的菜 顿时索然无味 而且 自从昨天吃了 唐海的那份外卖后 他对那种高档味道 实在是意犹未尽 以至于寻常的饭菜 现在都入不得他眼 皱了皱眉 关上冰箱 于开福灵光一动 当即出门 坐了电梯下楼 这时候 唐海已经在门口等待 看看于开福会不会过来 叮 果然 电梯门开 于开福走出电梯 偷偷摸摸凑到拐角 看了过来 就看到唐海正拿着手机打电话 喂 昨天的外卖 再丢我来一份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一个小时左右 好 我现在出门有事 到时候 把外卖放在储物柜里就行 文言 于开福满脸兴奋和激动 呼的 他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昨晚故意吵他睡不着觉的人 会不会就是这个年轻人 昨天他偷了对方的外卖 对方便报复他 这相当有可能 想到这里 于开福愤怒至极地看着唐海 眼睛中 甚至带着怨毒之色 而越是愤怒 越是怨毒 他就越是坚信 昨晚扰他睡觉的人 就是唐海 哼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才吃你一份外卖而已 就报复老人 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年轻人 才风气越来越差 我要替社会 好好教训教训一下 你们这些无德无行的年轻人 你不是又叫了外卖吗 哼 等外卖一到 我第一时间拿回家吃掉 让你饿肚子 让你猛逼 打定主意 于开福转身就走 坐上电梯下楼 下楼后 他找了个隐蔽角落等待 看到于开福已经离开 唐海冷笑 还真是够无耻 够恶心 明明自己偷我外卖 还说我无德无行 还上升到社会风气 说我们年轻人带坏了风气 如此颠倒黑白 这老不死的 简直没点自知之明 还要吃我外卖是吧 你放心 那外卖就是给你点的 你好好吃 吃高兴了 到时候 让你十倍百倍吐出来 刚刚于开福在墙角偷听他打电话时 他就发动了偷听新生的异能 听到了于开福在心里说的话 对于这个恶心的老家伙 他不打算有任何的心词手软 一定要整死他 离开大厅 朝着小区外走去 角落里 于开福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确定唐海离开了小区 才放心 他心想 这个该死的年轻人 既然离开小区 就绝不可能准时回来 就算中途回来 也是直接上楼等外卖员的电话 所以 都不可能第一时间拿到外卖 但他不同 他不走 就在这里等 等外卖一到 外卖员将其放在橱柜 他就第一时间拿走回家 然后吃掉 那该死的年轻人真有钱 点的外卖真好吃 估计几百块一份 那些十几二十块的外卖 简直就是垃圾 我为什么要吃垃圾 我是老人 就要吃好的 吃几百块一份的 而且还是吃别人的 自己不花一分钱 爽 于开福满脸期待 期待外卖到达 但 唐海离开小区几分钟后 又折返回来 他没有回去 而是来到物业办公室 找到赵经理 看到是唐海 赵经理连忙笑道 唐先生 你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吗 唐海点头 将一条刚刚小区旁边 商店买的中华递了过去 是有点小事 要你帮忙 这条中华 你先抽着 见状 赵经理连忙推辞 唐先生 上次的事 我就很抱歉 我怎么能拿你的东西 唐海摇头 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一条中华而已 小意思 拿着吧 见唐海态度强硬 赵经理也不好推辞 只能收下 谢谢 对了 你要我帮什么忙来着 唐海笑了笑 你先把上次于开福偷我 外卖的视频发给我 然后给我调看一楼大厅的监控 因为 我刚刚又点了一份30万的外卖 赵经理倒吸一口冷气 昨天才刚点了一份30万的买卖 今天又是30万外卖 这个唐先生竟然如此有钱 30万啊 国内80%的人 一年都赚不到30万 可人家 一份外卖就30万 还连续点了两份 那就是60万了 唐先生真是富豪啊 令人羡慕 赵经理满脸羡慕道 一般般 不值得一提 唐海挥手 随后问道 监控掉出来了吗 一名负责监控的保安连忙道 嗯 掉出来了 当即 透过屏幕将大厅的景象看得一清二楚 甚至 躲在墙角的余开服 都十分清晰 而这时候 赵经理显然也发现了余开服 当时惊讶道 余开服 他在那里干什么 难不成又想偷外卖 话必 他脑海中仿佛有电光一闪 瞪着眼睛看向唐海 正好看到唐海脸上 那玩味的笑容 他恍然大悟道 原来唐先生是故意的 可是 如果唐先生是想要抓现行的话 那完全没必要 毕竟有监控视频 他根本狡辩不了 甚至 还可以事先埋伏在那里 只要他偷外卖 就冲过去 唐海淡淡笑道 你先别问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很快 十二点到了 一名外卖员从小区进来 来到大厅 小心翼翼 将一个大号外卖盒拿出来 放在橱柜 还确定了几遍 没有放错 外卖放好了之后 才打电话给唐海 唐海让对方可以先走 而这时 看到精美的外卖盒 躲在墙角的余开服 蠢蠢欲动 他左看右看 发现四周没人才出来 又在门口瞄了瞄 确定那个年轻人不再吼 方才急匆匆跑过来 抱着外卖盒 就跑进电梯 赶紧回家 办公室 赵经理通过监控 看到这一幕 满脸焦急 唐先生 就这么眼睁睁 让他拿走一份三十万的外卖 您到底想做什么呢 唐海笑道 赵经理 你这脑子不行啊 都到了这份上 你还不清楚 我要干什么吗 你们小区对面 不是就有个派出所吗 文言 赵经理恍然大悟 您是要报警 倒也是 偷到他人财物 到达一定金额 那是要判刑的 金额越多 判刑越重 另外 我之前还上门劝导过 对方现在属于是明知故犯 最佳一等 估计他得进去坐几年牢 这一刻 他才知道 眼前这个唐先生 看起来年轻 但手段却老到很辣 而对于于开福 或许之前 他会同情 但现在 他觉得 对方完全是活该 偷了一次还不够 却还偷第二次 而且 看对方躲在角落的模样 显然是蓄意已久啊 唐海想起于开福抱着外卖和冲进电梯的模样 当即一笑 赵经理 劳烦将他偷外卖的视频发给我 另外 跟我去一趟派出所吧 赵经理点头 派出所 几名警员在办公 唐海就近找了位中年警员 一坐下来就到 你好警官 我要报警 文言 中年警员表情肃然起来 连忙问道 你好 请问你为什么要报警 唐海道 我报警 有人偷我外卖 听到这句话 中年警员徐帆笑了 心里想 这个年轻人 虽然长得英俊不凡 可确实小家子气了 一份外卖而已 要多少钱呢 为了一份几十块的外卖 全来报警 这就好像下乡派出所 居民丢了一只鸡 为了一只鸡来报警 虽然说报警没错 但如果人人都拿这种小事来麻烦警察 那有再多警察也不够用啊 而且 警察都得累死 虽然不想办这种案子 但徐帆还是得办 当即道 请详细说一下情况 唐海道 我女朋友家 在对面白云公馆 昨天我在我女朋友家 用手机点了一份外卖 然后被偷了 今天 我又点了一份外卖 又被偷了 这位是白云公馆的物业经理 通过监控 我们查清 偷外卖的 就是我女朋友楼上的一位大爷 第一次外卖被他偷了 我没有计较 只是让那位大爷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徐帆很快将事情了解清楚 对于这位于大爷 他也是苦笑不已 你说 偷了人家一次外卖 也就算了 居然还偷人家第二次 这是逮着一个人入羊毛啊 确实有点可恨 怪不得人家要报警吗 当然 有些细节 唐海自然不能说出来 比如 昨晚找人整于开服 以及今天诱导于开服 偷外卖犯罪 虽然这不影响对方偷外卖的事实 但对自己接下来的控诉不利 反正这种事 自己不说 别人也不会知道 至于赵经理 拿了自己的好处 自然不会说些什么 就算没拿好处 也不敢说 唐先生 警方办案 肯定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这件事 我会调查清楚 到时候再通知你 徐帆道 但唐海却摇头 不用调查 我有证据 说着 拿出监控视频 通过监控视频 很快确认罪行 徐帆压抑地看着唐海 心想 这是有贝尔来啊 当即 他点头道 既然如此 我会上门去警告他 并且让他给你道歉 还让他赔你外卖的钱 毕竟是老人 有时候 他们的想法比较奇怪 而且涉及的金额不高 两份外卖 一两百块吧 就算是追究 也就是警告程度 再要不 就拘留两天 但唐海却心中冷笑 一两百块的外卖 哼哼 要真是一两百块的外卖 他也懒得浪费时间 当然 几十万也是小钱 但对方太过恶心 他忍不了 抱歉 徐警官 我的外卖 可不止一两百块 唐海道 一旁的赵经理没作声 也期待这位警官听到 一份外卖 价值三十万时 会是什么表情 徐帆微微讶异 随后摇摇头 拿起泡着枸杞的保温杯 心想 就算不止一两百 又能跪到哪里去呢 一边小心翼翼喝着烫水 一边问道 那你说 你外卖多少钱 唐海道 一份三十万 两份六十万 人民币 噗 徐帆一口水喷出来 满桌都是水 还烫到嘴 不断哆嗦 他放下保温杯 豁然站起来 怒道 两份外卖 六十万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若是胡言 我可以告你 妨碍警务 周围几名警员 自然也听到唐海的话 全部都笑了起来 一份外卖三十万 两份六十万 谁信 吹牛不打草稿啊 一旁 赵经理笑道 徐警官 刚开始我也不信 但后来看到账单 真是一份三十万 牛排 甜点 五星级酒店出来的 还有一瓶红酒 二十万一瓶 不算夸张 这时候 唐海也拿出账单和订单 以及外卖员电话 酒店电话 几分钟后 徐帆终于相信 唐海的两份外卖 价值六十万 他表情夸张 不断吸着冷气 心里一万个草泥马 奔跑而过 心里想 还真是贫穷 限制了老子的想象力 一份外卖三十万 两份六十万 这吃的是外卖吗 吃的是钱啊 好半天 徐帆才冷静下来 如此一来 这个案子就不简单了 其中涉及的财物 价值六十万 已经可以判刑了 年轻人 你是怎么想的 唐海道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按照法律来 徐帆皱眉 如果按照法律来 那位大爷就要坐牢 可他毕竟年纪大了 你真要做到这种程度 依我看 不如私了吧 我来沟通 让他赔偿 再给你道歉 唐海摇头 赔偿可以 按照十倍赔偿 否则让他坐牢 钱我多的是 我之所以报警 就是不想助长这种歪风 他坐牢最好 看看谁还敢偷外卖 徐帆 良久 他道 这样 我把于大爷给叫来 商量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唐海耸耸肩 冷笑道 我看他这时候 已经吃饱了吧 不知道待会能不能吐出来 徐帆叹了口气 徐帆带着两名警员 去了对面白云公馆 而唐海和赵经理 在谈判室等待 此刻 于开福正在家里 听着古典音乐 吃着蘸了高级酱料的牛排 喝着二十万一瓶的红酒 旁边的甜点 吃了大半 呼的 敲门声响起 难道是那个小年轻 发现外卖没了 哼 打死不承认 我是老人 他能拿我怎样 待会我还要拿扫把烘他 用口水吐他 气死他 于开福想着 吵起扫把 只高气扬的打开门 可是 刚打开门 扫把都扬起来 却忽然间傻眼了 因为外面哪里是那个小年轻 居然是三个陌生人 你们难道是那个小子找来的 于开福满脸不爽道 站在门外的人 自然是徐帆 和另外两名派出所警员 两名警员看到于开福手中 居然还拿着扫把 都露出冷色 徐帆同样不苟言笑 拿出警官证 你好 我是杨阶派出所民警徐帆 你可以叫我徐警官 这两位是我同事 请问 你是于开福 于大爷吗 看到警官证 知道对方三人是警察 于开福一愣 随后满脸陪笑 对 我是于开福 请问 有什么事吗 徐帆道 你涉嫌金额重大财物偷到案件 请跟我派出所走一趟 于开福震惊 自己不就偷了两份外卖吗 怎么就重大金额财物了 除了外卖 没偷别的啊 哦 年轻时候 倒是也偷了一些别人的东西 但都够不上金额重大呀 于是 他问道 警官 我没偷到啊 是不是搞错了 徐帆拿出手机 播放出一段视频 视频中 是他偷外卖的画面 于开福当即大怒 知道肯定是那个年轻人报警了 气得脸色通红 不就是偷了那小子两份外卖吗 居然还去报警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孝怯 不像话 警官 真就是偷了两份外卖 有必要报警吗 对不对 于开福笑道 徐帆摇摇头 不禁有些同情对方 估计对方不知道 这两份外卖 价值60万吧 不过 看到对方一点不知悔过的模样 他只能说 这一切都是旧由自取 不管怎么说 偷东西就是不对 最重要的是 你偷的不是一般的外卖 刚刚你偷的外卖 还没吃完吧 我需要取证 徐帆是一同事进去取证 很快 取证结束 带走了牛排和红酒 最后 徐帆道 好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于开福不敢在警察面前造次 只能跟着走 派出所谈判室 当看到唐海 于开福当即跳脚怒骂 你这个混蛋 不就是吃你两份外卖 你全过来报警 能住那么好的房子 缺两份外卖的钱吗 你个小气鬼 呸 唐海冷笑 你也住那么好的房子 缺两份外卖的钱 于开福一愣 随后吼道 我是老人 老人没有经济来源 房子能吃吗 唐海鄙夷夷 所以 这就是你偷我两份外卖的理由吗 那是不是外面的乞丐 还能住在你家 于开福背对的一时间无话可说 徐帆叹口气 都坐下吧 这次找你们过来 是想商量出一个两全之策 毕竟 这次涉及的金额确实大 于开福吃笑 不就是两份外卖吗 还涉及金额大 能有多大 碰 徐帆看对方一副丝毫不知悔过 还掉里掉气的模样 就气得拍桌子 于大爷 你知道 你偷的两份外卖 价值多少钱吗 六十万 整整六十万 人家现在要控告你 让你坐牢 而且 有人证物证 人家要让你坐牢 这牢你就坐定了 哼 于开福 你脑子猛了一下 大声喊道 你说什么 两份外卖 价值六十万 真是天大的笑话 他怎么不去抢 还六十万 咋不说六百万 徐帆道 刚开始 我也不信 但这是外卖的订单图片 以及纸质复印件 刚刚我也和外卖员 以及酒店联系过 确认了外卖订单真假 你吃的牛排等吃食 一份价值五万 一共两份 就是十万 还有那瓶红酒 价值二十万 也就是说 你第一次偷的外卖 价值三十万 第二次同样三十万 一共是六十万 这些都是证据 你狡辩不了 现在 你需要考虑的是 是想坐牢 还是赔偿 但人家说了 赔偿的话 你要十倍赔偿 不然就让你坐牢 碰 于开福直接从凳子上 跌倒到地上 脑袋嗡嗡响 六十万 他居然吃了价值六十万的外卖 天哪 一份外卖而已 怎么可能价值三十万 还偷了两份吃 一共六十万 让他十倍赔偿 别说十倍 原价赔偿都赔不起啊 不 这些都是骗局 我不信 我不信 于开福怒吼 证据确凿 容不得你不信 现在请你告诉我 你是愿意赔偿 还是坐牢 当然 你可以请律师 但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 因为证据太充足了 甚至律师都不会接你案子 徐帆道 于开福傻了 后悔不已 他走到唐海面前 双腿跪下 祈求道 唐先生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偷外卖了 你是有钱人 能不能不要追究 唐海冷笑 不追究 第一次你偷我外卖 我仅仅是 让你道歉而已 可是你呢 不但不道歉 还辱骂我 把赵经理轰出去 第二次还偷我外卖 抱歉 我不是圣母 饶不了你 要么十倍赔偿 要么坐牢 你自己选吧 于开福满脸绝望 之后并不是没有 以老卖老的闹过 但没用 当听说要将他移送到 司法部门后 他慌了 最终 于开福选择赔偿 而且是十倍赔偿 但是他没钱 只能将价值几百万的房子 赔偿给了唐海 在徐警官的见证下 两人签下协议 等一切后续齐全 就能去房管局过户 唐海无所谓 房子而已 对他而言 根本可有可无 但他就是不想 让于开福好过 现在嘛 于开福没了房子 只能去租房子 过着更苦逼的生活 当然 这种苦逼生活不会太久 因为末日即将降临 从派出所出来 唐海心里舒畅极了 与此同时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亦能透视 1000吨特级钢材 亦能透视 听到脑海中系统的奖励 唐海当即激动无比 又是一种异能 而且还是小说中 非常惯用的一种异能 这个异能的用处 真的太大了 比如看美女 健保等 走在路上 他打开透视异能 瞬间 双眼不可查的 有一道金光一闪而过 而后唐海便发现 整个世界都精彩起来 他能看到 地下一只白色肉虫在爬动 他能看到 地上细微的毛发 他能看到建筑中的人影 街上 那些来来往往的女生 全都一丝不挂地 暴露在他眼下 那个凶威不错 就是太胖 那个长得标致水灵 就是不够凶 这个倒是还行 尤其是腿很长 用起来应该不错 唐海尽情地施展透视异能 欣赏着周围的风景 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了一个游物 那是一个坐在路边长椅上的 一身黑 戴着黑色墨镜 短发飘飘 五官相当精致 身材娇俏玲珑 却充满爆炸性的萝莉美女 只是 对方拿着一根导盲杖 看样子是个盲人 论凶为 能和叶清韵相提并论了 是的 萝莉美女 就是忙得有点可惜 唐海摇头 表示遗憾和同情 随后便走进白云公馆 当唐海离去 盲女摘下墨镜 睁着一双血亮的眼睛 皱眉道 刚刚唐海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难道是发现我了 不可能 以我的顶尖扮演 他不可能察觉出端倪 或许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加上我是盲人 才被他关注 只是 被他盯着的时候 为何有种一丝不挂 被看光的感觉 摇摇头 不再想这些 盲女站起来 重新戴上墨镜 用导盲杖 朝着远处而去 等盲女离开 唐海呼地停了下来 皱眉道 这个盲女 唐先生 唐先生 看到唐海脸色不对 赵经理喊道 回过神来 唐海笑道 赵经理 今天那是多谢你了 改天请你喝酒 我先回去了 赵经理点头 行 之后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告诉我 等赵经理离开 唐海没有回楚禅家 而是去了于开福的家参观 不 唐海开着哈雷 离开了白云公馆 去了云山小区 此刻 小区门口 吕伟和徐雄等人 正在房子里 打牌嗑瓜子 呼的 一名小弟捧着手机 激动走过来 光哥 熊哥 您快看 是唐也 几人一听 顿时看过去 顿时就看到一个视频 视频中 唐海犹如天神下凡 所向披靡 数百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更是将白龙给碾压 噗 徐雄一口水喷出来 惊讶至极道 那不是汉皇的人吗 那个有点许文强风范的 是八大区区长之一的白龙区长吧 听说还是个内境高手 居然被唐爷按在地上摩擦 唐爷太牛逼了 居然敢和汉皇对着干 牛逼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呼的 视频消失 画面变成黑色 小弟骂道 又没了 这还是别人发给我的 网上根本看不到 出来一个 删掉一个 背后估计专门有人删除这个视频 这还是昨晚发生的事 再过两天 视频就彻底绝技了 吕伟吃惊道 昨天才跟唐爷说汉皇如何如何厉害 然后当晚就把汉皇的人给摩擦了 这时 轰隆隆 摩托车马达声响起 是唐爷 一众人鱼贯而出 看到唐海 都是肃然起敬 他们没跟错人 连地下世界的区长都敢打 完全不把汉皇放在眼里 这种人绝对有真实力 才敢如此 唐爷 您把白龙区长给打了 厉害 驴尾竖起大拇指 满脸敬尾 唐海笑了笑 小师 我进去一下 你们不用跟着 说完就骑车进去 来到正在改造的别墅内查看 嗯 进度不错 但想要在末日来临前 所有别墅全部改造完成 有点困难 除非系统 能奖励更多建造机器人 不管了 反正也不是说 一定要在末日之前 将所有别墅改造完成 唐海离开别墅 去了其他别墅 将特辑钢材材料分配过去 一栋别墅 放一千吨特辑钢材 最后 他去了第一栋别墅 进入别墅里面 现在仅仅是将外墙改造了 但里面还需要改造一下 末日到达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会断水断电 所以 每栋别墅 必须建立独立的供电系统 到时候 分几个高级机器人过来 把供电系统改造一下 让机器人把图纸和材料清单先弄出来 我再去买材料 订好计划 唐海离开别墅 找到高级机器人 意念沟通下 高级机器人 把一份材料清单 发送到了唐海的手机里面 看到材料清单 唐海就离开了别墅 回了自己家 将材料清单发给吴薇 让他去买材料 并让对方把价钱发给他 但这需要一些时间 这时 他听到小区里 有人跳广场舞 音乐放的老大 他的楼层高 哥以前 他是听不到 可现在 他体质变强 听力相当厉害 广场舞的音乐 就能听到了 皱了皱眉 唐海暂时没去理会 这时 肚子咕噜咕噜响 才想起 自己中午还没吃饭 便去了厨房 随便坐了点后 就去了浴室洗个澡 打算睡一觉 下午三点 唐海正在睡觉 或许因为体质 太过强大的原因 即便在睡觉 一样能听到外面的动静 当即 他睁开眼睛 以为是小医子回来了 笑了笑 就施展透视 可却看到 打开门的并不是小医子 而是一个穿着白色衬衫 身材高挑 胸膛鼓鼓囊囊 长发飘飘 戴着口罩的陌生女子 虽然对方戴着口罩 但并不能躲过 唐海透视眼的探查 无视口罩 唐海看到对方的容貌 一时颇为诧异 居然是个身材和容貌 都是极品的美女 难道是小偷 可是 这年头 这种极品美女 不靠脸吃饭 靠偷了 唐海非常疑惑 唐海没有立刻出面 而是打算看看 对方想干什么 或者说 想偷什么 他继续待在房间 同时施展透视 观看大厅中 美女小偷的一举一动 此刻 冯梦颜四下打亮房子 将包放在沙发上 然后去卫生间上了个厕所 之后回到大厅 呼的 她的目光落在阳台上 一见男人小裤上 顿时目光火热 她跑过去 观看那个小裤 发现小裤马子大 中间部位高耸 显然穿这个裤子的男人 很雄伟 雪岩说她老公那方面非常厉害 看着小裤子 倒不像是在说谎 唉 我虽然结过婚 但还没同房 老公就出车祸死了 后来忙于工作 没有考虑谈恋爱和结婚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 真的有点想男人了 我要是有一个 像雪岩老公那么厉害的男人就好了 心里想着这些 冯孟岩叹了口气 目光意犹未尽 从小裤子上移开 重新回到大厅 她以为没人在家 就想去房间参观参观 看到冯孟岩朝着房间走过来 唐海连忙仰面躺好 闭上眼睛 一动不动 咔嚓 房门被打开 打开那一瞬 冯孟岩看到床上居然躺着一个 身材修长壮硕的男人 大吃一惊 连忙捂住嘴 差点喊出来 这要是惊动男人 那场面就有些尴尬了 见对方没有动静 冯孟岩思考 我不止一次 看过雪岩的老公照片 没想到 真人比照片里更帅 而且 身材好好 八块腹肌 身材又修长 最重要的是 她居然穿着短袖和短裤 好吧嘛 好高总 雪岩成不起我 确实生猛 这尺码 雪岩能吃得消 看着英俊帅气 生龙活虎的唐海 冯孟岩脑袋晕乎乎 满脸通红 目光一直欣赏 顿时口干舌燥 浑身火热 甚至产生一股 想要扑过去的冲动 但是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 她转过身 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唐海出手 瞬间来到冯孟岩身后 大手超过对方的腰肢 将人往床上扔了过去 碰 冯孟岩摔在床上 发出一声尖叫 还不待她解释 一头猛虎从天而降 狠狠压住她 并将她双手抓住 束缚在头顶 正是唐海 唐海扯掉冯孟岩口罩 怒骂 哼 小偷 还想跑 你跑得了吗 是不是没想到 家里有人 还没想到 我长得这么壮 还以为你是个恋家子 可没想到 这么柔弱 靠脸靠肉吃饭都行 为什么要靠偷呢 哼 今天在我手里 算你倒霉 我先惩罚一番 再报警 说着 死啦 唐海直接扔掉对方衣服 让对方坦诚相戴 啊 冯孟岩尖叫 毕竟被一个男人这么对待 说不害怕是假的 但想到 这是雪岩的老公 而且 还长得这么帅 被一个一等一的帅哥 生猛哥玩一把 好像也不亏 于是 他镇定下来 连忙央求 帅哥 只要你不报警 要我做什么都行 你想对我做什么都行 求求你 我不想坐牢 嗯 唐海吃惊 意外 这个美女小偷 脑回路有点特别啊 这个时候 不是应该反抗 骂他流氓 说一些咒骂 报复之类的话嘛 居然为了让他不报警 任他采摘 这个美女小偷 不会是个从精神病院 跑过来的神经病吧 真要是神经病 就有点隔音人了 不过 当看到美女的极品身材 唐海心中邪火瞬间被点燃 哪管眼前是不是神经病 随心所欲为大 就是一个字 干 行 我不报警 但你要听话 对了 你上半身记忆怎么样 唐海笑道 冯孟岩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楚楚可怜道 还行 唐海点头 当即躺下 那开始吧 记住 伺候好了 肯定不报警 而且还能给你一笔不菲的付费 冯孟岩点头 大概一个小时后 正戏开始 看着进入疯狂状态 极为配合的冯孟岩 唐海有种错觉 到底是自己玩了对方 还是对方玩了他 很快 第一场大戏结束 但令唐海意外的是 对方居然还要索取 于是 而就在他们战斗时 却并不知道 窗户外 一个黑影 似乎融入了外面的世界 直接隐形 但那里 确实有着一个人 还是一个女人 正是之前那个盲女 也是十二天神之一的玲珑 被汉皇派来监视唐海 自然时时刻刻地监视 可好不容易爬到窗户边 就看到唐海 正和一位角色美女大战 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 但实际上 那种声音 比起画面 更具冲击力 让玲珑面红耳赤 浑身燥热 这个唐海 简直变态 大白天的居然 不过 真有那么爽吗 那个女人叫得快要死了一样 天天还一直要挖药的 老公厉害厉害什么的 简直是个神经病 呼呼 长长地呼了两口气 玲珑忽然间觉得 自己有点想上厕所 于是 他当即离开 通过卫生间的窗户 进入卫生间 噓 上完厕所 玲珑又翻出窗户 直接离开 下午四点 房间里的大战终于结束 冯孟岩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脸上全是满足之色 哥哥真忙 冯孟岩抓了一把唐海 就走进卫生间洗澡 唐海抽着烟 一脸傲然 老子当然嘛 不过 今天制服了一个美女小偷 这感觉还挺刺激 就在这时 脑海中系统提示声响起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100具基础建造机器人 嗯 唐海一笑 果然随心所欲成功了 这次的奖励 也正和我心意 有了这些基础 建造机器人 我改造别墅的进度 可以加快不少 那些高级建造机器人 可以全部抽出来 用来改造别墅内部 不多时 冯孟岩出来 旁若无人地穿衣服 丝毫不介意 在唐海面前暴露 唐海摇摇头 美女 就你这身材和长相 干什么不好 非要干小偷 没前途的 换一个职业吧 冯孟岩笑道 那你觉得 我该换什么职业 要不 我当你情人 唐海摇摇头 算了吧 我可不想一个小偷在身边 不过 看在你是第一次的份上 我给你十万块服务费 拿着这些钱 好好生活吧 当即加了对方微信 给他转了十万块过去 冯孟岩没有客气 直接收下十万块 然后笑道 收了你的钱 我就是你的情人了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话必 冯孟岩扭着翘臀 离开了唐海的家 唐海皱眉 马德 还想赖上我 哼 下次还敢来 我干的你妈都不认识 没有在意 那个美女小偷 她收拾了下房间 看了下时间 下午四点多 差不多老婆张雪岩要下班了 于是就在客厅看电视等待 中途 欣应彤打了个电话过来 说云山小区的房产证 已经全部办好了 她随时可以过来取 唐海打算明天就去取 等房产证一到 加上汽车绿本 就能带到很多钱 加上我自己现有的 根本就花不完 对了 物资 物资肯定是越多越好 但光靠洛青亚一个人去购买 要太多时间 得多找几个人 在末日来临前 将钱都花出去 别浪费了 唐海思考着 时间也渐渐失去 大概五点半时 开门声响起 唐海笑着 连忙过去 看到来人 果然是老婆张雪岩 还提着大包小包 全是菜 但是 当看到张雪岩背后的冯孟岩时 他傻眼了 你怎么 唐海话还未说完 忽然间意识到什么 连忙闭嘴 问道 老婆 这位是 冯孟岩还得意向唐海眨了眨眼睛 若出玩味的表情 而张雪岩看到老公在家 顿时也是有些兴奋 但很快压抑住 笑着解释道 老公 你在家呀 对了 这是我公司同事冯孟岩 也是我的好朋友 孟岩 这是我老公唐海 刚好他在家 他厨艺相当不错 我们有口福了 冯孟岩当即笑着打招呼 你好 雪岩老公 我过来 不会打扰吧 唐海内心五味杂沉 背后流汗 那一瞬间 他也明白过来 感情冯孟岩根本不是小偷 而是老婆的同事 捡好朋友 这要是让老婆知道 他把冯孟岩给就地正法了 而且就在自己家 那天还不得他了 老公 你干嘛呢 孟岩在跟你说话呀 张雪岩疑惑道 回过神 唐海尴尬笑着打招呼 请进请进 一点都不打扰 可以常来 冯孟岩看到唐海很不自然的表情 心中坏笑 唐海还能说什么 只能点头说 可以可以 老公 你怎么怪怪的 张雪岩摸了摸唐海的额头 顿时讶异 老公 你都出汗了 额头还好烫 不会是发烧了吧 唐海摇头 没有 我这体格 怎么可能生病 只是刚刚一个人在家无聊 运动了下 张雪岩点头 这样啊 没事就好 我去把菜拿到厨房 你招呼向孟岩 唐海给冯孟岩 倒了一杯咖啡 等张雪岩去了卫生间后 他连忙冲了过去 将其压在沙发上 质问道 你没把我们的事告诉雪岩吧 冯孟岩看到唐海阴沉的表情 却并不害怕 反而坏笑道 放心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告诉雪岩呢 我也不想他知道我们的事啊 不过刚才我说的 我会常来 可不是开玩笑哦 唐海松了口气 没说就好 另外 你怎么有我家的密码 还一个人跑到我家来 冯孟岩道 我和雪岩约好 晚上来你家做客 因为我今天休假 所以去超市买了点菜 恰好经过你们小区 就打算先把菜送上来 密码就是雪岩告诉我的 唐海冷笑 之前我可没看到你的菜 冯孟岩无奈道 我忘了 你信吗 唐海眼睛瞇了一下 现在还重要吗 对了 待会老实点 别穿帮了 可就在这时 卫生间的门打开 唐海脸色一变 连忙从冯孟岩的身上起来 端端正正的坐在一边 冯孟岩差点没笑出来 看到张雪岩 立刻起身 道 雪岩 我帮你吧 顺便聊一些 我们女孩子家之间的小秘密 唐海一听 再度紧张起来 警告地看了一眼冯孟岩后 就站起来道 那个 孟岩 你是客人 怎么能让你动手吧 还是我和雪岩来吧 说着 牵着雪岩 就进了厨房 一个小时后 饭菜做好 三人吃饭 哇 这个红烧肉真好吃 还有这个红烧茄子 太美味了 雪岩 你真的没骗我 你老公的厨艺 真的太棒了 堪比五星级大厨 不 五星级大厨都不如啊 雪岩 我真羡慕你啊 冯孟岩兴奋道 好吃就多吃点 张雪岩笑了笑 还给冯孟岩加菜 又说道 孟岩 你也快三十岁了 怎么不想着 唐哥恋爱结婚呢 冯孟岩怂耸耸肩 道 没遇到合适的 我反正是宁缺无赖 不过 要是我能遇到 像你老公这么棒的男人 我肯定毫不犹豫就嫁了 可是 这种十全十美的男人 全世界都没几个吧 我上哪找啊 张雪岩自豪道 你这话倒是不错 不管唐海在别人眼里怎么样 反正在我眼里 就是十全十美 冯孟岩大口吃了一口红烧肉 小嘴油嫩嫩的 煞事风情 同时道 嗯 这点我赞同 雪岩 要不你把你老公分享一下吧 你不是说他那方面太厉害 你一个人满足不了吗 听到这句话 张雪岩顿时满脸羞红 骂道 孟岩 你干嘛呢 这种话 也当着我老公的面说出来啊 你呀 是该找个男人了 呼的 冯孟岩看向唐海 微微笑道 雪岩 实话告诉你 其实我已经找到理想中的男人了 啊 张雪岩吃惊 你昨天不还说没男人吗 今天就说找到了 谁 不会是我们公司小王吧 冯孟岩连忙道 怎么可能是他呢 就他那错样 能配得上我吗 至于我男人 其实 见状 唐海连忙加了一块红烧肉 堵住冯孟岩的嘴 呜 气氛 瞬间凝固 唐海连忙收回筷子 紧张地看着老婆 那个 菜快凉了 得赶紧吃 还是别说话了 张雪岩皱眉 可你用自己的筷子喂给孟岩吃 孟岩肯定生气啊 而且这种举动 万一被孟岩男朋友看见 肯定吃错 唐海连笑 是 对不住 我不是故意的 下次一定注意 冯孟岩笑了笑 没事了 唐海不就是我姐夫吗 姐夫喂个菜 没什么 而且 这块红烧肉肥而不腻 是真好吃呢 一顿饭吃完 吃得唐海是战战兢兢 就感觉在演一场谍战片 过程那是心惊动魄 这时 张雪岩在厨房洗碗 唐海和冯孟岩在客厅吃水果 看电视 过了一会 冯孟岩起身 走到厨房 道 雪岩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去 张雪岩擦了擦手 道 啊 这就回去了吗 冯孟岩笑道 现在可都快九点了呢 张雪岩点头 那好吧 我这还在忙活 你一个人走我也不放心 这样 当即朝着唐海喊道 老公 你把孟岩送回家 然后自己打车回来 记得早点回来哈 唐海回应 行 电梯内 两人坐着电梯 直奔一楼停车场 刚开始 两人都没说话 可忽的 一只小手 主动握住唐海扑扇大手 同时依偎在唐海肩膀上 唐海 刚刚我表现得怎么样 唐海吓了一跳 推开冯孟岩 道 干嘛呢 这里有监控 而且 这里的居民很多都认识 万一被人看见怎么办 冯孟岩笑道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虽然这么说 但他还是与唐海保持了距离 多多 按动车子 很快 一辆红色奔驰SUV 出现在唐海面前 唐海苦笑 这是你的车 可不便宜 之前我还把你当小偷 想起来就好笑 冯孟岩道 不久前 你可是玩了一个白富美呢 现在 还想玩吗 唐海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道 香 但是 得换个地方 冯孟岩却摇头 别啊 在这不是更刺激吗 唐海无语 我老婆可是把你当闺蜜 你却背叛他 真的好吗 冯孟岩道 谁让你这么帅 这么优秀 这么猛 我只能对不起血盐了 反正他都说过 他一个人满足不了你 我主动帮忙 岂不正好 好了 进去吧 换座以前 就算再多美女勾引他 他都不会对不起老婆张雪岩 可是 现在有了随心所欲系统 加上末日即将降临 他只能随心所欲 虽然这样对老婆不公平 但至少在末日降临后 他们可以过得很好 老婆 抱歉 我又要对不起你了 两人坐进车子 冯孟岩迫不及待 就去解唐海 当两人坦诚相对 便直入主题 很快 车身很有节奏地晃动起来 大概一个小时后 结束战斗 唐海面红心热 发动车子 将冯孟岩送回家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1000立方 100架武装直升机 移动别墅外 唐海和冯孟岩坐在车子里 冯孟岩笑道 你果然很猛 我觉得 你能无限干下去 怪不得雪岩说 他一个人满足不了你 要不我再给你介绍一些极品美女 都是原装一首货 唐海满脸黑线 你不吃醋 冯孟岩笑道 我干嘛吃醋 知道我为什么身边没男人吗 一个是我看不上 另一个 不想谈恋爱 没意思 你这么帅 这么生猛 我自然看得上你 只要你能满足我 你身边有多少女人 我都不介意的 所以 我很适合你 对不对 唐海一笑 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我正式收下你了 至于给我介绍女人 还是算了 我现在不缺女人 好了 到家了 你回去吧 我下车了 冯孟岩笑道 你还真打算打车回去啊 开我的车吧 我家很有钱 车库里十几辆车 明天上班 我换一辆就行 唐海点头 等冯孟岩离开 唐海发动车子 潇洒离去 可是 等他离开 冯孟岩进屋 就看到爸妈正和一个年轻人在说话 那年轻人长得还行 西装笔挺 看上去还挺有涵养 但冯孟岩看到此人 却心生厌恶 此人名叫赵天龙 汉城四海集团董事长之子 此人看上去人母狗样 背地里干了许多坏事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大学生 最近 赵天龙一直在追求冯孟岩 但都被后者拒绝 没想到 对方居然找上他家来 看到冯孟岩 冯清凌当即笑道 孟岩 你回来了 快过来招待你朋友 冯孟岩冷着脸道 爸 他不是我朋友 冯清凌脸色一变 你这丫头 怎么说话的 今天天龙过来 是想跟你定亲的 定亲 冯孟岩大吃一惊 冯清凌陈生道 这由不得你 人家可是四海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也是四海集团的总裁 长得英俊帅气 哪点配不上你 你应该知道 我们家的公司出了点状况 需要资金 天龙说了 只要你们定亲 立刻送给我们一亿资金 若是完婚 再给十亿 到时 你加入豪门当扩太太 爸爸的公司也七死回生 不是一举两得吗 冯孟岩怒道 爸 钱我们自己可以想办法 难道非要牺牲女儿的幸福吗 反正这件事 我绝不答应 冯清凌气的脸色铁青 本以为女儿会为了家里做出一些牺牲 可没想到 竟如此叛逆 如果女儿不嫁 她的公司不到一个月 就会出现大问题 半年内就肯定倒闭 到时候各种债务 各种麻烦接踵而来 冯家遗落千丈 他们都得露宿街头 想到这里 冯清凌冲到冯孟岩面前 怒道 你不嫁也得嫁 我养你这么大 难道不知道 一丁点知恩图报吗 天龙哪里不好 要钱有钱 要貌有貌 难道配不上你 你看看你 都快三十岁了 还不知道找男朋友 不知道嫁人 你不急 我和你妈不急吗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你要不嫁 就滚出家门 别当我们是你爸妈 冯孟岩一听 顿时双目含泪 心中一片悲伤 为了逼他嫁人 以往慈爱的父亲 居然这么逼他 根本不管他是否愿意 赵天龙见状 知道该自己表现的时候 于是 他走上前去 笑道 孟岩 我知道 以前我做了一些让你不高兴的事 但那是因为 以前没有遇到真心喜欢的人 但现在 我遇见了 那就是你 我发誓 我以后肯定不再沾花惹草 不做让你伤心的事情 我会一心一意对你 冯青凌指着天龙笑道 你看 人家都这么有诚意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嫁 一定要嫁 冯孟岩看像坐在沙发上的妈妈 见妈妈一直沉默 心中绝望 呼的 他脑海中浮现出一道高壮的身影 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般 欢呼雀跃 当即就到 并非是他不好 而是女儿已经有了男朋友 并且决定 今年就结婚 所以 我不能接受赵天龙的心意 文言 冯青凌和赵天龙都瞪大眼睛 满脸惊讶之色 在此之前 他们都认为冯孟岩没有男朋友 孟岩 你有男朋友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是哪家的公子 冯青凌问道 语气倒是缓和了一些 他的女婿 倒不是非赵天龙不可 只要对方有钱 能帮他的公司渡过难关 那就可以 他叫唐海 家里也很有钱 一定能帮爸爸渡过难关 至于其他的 我们亲自问 冯孟岩冷笑看向赵天龙 所以 赵天龙 你还是走吧 我们不可能 说完 当着脸色阴沉的赵天龙面 上楼回房 冯青凌没有阻止冯孟岩 一脸思考之色 随后对赵天龙道 孟岩的话 不知道是真是假 天龙 我会去调查一番的 倘若对方配得上孟岩 而孟岩又十分喜欢的话 那我这个当爸爸的 就只能祝福 天龙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赵天龙心中冷笑 这个老狐狸 刚刚还舔着自己 生怕自己跑掉 现在得知 女儿有个有钱的男朋友 就打算抛弃他 或者 把他当备胎 但对于冯孟岩 他并没有放弃 有男朋友又怎么样 如果那个男朋友 不存在了呢 赵天龙淡淡笑道 伯父 我是真的喜欢孟岩 所以不会轻言放弃 就算孟岩的男朋友 真的有钱 可会比我有钱吗 我会给伯父 一个满意的结果 冯青凌笑了笑 不久后 便送赵天龙离开 房间里 冯孟岩站在窗边 看着赵天龙离开 心中松了口气 暂时是过了这关了 可是接下来 我该怎么圆下去呢 爸爸的公司 需要周转资金 上亿起步 这么多钱 从哪里搞来 如果爸爸说 要见我的男朋友 我是可以把唐海找来 可别说唐海没那么多钱 就算有 能为了我 拿出这么多钱来 一时间 冯孟岩陷入苦恼 此刻 唐海开着冯孟岩的 红色宝马回家 回到家 就听到浴室里面 传来水花声 唐海笑了笑 趁着小姨子不在家 和老婆晚点刺激的 说着 就脱了衣服 也进入浴室 啊 忽然一个男人冲进来 把张雪岩吓了一跳 但看到是唐海 便兴奋道 老公 是你啊 吓死我了 唐海笑道 老婆 要羞羞吗 张雪岩满脸红润道 你说呢 快点 我等不及了 两人一直激战到午夜十二点 拿起手机 看了时间 唐海皱眉 都这么晚了 小姨子还没回来 张雪岩有些担心 不会出事吧 合伙做生意 到底做什么生意 张雪岩却是摇头 不知道啊 她没跟我说那么清楚 呼的 手机铃声响起 唐海一看 居然是小姨子张子峰的 当即接通 子峰 你在哪呢 这么晚还不回来 可下一刻 唐海脸色一变 你在那等我 我立刻过来 看到唐海急匆匆穿衣服 张雪岩一脸焦急问道 老公 子峰出事了吗 我跟你去 但唐海却阻止他 老婆 你就别去了 我一个人能搞定 你在家等消息 放心 有我在 子峰绝不会出事 张雪岩也怕自己过去拖后腿 便只能答应 留下来等消息 唐海骑着哈雷 直奔东区 波涛酒吧 不久前 波涛酒吧 一间包房里 赵天龙带着一群狐朋狗友喝酒 因为冯孟岩那件事 让他今晚相当不爽 于是玩得比较疯狂 不仅强行玩了几个陪酒妹 还让兄弟们轮着来 听到惨叫 老板孙真真 和股东之一的张子峰 就冲了过来 看到包间内的惨状 两人气愤无比 但赵天龙一帮人不但喝醉 而且已经失去理智 当即就朝着孙真真和张子峰扑了过来 两人干不过 只能躲进包间卫生间 外面服务员本来打算报警 但直接被赵天龙一个酒瓶子给干晕 还威胁其他人 谁敢报警 让他生不如死 酒吧里很多人都听说过赵天龙 知道这人有钱 认识人多 非常不好惹 为了不饮火烧身 一众人只能沉默 此刻 孙真真和张子峰待在卫生间 十分害怕 他倒能坚持多久 赵天龙一帮人还狂笑大喊 十分疯狂 宛若一只只野兽 小娘皮 快开门 让我们联系联系 嘿嘿 以为躲里面 我们就抓不着你们吗 很快 很快我们就进来了 到时候黑羞黑羞 听着这些野兽之语 两个娇滴滴的美人 吓得面若血色 浑身打颤 一旁的孙真真 虽然是老板 但却是第一次当老板 年纪也不大 26岁 此时被吓坏 眼泪速速往下流 期待有人能救他 反观一旁的张子峰 比他状态要好些 但拿着手机的双手 一样在哆嗦 呼的 孙真真喊道 子峰 报警了吗 张子峰道 我吓得忘了 你别害怕 我现在就报警 可刚要打报警电话 他便想起姐夫唐海 于是 他放弃报警 而是拨通姐夫的电话 姐夫 我在东区波涛酒吧 待会发位置给你 快来救我们 一定要快 那边唐海立刻回应 你在那等我 我立刻过来 听到姐夫的声音 张子峰放心不守 气息渐渐平稳下来 因为他知道 只要拖延时间 等姐夫过来就行 毕竟上次几十个混混 都奈何不了姐夫 对付十几个软脚虾 还不是手道勤癌吗 而听到好姐妹 张子峰求救的对象 居然不是警察 而是他的姐夫 孙真真十分哑然 子峰 你不报警 怎么打电话给你姐夫了 张子峰道 放心吧 我姐夫很厉害的 对付这些人 小意思 真真 我们赶紧抵住门 接下来 只要等我姐夫 赶到就行 孙真真相信张子峰 便坚强站起来 与他一起抵住卫生间门 而此刻 唐海已经从小区出来 开着哈雷 在车流中 宛若一道光 肆意地穿梭 什么红灯绿灯 根本无法影响他的车技 以及飙车的决心 在连闯十八个红灯 甩掉数十名交警后 花了不到十五分钟 唐海就赶到波涛酒吧旁边 一条没有监控的小巷子 将摩托车和头盔 放进系统空间 还换了一件黑色外套后 就冲进酒吧 因为包房的动静 吸引了不少人 所以 唐海很快就找到包间 碰 卫生间的人 也在此刻 被那帮混蛋给撞破 也亏得这帮人闹性大 加上喝了酒 不然清醒状态下 一心一意 撞开卫生间门 估计不需要五分钟 唐海飙车再快 也赶不及 到时候 会发生什么后果 可想而知 卫生间门被打开 两名青年就冲进去 打算抓人 吓得张子峰和孙真真 惶恐尖叫 只能用扫把驱赶 可就在这时 哄 包间门被人一脚踹飞 门板狠狠撞飞包间两人 如此大的动静 让其余人都酒醒了几分 看到唐海 他们勃然大怒 哪来的傻别 不知道赵哥在这里吗 一个照面 两名吃蛋白粉过多的壮硕青年 就冲向唐海 挥拳轰击 但被唐海抓住拳头 狠狠一鸣 咔嚓 手腕直接断裂 两人直接跪在地上 痛苦喊叫 砰砰 将两人踢飞 唐海没有理会其他人 因为听到卫生间小姨子的惊叫 操 他冲进卫生间 很快将两人拖了出来 你他妈是谁 给老子放手 找死 弄死他 两人被唐海扔到地上 便愤怒指着唐海 唐海冷笑 想泡妞 老子不管你们 但泡老子的妞 你们就得付出代价 巴唧 巴唧 唐海根本不客气 按照随心所欲来 直接就两脚剁碎两人的小球球 鸡蛋打破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是尖叫和痛嚎 声音中带着撕心裂肺 与生不如死 将赵天龙几人都吓得脸色发白 此时此刻 没人敢惹唐海 但赵天龙仗着自己 是四海集团的总裁 董事长的亲 且人脉颇广 便硬着胆子站起来 提着一个酒瓶子过来 冷冷道 这位兄弟 我叫赵天龙 四海集团 碰 可是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唐海一脚踹飞 把沙发都撞得翻倒 好半天都没能爬起来 唐海不屑道 老子让你说话了吗 还想拿酒瓶子偷袭我 呸 废物 这时 张子峰冲出来 扑进唐海怀抱 姐夫 你终于来了 你要是再来晚一点 我和珍珍 就要被这帮人给祸害了 唐海刮了瓜张子峰的鼻子 在蹊跷臀上 狠狠一抓 冷哼道 谁叫你跑到这里来玩 这种乱糟糟的地方 以后还是不要来了 一旁孙珍珍看到唐海的动作 顿时睁大眼睛 这是什么情况 他不是子峰的姐夫吗 再度落在唐海身上 心脏顿时碰碰跳起来 那是心动的感觉 没想到子峰的姐夫 不但能打 而且长得这么帅 怪不得子峰 都一脸沦陷的模样 要是他能当我男朋友就好了 孙珍珍 今年26岁 单身 眼光很高 一直没有看到重义的男生 可就在刚刚 他对唐海一见钟情 试问 又能打 又man 又帅 身材又被棒的男生 加上浑身散发的无形魅力 哪个女人能抵挡的了 姐夫 一定不要放过这帮人 张子峰满脸愤怒 将孙珍珍拉过来 这是我好姐妹孙珍珍 也是这家酒吧的老板 而我是股东之一 姐夫 我们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要是被他们这帮禽兽玷污 我们可就活不下去了 唐海目光陡然一冷 脸色阴沉 放心 敢动我的女人 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你们先出去 之后的画面 可能有些血腥 当即 张子峰拉着孙珍珍离开 两人在外面等待 唐海则走向赵天龙等人 老子最讨厌 你们这种富二代 玩女人也就算了 有必要把人家玩得这么惨吗 看看躺着的这三个姑娘 碰到我 只能算你们倒霉 要搁以前 还真不敢做得太过 但现在 不同了 看到唐海 意识到对方想做什么 赵天龙满脸恐惧 求求你 饶了我 我能给钱 很多很多钱不要 不要 啊 啊 一声声惨叫声响起 很快 唐海出来 到 叫救护车吧 我怕他们死在这里 与此同时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亦能飞翼 可使用精神力量 凝聚成飞翼 进行飞行 1000吨特级刚才 看到系统这次的奖励 唐海顿时一惊 亦能飞翼 用精神力凝集飞翼 进行飞行 我去 这亦能吊炸天啊 谁没个飞行吗 不是坐飞机 也不是开飞机 更不是划散 而是真真切切人体飞行 可是 正常来说 人绝对没法像鸟那样飞 除非有飞行异能 而现在 唐海就有了这个异能 从今以后 老子能飞了 明天就找个时间 好好飞一飞 唐海满心期待 得到异能飞翼 比飞了十几个富二代还爽 孙真真扫了一眼里面的惨状 顿时一个机灵 感叹道 好惨 那个 你不怕他们报警吗 唐海笑道 他们敢报警吗 那地上三名陪酒女 是他们干的吧 像这种人 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 报警 抓自己吗 孙真真点头 那他们肯定会报复你的 那个赵天龙 也不简单 唐海无所谓到 你还是担心 你和你的酒吧吧 至于我 那个赵天龙 我还没放在眼里 说着 他看向张子风 子风 我们回家吧 张子风点头 可就在这时 孙真真目光闪烁地看着唐海 紧接着突然道 那个 子风姐夫 我有点事找你商量 子风 你能不能在外面等一下 张子风和孙真真的关系很好 文言并没有半分犹豫 就去了酒吧门口等着 而孙真真和唐海 则是来到楼上一个房间 这是孙真真平日里休息的房间 空间不算大 一视一听那种 看着眼前的孙真真 唐海不由地打量起来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漏肩长裙 大概一米七的样子 皮肤很白 身材很好 没有一丝坠肉 胸脯也很高 脸蛋属于那种娃娃脸型的 充满清纯的味道 尤其是那一双明亮的眼睛 给人一种天真无瑕的感觉 只一眼 唐海便发现 这是一个九分美女 比起张子峰 多了一股灵动天真的味道 唐海嘴角有些玩味起来 不过也疑惑 对方不知道 把他带来这里干什么 在沙发上坐下 孙真真给他倒了一杯水 便紧紧地挨着唐海坐下 似乎有些紧张和害羞 脸蛋红扑扑 小手捏紧 气氛瞬间有些暧昧起来 唐海不知道对方搞什么鬼 便问道 你叫孙真真是吧 你找我有事 孙真真迟迟了一下 便大着胆子道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我 我想当你女朋友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嗯 唐海颇为诧异 看着可人的孙真真 忽然间一动起来 当即抓住孙真真的小手 道 你为什么要当我女朋友 孙真真脸更红了 因为你长得很帅 又能打 给我一种很强烈的安全感 我很喜欢 而且 子峰喜欢的人 我相信 人品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 我害怕赵天龙他们报复 所以想让你保护我 唐海笑道 可是 要当我女朋友 是需要一些考验的 啊 考验 孙真真天真无暇道 什么考验 唐海笑道 这基础条件吗 自然是外貌 你自然过关 但还有三个考验 第一个便是手艺 你的手艺如何呢 孙真真是开酒吧的 对于唐海的话 自然领悟出来 不过对于男女间这种事 他并不抗拒 如果真成了唐海的女朋友 就算是去宾馆做事 他也不会反对 于是 他问道 可是 做这个时间 应该很长 子峰还在外面等你呢 唐海哑火 这我倒是忘了 那不如直接跳过 第一个小考验 进行第二个小考验吧 应该能缩短一些时间 那便是吃香肠 孙真真又羞又惊讶 呼的问道 你和子峰也做了吧 唐海沉默一笑 但孙真真知道 他猜对了 既然子峰能做 他为什么不能呢 当即点头 半个小时后 孙真真用纸巾擦了擦嘴 再为唐海系好皮带 便温柔道 唐大哥 还满意吗 唐海深深了呼了口气 前所未有的满足 在孙真真的额头亲了一口后 便笑道 不错 很不错 等完成第三个考验 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孙真真脸色一红 问道 那什么时候开始第三个考验 唐海哈哈大笑 这么接 放心 等我有空会来找你的 离开房间时 果然 他的脑海中 再度响起系统提示声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军用手雷1000枚 唐海微微一笑 搂着孙真真就下楼 酒吧门口 张子峰等的 有些不耐烦 看到姐夫和孙真真出来的那一刻 当即忍不住道 你俩谈啥呀 谈情还是说爱 怎么去了这么久 唐海嗨嗨道 真真担心赵天龙他们报复 所以商量了下之后怎么办 文言 张子峰也是担心起来 抱着孙真真 真真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孙真真有些不敢支持张子峰的眼睛 唐大哥说 如果酒吧有事 就立刻给他打电话 因为是子峰的姐夫 所以我就没客气的答应下来 张子峰笑道 这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姐夫就是你姐夫啊 你放心享用 听到这句话 两人都震惊地看着张子峰 要不是确定张子峰一直在门口的 他们还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了 不过现在 唐海还不打算将他和真真的关系说出来 以免有不必要的麻烦 唐海打算一切等末日来临时 再全盘拖出 到时候 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被末日吸引 哪有空去找他的麻烦 到时候 他便找一些恰当的理由 说服他们 并让他们好好相处 嘿嘿 带着小姨子离开酒吧回到家 张雪岩看到妹妹没事 便彻底放下心来 甚至当晚 还要求和子峰一起睡 怕子峰有心理阴影 张子峰满脸无奈 心里想 本来晚上还打算找姐夫深入交流呢 现在被姐姐给破坏了 不过 想起和姐夫的关系 他又觉得有些对不起姐姐来 一夜孤眠 第二天一早 张雪岩去上班 而张子峰则是又去了波涛酒吧 唐海这才想起那酒吧的名字 波涛酒吧 这是在暗示什么 取啥名字不好 取一个波涛酒吧 真是服了you 唐海今天也有事 便是去好居所房产公司 找新印童拿房产证 可是 刚来到好居所 唐海便看到 门口站着两排好居所员工 全都清一色 穿着白衬衣和热辣短裤 一个个浓装艳抹 释放魅力 在队伍前面 经理站着 看到唐海 顿时睁大眼睛 随后喊道 开始 所有人全部弯腰90度 勾壳净险 美腿在阳光下 勾勒出夺目光泽 恭迎唐先生 所有人热情大喊 让唐海颇感意外 随后笑了起来 这个经理让员工这么做 很明显 是想要讨好自己 毕竟 对他们来说 自己可是大客户 能够购买80栋别墅的人 自然是大佬 大客户 他们得小心伺候着 经理 你们这是干嘛 唐海笑着明知顾问 经理摆摆手 让大家抬头挺胸 他则走过去 舔着脸笑道 唐先生 您可是我们好居所的贵宾 自然要享受贵宾待遇 您今天是来拿房本的吧 走 这边请 哦对了 今天应同也穿了白衬衣和短裤 哦在里面泡茶 专门接待您 唐海眼睛一亮 脑海中浮现 新应同穿着白衬衣 热辣短裤 长发飘飘的模样 顿时充满期待 做得不错 下次要买房 还找你们好居所 唐海笑了笑 当然 肯定没下次了 一个云山小区 足够他在末日生活 进入好居所 经理领着唐海 进入一个安静小房间 小房间内 新应同低着头 正在泡茶 两腿闭得紧紧的 时而还试图将短裤拉下去 之后 应同会好好接待您 我就不进去打扰了 若有任何需要 唤我便可 经理笑着 如一阵风离开 很是识趣 唐海心中笑了笑 随后走进小房间 关上门 顺便锁上 看到唐海 新应同吓了一跳 茶壶一歪 水溅到小手上 顿时烫得他惊叫一声 剑撞 唐海一个剑步冲过去 站在新应同背后 将其水壶夺过 放在桌上 另一只手 则握住新应同的手 关心道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看看 结果只是红了些 问题不大 新应同红着脸 将手抽回 却不曾想身子后退 顶到后面一根东西 顿时吓了一跳 你 你别靠那么近 唐海可不会那么乖 直接从后面抱住新应同 贴着他的耳朵说话 之前的提议 你还没有考虑清楚 新应同挣扎 怒道 唐先生 请你自重 你已经有女朋友 能不能不要纠缠我 面对这种情况 唐海魂不在意 我就喜欢你拒绝的模样 只是 拒绝没有任何意义 将新应同转过来 唐海直接吻了过去 新应同睁大眼睛 想要反抗 但被对方死死地抱住 动弹不得 只能任由对方索取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一千立方 一千吨特技钢材 唐海一笑 继续吻 足足三分钟后 他才将其放开 顺便在其身上游走了下 惹得对方一阵触电般的竞篮 捏 捏 混蛋 新应同气的脸色发白 你怎么可以这样 唐海却坐下来 淡淡笑道 我说了 你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做唐海的女人 现在的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逃离出去 报警 另一个 当我的女人 新应同怒道 反正我绝不会答应你 唐海笑着摇头 现在的你 确实不会答应我 但我可以百分百地告诉你 两个多月后 你会求着当我的女人 另外 你觉得你不答应 就能摆脱我吗 新应同气的浑身颤抖 可是却拿唐海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一个普通人 怎么逗得过对方这种超级大佬 而且 真逼急了对方 做出一些坏事 他的下场会更惨 呼的 新应同冷冰冰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当你的女人 还有 为什么说 两个月后 我会求着当你的女人 你想对我做什么 唐海翘着二郎腿 傲然道 你长得漂亮 对我胃口 这就是理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 等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了 新应同不知道他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但他猜测 唐海一定是想对他做些什么 不择手段说服一个女人 像对方这种富公子 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时此刻 他产生一个念头 那就是 与其被对方折磨 还不如爽快答应 反正说实话 他对唐海不心动 那是假的 人长得帅 又有钱 身手好 又有智谋 除了太过好色外 其他倒没发现 有什么人品问题 最重要的是 唐海身上 始终有一种无形的魅力 在吸引他 他之所以不答应唐海 一个是对方条件太好 他觉得配不上 另一个就是 对方有女朋友 最后就是 他希望唐海是真心喜欢自己 而不是看自己长得漂亮 可是事到如今 他发现 自己考虑的这些 都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唐海吃定了他 好 我可以当你女朋友 但我有个条件 呼的 心应同下了决心 既然反抗不了 那就接受 但要为自己争取主动 这让唐海有些意外 当即笑嘻嘻道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那么说说你的条件吧 心应同犹豫了下 我的条件就是 如果我做了你女朋友 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 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随便欺负我 当然 基础的肢体接触没问题 比如牵手 玩手什么的 唐海笑了笑 完全没犹豫 好 我答应你 来日方长 他有的是手段 让对方乖乖顺从 看到唐海这么爽快答应 心应同反而有些不安 但话已出口 他也不会再反悔 唐海站起来 笑道 那么女朋友 陪我去办点事 怎么样 心应同脸色一红 我还在上班呢 唐海走过去 牵住对方的手 将其拉起来 笑道 你傻呀 刚刚提成几百万 加上有我这个大富豪男朋友 你还需要上班吗 自然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那经理敢说半个字 文言 心应同倒也没拒绝 走出去 看到俩人牵着手 经理诧异 随后笑眯眯道 恭喜唐先生 二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唐海道 我们要出去一趟 你没意见吧 经理一愣 随后连忙摇头 没有 绝对没有 以后 应同想来上班就来 不想来 就陪着唐先生就行 唐海淡淡点头 放心 以后有生意 我会多多照顾你的 说完 看向心应同 应同 我那个房本呢 心应同连忙去拿了房本过来 一共68张房本 全部装在精美的袋子里 将房本给了唐海后 心应同又去换了一身衣服 不多时 心应同走出来 不再是衬衣短裤 也不是职业装 而是一身休闲服 黄色的毛衣 白色的灯心绒长裤 简单的运动小白鞋 背着一个精致的花蓝色小包包 顿时 一种暖洋洋大学生的感觉 就扑面来 又显得有种文静雅致的感觉 让唐海颇为喜欢 抬起手腕 在一众店员羡慕的目光下 离开了门店 这次出来 唐海依旧开着冯孟岩的红色宝马 虽然骑哈雷比较拉风 但骑得多了 起初有新鲜感 久了后就没了 反而觉得不方便 至于布加迪 车不错 但总开 也意外 关键事前太多 唐海打算换辆车装笔 于是 两人开着宝马 直接来到一辆汽车销售店 这个汽车店装修豪华 面积很大 名叫豪车俱乐部 顾名思义 卖的都是豪车 而唐海 买的就是豪车 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 新鲜桐有些局促 问道 唐海 我们来这做什么 唐海笑道 这还用问 当然是买车 你还没车吧 走 我给你买一辆 我自己再挑一辆 文言 新鲜桐想了想 他确实一直想要买辆车 现在身上也有几百万 有钱买车 于是 他笑道 不用了 我自己有钱 还是我自己买吧 唐海想了想 倒也没坚持 进入后 看到一辆辆崭新靓丽 线条或优美或霸气 颜色或鲜艳 或高贵的豪车 新鲜桐当即有些亮花眼 很快 新鲜桐看中一辆橙色奥迪 宛若铺了一层日光 相当柔美时尚 这辆车确实很漂亮 即便是门外汉 他也知道这辆车不便宜 但自己有几百万 花个几十万 哪怕是上百万买辆好车 也不算什么 见新鲜桐专心看车 唐海笑了笑 没去打扰 走到另外一边 同样挑车 法拉利 劳斯莱斯 兰博基尼 唐海在琳琅满目的豪车中挑选着 最终选择一辆千万以下的豪车 路虎懒胜Scoop 当然 以他现在的身价 开一个三百多万的车 有些掉身份 但在系统出现前 他做梦都想要拥有一辆路虎懒胜 路虎懒胜Scoop 所以 当看到这辆车 他毫不犹豫 就选择买下来 正打算去前台询问 忽然听到不远处的吵闹声 只见一辆橙色奥迪钱 一名穿着名牌 高挑的贵妇 正指着辛印童谩骂 甚至推散辛印童 旁边有一位穿着西装 梳着背头 人母狗样的中年人 正上下猥琐打量着辛印童 不知道在想什么 辛印童毕竟是普通人 也是不久前才赚到几百万 而几百万在有钱人眼里 真不算什么 跟眼前穿着名牌 一脸贵气的妇人比较 他气势就不足 甚至不敢和人家大声争论 几个回合下来 辛印童连招架的 粪都没有 被指指点点 低着头 不敢说话 眼睛里含着泪 唐海脸色铁青 走了过去 来到辛印童身边 唐海问道 印童 发生什么事了 看到唐海 辛印童顿时止不住泪 连忙站到他背后 贵妇看到唐海 眼前一亮 但很快气势汹汹道 你是他男朋友 嗯 来得正好 这辆车我已经看中了 带着你的穷酸女友 滚一边去吧 辛印童连忙喊道 明明是我先看中的 你为什么跟我抢 贵妇不屑道 看你穿的一身土的吊渣 就凭你 也想买 这辆两百多万的奥迪 十项的话 赶紧滚开 否则的话 我有一百种方法弄死你 辛印童气急 你 你不讲理 贵妇哈哈大笑 理 钱就是理 你比我有钱吗 告诉你 像你这种穷贱货 我见得多了 要不是靠卖肉赚点钱 你怕是 连这个店的门都不敢进吧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点生意 保证你赚得比现在多 辛印童眼睛立刻红了 你胡说 你 你 看到自己女友 被欺负成这样 唐海哪里还能忍 草 啪 直接赏了贵妇一个大逼东 那贵妇摔倒在地 左脸红肿 牙齿掉了两颗 愣在了那里 很快 他反应过来 怒吼一声 你 你特么敢打我 说着 看向旁边的男子 吼道 陈英雄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女人被人打了 你傻了吗 给老娘弄死他 陈英雄气势汹汹盯着唐海 马德 敢打老子的 啪 唐海一巴掌 让对方飞了出去 你谁老子 我不但打你女人 我还打你 贵妇气得浑身颤抖 指着唐海 你 你简直无法无天 我要派人打死你 再找人玩你女友 唐海冷笑 你这么喜欢找死 我成全你 当即发动催眠术 瞬间 贵妇的表情一僵 木讷地站了起来 在唐海的操控下 开始脱衣服 这一幕 让周围汽车店的员工 看得震惊又兴奋 不远处 男子冲过来 想要阻止老婆 可很快 他也被唐海催眠 做出同样的动作 几分钟后 这两人居然 当着众人的面 做出十分不雅的运动 看得众人一愣愣的 心硬瞳别过脸 满脸通红 对此同样十分不解 之前两个人表现正常 完全不像精神病人 可为什么突然间像疯了般 难道是因为唐海 我去 光天化日之下 这两人未免太心急了吧 唐海冷漠地看着两人 随后继续操控 两人就这么走出豪车俱乐部 一路朝着马车上而去 他们要做什么 不会是 赶快阻止他们 来不及了 滴滴滴 尖锐的气笛声响起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很快砰砰两声众响 一辆大巴车 瞬间将两人撞飞数十米远 街道上 很快混乱一片 而这时候 唐海立刻解除催眠 脸色有些苍白 同时催眠两个人 消耗精神力太快了 差点坚持不住 唐海喘了几口气 好受不少 这次付出的代价不小 但收获也不小 只听他的脑海中 系统提示声响起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全系列顶级飙车记忆 唐海立刻心中欢喜起来 碰到我 活该你们倒霉 唐海冷笑 换个系统 我不还不至于处理掉你们 只可惜 我有个必须随心所欲的系统 一旁 欣应同捂住嘴巴 恐惧地看着远处一幕 他偏过头 看着唐海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跟你有关系 唐海淡淡笑道 你忘记之前他们怎么对待你 那个女人尖酸刻薄 辱骂于你 恶毒至极 而那个男人 上下打量你 对你不怀好意 他们不死 你肯定倒霉 欣应同摇头一叹 可他们还醉不至死吧 唐海冷笑 你同情别人时 别人未必会同情你 很快你就会知道 同情有时候是一种错误 他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给你带来灾难 不多时 警察来了 查看了监控 对在场的人 进行询问和录口供 对唐海和欣应同的询问 明显比较久 但警察并未找到什么 实际性的证据 证明那两人的死 和他们有关系 虽然没有成为嫌疑人 但警察还是让他们 在真相大白前 不能离开汉城 并且随时会被传唤 对此 唐海没所谓 反正他们找不到证据 毕竟催眠术 哪有痕迹可循 更别说 很快 末日就降临 到时候 什么法律 什么正义 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在末日 什么都没有用 有用的 只有食物和武器 最终 唐海买下路虎揽胜Scope 而欣应同 则买下那辆橙色奥迪 不过 在唐海的建议下 两人都是分期付款 并且选择的是 期数最多的贷款方式 长达67 而且还办了 申请延期三个月 也就是说 两人仅仅付了几十万的首付 便获得了这两辆豪车 至于后面的款项 等到了末日 还还个屁 对此 欣应同虽然表示怀疑 但最终选择相信唐海 因为还有事情要办 所以 唐海让汽车店将两辆车 分别送到欣应同和他的住处 他们依旧开着红色宝马 前往贷款公司 一上车 唐海正准备开车 但欣应同却感激道 之前谢谢你 说完 呼的凑过去 在他脸上蜻蜓点水 看着一脸羞红的欣应同 唐海笑道 我是你男朋友 还用说谢谢吗 可或许是本能 他的手不知何时 居然放到了欣应同的腿上 并且摩擦着 欣应同美好气道 拿开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唐海连忙拿开手 哈哈笑道 我不是故意的 完全是本能 不久后 两人下车 站在一家高级贷款公司前 不是唐海之前的那家 毕竟 不能瞅着一家入羊毛吧 而且 之前那家贷款公司 未必吃得下他手里的 十个汽车绿本 和八十栋别墅房本 看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欣应同十分疑惑 唐海 你不会又要贷款买房吧 唐海笑道 我有云山小区就够了 不过 有的贷白不贷 反正不用还 等拿到钱 满世界happy 欣应同更加不解了 为什么说 有的贷白不贷 贷款是要还的 而且还有高额利息 摇摇头 他觉得 唐海不是那种不知分寸 且冲动的人 之所以会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道理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 唐海和一脸朝红的欣应同 走了出来 欣应同腿发抖 差点摔倒 被唐海扶住 问道 你不舒服 欣应同摇头 他哪里是不舒服的呀 完全是被吓到了 八亿呀 整整八亿 唐海用十个汽车绿本 还有八十栋别墅的房本 抵押贷款 到了整整八亿 刚才就已经给唐海赚了一亿 剩下七亿 半个月内分批次到账 几百万就已经让欣应同 兴奋的昨晚睡不着觉 现在足足八亿 真的吓到了他 普通人难以想象 八亿是个什么数目 最重要的是 之所以唐海用首付购买的几十栋别墅 就能贷款到几亿 完全是因为 唐海的账户内 还躺着几十亿 否则 你首付买的几十栋别墅 根本抵押不到几亿 如果那八亿全部到账 那么 唐海就有三十多亿资金 三十多亿 还是现金 心应同光想想 就有些头晕 一直以来 他知道唐海有钱 但却不知道 居然这么有钱 而且 对于唐海的身份 他一无所知 怀着好奇 心应同忍不住问道 唐海 你到底是谁 难道是上金某个超级富豪的儿子吗 我不相信 以你的年纪 能够赚到二十多亿 除非 除非这些都是贷款或者借的 唐海笑道 我可没兴趣 当什么富豪的儿子 只有卡里那二十多亿吗 如果我说 那些是别人送给我的 你信不 心应同摇摇头 显然不信 唐海也没打算真告诉对方钱的来历 因为这根本不重要 好了 你别问那么多 反正我有钱 对你没坏处 唐海发动车子 问道 你想去哪玩 今天我陪你玩的够 心应同想了想 其实我一直想去游乐场玩 但因为工作忙 而且想着省钱 所以没去 要不 我们去游乐场玩 不过像你这种有钱人 对游乐场应该没兴趣吧 唐海笑道 怎么会呢 其实我也挺喜欢去游乐场玩的 走 今天我带你去玩的够 汉城最大的游乐场 位于青马山 这里还是个5A级景区 来这里玩的人 天天都是若语不绝 之前 唐海和老婆张雪岩 小姨子张子峰 来这里玩过一次 风景不错 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 尤其是这里的游乐场 设备高级 各种游乐项目 应有尽有 像过山车 摩天轮 自由落体 蹦极等 来到青马山 大概用了一个小时 停车下车 两人一人一个冰淇淋 落过不少景点 直奔目标点游乐场 咦 门口怎么聚集这么多人 他们不进去玩吗 远远的 心应同就看到游乐场门口的情景 走 过去看看 唐海道 此刻 游乐场门口 游客们正在和十几名保安理论 同时 游乐场入口已经关闭 显然并不允许人进入 唐海本来以为是游乐场出了什么事故 临时关闭 可以听争论 方才脸色沉了下来 凭什么 他们霸占整个游乐场 我们好不容易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玩 你们居然不让进 有钱了不起啊 海包场 游乐场大家都可以进去玩 凭什么搞特殊 快开门 不然 我们就去举报 去投诉 游客们都愤怒大喊 指责这些保安和为首的保安队长 保安队长提了啼酷腰带 再摸了摸嘴角黑智 才玩味道 一帮穷鬼 在这闹什么闹 你要有钱 也可以包场 没钱就闭嘴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最讨厌你们这种泥腿狗 还举报 还投诉 你以为你是谁 谁再敢在这里闹事 我这电棍可不认人 啪啪啪 保安队长启动电棍 顿时火花四箭 电狐圣人 这一手 顿时将眼前的游客们吓了一跳 叫喊声怒骂声 顿时吸了一半 太过分了 欣应同非常愤怒 脸色微红 这些保安是请来保证游客安全的 现在却在威胁游客 这还有天理吗 而且 还用电棍吓人 太嚣张了 游乐场的负责人都不管吗 唐海笑道 这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 所谓的公平 不过是有钱有势的人 用来安慰那些普通人的 不过 当你有了足够实力后 便可捍卫你想要的公平 欣应同非常赞同 你说的对 但我们只是普通游客 人家不让进 又有什么办法呢 唐海一笑 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有钱人 而且 我也很能打 欣应同脸色一变 急忙到 你不会想要和这些保安动手吧 他们可不好惹 而且有武器 或许你有些伸手 可要和这么多狠人对抗 会很危险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不玩也没事 但唐海摇头 既然来了 直接打到回府多扫兴 你放心 今天我带你完定了 就在这时 人群中 一名抱着女朋友的健身男 身强体壮 肌肉喷张 眼神更是凶煞 一看就不好惹 或许是想要在女朋友面前 彰显自己的能耐 又或许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装个笔 总之 那白色背心男子冲上去 指着那保安队长怒喝 给老子打开门 不然我打抱你 老子一拳千斤力 你吃得消吗 保安队长面色一变 看到强壮的肌肉男 在对比自己瘦竹竿 顿时气势弱了下去 但下一刻 他又冷笑起来 一拳打抱我是吧 那你先 啪啪啪 保安队长拿着电棍 对准肌肉男 就是一阵猛筒 顿时一阵火花带闪电 那肌肉男浑身颤抖 半翻白眼 刚好坚持三秒 直接倒地抽搐 你特么不讲武德 肌肉男白眼一番 当场晕了过去 亲爱的 你没事吧 我要报警 肌肉男女朋友 满脸愤怒 指着保安队长大吼 保安队长一脸不屑 拿出一个牌子 指着上面的字 报 看到没有 闹事者一律电棍伺候 报警 是你们先闹事 我正当防卫 众人气急 指着保安队长破口大骂 但终究没人再赶上前 毕竟没谁想尝一尝电棍的滋味 可就在这时 唐海走了上来 朝着游乐场里面看 只见游乐场里面 停了两辆豪车 一名大富翩翩的富豪 正搂着一名燕美女子 东瞧西看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四名黑衣保镖 看什么看 退后 保安队长皱眉扫了唐海一眼 怒喝一声 唐海笑了笑 如果我非要看呢 随即冲着唐海冷笑 小子 你很嚣张吗 唐海怂怂肩 没你嚣张啊 保安队长冷笑 你就不怕我的电棍 唐海故作吸了口冷气 微微笑道 怕 怕得要死 可你敢电我吗 垃圾 你特马 保安队长气急 当即失去理智 我电思念 拿着电棍 就朝着唐海捅去 他必须将刺头给按下去 否则后面的人有样学样 到时候 还怎么挡住 这帮穷比游客 可是 啪啪啪 电棍确实捅中了 但是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那电棍 居然捅在了保安队长自己身上 一阵火花带闪电 翻白眼 保安队长软倒下去 唐海不屑 一脚将木牌踹飞 倒 给老子开门 保安队长 似乎抗性不错 居然没有像鸡肉男一样 当场晕过去 居然还指着唐海 朝着那帮愣住的保安怒吼 你们都特马愣着干什么 是他先动手的 都给我上 干死他 只要不弄死 随便怎样 当即 一帮人高马大的保安冲上来 对着唐海就是猛攻 但下一秒 啊 惨叫声响起 十几名保安全部飞了出去 砸在远处 惊呆了在场游客 心硬瞳捂着嘴 一脸不可思议 他本以为唐海就是有些伸手 可没想到这么能打 简直拍武侠片一样 顿时眼睛里都忍不住转星星 只觉得此刻的唐海 如战神下山 威不可挡 堪称无敌 他从小就崇拜影视剧中无敌的侠客 于是便对此刻的唐海 产生崇拜之情 我天 这人谁啊 牛比啊 一个照面 打飞十几名保安 不会是在拍武侠片吧 我们被动入了剧情 这人难道是小说中的鼓舞者 太厉害了 今天真是开了眼界 众人激动得议论纷纷 同时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魅力加100 唐海本身就有数百点魅力值 如今再度提升100点 人群中 不少年轻女子看着唐海露出爱慕之色 就连肌肉男的女朋友都生起了疑情别恋的意思 甚至是一些有婚女士都动了歪念 查收完奖励 唐海当即进入旁边的港亭 将游乐场的门打开 走出来笑道 大家现在可以进去了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见状 众人立刻欢心鼓掌 小伙子好样的 处置了这股歪风邪气 社会就需要你这种正能量的年轻人 一名白发老者赞叹 没错 这才是当代四好青年 年轻一辈的楷模 遇到不公之事有能力的情况下 就该挺身而出 为社会做出表率 一名妇人鼓掌大笑 紧接着不少人也都夸赞唐海 说她是人中龙凤 前途无量 甚至有不少人觉得她长得帅 身手又好 正义感满满 绝对若是作为女婿 绝对不错 便相继向她推荐自家女儿 或者亲人女儿 亦或是认识的未婚女子 心应同顿时危机感满满 当先走了过去 拦在唐海面前 笑道 抱歉各位 她有女朋友了 有人笑道 小姑娘长得可真俊 确实是郎才女貌 很是般配 又有人道 小姑娘 你虽然条件不错 但也要好好珍惜啊 这样的男人值得依靠 千万不要做后悔之事 心应同心有感触 心中也对唐海今天的所作所为 非常满意 给她满满的安全感 开始觉得 虽然唐海花心 但有这样一个男朋友 确实非常不错 俏脸意识不知不觉 红了起来 应同 今天你男朋友表现得这么好 有奖励吗 唐海笑道 心应同也怕那些人 再给唐海介绍女朋友 脸色一红 也是大胆当众 亲了唐海一口 应得一众人欢呼 但唐海却并不满足 就这样 可不够哦 说吧 直接捧起心应同的脸 吻了下去 心应同双眼一顿 想要推开唐海 可唐海就像是一堵墙 根本推不动 无奈 他只能认她如此了 哈哈 好 敢爱敢恨 我看好他们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也想随一份份子钱 今天就算不能去游乐场玩 但能看到一对金童玉女 也是知足 众人大笑着 并不觉得尴尬 心中为他们送去祝福 不多时 心应同才如蒙大赦 一把推开唐海 翘脸血红 你不讲道理 说好了 没我允许 不能欺负我 唐海装傻 刚刚你不是答应奖励我吗 心应同打惊 这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奖励你了 是你不满足 唐海哈哈大笑 那算我欠你一次 下次你亲回来 心应同 随后无语道 不要脸 很快 众人涌入游乐场 唐海牵着心应同 心应同一脸的幸福之色 眼睛血亮地打亮着周围 想着先玩哪一个项目 可这时 前方传来喧哗声 原来是碰上了那个富豪 富豪大贺 谁叫你们这帮垃圾进来的 简直扫我的心 要是让我女人不高兴了 你们负责得起吗 当即是一两名保镖出手 将当先的几名青年踹倒 并且殴打 很快鼻青脸肿 刚刚还赞赏唐海的白发大爷大怒 指着富豪道 你们居然敢打人 我要报警 富豪一巴掌 将大爷扇倒在地 呸了一口 老家伙 你在找死吗 还报警 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全家死光 说着 指着众人冷冷道 不想死的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大家都是普通人 面对保安尚且害怕 不敢闹事 更别说面对一个气势汹汹 还带着保镖的富豪 这富豪还打人 连老人都打 出口就是杀人全家 当时就将所有人给吓到了 纷纷后退 不敢顶撞 唐海和新应同一直在人群后面 听到动静 方才走过来 就看到地上躺着几名青年 还有那名慈祥的白发老大爷 老大爷 你没事吧 新应同走过去 连忙将大爷给扶了起来 您觉得怎么样 需要叫救护车吗 白发老爷摇头 多谢小姑娘 我没事 只是感叹啊 八十岁的年纪 今天还是我生辰 全被人给打了 新应同脸色一变 顿时怒道 你们这帮王八蛋 连老人都打 还是人吗 富豪看到新应同这么漂亮 顿时目露凶光 满脸堆笑道 小姑娘 你说的对 我不该打老人 放心 我赔他医药费 十倍的赔 说吧 从车子里拿出两扎现金 随意扔到老人身上 两万块 那边小伤 绰绰有余了 新应同见对方没半点诚意 气得半死 但觉得像对方那种恶贼 能主动赔医药费 就不错了 将两万块塞到老者手中 新应同关心道 老人家 拿着钱 到时候去医院看看 千万别落下病根 说着 将老者扶起来 而富豪却凑了过来 笑道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说着 还伸出咸猪手 摸了过去 啊 但下一刻 唐海捏住对方手臂 冷冷到 你比猪都还臭 还脏 离我女人远点 富豪登登登后退 捂着手臂 忍受着传来的剧痛 他脸色十分难看 露出狠辣之色 小子 你居然敢伤我 今天这是没完 要么让你女朋友跟我一晚 我还给他一百万 要么 你给老子下跪 磕一百个响头 我再剁了你一条手臂 否则 你们两个今天都得玩完 唐海笑了 将心硬瞳拉到背后 比一道 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现在给老子滚得远远的 要么我把你们 打得爹妈都不认识 闻言 富豪的脸色 越来越阴沉 毛子里有杀意 这时 一名浓妆艳抹的高挑女子走过来 虽然前凸后翘 但怎么看都不真实 女子看到唐海 目光陡然一亮 还添了天舌头 像是看到了美味的大餐 对着富豪道 方哥哥 你是不是对那小姑娘感兴趣啊 妩媚道 别装了 刚刚你看她的时候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 没事的 你可以玩她 但是 我想玩她 说着 折指唐海 富豪顿时哈哈大笑 你说真的 女子目光炯炯的盯着唐海 比真金还真 要不到时候 我们开一间房 我玩那小姑娘的男朋友 你玩那小子的女朋友 岂不刺激得很 大 富豪打来的响指 仿佛已经想到某种刺激画面 顿时激动无比道 好 就这么办 这时 女子走向唐海 笑道 小兄弟 别逞强 我方哥哥的保镖 都是一等一的 与其吃苦头 不如顺从了我们 只要让我们满足 事后能得到大笔钱财 那可是你们一辈子 都赚不到的大钱哦 说着 伸出做了美甲的手指头 勾向唐海的下巴 你做辽波 他觉得 虽然自己长得不如新印童 但对付男人 辽波男人的本事 那除缝般的小姑娘 可远远不如他 或许现在 眼前英俊男子 已经心花怒放 迫不及待 想要与他颠乱捣缝 可就在对方的手指头 距离唐海下巴 还有五公分时 唐海一脸嫌弃道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身上太臭 你 长得太丑 长得丑 我不怪你 但出来吓我 你压就有罪 啪 唐海一巴掌 将女子扇飞出去 人在半空中 面部开始变形 等砸在地上 捂着脸惨叫时 众人惊恐地看到 那女子的脸 跟怪物一样 嘴巴歪的 鼻子像是脱落了 还透光 眼皮全是皱纹 还松松垮垮的 至于脸部轮廓 更是波浪型 太恐怖了 之前看得还挺漂亮 可这会简直是人形怪物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女人 估计整个脑袋都整了形 别说旁人 就是那富豪 都露出一脸的恐惧和厌恶 这女人 她玩了三个月 可却没发现 对方是整容脸 怪不得玩的时候 不让碰脸 说什么 弄坏妆容 想到自己玩了三个月的女人 是个怪物 她心里就打了个机灵 忍不住冲过去 狠狠踹了女人一脚 操 长得这么丑 还让老子玩了三个月 可心死我了 女子发出惨叫声 不断求饶 不多时 富豪踹累了 松了松领带 连忙对着心应同笑道 小姑娘 跟我吧 我保证能给你幸福 让你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不管你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 唐海冲过去 一拳将富豪的鼻子打骨折 骂道 当我面挖我墙角 照照镜子 你比地上的女的 好看不到哪去 啊 富豪捂着鼻子 痛苦惨叫 当即指着四名保镖怒道 你们几个瞎了吗 还不给我弄死他 当即 四名保镖冲向唐海 众人立刻发出惊呼 从气势上看 这四名保镖 显然不是外面那些保安能比 唐海未必是对手 但 砰砰砰 唐海就站在原地 一脚一个 将四名保镖 直接踹飞十多米远 且每一脚 督力道齐大 堪比一头牦牛 野蛮冲撞 也亏得那四名保镖体格强 不然就那一腿 估计内脏都得重伤 即便如此 四名保镖躺在地上 已经爬不起来 见状 众人欢呼 好 打得好 小兄弟好样的 那王八蛋 还当众基于小兄弟的女朋友 不能放过他 我要是有一位 这么厉害的男朋友就好了 富豪看到自己重金 请来的四名保镖 全这么快就卸菜了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你们四个 还不给我起来 我请你们来 不是装死的 这时 唐海走到富豪身边 冷笑道 像你这种社会的垃圾 就应该清楚了 富豪面色一白 惶恐退后 指着唐海战战兢兢道 你 你想干什么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别乱来 唐海摇头 像你这种垃圾 杀你我还嫌脏 厌恶地扫了对方一眼 他方才朝着众人笑道 大家想不想揍他 众人 想 唐海玩味一笑 那你们敢不敢揍他呢 文言 没人说话 虽然揍实爽 一直揍 一直爽 但揍完后呢 富豪报复怎么办 见状 唐海摇头 对此意料之内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举了起来 是之前被打的青年之一 我敢 说着 直接冲过去 一拳就打在富豪脸上 富豪惨叫一声 指着青年发怒 我记住你了 但很快 第二名青年走上来 同样是之前被揍的人之一 老子没老婆 没孩子 怕你个卵 早就想抽你了 啪 青年一巴掌扇倒富豪 哈哈大笑 爽 老子有打富豪的一天 这只手今天不洗了 看到有两人带头 当即 众人的胆子都大了起来 谁是耸蛋 谁是狗 一名男子走过来 一脚踹在富豪腹部 疼得后者哆嗦 你们这帮王八蛋 谁还敢上前 事后要他好看 可话音刚落 数十人走上前来 富豪当场 脸色就变了 君子动口不动手 有话 话还没说完 数十人就冲上去 对着富豪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富豪的惨叫声 不停地传来 唐海舒爽地呼了口气 就听到脑海中 系统声响起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奖励 系统空间两千立方 一千吨特级钢材 爽 唐海心中大笑 今天不仅打了保安 打了富豪 还获得不少奖励 随心所欲 太爽了 很快 人群散开 富豪被打成了猪头 估计他爹妈 来了都认不出 四名保镖已经恢复过来 挡在富豪身前 滚 再让我看见你 可就不是打一顿那么简单了 你若不信 可以试试 话毙 唐海轻轻一跺脚 哄 地面发出一声如雷乍响般的震动 蜘蛛网般的裂缝 自鞋底蔓延出来 见状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那富豪更是吓得倒抽冷气 这才幡然醒悟 自己到底得罪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快走 快走 富豪催促保镖带他离开 把这女人也带走 唐海指了指地上坐着 满脸麻木的整容女 不多时 几人乘车 狼狈离开 众人欢呼 有人吹起口哨 如同吹响胜利的号角 几名青年上前 将他们的英雄唐海 高高抛弃 周围的气氛极为融洽 数分钟后 唐海走到老大爷面前 问道 大爷 你没事吧 白发大爷感激道 多谢你们 无需担心我 很快 众人全都涌入游乐场内部 开始玩乐 唐海和新应同 亦是如此 两人一直玩到中午 在游乐场附近吃饭 吃完饭 继续玩 一直玩到晚上 唐海方才开车 将新应同送回家 楼下 唐海笑道 不要请我上去吗 新应同一脸后怕的摇头 笑道 才不要 你这只狼 我可不敢请你上去 我怕你把我吃了 唐海不满意 你是我女朋友 吃你不正常 反正早晚得吃掉 新应同摇头 我还没准备好呢 况且 我们交往时间还那么短 我可不想稀里糊涂教了自己 唐海无奈 什么叫稀里糊涂 难道我不值得吗 太伤心了 新应同叹了口气 而后点起脚尖 主动吻上唐海 两人吻了很久 直到口干舌燥 一只路过的狗 不满两人乱发狗娘 汪汪怒沸 滚 唐海一脚踹飞那只狗 不远处悲鸣声传来 那只狗家围而逃 心应同眼嘴而笑 摇着手 与唐海道别 眼睛里有不舍之色 唐海笑了笑 走出小巷 开车离去 回到家 洗了得早 张雪妍穿着性感睡衣进来 一双妩媚的眼睛盯着唐海 白嫩的玉手一勾 老公 这身如何 唐海目光一亮 直接将老婆拉到怀里 老婆穿啥都好看 春宵一刻值千金 娘子 你可准备好了 张雪妍满脸羞红 等待采摘呢 哄 天雷勾地火 唐海翻身压下 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清晨 即便一夜七次 唐海依旧生龙火虎 但张雪妍 却已经下不来床 只能请假 看着端着早餐进来的唐海 张雪妍白了她一眼 道 昨晚都向你求饶了 你还一直干 我现在腰都快散架了 别的女人还责怪老公不行呢 你倒好 嫌我太厉害 张雪妍一脸疑惑地问道 老公 我记得 你以前没那么厉害啊 可从一个月前开始 你这体力是 越来越猛 你不会是背着我 偷撤什么金钥吧 唐海无语 怎么可能呢 或许是因为最近锻炼 加上找了一个老中医条理的缘故吧 文言 张雪妍方才恍然 你这么生吗 我可受不了 你自己想的办法吧 反正以后最多只能来两次 张雪妍语气坚定道 唐海苦笑 两次 这哪里行啊 两次我热身都不够 张雪妍脸色一白 那怎么办 你这么搞 我不得死 我不管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 吃完早餐 张雪妍继续休息 唐海则是被赶了出来 洗完碗 唐海给吴薇打了电话过去 询问购买设备的事 吴薇说那边没问题 一套顶级的要将近500万 一旦打造成功 就能源源不断的供电 绝对不会出现断电的情况 就算同时开100台最大功率的空调 都没问题 但价格确实也贵 可偏偏 唐海最不在乎的就是价格 当即给吴薇打了4亿过去 让他购买80套 至于能剩多少 能吃多少回扣 他不管 吴薇震惊唐海 居然这么大手笔 更疑惑后者到底要干什么 但他了解唐海 能告诉他的话 早就告诉他了 没跟他解释 自然是不能告诉他 他自然也不会多问 接着 又给洛青雅打了电话过去 询问物资的情况 洛青雅却说 事情出了点问题 因为他还在外地出差的缘故 两人只好商量 明天见面谈 给老婆说了一句 唐海便下楼 开着新买的那辆路虎 前往别墅 得找个机会 和老婆谈一谈 把钱的事摊排一下 毕竟末日都快来了 还上个屁的班 反正不差钱 只是这个钱的来源 该怎么解释 叹了口气 唐海也挺苦恼 最终还是决定 顺其自然 毕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根本没法解释 路上 唐海通过后视镜 发现一辆摩托车 一直跟在后面 骑摩托车上的人 看身形 应该是个女的 随着我体质的强大 对周遭的感知 越来越强 这几天 老觉得 周围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难道是错觉 唐海皱眉 一边开车 一边注意后面的骑手 最终 骑手拐弯 去了另一条路 可这时 鬼使神差 唐海打算用偷听心声的异能试一试 看看是否真的有人 在跟着自己 这一试 让他露出惊讶之色 此人的警觉 还真是强 数次差点被他发现 这次也是一样 明显盯上我 但并未被识破 摩托车停在路口 骑手摘下帽子 露出一头利落的黑发短发 心里想着 同时看着渐行渐远的路虎 正是十二天神玲珑 其实这阵子 他一直扮演着各种身份 接近唐海 监视着唐海 不过 自从上次看到唐海在家黑羞后 只要唐海回家 他就停止监视 毕竟回家而已 也干不出需要上报的事 通过后视镜 看着路口的玲珑 唐海冷笑 这个身材 这个发型 原来是之前那个盲女 可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监视我 也罢 先不动声色 对方肯定不知道 未将其识破 那就将计就计 看看他想干什么 去了别墅 唐海将刚才分配到各个别墅 在将系统之前 奖励的100具基础建造机器人 分成两批 同时改造两栋别墅 加快改造别墅的进度 目前已经改造完成的别墅 已经达到将近10栋 现在又有100具基础建造机器人加入 将整个云山小区外围改造完成 不管末日将近时 能否完成所有别墅的外围和内里改造 必须在末日降临前10天 将云山小区外墙 全部改造成巨大的钢墙 另外 尽量铺设管道 将山泉水 引用到各个别墅 但这个不急 即便末日来了 一样可以改造 有钢铁城墙 有武器 即便末日来了 也不用怕 毕竟这种事是第一次经历 许多方面 他思考不周全 但无妨 有系统在 末日降临 照样风生水起 不完美 也是一种美 不完美 生活才更精彩 离开别墅 唐海回到自家小区 没什么急事 便在小区内闲逛 打算等到中午 再去给老婆做饭 小区内的各种设施 相当完善 有儿童乐园 有游泳馆等 平日里 这里的业主没事 会在小区游泳 打打篮球什么的 这时 他经过一个篮球场 上面有人在打篮球 快 快 传球 三分近了 老廖可以啊 穿着红色球服 进了球的几名男子 撞胸欢笑 其中一名男子 还朝着队友 竖起大拇指 老廉 老廖 你们别得意 刚刚就是在让你们而已 接下来 你们进不了一个球 蓝色球服方 一名足有一米九的男子 傲然笑道 切 你以为 这球是你家的 还进不了一个球 等着 我们再来一个三分 七号红色球服的男子笑道 还比了个中指 唐海觉得挺有意思 就坐在场边的椅子上 看了起来 而接下来 果然如那蓝色方的 大高个说的那样 红色方一个球都进不了 不是被盖帽 就是被截球 一个小时后 红色方的比分还是三 而蓝色方已经二十七了 差距甚大 马德 怎么搞的 大家伙都打起精神来 不能再让他们进球了 老李 你说的容易 徐连一米九的身高 又是国家队退役下来的 我们本来就打不过 是啊 别硬挺了 认输吧 不就是晚上一顿火锅钱吗 红色方完全士气大减 无形反抗了 就差举双手投降 这让老李满脸气愤 他是个不认输的主 还想挣扎一下 奈何一个不注意 被徐连盖帽 整个人也被撞飞出去 啊的一声 把腿给扭了 老李 老李 一伙人冲了过来 徐连更是要打120 但老李却摇头 没事 就是脚崴了一下 扶我去路边休息一下就好 让陈元那小子上吧 那家伙虽然是个高中生 但球技不差 场边 一个看上去是个高中生的小子 似乎早就等待多时 兴奋地走了过来 终于到我了吗 老李一脚踹过去 却撕的一声 是那条崴了的脚 骂道 你小子巴不得我崴脚是吧 都是一个小区的 都认识 这一脚 也就闹着玩意 陈元笑嘻嘻道 老胳膊老腿 自己不小心 怪不了我吧 放心李叔 我帮你把比分追过来 老李冷哼一声 要是追不过来 晚上的火锅你请了 陈元一脸无所谓道 没问题啊 我有钱 压碎钱 我姥姥给了五万 文言 几个老男人嘴角一抽 心想 特么的一个高中生 比他们还有钱 人家有五万 他们屁股多五块都没有 想要钱 回家跪个搓一板 老板会施舍个一两百 很快 老李在旁观站 其余人上场 可就在即将开始时 一伙大妈涌了进来 大概有二十几人 围手一卷发 满脸横肉大妈 单手提一个音箱 就放在球场中间 一手最炫中国风 就放了出来 而且声音还很大 阵的空气都散发涟漪 卷发大妈 无视那帮老男人 朝着地上的篮球走过去 一脚就踢飞 还别说 力道挺大 足弓很强 篮球飞起来 砸向唐海 唐海一只手接过 扔给了徐连 徐连点头 以示感谢 徐连脸色难看 走过去时 却满脸笑容 道 各位阿姨 这里是篮球场 你们要跳舞 还是另外选个地方吧 可刚说完 那大妈直接呸的一口 一口浓弹吐在地上 指着徐连就骂道 叫谁阿姨呢 我有那么老吗 还有 这里是公共场所 你能打球 我不能跳舞吗 你要嫌姐 嫌吵 大可走啊 没人拦你 徐连的脸色越发难看 其他人意识如此 老廖走了过来 道 大姐 做人做事 要讲道理 首先 这里是篮球场 不是广场 而且还是我们先来的 先来后到的道理 您总知道吧 而且 再有两场 我们也打完了 能不能稍微等一下 卷发大妈插着腰 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朝着老廖撞过去 连呸三口 放屁 篮球场又怎么样 这里 是小区的公共场所 我们就能来 还先来后到 你先来 这公共场所 就是你家的呗 是不 姐妹们 一众大妈哈哈大笑 没错 卷发大妈又喊道 姐妹们 你们说让不让啊 一个大妈大喊 不让 卷发大妈冷笑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只见一众大妈 灯石齐齐冲了过来 如同身有千军万马 将徐连 老廖他们给包围了 并且逼得他们连连后退 他们真怕碰到这些大妈 到时候碰瓷 快走吧 跟我们斗 你们毛都没长齐 再不走 图你们一身 你们是年轻人 不懂得尊老挨幼吗 就该孝敬尊重老人 让这老人懂吗 一众大妈 得意洋洋 趾高气洋 完全是一副不要脸的模样 反正徐连他们也不敢 对他们动手 哎 要的就是不要脸 要的就是以老卖老 不多时 徐连等人 都被逼到了场外边 篮球还被大妈给夺过来 一脚踢到了远方 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太无耻了 陈渊忍不住冲上来 愤怒大喊 啪 但那大妈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毛头小子 你说什么呢 叫你家长来 我倒要看看 是谁叫出这么没有教养的孩子 去 叫家长 陈渊直接猛了 半边脸都红肿 反应过来后 气得就要动手 但被徐连他们拦住 这要是被他们给讹上 绝对脱层皮 咦 还想打我 来 来 有本事你打我 来啊 照着我胸口打 脑袋打 不打那就是龟孙子 不打你 就是有爹生没娘养的 卷发大妈遗旨气势 一副无敌的模样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唐海笑了笑 站起来 走过去 一脚踹飞 卷发大妈 哎呦 卷发大妈痛好 跌倒在大妈群中 刘梅 你没事吧 一众大妈惊讶 观星喊道 刘梅捂着胸口 气得站了起来 这倒是让唐海颇为诧异 还老人呢 这身子骨 比年轻人都强壮吧 刘梅指着唐海 气得满脸扭曲 小崽子 你居然敢踹我 你完了 这一脚 你要是不赔个十万八万 我跟你没完 其他大妈 也怒视着唐海 一个个指责唐海不是人 连老人都打 说他没教养 没品德 还要报警 让他坐牢 唐海鄙夷的看着他们 浑然不放在眼里 徐连等人惊讶 他们早就注意到场边 观看了唐海 只是没想到他居然敢动手 难道不怕被讹上吗 兄弟 这些大妈可不好惹 你先走一步吧 我们帮你挡着 对啊 赶紧走 被他们讹上 不死也得脱层皮 曾经就有人被他们给讹上了 全家不得安宁 徐连 老廖 老李他们全都劝告 但唐海却问道 待会要是把场子抢回来 能让我上场玩吗 好久没玩了 想玩玩 众人一愣 满脸无语 都这时候了 居然还想着打篮球 这哥们脑筋有点不对啊 徐连眉头一皱 打量着唐海 心想 这人虽然穿得大差不差 不像特别有钱的人 可气质却是极好 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兴许真有办法赶走这帮大妈 反正这人都打了 肯定无法善了 倒不如刚一刚 旁边人都在劝告 唐海赶紧走 拦着一众大妈 可徐连却笑道 可以 只要场子抢回来 我们让你上场 老李等人 惊诧地看着徐连 心想 徐连你倒个毛的大啊 唐海笑了笑 推开老李等人 走到卷毛大妈面前 笑道 他们或许怕你 但我不怕 说着 走到震天响的音箱面前 露出玩味的笑容 卷毛大妈肆意识到什么 吼道 你敢 碰 他话音刚落 只见一脚踹飞音箱 音箱准准地撞击在护栏上 直接炸成了碎片 醉炫中国风 直接嘎了 场面 死一般寂静 徐连等人 纷纷露出震惊敬佩之色 这兄弟牛比啊 这是当真 要和这帮大妈硬钢 人打了 东西踹碎 简直无敌 我也想像他一样 随心所欲 奈何太怂 这一脚 直接点燃一众大妈的怒火 瞬间将唐海给包围 施展口水大战 舌战唐海 只见卷毛大妈失去理智 搬着一块石头 直接朝着唐海给砸了过去 还往脑袋上砸 这是真狠啊 可是 还不等那大妈砸中唐海 唐海先行夺过了石头 然后当着满脸惊恶的卷发大妈的面 双手松开 啪 石头砸中卷发大妈的脚趾头 啊 卷发大妈顿时坐在地上 捂着脚趾头 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嚎 只见他鞋子里都渗出鲜血 显然刚刚那一砸 砸得不轻 这一幕将其他大妈吓得脸色苍白 站在卷发大妈背后 不敢言语 显然 他们的胆子实际上不大 平日里这么嚣张 完全是由卷发大妈的带头 现在头头被治得服服贴贴 他们哪敢说半句 唐海捡起石头 走向卷发大妈 卷发大妈吓得差点尿出来 满脸恐惧道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唐海忽然一石头砸下 啊 吓得所有人面色惨白 很多人发出惊呼 但很快 众人松了口气 石头距离卷发大妈的头 这时一股尿骚未袭来 原来是卷发大妈 终于被吓尿了 丢掉石头 唐海满脸厌恶道 多行不易必自闭 如果你们要告我 我奉陪到底 但三思而后行 我真的不好惹 话毙 系统提示声如约在脑海中响起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基础建造机器人10具 查收完奖励 唐海内心欢喜 这次又奖励了10具基础建造机器人 建造机器人越多 别墅改造进度就越快 希望后续多奖励建造机器人 高级得更好 卷发大妈指着唐海 你这个恶魔 你等着 我们走着瞧 说着 在一众大妈的搀扶下 迅速逃离此地 唐海朝着他们挥手 我等着你 大妈们一走 徐连等人立刻围了上来 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看你有点眼熟 也是这个小区的 老李问道 嗯 我也是这个小区的 唐海笑道 老廖歪着个腿 说起大拇指笑道 兄弟 我真心佩服你 连那帮大妈都敢打 不过 我劝你 还是赶紧跑吧 毕竟这帮人可不讲理 万一叫来警察 或者告你 你肯定是亏 唐海淡淡笑道 怕什么 又不是只有我打人 那个大妈也打了人 不是吗 放心 像他们这种人 就是以老卖老 欺软怕硬 不敢报警的 就算报警 我也有办法应对 总之 不必理会他们 徐连拍了拍唐海肩膀 笑道 说得对 怕什么 就算警察来了 我们都站你这边 他们未必能讨得了什么好处 陈元坐上前来 一脸崇拜道 哥 刚才你真的太帅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偶像 以后碰到这些大妈 我再也不怕了 先讲道理 道理讲不通 就硬刚 怕个卵 唐海苦笑 刚才他的行为 可不算正面教材 他敢这么做 是有依仗 一个是系统 一个是武力 还有钱财 可这个高中生有什么 他要是打了人 这是难以善了 最后肯定闹得鸡犬不宁 赔偿大笔钱才能了事 本来想劝告 但想到末日都快来了 便觉得没有意义 于是作罢 此刻 众人与他聊着时 唐海却皱眉 看向不远处 一个扫地阿姨 觉得对方不像扫地的 一个是大白天的 对方戴着口罩 还戴着帽子 要知道 今天可是艳阳天 加上扫地本就会发热出汗 对方又是口罩 又是帽子 难道不怕热 当然 这并非最重要的 而是 对方扫地的样子 一点都不勤快和干练 哪里是扫地 分明是在摸鱼 甚至连摸鱼都算不上 扫了半天 托斗里还是干干净净 而且 那些大妈还没来时 他就注意到了 这个扫地阿姨 直到现在 那个扫地阿姨 还在这里 这是扫了个寂寞吗 呼的 他仔细瞧了瞧 对方的身材 似乎经过了装扮 与之前有些不同 但唐海 还是看出了相似处 当即就认出 对方是那个盲女 是那个棋手 从白云公馆开始 一直在监视我 到底是为什么 唐海疑惑 但对这个问题 他仅仅是好奇而已 并没有多在意 可下一刻 他脑中灵光一闪 起了捉弄对方的想法 于是 他指着那个扫地阿姨 也就是玲珑 喊道 那个扫地阿姨 快来这里清理一下 刚刚玲珑就发现 唐海的目光看了过来 吓了一跳 还以为发现了他 可现在 听到唐海的喊话 他却松了口气 因为他认为 唐海并没有发现他 之前看他 也仅仅是想让他过去 清理而已 不过 他还是咬牙 心里骂道 这个无耻的混蛋 还真把我当扫地阿姨使唤 哼 这个人真是没品 一个大男人 居然欺负一帮 手无缚机之力的老人家 不仅下流 还没节操 没底线 真想揍他一顿 但现在还不是时机 游乐园那次 他也跟踪唐海 原本看到唐海 打败那些嚣张的保安 还有欺人的富豪 还认为他有点血性和正义感 可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认为 昨天唐海之所以那么做 唯一的原因 就是为了泡妞 为了炫耀 其实根本没品没得 是个无耻的LSP 而在叫唤玲珑时 唐海是发动了偷听新生异能的 将玲珑的内心化 全部听入耳中 当场唐海炸毛 你个小娘皮 跟踪监视我就算了 现在还辱骂我 行 有仇不报非君子 我倒要看看 你能坚持几下 玲珑过来清理打扫 显得非常业余 看得徐连几人直摇头 傻子都看得出 虽然如此 他们倒不至于为此 去苛责一个扫地阿姨 因为扫地阿姨很辛苦的 但这时 唐海笑了 走过去 举起右手 直接拍在玲珑背上 同时狡黠笑道 阿姨 可以了 谢谢你了 玲珑身体一颤 心里恶心道 混蛋 拿开你的脏手 虽然嫌弃 但他可不敢现在暴露身份 可就在他转身走出几步时 呼的 一股强烈的异样感 自体内产生 浑身一下子酥酥麻麻的 伺有万道热流 直逼下丹田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感觉 而且 这种感觉还这么爽 天哪 我要飞了一样 太特么爽了 然而五秒钟后 玲珑脸色一变 双腿一加 快速冲向不远处小区的厕所 那速度 如果参加奥运会 绝对是百米冠军 看得徐连等人一愣愣的 吃吃坏东西了吧 扫地阿姨很辛苦的 饮食混乱 肠胃不好很正常 她带纸了吗 要不要送过去 所有人看向老李 老李脸色一红 我就随口一说 呵呵呵 卫生间 一泻千里的玲珑 忍不住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吟声 当即连忙捂住嘴 当然 她不是真上厕所 而是热流压制不住 从体内喷涌出 那种感觉 简直爽爆天 所以 饶式训练有素的玲珑 都忍不住凌乱发声 提好裤子 玲珑越想越不对劲 如果是吃坏肚子 应该上大号 可是我没有阿 而且 吃坏肚子 会肚子痛吧 可我是爽啊 为什么会爽呢 呼的 她想起唐海拍了她的背 然后她就产生了那股爽感 不可能吧 我并未感觉到 内力的灌入 她怎么可能紧紧触碰我 就让我爽爆天 如果不是她的原因 难道是我 最近练功走火入魔了 好像有点道理 最近体内的内力 确实有些紊乱 玲珑忽然冷哼一声 就是因为 要监视那个混蛋 所以都属于修炼了 内力都出了问题 哼 千万不要落我手脸 不然干死你 很快 她整理好衣服 离开厕所 是打篮球 队伍基本不变 只是唐海顶替老廖 陈元没能上场 但是却不在意 因为能看偶像打篮球 也是一种快乐 而且也想看看 自己的偶像篮球技术怎么样 可是 刚拿到篮球 大家攻防 都做好了 唐海正准备直接三分投篮 可是 陈元却忽然指着远处喊道 别打了 那些大妈又过来了 当即 众人看去 顿时眉头一皱 果然 那帮大妈又来了 比起之前 似乎更加盛气凌人 不过 这帮大妈面前 好像还有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拿着轮椅 推着卷发大妈过来 于是 众人哪还有心情打球 全部围到了一起 老李道 海哥 还是赶紧走吧 我看情况不对 老廖也点头 对 没必要继续跟他们纠缠 走为上界 但唐海摇头 没事 等他们过来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很快 那伙人来到篮球场 一众大妈都插着腰 像是有了衣仗 不再畏惧唐海 显然 他们的衣仗 就是为首的青年 青年身材非常魁梧 皮肤白皙 目光犀利 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 还穿着白色红边球服 上面还有特殊标志 坐在轮椅上 卷发大妈指着唐海 气势冲冲 儿子 就是他打了你老妈 快给老妈教训他 众人恍然 原来这青年 竟是卷发大妈的儿子 怪不得有恃无恐 徐连走上来 笑道 这都是误会 事情是 可不等他解释 青年白手 误会 什么误会 看到没有 我老妈被他打成这样 你跟我说误会 小子 这件事 我跟你没完 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 磕头道歉 第二个 赔偿一百万 不然我把你告诉 我的律师朋友 各界朋友 多的是 打我老妈 我分分钟整死你 唐海不屑 心中冷笑 果然不愧是从那个恶毒的 卷发大妈屎肚子里钻出来的 一样恶毒和无耻 动不动就让人磕头道歉 还赔偿一百万 怎么不去抢银行呢 一百万 对他来说 的确是毛毛雨 但就算是给乞丐 也不给这种人 唐海指了指 不远处路灯上的监控 淡淡笑道 要不要去查监控 先用石头砸我的人 可是你老妈 我不过是正当防卫 算了 我也不跟你讲道理 你老妈什么屁啊 你当儿子的清楚 当然 或许你老妈的行为 在你眼里非常正常 毕竟 你们是母子 只怕都是一个狗样 青年没想到 唐海这么狂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勃然大怒 你找死 当即一拳砸向唐海 唐海比夷 同样一拳轰了过去 碰 双拳对上 青年当即惨叫一声 连连后退 只觉得刚刚那一拳 好像轰在了钢铁上 全面一片通红 要不是他经常锻炼 体格不错 刚刚那一拳 他的手骨 估计得锻炼 青年故作无碍 却忌惮无比地看着唐海 知道打架 他不是唐海的对手 直接放弃 呼的 他看到唐海手上的篮球 脸上重新浮现自信笑容 力量不错 有资格当我的对手 说着 从口袋里 省级篮球冠军金牌 难道青年傲然一笑 不错吗 还有点眼力尽 没错 我就是省级篮球运动员张哥 还是省级篮球队长 去年才退役 我的个人金牌 都有十几枚 还有团队金牌 带出来的 也就这几枚 其他放在家里 毕竟是珍贵的东西 自然不会全带出来 你们能看到这几枚金牌 都算你们的荣幸 文言 老李惊讶道 怪不得觉得他眼熟 原来是篮球天才张哥 我看过他的比赛 这小子篮球方面很强 老廖疑惑道 可是这和征球场 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老李吴语道 你傻呀 他搬出自己的身份 自然是想占据主动 让我们心生畏惧 不敢再和他对着赶 老廖点点头 可呼的又问 我还有个问题 他这身份很厉害吗 我们需要害怕 老李刚想开口 可却不知道怎么回答 是啊 这身份很牛逼吗 但这时 张哥开口 小子 你也是玩篮球的 敢不敢跟我比一比 唐海淡淡笑道 比篮球 张哥自信道 没错 假如你说了 向我妈磕头道歉 还要赔偿一百万 假如我输了 给你磕头道歉 同样赔偿一百万 文言 徐连等人直接炸毛 在他们看来 这种比试 太不公平 一个是篮球业余爱好者 一个是职业的 这两者之间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真比的话 唐海输定了 要知道 一旦输不但要磕头道歉 还要赔偿一百万 代价太大了 当即 老李就骂出来 要不要脸 有本事比其他的 用自己的长处 攻别人的短处 这怎么比 老廖也喊道 海哥 别答应他 反正他也拿我们没办法 卷发大妈 哈哈大笑道 兔崽子 刚不是很嚣张吗 有种的话 就答应我儿子 唐海目录杀鸡的 看着卷发大妈 你再敢骂我一句 信不信我把你 另外一只脚也砸了 看到唐海那凶狠的模样 卷发大妈 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恶魔 而那个恶魔的眼神 充满冰冷 仿佛要杀了自己 顿时让卷发大妈脸色一白 不敢说话 见自己老妈被吓成这样 张哥凶狠道 小子 你到底敢不敢赌 要是不敢 赶紧说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话音刚落 唐海就笑道 赌 为什么不赌呢 我也想看看 你这个省篮球冠军 有多厉害 文言 徐连等人 不可思议地看着唐海 海哥 你别被他激了呀 不要跟他赌 赢面太低了 劳理苦笑道 反观卷发大妈 和其他大妈 都哈哈大笑 笑得合不拢嘴 可没想到稍微一击都答应了 其他大妈都纷纷竖起大拇指 夸赞卷发大妈睿智 仅仅一句话 就让对方答应 到时候 那小子磕头道歉 多有面 最重要的是一百万 那可是一百万啊 呼的 卷发大妈急切道 儿子 那可是一百万 他待会输了 赖账怎么办 必须签协议 签字按手印 这样才有法律效应 张哥目光一亮 觉得很有道理 当即道 好 要签协议 省得 你待会赖账 唐海一笑 你们想的还真周到 那就签协议吧 对方怕他反悔 他还怕对方反悔呢 很快 有大妈从包里拿出纸笔 简单写了一个协议 另一个大妈住在一楼 跑过去拿了朱砂过来 让他们按了手印 如此 协议成了 看着协议 卷发大妈露出满意笑容 好 有了这张协议 不怕那小子反悔 一百万 要到手了 我儿子打了十年篮球 也才赚到两百万 现在才打一场 就能赚一百万 简直太好了 甚至落入他的口袋 徐连几人则连连叹息 并不看好唐海 可事已至此 他们也没办法 远处 装模作样扫地的玲珑 亦是冷笑 唐海 打架可和打篮球不一样 打架打得好 未必篮球耍得转 我也想看你磕头道歉 还赔偿一百万的吃别样 嗯 那画面一定非常精彩 很快 两人上场 唐海淡淡道 玩几场 张哥傲然一笑 我也不欺负你 你来定 唐海想了想 这么好玩的事 自然得玩九线 于是 他笑道 也别管几场 玩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谁进球多 谁赢 张哥爽快道 好 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 中途不休息 唐海点头 随便 张哥拿着球 丢给唐海 倒 让你先 唐海笑道 行啊 拿着球 站在中场线外 唐海将球扔给张哥 张哥又将球扔给唐海 同时做出防守姿态 唐海运球 起初还有些生疏 毕竟好久没完了 呼的 张哥出手 将球抢走 转身原地投了个两分球 啪 进了 好 儿子厉害 小哥好样的 卷发大妈等人 扮演啦啦队 给张哥庆贺助威 徐连等人依旧叹息 明眼人就看得出 唐海不会玩 球都运不好 这还怎么玩 唐海 输定了呀 唐海倒不在意 他确实好久没完了 可让他熟悉一阵 便没问题 再给你 张哥将球扔给唐海 自己当防守方 可本来他应该是进攻方 但张哥可是职业的 自然看出唐海运球不佳 他可以利用这一点 截断唐海的球 瞬间转为进攻方 啪 啪 张哥连进八个球 徐连等人都不忍直视 那帮广场大妈 笑得快年轻几岁 场外 玲珑也在偷笑 徐连等人自然看出问题 于是喊道 海哥 让他当进攻方吧 你若防守 未必能让他进球 文言 张哥面色一变 心想 被看出来了 但无所谓 以自己的篮球技艺 还怕一个业余者 一直抓住唐海弱点不放 不过是想让自己 赢得更轻松罢了 但唐海却摇了摇头 没事 我差不多熟悉了 不会再让他断球 果然 花了一刻钟的时间 唐海总算熟悉过来 并且将变强厚的身体 与篮球之间 完全适应 这种适应 让他对篮球的掌控 远超张哥 此刻 篮球仿佛就长在他手心 任他腾膜 快速转身 一个阳弓起跳 骗过张哥 随后唐海再度跳起 双手松开 一个三分球 飞向篮筐 啪 进了 所有人 都露出吃惊之色 好半天 才一一回过神来 进了 我没看错吧 还是个三分球 老李死命 揪着老廖的衣领 激动无比 你快别揪了 老子快喘不过气了 不过 这都能进三分 不会是运气吧 老廖一脸糊一刀 陈元兴奋到 海哥加油 打败他 但不远处 却传来鄙夷的笑声 那是卷发大妈 只听他嘲弄道 不就是凑巧进了的球吗 这局面还有悬念吗 玲珑暗暗给大妈点赞 在他看来 唐海这个球 就是狗屎运 虽然 讨厌这个卷发大妈 但徐连和陈元等人 也不得不承认 他说的有道理 哼 这个球是我让你 省得你输得难看 但没有下次 张哥冷笑 可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啪 第二个球 唐海如同施展了鬼影迷踪 刹那间 躲过张哥防守 轻轻一跳投篮 直接进球 不可能 卷发大妈不可思议 一个球是运气 可两个球 还是运气吗 小子 有两下子 张哥皱了皱眉 但依旧没放在眼里 直到 啪 唐海原地起跳 直接一个三分 对方想盖帽 可跳得没他高 啪 第四个球 唐海又进了 这次他一个蛇行步 绕得张哥转圈圈 冲到篮板下 直接扣篮 碰 整个篮球架剧烈震动 像是要散架 众人张大嘴巴 没想到 刚刚连运球都不会的唐海 这时候 像是球神附体 将篮球冠军张哥 耍得团团转 一连轻松进了四个球 把比分狠狠拉近 再来 张哥狠狠咬牙 他觉得 或许是唐海 刚刚运气爆棚 才能一连进四个球 接下来 他绝对不会再让对方进球 当即 摆出严密的防守姿态 双眼死死盯着唐海 和其手中的球 啪啪 唐海运球 呼的 原地起跳 张哥冷笑 同样一副要起跳的模样 但最终 唐海是阳公 唐海运球 杨庄要从左边突围 但呼的 朝着右边突围 可依旧被张哥看穿 拦了下来 唐海感叹 这小子 不愧是省篮球队队长 确实厉害 而说实话 真论篮球造诣 他确实不如对方 可论洞察力 反应力 速度和掌控力等 那直接甩对方八条街 这便是唐海刚刚能碾压对方的衣仗 突然 唐海冲刺 张哥用身体拦 两人稍微一碰 啊 张哥惨叫 整个人撞飞数米 随后 唐海一个原地起跳 啪 三分球命中 儿子 你没事吧 见状 卷发大妈发怒 指着唐海吼道 你打人 唐海笑道 球场碰撞 再正常不过 你儿子太虚 我能有什么办法 卷发大妈怒道 犯规 绝对犯规了 唐海怂怂肩 道 无所谓 把球让给你儿子 不就行了 这时候 张哥从地上爬起来 虽然刚刚被撞飞 但除了胸口有些疼 其他倒无大碍 他重拾自信 这一球 我必须进 且还要进得漂亮 让那小子知道 我的厉害 同时 不会再让他进球 啪啪啪 张哥目光凶狠 攻势凶猛 手中篮球在他手里 简直花样百出 速度极快 让人眼花缭乱 虚余间 张哥贴着唐海 一个转身 洋装起跳 果然将唐海骗得起跳 机会来了 张哥目光一亮 从唐海身下窜过 三步起跳 直接想扣篮 可就在张哥起跳 身体到达最高处 准备扣篮时 忽地 他瞪大眼睛 看着眼前 与他平起的唐海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不可能 接着 他惊恐看到 唐海扑扇大的手 狠狠朝着篮球拍来 啪 大手拍中 力道之大 直接将篮球拍落下来 更是狠狠 砸在张哥脸上 将张哥都砸了下来 啊 张哥摔倒 惨叫 右边眼睛直接乌青 肿胀 你 你 张哥气得说不出话来 因为唐海没有犯规 反而盖了他的梦 扣篮不成 反被碾压 把脸都丢尽了 儿子 儿子 你没事吧 卷发大妈又指着唐海 怒吼 你一定是故意的 就是要打我儿子 唐海怂怂肩 抱歉 我力气大了点 控制不住 没办法呀 你们要是不敢玩 认输啊 卷发大妈怒急 刚想说什么 却被儿子拦住 妈 我还可以 张哥嘶的一声 眼睛发疼 满脸怨恨地看着唐海 再来 唐海笑道 正等你呢 接下来 唐海不再留守 不断进球 反观张哥 不是被唐海撞撞飞 就是被唐海踩中脚 疼得在场间 哇哇大叫 很快 张哥就一瘸一拐 两边眼睛都误清了 唐海则被兴奋的徐莲等人包围 有的地水 有的地干毛巾 伺候得妥妥的 最重要的是 比分从原本的8比4 直接到了8比28 张哥8 唐海28 而现在 时间过了三分之二 还差十来分钟 就能结束这场赌局 唐海走过去 笑道 继续啊 鼻青脸肿的张哥 却被吓了一跳 双目空洞的连连摇头 不打了 不打了 我输了 他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篮球技术 居然会输给一个业余者 那一刻 感觉快崩溃了 他不想认输 可知道赢不了 再打下去 输是小 他担心自己进ICU 唐海笑道 既然认输 那我们来说说赌约吧 磕头道歉 外加赔偿100万 文言 张哥瞪大眼睛 直接贪软在地 赌约是他说出来的 反而害了自己 磕头道歉也就罢了 赔偿100万 他那些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哪来100万赔偿 卷发大妈 却推着轮椅冲过来 怒道 什么赌约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文言 众人懵了 老李拿着协议 怒道 白纸黑字 你还想赖账 看着协议 卷发大妈忽然一把夺过来 直接吃进肚子里 哈哈大笑道 现在你们还有协议吗 跟我斗 你们嫩得很 卧槽 徐连几人大惊 就要去掰开卷发大妈的嘴 但还是晚了 咽都咽了下去 难道还能开膛破肚 他不成 从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 说了不认账 还把协议给吞了 给老子吐出来 不然我怎么向海哥交代 老李急了 满脸通红 吐个屁 就算吐出来 字还看得清 都给我滚开 卷发大妈盛气凌人 得意洋洋 不远处 原本失魂落魄 满脸惶恐的张哥 看到老妈把协议吞了 立刻欢喜连天 哈哈大笑 老妈干得好 张哥冲过来 推开牢里等人 你们想干什么 难道还想打人不成 这里可有监控 我打个电话 保安全部得过来 到时候看谁厉害 徐连指着两人 怒道 你们真够无耻 让我们开了眼界 但张哥和卷发大妈 却一脸笑容 一副你们能拿我们奈何的表情 气得徐连等人想打人 不远处 玲珑目光冰冷 虽然我讨厌唐海 但说实话 这母子俩确实无耻恶心 他们该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呼地 啪啪啪 唐海鼓掌走来 笑道 不得不说 江还是老的了 无耻还得看大妈 但你以为吞了协议 就万事皆休了 卷发大妈一愣 随后笑道 难道不是吗 没了协议 你还怎么让我们赔偿一百万 监控可是没用的 唐海笑了笑 随后拿出手机 翻开一张照片 笑道 原件是没了 可协议照片还有啊 说着 将照片递给卷发大妈和张哥看 两人一看 勃然变色 吓得浑身毛孔大开 呼的 卷发大妈要抢夺手机 但被唐海轻松避开 玩味笑道 这次 你是想吞手机吗 你要真能 把手机吞下去 那一百万 我不要也罢 卷发大妈一脸憎恨地看着唐海 他自然不可能去吞手机 除非不要命 可他绝不可能 为了一百万 把命丢掉 唐海深吸口气 淡淡道 好了 旅行赌约吧 卷发大妈脸色数遍 呼的对着儿子大吼 跪下 给人家磕头道歉 张哥梦了 其他人也梦了 没想到 卷发大妈会服软 很快 张哥跪下给唐海磕头 别无选择 卷发大妈满脸堆笑 试图挤出一副慈祥的表情 可怎么看怎么丑陋 只听他笑道 小伙子 你看你一表人才 长得就一副大善人的模样 之前的事 那都是误会 在这里 大妈向你道歉 你看我们孤儿寡母的 真不容易 磕头道歉 我们也做到了 那一百万能不能免了 我们真赔不起 早上早饭都没钱吃呢 文言 徐连等人恍然 还以为这鸭是真的服软 原来是换了一套计谋 严苦肉计半可怜啊 无耻 真特么无耻 陈元被恶心的都想吐 就连其他大妈都别过头 一副造得慌的表情 不少人暗暗心里想 以后不跟卷发大妈玩 看到他 都当不认识 省得丢脸 玲瓏同样鄙夷 但更好奇 唐海会怎么做 要换做一般人 可能就这么算了 毕竟赔偿一百万 一般人赔不起 而且 人家还磕头道歉 言语祈求了 最重要的是 事情起因 就是 争夺篮球场 唐海还没受到半点伤害 反而看上去 卷发大妈和张哥 才是受害人 就算这事情结果 唐海也没什么损失 于情于理 都该算了 让这件事过去 握手也好 但唐海却冷笑 抱歉 我不是大善人 自己犯的错 就该为此负责 一百万 必须得赔 不赔 我也不告你们 但之后 你们家会发生什么 我就没法保证了 卷发大妈皱眉 但还是笑道 年轻人 都是一个小区的 何必咄咄逼人呢 放过这一次 我们母子必感恩戴德 唐海却白手道 别 我可不需要你们感恩戴德 把一百万赔偿 给我就行了 文言 卷发大妈爆发本性 怒指唐海 你不要太过分 我已经好言相说 真当我怕你不成 大不了打官司 我们未必会说 唐海冷笑 毫不在意 心里想 要不要晚上去他们家 把他们直接干掉 以他的能力 不会留下丝毫痕迹 这时 张哥却没走 而是祈求道 兄弟 一切都是我们的错 你要怎么样 才能放弃赔偿 虽然他认识不少人 但白纸黑字 而且 对方明显也不好惹 真大官司 他输定了 所以他知道 必须寻得唐海原谅 不然那一百万 赔定了 唐海不缺钱 确实也没把那一百万 放在眼里 故而 他笑道 行啊 我可以放弃赔偿 但你们得做一件事 听到有转环的余地 张哥和卷发大妈 都是一笑 连忙问是什么事 唐海却玩未笑道 你们俩现在去小区门口 让你妈跪在你面前 你替我长乖 一巴掌一万 打一百巴掌 一百万赔偿的事 就一笔勾销 但是必须狠狠打 要是敢偷工减料 别怪我不客气 文言 张哥和卷发大妈都梦了 徐莲等人则哈哈大笑 让儿子打老娘 而且还是在小区门口 这招够毒 估计这件事能上热搜 不远处 玲珑心中冷笑 这浑蛋果然阴损 也就他会这么干 可乎的 他心想 如果有朝一日 唐海发现他的身份 且落在他的手里 以唐海那阴损样 会怎么对待他 皮鞭抽 滴辣 嘖嘖 想起一些画面 玲珑顿时 浑身打击灵 卷发大妈气冲冲 不行 换一个 开玩笑 这种条件 他怎么可能答应 在小区门口跪着 让儿子抽嘴巴 小区门口人来人往 以后 他还怎么在小区混 不行 绝对不行 但张哥却道 老妈 要不你就委屈委屈吧 一个巴掌一万呢 正常情况下 你就算愿意赚这个钱 人家也不给你赚 要是你不愿意 就得赔偿一百万 你是愿意赔偿一百万 还是被抽一百个嘴巴子 卷发大妈 一巴掌打在张哥脸上 混账 你还真想打你老妈 你这个没良心的 张哥委屈 这不是没办法吗 不然 你说怎么办 卷发大妈看向唐海 唐海直接道 别再废话 再废话 说不定我就换主意了 最终卷发大妈咬牙 在众人的欢送下 前往小区门口受刑 虽然丢脸 虽然受罪 可他还是宁愿被抽嘴巴子 也不想赔偿一百万 天哪 那可是一百万 他们家虽然拿得起 可拿出来了 也就没积蓄了 以后穿什么 吃什么 最重要的是 赔偿一百万 谁愿意啊 很快 啪啪啪 抽嘴巴的声音响起 还别说 张哥挺卖力 看得一众人直眼皮颤 嘴巴抽 也是 反正又不是抽他 还真是拐好儿子啊 小区门口 众人观看 都是熟人 好家伙 这母子俩在干什么 拍段子吗 嘖嘖嘖 够狠的呀 那兔崽子 真下得去手 疯了吧 这两人 就算想出名 也不能搞这种歪风邪气啊 呀 张妈妈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吓死人了 卷发大妈满脸皂红 只觉得丢脸丢到了极致 无地自容 最后闭上眼睛 捂着耳朵 假装看不见 听不到 但真的太痛了 脸很快被打肿 卷发大妈两边脸都肿得不成样子 整个人都头昏目眩 扑通一声 直接倒了下去 妈 妈 见状 张哥连忙大喊 并且叫了救护车 对此 唐海丝毫不在意 带着徐莲等人 有说有笑的离开 还约定 晚上一起吃火锅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回到家 唐海发现老婆张雪岩 还在睡觉 笑了笑 昨晚确实把老婆折腾坏了 但没办法 他太生猛 实际上 昨晚还意犹未尽呢 随即 唐海去做饭 做完饭 喊老婆吃饭 把上午发生的事 告诉老婆 人没被打坏吧 出了事可怎么办 老公 你太冲动了 张雪岩担心 在他眼里 还是法律至上 万一老公吃官司 这可咋整 唐海笑道 放心 他们不敢报警 就算报警 他们也都不过我 你老公 我现在厉害得很呢 自从辞职做生意后 那是混得风生水起 黑到白到通吃 张雪岩笑道 你以为演电视剧啊 紧瞎吹 这土豆丝不错 还是赶紧吃饭吧 唐海有意让张雪岩辞职 毕竟末日逼近 一则是没必要上班 二则是待在家里安全点 谁知道 外面会突然发生什么 于是 他拿出手机 登陆银行 将余额给老婆看 起初 张雪岩还以为 他是从哪道的土 不以为意 但一番操作后 立刻豁然起身 满脸震惊 数着数字的位数 最终 他惶恐道 老公 你抢银行了吗 唐海无语 我要是抢银行 你老公我 还能好端端坐在这 和你吃饭吗 都说了我最近做生意 风生水起 赚了不少钱 所以 老婆 你别去上班了 我们又不缺钱 张雪岩呼地想到停车场 靠着不加敌放的那辆路虎 问道 老公 那辆新来的路虎 不会是你的吧 唐海笑道 是啊 就刚买的 你那辆车 都开了四五年了吧 要是想换 我随时带你去买 张雪岩却忽然有些生气 你辞职才一个月吧 就赚了这么多钱 老公 犯法的事 我们可不能干 赚钱是重要 但跟你来比 我宁愿一分钱不要 我都不能失去你啊 唐海誓然 卡里面可是二十六亿 就算是两百六十万 张雪岩也不会怀疑 唐海干了犯法的事 可这是二十六亿 太多了 天文数字 寻常路 哪能赚这么多 唐海连忙解释 老婆 你放心吧 我发誓这些钱 都是我赚来的 但具体怎么赚的 我就不能说了 总之 你放心 我现在好得很 不会有事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你就相信我一次吧 见状 张雪岩想了想 虽然老公 总是会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但确实不会干违法的事 好吧 我相信你 但你一定要答应我 千万不能有事 不能干违法的事 我不能没有你 张雪岩握着唐海的手 无比郑重而认真道 唐海很感动 走过去 抱着老婆笑道 放心吧 为了你 我也不能出事啊 老婆 我们有这么多钱 你还上班 张雪岩笑道 不上班能干什么 在家也无聊 有个班上 就当打发时间了 而且 千万不能因为一时有钱 就肆意放纵 唐海笑道 知道了老婆 下午 唐海带张雪岩逛街 还去买了一辆新车宝马 到了晚上 唐海带着张雪岩 和徐莲等人会合 去吃火锅 没想到 陈云那小子也在 哇 不愧是我偶像 连老婆都这么漂亮 某些人该酸了 陈云笑道 老李一巴掌 拍在其后脑勺 吃你的 就你话多 不过说实话 他们确实酸了 面对那帮大妈 他们这伙人 直接怂了 可人家一个人 就把对方给制得 服服贴贴 也该人家老婆漂亮 谁叫人家那么优秀呢 一顿火锅下来 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唐海觉得这几个人不错 如果末日真的降临 若是顺便 也可帮一帮 吃饱喝足 一帮人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火锅店门口 唐海敏锐感激到 有着一道目光 一直落在他身上 笑了笑 他知道是谁 顿时 起了玩弄之意 他让张雪岩先去开车 自己则点燃一根烟 装作去垃圾桶旁抽烟的模样 此刻 玲珑女扮男装 穿着一身西装革履 戴着一个帽子 同样在垃圾桶旁抽烟 如果不仔细看 真以为这是个清秀的男人 可唐海知道 这是个貌美的女子 胸脯虽然被压紧 看起里比较平 但一旦释放 绝对一级强者 当看到唐海过来 玲珑紧张 想要离开 可发现来不及 很快 唐海站在垃圾桶旁抽烟 抽完一根烟 打算再点一根 可打火机点不着了 当然 这是他故意的 为的就是 只见他拍了拍玲珑的肩膀 暗暗发动魔力手 然后笑道 兄弟 借个活 我的打火机没油了 玲珑一乐 瞪大眼睛 如果不是唐海 那一脸真诚的模样 他绝对认为自己被看破了 随后 他笑了笑 准备递打火机 但呼得 他双腿夹紧 心中喊道 又来 啊 下一刻 他夹腿逃之夭夭 跑向远处的小巷子 小巷子这边 有家烧烤店 他经常去 自然知道厕所在哪 跑到厕所 顿时一泄千里 发出畅快的龙吟 看着离去的玲珑 唐海笑了笑 看你还敢不敢监视我 这时 老婆张雪岩开车过来 向唐海招手 唐海立刻笑迎迎过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每次他拍我 我就会出现这种逆天爽感 就算我内里紊乱 可平常我没感觉啊 他一拍我 咦 来感觉了 难道真是汉黄说的那样 我对男人太过敏感 还让我找个男人适应一下 玲珑满脸疑惑 但很快摇头 男人都是恶心的 我不要找男人 等出去 看到唐海已经离开 玲珑气得跺脚 随后皱眉 为什么我有种感觉 他看破我了 晚上照常和老婆大战三百回合 但在老婆的求饶下 他没有要那么多次 一日一早 吃完早饭 张雪岩上班 而唐海则是接到吴威的电话 约了地方见面 咖啡厅 唐海 吴威坐在一个角落桌子前 白手喊道 唐海走过去 威子 设备买得怎么样了 吴威笑道 我办事你放心 不过说实话 这次真花了我不少心思 顶尖的发电设备 国内还真没有 我都是买的进口 不然也不要一套将近五百万 你给了我四亿 我买了八十套 一共三亿八千万 嘿嘿 还剩两千万 我拿五百万就行 一百万也行 怎么样 唐海摇头 我说了 剩多少 你拿多少 这都是你应得的 不过 看在兄弟面上 不要存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收到消息 可能最近会发生一些事 到时有钱都没用 买一批物资 剩余的 赶紧拿去享受 吴威疑惑 随后恍然 唐海 你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不然你最近为什么买这么多设备 难道要打仗了 唐海拍了拍吴威的肩膀 别问那么多 总之 听我的没错 我还有事 那个仓库吗 吴威点头 离开咖啡厅 唐海又注意到 不远处 一个遛狗的女人 他一眼看穿对方 毕竟有透视和偷听心声异能 对方虽然扮演技术相当不错 但绝对骗不过他 这女人 还真没完美了了 唐海有些不耐烦 总是被人监视的感觉不爽 他现在要去拿设备 万一被对方看出 自己的系统空间能力 绝对会有麻烦 必须引开这个女人 很快 他便有了办法 不多时 发动车子 绝尘而去 见状 玲珑连忙撤下装扮 把狗交给旁边一个同样遛狗的女人后 就骑上摩托车 追赶去 哄哄 马路上 一前一后 两辆摩托车疯狂前进 速度非常快 将一辆辆车甩掉 两辆摩托车都经过了改装 性能绝佳 叼起来 汽车都追不上 看了看后视镜 唐海笑道 跟我玩飙车 你还嫩 当即 哄 将油门加到最大 速度提升到最快 如一阵风般 飞纵而去 将车与车的缝隙间 轻松地流窜 嗯 没想到这王八蛋的车技这么厉害 哼 我也不差 同样 玲珑将车速提升到最快 同样在车流在穿梭 片叶不沾身 不需要减速 紧追唐海 一副想甩掉我眉门的气势 呼的 前面堵了一大片车 唐海皱眉 随后一笑 一提车头 直接窜上了车子上 直接在一辆辆的车子上行驶 速度还非常快 吓得旁边的路人咒骂 躲避 玲珑的车技虽然很强 也能在车子上行驶 但要保持之前的速度 便做不到了 于是 他只能选择停车 脱下头盔 一跺脚气呼呼道 这个王八蛋 怪不得身边这么多女人 太会开车了 之后 玲珑骂骂咧咧离开 选择另外一条路 试图追上唐海 但无用 等他到了路径头 唐海早不知踪影 啊 气得玲珑大叫一声 狠狠将头盔摔在地上 而不远处 一个拐角 唐海看着气急败坏的玲珑 哈哈大笑 随后驾车而去 与此同时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1000发军用燃烧弹 不远处 狂笑声传来 唐海一体 车头高高扬起 随后重重落下 穿过车流 消失在那边 来到仓库 将设备全部放进系统空间 便去云山小区 到了小区 唐海拿出设备 集合高级建造机器人 开始建造供电系统 有电有水有物资 便有了生活保障 铜墙铁壁般的云山小区 加上各种武器 自身实力 便有了安全保障 末日绝对能活得爽歪歪 最后 唐海将新得到的钢材 分配到其他别墅 目前 他一共得到17000吨特级钢材 足够改造17个别墅 但还远远不够 毕竟 要改造80栋别墅 还有整个云山小区的围墙 甚至是地表都得改造 只有铜墙铁壁的云山小区 才最安全 所以 他还需要更多钢材 买 不是没想过 可是国内的钢材 哪怕是进口的钢材 都比不上系统的特级钢材 既然要改造 自然就要用最好的 反正也不急 唐眼 离开时 吕伟叫住唐海 说道 唐眼 你上次不是说 让我们给你物色好手吗 唐海目光一亮 真有 吕伟点头 是个杀手 伸手了得 给钱就办事 相当好用 事情我也跟那个杀手说过 他的意思是 只要价格让他满意 就愿意被雇佣 唐海摇头失笑 见状 吕伟紧张起来 以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惹得唐眼不高兴 他连忙道 唐眼 要是不行 我继续找 直到让你满意为止 唐海一愣 随后拍了拍吕伟的肩膀 笑道 你想多了 我并没有不满意 你去跟他说 价格不是问题 但必须活好 吕伟皱眉 活好 唐爷问都不问 那个杀手是男士女 都要活好 这又不是找女人 为什么要活好 难道唐爷就好这口 只是人家未必会答应啊 但是 他不敢违背 只能点头 好 我一定会说服他 吕伟斩钉截铁道 呼的 他听到小屋子里 传来女人的娇笑声 唐海笑道 你们玩得挺嗨啊 我倒是不介意 但注意点分寸 别给我惹麻烦知道吗 吕伟连连点头 离开小区 走在路上 唐海查看了下手机 发现又有一亿贷款到账了 当即笑了起来 中午 唐海去了不少超市 存放物资的仓库 先行踩点 方便日后利用异能进行搜刮 用钱买物资 虽然也能买到大量物资 但末日那种情况 物资哪里会嫌多 要知道 物资可是消耗品 你有再多物资 随着时间推移 是消耗得越来越少的 所以 不仅要用钱物资 在末日即将到来时 还得去尽量搜刮一批物资 末日降临后 同样要去搜刮物资 这时 洛青雅打来电话 唐海目光一亮 当即接通 美妞 回来了 很快 正好是饭店 两人约定在龙兴酒楼见面 包房中 唐海先到 大概过了五分钟 穿着一身粉红色职业装 身材高挑 容光焕发的洛青雅走了进来 看到唐海 顿时满脸喜悦 夫君 可等久了 唐海走过去 抱住洛青雅 挤压对方的傲然 笑道 你迟到了五分钟 说吧 该怎么惩罚你 洛青雅一笑 而后直接吻了过去 两人激烈热吻 持续整整五分钟 要不是这地方不合适 早就点燃了干柴 直接烈火起来 两人满脸通红坐下 唐海直入正题 怎么晚回来了 洛青雅无奈道 没办法 临时加了个会议 另外 那一一的物资 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都能装货 发到你的仓库 但你那仓库 还是太小了 所以 我打算运送到公司 一个临时仓库 你可以去那里查验 或者装箱运走 唐海点头 回头 你把仓库地址给我 我自己搞定 另外 你也知道 我想购买更多物资 但想快一些 一次性买的更多一些 洛青雅笑道 我的权限 只能购买一个亿 想要购买更多 德部门总经理批准 但我已经搞定了 总经理已经答应 帮我们购买物资 一次性大概能买五亿的物资 但是需要好处 唐海笑了 你那个总经理 还真是贪呢 五个义务资本 就能提成不首 随便操作一下 还能拿更多 居然还想要好处 也罢 反正老子不缺钱 他打算要多少 洛青雅犹豫了下 方才道 一千万 一次一千万 文言 唐海冷笑 一次一千万 还真是敢开口 行 我满足他 我待会给你转五个半亿 这件事你去安排 等这五亿物资准备好 我再给你转钱 继续买 洛青雅不由问道 唐海 你到底要这么多物资干什么 不惜花几亿 乃至更多去买 图什么 一辈子都用不完啊 唐海神秘一笑 你别问 还是那句话 时机一到 你自会知道 这一见面 两人自然不可能吃完饭 就隔奔东西 晚上 一家情趣酒店 唐海订购了最高级的房间 两人在里面玩了几个小时 唐海才离开 洛青雅已经走不动路 只能在里面休息 等明天再走 接下来一个多月时间 唐海一边购买物资 一边盯着别墅那边的改造进度 同时给他的后宫美人们 一次又一次幸福 另外 不断完成一个个随心所欲任务 获得大量奖励 目前 光是系统空间 就达到十几万立方 各种武器装备 客级刚才奖励了不少 还有体制 再度翻了五倍 不过异能倒是没有获得 别墅那边 因为系统又奖励了 50具基础建造机器人 以及10具高级建造机器人 所以现在已经有 58栋别墅外围改造完成 同时 80栋别墅的供电系统 已经全部建设完成 唐海试验了下 已经不需要从电网接电 自己就可供应电 且供应充足 不会出现断电的情况 物资那边 唐海已经购买了 足足30个亿的物资 包括食物 衣服 电器 刀具等等 只要是需要用的东西 全部购买充足 整整30亿物资 说实话 已经足够唐海和他的后宫们 用一辈子 即便再加上后宫们的亲属 也一样充足 此刻 白云小区别墅外 唐海看着一栋栋钢铁别墅 不远处 还有机器人在继续改造 他露出满意之色 笑道 现在算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就算现在末日降临 我也不用慌乱 当然 距离我的设想 还远远不够 还有20天 就是末日降临 必须开始建造云山小区外墙 当即 唐海操控机器人 且将所有钢材搬走 来到云山小区后面 开始建造钢铁城墙 小区后面是山 但并不影响 建造钢铁城墙 先建造后面 再建造两边 最后才是大门那边 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麻烦 等末日降临 还有五天时 再去搜刮各种武器和物资 尽可能获得更多武器和物资 当然 末日开始后 也能去搜刮武器和物资 以及其他 只不过那时候情况未明 能在末日之前搜刮 就尽量在末日之前搜刮 从别墅离开 唐海打开手机一看 那是一张老婆张雪岩 和小姨子张子峰逛街的照片 而拍摄的人 是唐海雇佣的杀手保镖小青 正是吕伟介绍的那个杀手 全还是个女的 当初一见面 小青就对唐海出手 招招伶俐 且直指要害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误会 当初唐海要求对方必须活好 让吕伟误会 以为是那方面的活好 实际上 他的意思是 实力必须强 不要绊掉子 后来解开误会 唐海倒觉得这误会无伤大雅 正好设施小青的身手 答案是确实不错 于是 他开出一个月十万的酬劳 雇佣小青当老婆和小姨子的保镖 毕竟末日即将开始 他这段时间都比较忙 没空陪他们 但又怕他们出事 所以让小青跟着 都是女人 而且还是漂亮的女人 不但能保护老婆和小姨子 还能充当姐妹 陪着一起玩 一举两得 这时 叶青运发来信息 半个月前 叶青运搬进了云山小区的别墅 有空的时候 唐海会过去一趟 和对方谈谈理想和人生 但基本上是叶青运主动 这小妖精 确实勾人 但太热烈了 要不是情况不允许 叶青运能日日索要 唐海都怕了他 唐海没有拒绝 回复了个马上到的急切表情 毕竟已经三天 没有灵性这妖精了 反正现在也没事 过去玩玩 走向路边路虎车时 唐海却没有直接上车 而是越过车子 向着不远处 一家咖啡店走去 咖啡店外 有着露天棚子 客人可以在外面喝咖啡 正好今天艳阳高照 天色微微转凉 在外面喝一杯热咖啡 确实是一种享受 唐海也去购买了一杯咖啡 但走到店外 却不经意 在一名戴着大大的遮阳帽 还有墨镜的短发女子身上拍了一下 而后 女子身体一僵 碰 撞到桌子 咖啡骚了一地 冲进咖啡店的厕所 混蛋 厕所里 玲珑扔掉遮阳帽 满脸愤怒 却呼得 哗啦啦一泻千里 一声长吟后 入出极为爽快的表情 咔嚓 这时 闪光灯和拍照声音响起 正享受着片刻飘飘欲鲜 感觉的玲珑 顿时睁开眼睛一看 就看到唐海拿着手机 拍着自己 同时 对方脸上一脸的玩味笑容 啊 玲珑顿时惊叫 唐海 你这个流氓 给我走开 同时连忙拉住裤子 不让自己走光 唐海笑了笑 道 刚刚你那一脸享受的表情 我可都拍下来了 嘖嘖 看那模样 好像是挺爽的 你该不会是在自己自足吧 用的什么设备 玲珑一愣 但很快反应过来 王八蛋 你说什么呢 再也不滚开 我对你不客气 唐海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笑道 裤子都没提好 你准备怎么对我不客气 难道你想和我在这里 做那种事 他一脸惊叹的表情 玲珑一脸阴沉 目光如火 仿佛随时都要爆发 唐海不再调戏 因为有店员朝里面看来 玩味笑道 还是提好裤子吧 我在外面等你 说完便走 与此同时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朝墙及探照灯100个 正当店员打算进去看看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时 唐海笑着走了出来 啊 女店员捂着嘴 惊叫一声 指着唐海 捏捏 她本来打算质问唐海 为什么进女厕 可下一刻 当她发现 眼前男子长得极为英俊 身材高壮 且散发无形魅力的时 她立刻沦陷 双眼冒爱心 翘脸都是一红 唐海笑道 我走错厕所了 有问题吗 啊 女店员直接一声尖叫 激动地对着另外一名店员喊道 她好像明星眼 她居然跟我说话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旁边男店员脸色难看 一脸极度地看着唐海 那表情仿佛在说 兄弟 B装够了 还打算留下来吃饭吗 唐海笑了笑 走出咖啡店 在路口点了一根烟 静静等待 不久后 一脸凌乱的玲珑走出来 撤去装扮后 直接展露出极品身材和容颜 旁边男店员 直接推开怀里的女店员 满脸兴奋地问道 这位小姐 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她自问自己 长得还行 或许能要到手机号 或者微信 但玲珑却只是鄙夷和厌恶地 看了她一眼 喝道 滚 随后走出咖啡店 向着不远处的唐海走去 男店员一脸猛逼 可当看到刚刚那位美女 竟是朝着唐海走去时 顿时期的手舞足蹈 就插口喷国菜 唐海看着旁边的玲珑 目光一亮 随后拿出一根烟 笑道 要不要来一根 玲珑咬了咬牙 接了过来 从包里拿出打火机 一个漂亮的甩烟和点烟后 便吞云吐雾 挑衅地朝着唐海扬了扬下巴 唐海忽然间觉得这女的有点意思 主要是比她还能装逼 在她看来 这都有个比了 还要装吗 笑了笑 唐海并不在意 而后本能地拍向玲珑 却拍了个空 疑惑转头 便看到十几米开外 地叼着根烟 一脸忌惮和愤怒的玲珑 玲珑咬牙切齿 还来 唐海哈哈一笑 这个 抱歉 本能 玲珑和唐海保持安全距离 方才伸出手 怒道 拿手机过来 把照片删了 唐海笑道 你觉得可能吗 监视了我那么久 我没干掉你 纯粹是觉得 你有点意思 而且长得还不错 要是杀了 怪可惜 怎么也得吃单抹镜 才能让你人间蒸发 玲珑气得身体俱缠 却冷笑道 想杀我 你还不够格 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也该猜到 我是什么人 罢了 反正已经没必要 便告诉你吧 我乃汉皇坐下 十二天神之一 玲珑 金灵街那件事后 汉皇有意拉拢你 但还需要了解 所以让我监视你 不过现在看来 你早已看破我 虽然不知道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但你还算有资格 为汉皇笑吏 唐海摇头失笑 为汉皇笑吏 你觉得 我是那种 会为别人笑吏的人吗 或者说 我需要为别人笑吏吗 钱我有 女人我有 个人实力 我也具备 你觉得 我还缺什么呢 玲珑冷笑 没错 你确实不缺这些东西 但是 我觉得 你缺一样东西 唐海疑惑 好奇问道 是什么呢 呼的 玲珑双眼骤然冰冷 满脸杀意大喝一声 你缺一条命 so 化落 整个人如同刁钻的利剑 迅疾逼近唐海 掌刀下落 如同一把真正的钢刀 充满霸道和威势 这女人 唐海淡淡一笑 却没有反击 而是拿起手机 便不再有其他动作 下一刻 掌刀在手机上 三公分处停顿 随后一开 当看到手机里那张照片 照片里 一个女人蹲在厕所 表情隐荡 仿佛舒爽至极 而那个女人 正是她自己 看着这张照片 玲珑瞬间破防 眼睛一片通红 你个王八蛋 有本事把照片删了 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 我今天要打抱你个无耻小人 唐海玩味一笑 就凭你 还是算了吧 虽然我不介意打女人 但我不打算对你动手 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而是你从未害过我 便没必要对你动手 好了 照片我不会删 而且还会时不时拿来欣赏 但你放心 只要你不再监视跟踪我 或者招惹我 我是肯定不会发到网上去的 画落 一掌打向玲珑 玲珑脸色一变 本能双手交叉 挡在身前 碰 碰撞的刹那 玲珑整个人倒飞出去 但她如飞燕一般 身体在空中微微一旋 便平稳地落在了十几米开外 这一幕 正好被两名店员和路人看到 全都一脸惊诧 以为再拍都市修真短剧 可等玲珑反应过来 唐海已经坐上了路虎 扬长而去 玲珑气得跺脚 王八蛋 你给我等着 下一刻 啊 她尖叫一声 家腿再度冲进咖啡店 厕所里 一泻千里的玲珑 一边享受着 那飘飘欲鲜的冲击感 一边诅咒唐海祖宗十八代 而相比之前的怀疑 她现在百分百确认 自己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 绝对是唐海所为 只是 她直到现在为止 仍旧不明白 对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夜晚悄然降临 一间废弃大楼一楼 四周一片昏暗 但借助城市的霓虹光 依旧可以看到 那里有着十几个人 正是汉皇和十二天神 汉皇坐在沙发上 后面 站着十一位天神 在他面前 玲珑单膝跪地 无比惶恐和敬畏 将今天的事如实禀报 看来这个唐海 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 确实有资格为我效力 尤其是你所说的那种本事 拍一拍 便产生那种预先般的快感 我很好奇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汉皇冷漠道 汉皇 那人似乎无意效忠 且颇有本事 想要让他臣服 只怕不易 玲珑皱眉道 而且此人无耻至极 又嚣张又狂妄 而且是LSP 属下看来 这种人 还是不要招揽为妙 汉皇呼得如猛虎伏地 冷漠的眼神 透过狐狸面具的眼洞 以及金色的珠帘 落在玲珑的身上 玲珑身体猛然一颤 随后脸色差那间苍白 眼睛里露出恐惧之色 只听汉皇冰冷道 我如何抉择 还需要你来教我吗 当初的你们 不也是桀骜不驯 可最终还是一一效忠于我 玲珑连忙低头喊道 是 属下之错 汉皇直起身体 靠在沙发上 淡淡道 玲珑 这个唐海必须招揽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哪怕是美人计 都要给我降服他 此人 我必得 闻言 玲珑身体一颤 虽然不想如此 但不敢违背 可这时 身后一名身高两米的寸头大汉 身后背着一把大刀 入着满是刀疤的上半身 激动道 黄 请原谅我的顶撞 这个任务 我完全可以胜任 不如 碰 可就在下一刻 壮汉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 直接被汉皇一个西撞 轰飞出去 砰的一声 壮硕的身躯 狠狠砸在石柱上 掀起漫天粉尘 壮汉口角一穴 趴在地上 汉皇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说过 玩女人可以 但作为我的天神 绝不可动私人感情 再有下次 我割了你的脑袋 两米的壮汉 被一个女人打得 毫无招架之力 可想而知 这个叫汉皇的女人 到底有多恐怖 壮汉并非失去了战斗力 可却不敢还手 非对方身份之高贵 而是因为绝对打不过 那句割了你的脑袋 并非勇气可嘉 而是实力已经达到 转过身 汉皇淡淡道 玲珑 去吧 把唐海丢带过来 说吧 带着十一位天神 直接离去 这天 唐海接到冯孟严电话 来到酒店 刚进房间 就听到浴室里哗啦啦响 一道曼妙人影 在磨砂玻璃内 若隐若现 笑了笑 唐海脱下衣服 便去了卫生间 果然 冯孟严在里面沐浴 看到唐海 起先吓了一跳 而后惊喜 你来了 唐海笑道 对 我来了 一起 冯孟严红唇一掀 我帮你 不多时 他俯身 而唐海露出舒爽之色 两人从浴室战斗 经过墙角 再到大床上 足迹和体位 充斥整个房间 最终 两人同眠 全都露出满意之色 点燃一根烟 唐海搂着怀中人 笑道 几日不见 功夫见长啊 各种招式都能驾驭 且与我配合无见 冯孟严娇羞瞪了唐海一眼 你好坏 随后脸色一正 道 上次跟你说过的 去见我父母 已经说好明天了 没问题吧 唐海点头 行 明天就去 不过你似乎有些急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冯孟严美好气道 还不是我爸妈 催我嫁给四海集团董事长儿子 赵天龙 因为 我爸公司遇到问题 需要资金周转 若是嫁给赵天龙 四海集团便会帮忙 起先我拿你当挡箭牌 拖了一个多月时间 如今公司急需资金 我爸便催着和你见面 到了这里 你应该明白 我爸的目的吧 就是要钱 如果你没钱 我爸肯定调转枪头 让我嫁给赵天龙 唐海皱眉 心想 赵天龙 听名字 为什么觉得有些耳熟 但一时间 却又记不起来 摇摇头 唐海不惧纠结 笑道 放心 这件事 我帮你解决 如今你是我女人 自然不会让你嫁给别人 冯孟严文言一喜 但很快再度担忧 可是钱方面 我爸起步就要一个亿 后续估计还要更多 没有两三亿 填不了他的胃口 这么多钱 就算你有 你会愿意为我拿出来吗 这可是几个亿啊 这些钱 都足够你找更多美女吧 但唐海却笑着安慰 钱对我而言 现在已经亿亿不大 既然我收了你 便会对你负责 放心 几个亿我还是有的 并且会愿意为你付出 听到这真挚的话 冯孟严满心感动 随后妩媚一笑 你这么好 我必须得给予奖励 说完 便钻入被窝 施展技术 唐海瞬间表情精彩起来 随后闭上眼睛 开始享受 冯孟严回家后 立刻对爸爸冯清凌得意道 爸 明天我男朋友过来 和你们见面 到时候 你们准备下 冯清凌顿时一喜 但很快板着脸 好 我倒看看我 未来女婿是什么人 实际上 她的内心独白 是想看看 我未来女婿 到底有没有钱 可这时 冯孟严妈妈却说道 老公 刚刚天龙不是打来电话 说明天过来正式提亲吗 还会带李金过来 冯清凌一拍大腿 刚准备和女儿说 但想了想 却又放弃了 随后 她脸上露出玩味笑容 也好 明天就一起见他们 正好比较一下 谁更好 便接受谁 至于另一个 自然从哪来 回乃去 冯孟严妈妈皱眉 这不好吧 这岂不是得罪人吗 冯清凌哈哈大笑道 你懂什么 我选择的是 最有钱的女婿 最有钱 便是最有实力 到时候 还怕得罪另外一个吗 冯孟严妈妈点头 觉得真有些道理 就是有些小人行径和势力 不过哪个妈妈 不想让女人嫁给更好 也许做法过激 但出发点还是好的 冯孟严妈妈 这么安慰自己 此刻 唐海回家 正好路过白云公馆 想了想 下车 进入小区 来到储禅家门外 输入密码后 进入屋中 但发现储禅不在 打电话 不通 摇摇头 唐海还是决定回家 经过一个红灯 停车等待 可就在这时 前面人群骚动 很多人惊慌冲过来 还有人大喊 有人开枪 那边发生了枪战 很多警察 有一名警察顶替人质 被挟持 唐海皱眉 下车观望 随后拉住一人 询问情况 最终得知 前面有歹徒抢劫银行 击杀数名银行工作人员和保安 以及交警后 骑车潜逃 后来在前面路口 被警察堵住 直接发生枪战 歹徒挟持人质 警察投鼠忌器 试图找到办法 制服歹徒 但歹徒并不简单 并不容易制服 甚至 唐海一笑 这完全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任务 不做白不做 之后 他没有选择开车 而是与人群相反 跑向枪战地点 很快 到达枪战地点 果然 只见数十辆警车 三名歹徒 全都背靠面包车 显然是防止警察开枪 每一名歹徒 都挟持一名人质 且在他们脚下 还有一些人质尸体 以及受了枪伤的人质 这自然是歹徒的杰作 地上 一名受了枪伤的男人 一把鼻涕一把泪 哭着喊妈妈 朝着远处的警察伸手 希望能救他 但现在警察可救不了他 操 老子最讨厌怂暴 一名短村大脸歹徒 露出阴狠之色 碰 直接一枪 终结男子性命 啊 远处围观群众 被吓得尖叫 很多人脸色苍白 朝着远处狂奔 甚至发生踩踏事件 有警察连忙去维持秩序 驱散群众 怎么还没有驱散好群众 那帮人到底在干什么 一名绝美女警 满脸冰冷 朝着远处凌乱的群众扫了一眼 眼神更冷道 他正是储禅 看到人质被杀 非常愤怒 立刻对着远处歹徒喊道 把人质放了 我代替人质 但肥胖歹徒却冷笑 似乎是三个人中的老大 玩味道 如果是平常 像你这种角色 我们自然不会拒绝 但现在 可别当我们是三岁小孩 我说了 全部给老子后退 让我们安全离开 否则 我们杀死所有人质 哼 我们走不了 也拉一帮人垫背 文言 储禅皱眉 将话筒扔给一旁的男警官 不能再让他们杀人 说完 直接脱掉警服 卸掉装备 露出里面的白色短袖 傲然的身材也显露出来 看得一众男人 目光发亮发热 就连那三名歹徒 都忍不住吞了吞唾沫 不远处 看到储禅后 唐海并不意外 而是皱眉 茬儿想干什么 莫非想以身似虎 这三个王八蛋 可不是省油的凳 正打算出手 这时 储禅堂而皇之走向歹徒 见状 局长大贺 储禅 你干什么 其他警员一时吃惊 全都大喊 想要阻止 但储禅无事 一意孤行 没人敢这时候冲过去阻止 怕扰乱储禅的计划 以及激怒歹徒 储禅走过去 冰冷道 我什么都没带 只想替换一名人质 好歹也是抢银行的人 不要让我鄙视你们 敢抢银行 你们也不是耸货 另外 替换人质后 我会让所有人 让出一条路 你们可以开车 携着我们三个人质离开 等出了城再放了我们 说真心话 我无所谓 能不能抓住你们 反正丢钱的不是我 但我必须保证 因为他们了解他的为人 这么做 应该是 有了自己的打算 虽然太过冒险 但储禅的行事风格 就是这样 大家已经习惯 他们现在只能尽全力配合 希望最终不但能解救人质 还能捕获歹徒 三名歹徒商量了一阵 最终答应 他们很谨慎 放走一名人质 但枪一直对准人质 最终 替换人质成功 那歹徒想占储禅便宜 但后者冷冷道 你碰我一下试试 肥胖歹徒摇了摇头 别闹 一名歹徒开车 其余两名歹徒 用枪指着储禅 和两名人质 储禅没有贸然出手 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不能冒险 因为冒险就意味着 人质很可能会因他而死 等面包车离开 有人询问局长 局长 跟不跟 局长吼道 废话 当然要跟 但绝不能让歹徒发现 我们跟着 他拿出监听设备 储禅身上 带有监听器和定位器 我们一边远远跟上去 一边等他消息 所有人 上车 很快 一辆辆警车发动 远远跟了上去 同样 唐海跑回去 发动路虎 跟上面包车 嘴角扬起 感动我唐海的女人 我让你们生不如死 哄 路虎飙出 朝着面包车的方向追过去 他已经有计划 将车子开到最大马 系统奖励过顶尖的飙车技术 开得再快 也不怕被打脸 车子越过车流 前面人行道 却忽然有人行走 那人看到 如凶虎冲来的路虎 吓得面色苍白 生怕被自己撞飞 但路虎一个偏移 贴着那人飞速而去 那人吓得直接尿了 瘫软在地 刚刚与死神擦肩 很快反应过来 对着远处的路虎 破口大骂 要知道 现在可是人行道的绿灯 这路虎居然闯红灯 而且 板马线上还有人呢 居然不减速 反而加速飙车 太狂妄了 此刻 唐海可不会管路人的吐槽 眼睛盯着远处的面包车 他在想 如果这样跟着 或者超车 可能会激怒歹徒 引发严重后果 于是 他看了看不远处的岔岛 以及岔岛镜头 与面包车方向交叉 撕拉 唐海转弯 一个飘移 随后直冲 油门加大 以最快的速度赶路 但路上车子太多 想要急速而行 并不容易 但这时候 顶尖的飙车技术 就发挥作用 只见路虎左边掀起 车子竖直从两辆车的缝隙间穿过 等穿过才重重落下 继续飘移即行 那路虎忽左忽右 犹如一片急速的落叶 完成一个个高难度的车技 最后毫发无伤 惊呆了路上一众车主 以及乘客 卧槽 这车还能这样开吗 牛逼啊 难道是职业赛车手吗 一线天车技 这只有在影视剧中 才能看到的车技 今天我居然亲眼所见 赶快拍下来 发到抖音 绝对能成为年度最热门视频 给我涨十万分 此刻 唐海继续急速 双目死死盯着 另一条路上的面包车 哼 发动机轰鸣 带着路虎急冲而过 已经领先面包车 唐海打算在前路等待 正是面对歹徒 营救储禅 面包车中 即便处于险境 但储禅依旧平静 眼神很冷 淡淡道 纵然你们这次能逃跑 但下次我依然能抓你们回来 自首 束手就擒吧 这般折腾 没有半点意义 平头歹徒怒喝 闭嘴 以为三两几句话 就能让我们割三 束手就擒 果然凶大无脑 肥胖歹徒开车 冷笑 美女警察 看来你还未明白自己的处境 就算我们能安全出城 也不会放了你 像你这样的美人 我们兄弟三 可不舍得让你走 至于这两个人质 你若乖乖的 我们自然放他们走 不动他们分毫 储禅冷笑 我是警察 碍于人质安危 或许对你们无可奈何 但你们知道吗 我有个很厉害的男朋友 他曾在枪林弹雨中 护我安危 曾助我破获一起大案 让我荣誉加深 这个人虽然平日里极不正经 但是 警察不会被一些条条框框束缚 他若知道我受伤 害我之人 便会付出极其严重的代价 死亡都是轻的 会生不如死 听着他的话 面包车里一片寂静 两名人质都一脸震惊 能够被一位如此绝世的女警 这般赞叹的男人 那男子到底何许人言 莫非三头六臂不成 但这时 三名歹徒哈哈大笑 一名歹徒吃笑 没想到 像你这种冰山般的美景 还有如此深情的一面 说到那名男子 连表情都变得温柔 那样厉害 只是但凡是人 都肉体凡胎 再厉害 能拼得过子弹吗 他没来也就罢了 来了 我一枪干掉他 没了男朋友 你不就可以一心一意 伺候我们三兄弟吗 哈哈 楚蝉冷漠 你想死吗 歹徒面色一变 手枪对着楚蝉 玩味道 别动 不然枪不长眼 楚蝉不再说话 但脑袋却在急速转动 想办法制服这三名歹徒 可对方有两把枪指着自己 制服难度很大 而且现在在桥上 弄不好车子飞出去 大家都有危险 哈哈 那些警察没有跟来 我们可以安全出城了 平头歹徒 一直在观看车后 并未看到警车 以及可疑车辆 顿时兴奋 哼 我们有三名人质在手里 其中一个 还是他们的人 他们自然不敢跟着 肥胖歹徒 傲然和得意 可就在这时 车灯照亮的路上 出现一个人 那人伸出手 是一停车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人 那是一个青年男子 长得高大英俊 外套是黑色风衣 一双眼睛 带着些许冷漠 嘴角淡淡掀起 仿佛在蔑视什么 肥胖歹徒大骂 脑残吧 给老子滚开 不然撞死你 平头歹徒也看到 冷笑 哥 撞死他 另外一名歹徒 嘴角掀起 仿佛已经看到尸体横飞 鲜血飘洒的画面 莫名兴奋起来 两名人质瞪大眼睛 因为看到面包车急速而过 逼近青年 可青年如雕塑 定在那里 居然没有要移动的意思 难道真是来找死的吗 但那一刻 楚蝉同样面色大变 因为认出来了 那是他男朋友唐海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 而且 唐海想要干什么 快让开 楚蝉大吼 难得无法保持淡定 已经失态 碰 歹徒没有减速 反而加速 一冲而过 瞬间撞飞唐海 发出巨响 车子都颤了颤 在众人眼里 尸体飞出十几米远 躺在地上翻滚数圈 最终停下 青年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好像没了声息 看来被撞死了 本能的 肥胖歹徒停下车 平头歹徒不屑 肯定是碰瓷的 结果遇到我们 被我们给直接撞死了 真特么傻比一个 哈哈 第三名歹徒 却发现不对 为什么没有鲜血 肥胖歹徒皱眉 只要他是个人 这么被撞飞 必死无疑 最多仅声一口气 撞飞唐海的那一刻 两名人质已经吓晕 毕竟一路上 就经历无数恐惧 能撑到现在 非常不容易 楚蝉目光颤动 望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唐海 只觉得世界都崩塌 满心绝望和悲伤 只有一个念头 你死了 我该怎么办 当即 楚蝉便要冲下车 但双手被手铐锁住在背后 双脚同样被绳子困住 根本没法下去 稍微一动 更是被歹徒用枪顶住脑袋 被怒斥 再动的话 我先杀一名人质 楚蝉双眼通红 怒吼 他要是出了事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闻言 肥胖歹徒一愣 随后笑道 你的意思是 那个死人 就是你男朋友 这是你来救你了 但很快玩味继续笑道 可是不该啊 你不是说 你男朋友超厉害吗 简直非人那种 可是怎么就这么死了 简直笑掉大牙 平头歹徒同样笑道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单身 我们三单身 不正好吗 你可以安心 当我们三的老婆了 楚蝉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死死盯着唐海 那个枪林淡雨中 毫发无伤的男子 武艺超群 手段非凡 怎么可能就这么死去 而且 刚刚明明可以躲闪 却故意不动 难道 很快 楚蝉想到关键处 便恍然大悟 这是唐海的计划 他应该配合 于是他道 我需要确认 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让我下去 肥胖歹徒一笑 量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招 带他下去 我也想看看 那小子到底死没死 很快 三人压着楚蝉 三人在后 楚蝉在前 朝着唐海走去 来到唐海身边 肥胖歹徒命令到 女警官 把他转过来看看 楚蝉没动 而是打算出手 现在歹徒离开了人质 虽然三把枪对着他 但确实是唯一的机会 不过这时 唐海睁开眼 示意不要轻举妄动 呼的 他手里出现一发手雷 轻轻一丢 手雷滚到三名歹徒面前 与此同时 唐海动了 抱住楚蝉 朝着旁边窜去 而看到手雷的刹那 肥胖歹徒便大吼一声 是炸弹 快闪 哼 炸弹炸开 当场一名歹徒受伤 身上全是弹片 其实他已经避开了一些 不然早就被炸死 即便如此 也已经丧失战斗力 浑身颤抖 疼得发出狼嚎 老三 老三 肥胖歹徒和平头歹徒 都气得咬牙切齿 当即寻找楚蝉和唐海 但楚蝉和唐海 并未躲避 而是静止朝着他们走来 当然 唐海走在前面 护住楚蝉 王八蛋 你是警察 还有 你他妈现在是人是鬼 肥胖歹徒 没有立刻开枪 心里非常疑惑 怎么可能呢 一个人被急速的面包车撞过去 怎么可能毫发无伤 唐海冷笑 是人是鬼 你管得着吗 但是 你抓我女人 这笔账 我们得好好算算 平头歹徒发怒 别以为用了点手段 蒙骗了我们 便能吓住我们 刚刚你肯定没有被撞到 只是假装的 或许是一种魔术 但我们手里有枪 我倒要看看 你的魔术能不能挡枪 大哥 别跟他废话 开枪打死他 我们可没时间在这里耗 肥胖歹徒当即点头 这个青年必须死 不但是为老三报仇 而且 他们确实要快些离开这里 要是又被那些警察缠上 真的不好脱身 很快 碰 碰 两名歹徒直接开枪射击唐海 当当当 可是 子弹打在唐海身上 全冒出火花 且仅仅是 打得唐海身体微微一颤 看到这一幕 两名歹徒目瞪口呆 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事情 卧槽 平头歹徒爆了一句粗口 随后更加疯狂射击 不幸打不死唐海 但结果一样 唐海毫发无伤 如同终结者降临现实 最终缩害了所有子弹 依旧没有建功 平头歹徒怕了 慌了 满脸恐惧 甚至双腿在发颤 肥胖歹徒 没有在开枪 知道眼前这个青年 简直非人 子弹伤不了对方 于是怒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唐海淡淡一笑 将死之人 知道这些 有什么意义 肥胖歹徒脸色一沉 当先开了一枪 试图阻止唐海 同时跑向面包车 唐海没有理会 而是走到那名 全身淡片的歹徒面前 冷漠道 你运气好 不用我来伺候 不然你会更痛苦 接着走到平头歹徒面前 很快 惨叫声响起 任歹徒求饶 唐海无动于衷 将其手脚全部踩断 一根根手指头被掰弯 还有一口牙齿 全部给他松了 疼得歹徒生不如死 凄厉嚎叫 被炸弹炸飞的歹徒 看到这一幕幕 方才领悟唐海那句话的意思 他此刻确实庆幸自己 被炸弹炸伤 不然被这般对待 更加凄惨啊 储禅没有阻止 警示道 别杀了他们 唐海点头 最终看向面包车 面包车里 歹徒大怒 放我离开 不然我杀人质 唐海冷笑 下一刻 他动了 堪比普通人十倍的体质 加上两种体数 一个加防御 一个加速度 若是加上飞翼 他都堪比超人 仅仅一动 便瞬间跨越十几米的距离 来到面包车旁 肥胖歹徒吓了一跳 当即就要开枪 射杀人质 但在对方开枪前 唐海一拳轰碎玻璃 同时击中歹徒头部 这一拳的力道 他控制得非常好 不至于将对方一拳轰杀 但确实脑震荡 晕呼呼 唐海打开车门 将对方扔出去 咔嚓咔嚓 很果断 干脆踩断对方双脚 再夺过手枪 踩断双手 肥胖歹徒被痛醒 满脸怨恨地看着唐海 要不是你 我们三兄弟 已经安全离开 你不得好死 唐海微笑 谁叫你们倒霉呢 偏偏碰上我 一巴掌将对方扇晕 唐海站起来笑道 馋儿 可以让你的人 过来收拾残局了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声响起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防御加100 看到最后一个奖励 唐海瞬间无比兴奋 防御加100 当即 唐海能够感觉到 体内产生一股力量 而这股力量 全部作用在皮膜上 让皮膜的防御性 大大增加 但无法肯定 到底增强了多少 只能找机会试验一下 这时 楚禅打完电话走了过来 怒斥道 刚刚能躲 为什么不躲 你就那么肯定自己被车撞 能够毫发无伤 唐海笑道 能不能毫发无伤我不知道 但肯定死不了 而且 当时也没办法 必须引他们下来 不然无法保证你不受伤 楚禅一愣 为了我 所以 甘愿被车撞 你是不是傻 唐海笑了笑 别担心 我敢这么做 还是有些把握的 反正我不能让他们伤害到你 楚禅满心感动 说实话 今晚要不是唐海出现 他能不能全身而退 真的不好说 毕竟这三名歹徒都不简单 一个不慎 结果很难想象 最重要的是 在他眼里 今晚唐海是在用生命护他 虽然他并不希望如此 但此刻确实满心温暖 你是我男人 我也不希望你出事 以后千万不要再这么冒险了 楚禅温柔道 落在唐海耳边 令他有所触动 只觉得眼前的人儿 是那般美丽 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每人主动送上香吻 两人就这么相拥 热情如火 直到似乎察觉到 两道目光注视过来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面包车里 两名人质已经苏醒 并看到两人拥吻的一幕 男的羡慕 女的极度 楚禅脸色一红 随后走向面包车 给人质松绑 同时给同事发去消息 让他们过来 不多时 警察赶到 看到眼前一幕 都颇为惊讶 两名人质和楚禅 居然毫发无伤 反观三名歹徒 全都被人给废了 凄惨无比 想要做到这一步 可不容易 当看到唐海 不少人都恍然 有这位武林高手在 这一切能够解释 肥胖歹徒醒来 控告唐海 歹徒也有人权 我控告他 非法伤人 你们还不把他给绑了 但无人应答 当他是空气 他依旧叫嚣 怨天怨地 一个歹徒 开始讲法讲理 令人厌恶 一名警察忍不住过来 一脚将他踢晕 世界总算安静下来 等落了口供 便还了唐海自由 局长更是亲自赞赏了他 只是叮嘱以后 形势还是柔和一些 不要过分凶狠 而且楚禅还是警察 唐海点头 但对此毫不在意 末日马上就要降临 一切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时候 唐海装晕 甚至掀开衣服 露出红彤彤的腹部 楚禅大惊失色 要送他去医院 唐海自然拒绝 说是回家休息就好 于是 楚禅开车 和唐海一起回白云公馆 楚禅拿着冰块 给唐海赴身体 缓解疼痛和红肿 让你逞强 没撞死你算你运气好 楚禅发怒 看着唐海呲牙咧嘴的样子 却觉得好笑 那一幕 令唐海惊艳 觉得好美 对方还从未如此笑过 你笑的时候真美 应该多笑笑 唐海由衷说道 很快两人四目相对 激情如火 点燃干柴 情到之处 楚禅初期没有扭捏 唐海更不会扭捏 两人直接贴合到一起 热吻到坦诚相待 最后彻底融合 迎来激战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第二天上午9点 从楚禅那边出来 唐海坐在车子里 准备前往冯孟岩的家 今天要去他家 见他父母 没打算准备什么 塔里有钱就行 可是 行驶到双桥公路 便发现 后面一个熟悉的骑手 显然是玲珑 居然还敢跟踪我 看来不来点狠的 他不知道 我有多恐怖 唐海已有想法 开车下桥 来到桥下海岸边 不多时 玲珑同样跟来 并且 钻上唐海的车 一上车 唐海便玩味笑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可警告过你 不要再跟踪我 你这是明知故犯 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做什么吗 玲珑冷哼一声 抱胸道 跟我去见汉皇 之后我自然不会 再纠缠你 唐海轻笑 呼得发怒 不要再挑衅我 还有 那个汉皇算什么东西 他让我去见他 我就该去吗 我真要去了 那么一定是因为 我要干掉他 玲珑气急 觉得唐海冒犯汉皇 罪不可恕 当即对唐海动手 双手如刀 灵力无比 斩向唐海 但唐海却不放在眼里 出手反击 虽然玲珑乃是一等一的高手 可他是超人级别 无论是攻击 防御还是反应力等 都远超玲珑 仅仅三招 便将玲珑制服 此刻 唐海双手抓住玲珑的双手 身体则狠狠压在其身上 力道之大 让对方双手双脚都无法反抗 最重要的是 两人身体贴合 是零距离 对方的气息 能够清晰地闻到 这种姿势相当暧昧 让玲珑满脸通红 发怒道 放开我 唐海淡淡一笑 上次放过你 我已经后悔了呢 这次你主动送上门来 我若是无动于衷 便枉为男人 另外 别忘了 我的手机里还有你的照片 如果我发到网上 玲珑目瞪 气急败坏 你敢 唐海贴耳 吐气 让玲珑如触电 声音响起 你若敢反抗 我便敢把照片发到网上 玲珑脸色一变 混蛋 你该不会想 在这里 对我 唐海哈哈大笑 没错 玲珑大吼 你 放开我 死了 他话说完 唐海便直接扯掉他的衣服 我早就想收了你 上次让你跑掉 确实是一场失误 这一次 我要生米 玲珑双目含泪 不要 放过我 唐海不理 物资开干 玲珑知道逃不掉 便认命 但却道 我可以当你的女人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呼的 他语气一顿 翘脸羞红 完事后 你要对我负责 另外 必须跟我去见汉皇 唐海玩味 看着他如此模样 有些意外 没想到 对方这么就妥协了 他想了想 最终点头 行 我答应你 很快 车身摇动 十二天神之一的绝世美人玲珑 就这么在路虎车里 向唐海交付了自己 第一次 玲珑还有些腼腆 但出肠禁果 比之前那种莫名产生的爽感 更要令人迷醉 于是第二次 玲珑主动 甚至放开了自我 一个小时后 唐海意犹未尽 毕竟玲珑这种类型很独特 身材极好 皮肤和肌肉都十分紧致 并且身体素质好 可以承受巨大冲击和摆弄 让他颇为尽兴 要不是场合实在视展不开 绝不可能就这么结束 玲珑翘脸通红 有些不敢和唐海对视 因为是第一次 且刚刚战斗时 自己太过放开了 现在想起来 变绝无地自容 但他不得不承认 那种感觉很好 心里并不后悔 相反 这时候他才认识到 自己其实一直很欣赏唐海 对其怒目和不满 或许是因为 经常看到他与不同的女人纠缠和暧昧 看着座位上一抹鲜红 唐海笑道 没想到你是第一次 嘿嘿 那种感觉很爽吧 玲珑瞪了他一眼 道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不正经 别忘了约定 答应跟我去见汉皇 唐海点头 放心 答应你的事 我自然办到 更别说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为你去见一个人 绝对是小事 玲珑哼了声 道 我走了 到时候联系你 等玲珑离开 唐海笑了笑 整理了下车子 便驱车前往冯孟岩的家 上次去过 自然轻车熟路 此刻 一栋别墅内 冯清凌和冯孟岩妈妈张仪 揭穿着正装 一身整整齐齐 好似逢年过节 实则在等待两位准女婿上门 今天要选出最佳女婿 为女儿责选良配 但实际上 责选标准很简单 看谁更有钱有事 另外 冯孟岩也在家 同样装扮华丽 将最美的一面显露出来 可她是穿给唐海看的 今天她并不知道 赵天龙会来 时不时看向门口 看看唐海有没有来到 嘴角含笑 充满甜蜜 她坐在那里 和唐海发微信 问她在哪里 唐海回答 就在路上 冯孟岩满脸喜悦和期待 嘱咐她一路小心 冯清凌询问 孟岩 你那个男朋友来了吗 冯孟岩立刻回答 来了 就在路上 冯清凌点头 笑道 叫她不必带什么 人来就行 冯孟岩笑着硬下 但知道爸爸 这是在说客气话 准女婿第一次登门 哪里能空手而来 她没有刻意交代唐海 毕竟这是常识 张仪看着女儿一脸兴奋 目光闪了闪 最后笑着问道 你男朋友 应该很优秀吧 冯孟岩连道 那是自然 首先长得超帅 一线明星都比不上 最重要的是 我喜欢 张仪点头 那是 你喜欢最重要 但她到底是做什么的 家境如何 冯孟岩哑口 虽然她跟唐海关系密切 但只知道唐海有老婆外 其他确实支支甚首 想了想 她笑道 妈 我又不是你的女婿 等她到了 你们自己问吧 很快 唐海开着路虎到达别墅 下车入门 管家询问后 方才得知是小姐的男朋友 顿时满脸笑容欢迎 但看到她空手而来 没有要去 打开后备箱 拿出礼物的意思 顿时皱眉 最后不可思议 她还真没见过 准女婿第一次上门 居然空手的 也是划天下之大击了 可以想象 接下来一场好戏少不了 甚至 她认为 这小子 过不了老爷那一关 甚至可能被轰出去 唐海 当唐海出现 冯孟岩喜悦和激动 立刻冲了上去 挽住其手 可看到其双手空空如也 顿时疑惑和不解 你该不会是空手而来吧 唐海愕然 不是带钱就可以吗 冯孟岩一听 觉得有道理 便没说什么 她拉着唐海 走到爸妈面前 介绍道 爸妈 这就是我男朋友唐海 长得帅吧 唐海礼貌喊道 伯父 伯母 冯清凌没有起身 脸色阴沉 因为看到唐海双手空空 天哪 别说对方是准女婿身份 就算是寻常客人 第一次上门 都不可能不带礼物 他们家确实不需要那点礼物 但这是做人的基本礼貌 能被女儿看上 绝不是白痴吧 显然这人压根 没把这次见面放在眼里 甚至 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让冯清凌非常愤怒 心中大大的不爽 根本没有回应唐海 将头都撇到一边去 拉着驴脸 显然不悦 张一剑气氛尴尬 连忙起身笑道 好 来了就好 快坐吧 冯孟岩脸色微沉 生怕唐海生气 就朝着爸爸喊道 爸 人家叫你呢 你这垮着一张脸 算怎么回事啊 冯清凌忍着没有爆发 却嘲讽道 这人谁啊 我可不认识 为什么要搭脸 冯孟岩皱眉 他是唐海 我男朋友啊 冯清凌冷笑 你男朋友 哼 好大的威风啊 第一次上门 空手而来 怎么 是瞧不起你 还是瞧不起我们这两个老的 我们冯家 虽然算不上整个汉城的高门大户 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攀上 闻言 唐海的脸色差到极点 不过没有发怒 毕竟是他空手而来 他有错在先 但他这次 可是带着几亿资金而来 认为那点礼物便没必要 现在想来 还是有欠考虑了 不过 即便是空手而来 对方也不该用这种语气 奚落和羞辱吧 换作平时 唐海肯定道歉 但现在 只见唐海直接走过去 坐在冯清凌对面 淡淡道 不就是没带礼物吗 你们家难道缺这点礼物 冯清凌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 唐海空手而来 也就罢了 居然在他家如此嚣张 简直目中无人 狂妄到了极点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是好 冯清凌瞬间气炸 指着唐海大怒 捏捏 什么态度 这不是你家 我让你坐了吗 给我起来 然后滚出去 唐海却依旧镇定 玩味笑道 沙发不用来坐 用来干什么 你就这么小姐 至于离开 我自然会离开 但在此之前 你们要同意 我和孟严的婚事 那一刻 冯清凌气笑了 这是哪里来的疯子 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在他这个老丈人面前 这般无理和狂妄 居然还想娶他女儿 一想天开不适 就连冯孟严的妈妈张仪 都觉得 这是好笑和疯狂 本以为女儿的男朋友 未必是富贵之人 但至少年少有为 品德兼优 可没想到 这完全是一个痞子混混吗 第一次来他们家 就如此作威作福 反其到他们的头上 实在无理至极 张仪站了起来 怒指唐海 请你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另外 我绝不会把女儿 嫁给你这种人 冯孟严走过去 小声斥责道 唐海 你在干什么呢 我是让你来提亲的 不是来气死我爸妈的 你是不是反悔了 真希望我嫁给赵天龙 唐海却笑道 你别管 我会搞定 冯孟严哑然 此刻无语 不知道能说什么 只能站到一边 看这场滑稽的战斗 还别说 比电视剧还精彩 只听唐海淡淡笑道 伯父 伯母 除了我 没人敢娶你们的女儿 难道你们想要他单身中老吗 冯青灵气的咬牙切齿 瞬间头昏目眩 差点当场倒地 缓过进来后 居然抓起旁边的茶杯 直接朝着唐海砸了过去 但却被唐海轻松接住 微微一笑后 轻轻一扔 茶杯飞转过去 在茶桌上滴溜溜旋转 最后稳稳停住 这一手 这两老诧异 总算看到了这小子的一点 是处 可仅凭如此 却改变不了什么 忽然 冯青灵哈哈大笑 真是可笑 你算什么东西 敢说除了你 没人敢娶我女儿 我女儿倾国倾城 喜欢她的人 能排成长龙 无需等你 此刻 别数万 一排车龙行驶而来 每一辆车都结喜花 车子都是名牌 非常气派 最后一一停在别墅门口 邻居不少人出来 看到这一幕 都惊讶和羡慕 管家迎了上去 当看到赵天龙从手车上下来 连忙喊道 赵公子 赵天龙笑道 刘管家 我来提亲 孟严和伯父伯母可在家 管家却叹了口气 道 赵公子 实不相瞒 小姐的男朋友来了 赵天龙脸色一变 孟严男朋友 他居然赶来这里 哼 我倒要看看 孟严的男朋友 是个什么东西 管家却笑道 赵公子莫及 小姐那边我不知道 但他绝对过不了 老爷和夫人那关 赵天龙疑惑 喜耳恭听 当听到那小子空手而来 且进入不久后 就被冯青林怒轰时 便喜笑颜开 孟严的男朋友 肯定是个穷逼 哪里比得上我年少多惊 又长得英俊潇洒 伯父的公司 想要起死回生 岂不就要一亿 后续还要更多 那穷逼绝不可能拿得出来 所以被伯父怒轰 赵天龙得意和傲然笑道 同时 他得知 眼前那辆路虎 就是孟严男朋友的车子后 顿时比 肯定是租来的车子 这辆车也要几百万的 那个穷逼 怎么可能买得起 带我进去 好好整整那小子 让他滚出这里 再也不敢纠缠孟严 不过在进去前 他捡起旁边一个大石头 直接对着路虎开砸 砰砰砰 不多时 玻璃和车身 就被砸得一片欺然 赵天龙看着自己的杰作 露出满意之色 将石头扔掉后 就对着手下道 把礼物给我拿出来 只见一个个黑衣手下 从一辆辆豪车后备箱 拿出一个个礼物 全都小心翼翼地捧着 显然都很珍贵 见状 管家满脸堆笑 朝着赵天龙竖起大拇指 并且说道 赵公子乃人中龙凤 乃是小姐的最佳良配 听后 赵天龙欢喜 早就准备好了一些红包 将其中一个最大的扔给管家 并笑道 你说的话好听 下次多说点 得到大红包 管家欢天喜地 立刻就朝着里头喊道 赵公子驾到 赵天龙哈哈大笑 踏步而去 后面跟着数十人 全都拿着贵重礼物 场面绝对气派和惊人 沿途 赵天龙朝着别墅的仆人扔红包 并笑道 以后 我可能会经常出入此地 好好做事 我不会亏待你们 拿到红包 一个个仆人都喊道 谢谢赵公子 赵天龙昂首大笑 带着人进入别墅 而听到管家的喊声 冯青龙立刻面色一喜 拉着老婆张仪激动道 快快 是天龙来了 我们快去迎接 便直接无视唐海 快步而去 在门口时 便迎接到赵天龙 赵天龙当即喊道 伯父 伯母 今天我登门提亲 冯青龙笑道 好 好啊 我正盼着你来呢 赵天龙偏过头 扫了唐海一眼 呼得皱眉 心想 这人为什么觉得有些眼熟呢 或许是认错了 他并未认出 唐海就是当初在波涛酒吧包间 废了他老根的人 毕竟那天包间昏暗 看什么都模糊一些 出了那件事后 他一直忙于就医 所以 并未来得及寻找凶手 进行报复 而即便老根暂时恢复 但医生说 将来难举 不过医生还说 如果某位女子 能强烈激起他那方面的渴望 对治疗有很大作用 于是那一刻 他便想到了冯孟严 于是 报复再度搁浅 一门心思 要娶到冯孟严 治好自己难举之症 所以 听到冯清凌的邀请 他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并且准备充分 是要拿下冯孟严 他的难举之症 一旦治好 到时候 便尽情玩弄冯孟严 等完腻了 再一脚踹掉 吞掉冯家的公司 同时找寻新的女人 没有在纠结面熟的事 赵天龙不懈地扫了一眼唐海 便对冯清凌道 伯父 这是我带来的聘礼之一 小小心翼 不成敬翼 请伯父一一过目 冯清凌顿时兴奋 当即查验礼物 很快心花怒放 意外至极道 千年龙餐 极品和田玉 价值一千万的别墅房 本天啊 这里三十三种礼物 全都珍贵无比 这些礼物就价值过五千万 天龙 你有心啊 赵天龙傲然笑道 这不过是小意思而言 不过 我听说 有人第一次登门 居然空手而来 而且还惹伯父生气 真有此事吗 冯清凌脸色一冷 朝着唐海那边 气急败坏道 就是那个混账 是孟严的男朋友 空手来也就罢了 居然在我家嚣张至极 居然命令我们 要将女儿嫁给他 还说 除了他 没人敢娶我女儿 你说 这可不可笑 赵天龙冷笑 伯父 将他交给我 我立刻让他乖乖滚蛋 说吧 让手下将礼物放下 随后带着他们走向唐海 见状 冯孟严面色一变 当即挡在唐海面前怒道 赵天龙 你想干什么 冯清凌骂道 孟严 这里没你的事 退下 一旁张仪立刻过去 将冯孟严拉走 唐海淡淡笑道 放心 交给我 赵天龙哈哈大笑 还放心 交给你 你算什么狗东西 就你这种傻笔穷笔 配得上孟严吗 识趣的话 现在 给我滚出这里 或许还能给你留点脸面 唐海无事 笑道 你又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对我狗废 莫非你全家都是狗不成 不然怎么会生出你这只丑狗 冯孟严都被这句话给逗笑了 而赵天龙自然是愤怒至极 指着唐海 我乃唐堂四海集团总裁 不与你这种下三滥计较 呵呵 像你这种穷笔 纠缠孟严 其实真心 无非是为了钱 要多少 我立刻给你支票 拿到支票 就有多远滚多远 唐海不屑 站起来 你那点钱 还是赶紧用来买狗粮吧 我不怕不久后 你会饿死 这话还真是属实 毕竟末日即将降临 没有提前存储物资 根本抗不了多久 但在赵天龙眼里 对方只不过是在辱骂他 对方一再骂他是狗 赵天龙气急 当即道 伯父 待会要是动手 打坏一些东西 我自会赔偿 你们且躲开一些 冯青龄连忙摇头 无关紧要 尽管动手就是 我不想再看到这混账 很快 赵天龙命令手下出手 将唐海扔出去 而后打残 只要不死就行 可仅仅数秒钟 三十几名手下 全部惨叫横飞 遍地躺着 一片哀嚎 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赵天龙惶恐 没想到 唐海如此牛逼 那可是三十多人 就这么被干趴了 唐海站起来 冷冷地看着赵天龙 同样觉得 此人眼熟 但一时间 同样想不起来 捏捏 赵天龙害怕 不断后退 面对唐海的冰冷目光 一股良意 从头灌到脚 唐海一瞬间逼近 吓得对方瘫倒在地 你什么捏 连说话都不敢说 你连狗都不如 狗还知道犬费两生 而你现在敢说什么 有钱了不起吗 老子现在最看不上的 就是钱 赵天龙紧张喊道 别以为你有能打 就能为所欲为 你敢动我 我保证你坐牢坐到死 唐海冷笑 这里是孟严的家 你的血会脏了这脸 杀你也没必要 但你意图染指我的女人 自然需要重生 她的目光 落在对方的脑根上 赵天龙亦是察觉 顿时双腿一家 惶恐无比 好不容易暂时修复 若是在受窗 绝对回天乏力 当太监 那可真是生不如死 不过也是在此时 赵天龙方才觉得 唐海的面容 越来越眼熟 最终认出 惊恶和愤怒地指着唐海 是你 竟然是你 唐海疑惑 我 你认识 这时冯青龄冲出来 怒斥唐海 你果然是个混混 我冯家不需要一个 整天只知道 打打杀杀的嘴犯 请你滚出我家 绝不允许 你欺负我的女婿 唐海笑了 别以为你是孟严的爸爸 我便不敢打你 再敢说半个字 信不信我废了你 冯青灵气地倒退 惊恶地看着唐海 这个人还是个人吗 想娶自己女儿 不该讨好自己吗 居然还想殴打自己 这世界疯了 还是他疯了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王霸之气加100 唐海笑了笑 默默地查收完奖励后 再度道 作为孟严的爸爸 你有替他想过吗 你让他嫁给这小子 不就是为了钱吗 就你也配当孟严的爸爸 要不是你是孟严的爸爸 老子抽死你 不就是钱吗 老子有的是 但老子一个子都不会给你 另外 你女儿我照娶 你能怎么样 在场谁敢说半个不字 我立刻让他知道 花儿为何这样红 冯青灵虽然愤怒 但被唐海身上 那股桀骜和霸道的气息 给吓住了 他不断朝着赵天龙使眼色 让他出手 对付唐海 但此刻 赵天龙比冯青灵更害怕 因为他终于认出来了 眼前这个人 就是当初废他老根的人 按道理说 仇人相见 愤外眼红 可赵天龙不敢 因为这个煞心很能打 他只身一人 若敢对抗 结局就是老根彻底废掉 再无修复可能 为了保住老根 也为了尽快离开这里 赵天龙知道 自己不但不能和其对抗 而且还要将其讨好 这样才能尽快脱身 离开这里 于是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赵天龙一改之前愤怒的态度 满脸堆笑道 我觉得 这位兄弟 说得颇有道脸 要说谁最配得上孟严 那么 非这兄弟莫说 文言 唐海 冯孟严 冯清凌 以及门口的管家和仆人 全都当场呆滞 没想到这样的话 居然能从赵天龙的口中说出来 这世界果然疯了 天龙 你是被吓傻了吗 居然疯言疯语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冯清凌脸色铁青道 伯父 我没有被吓傻 我很清醒啊 绝对没有说疯话 这是肺腑之言啊 赵天龙笑道 论长相 我不及其万分之一 论气质 我同样不及其万分之一 论身手 就更是无法相提并论 至于钱这种东西 那都是身外之物 无需看重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尊重孟严的选择 他们才是天作之和 至于我 我愿意祝福他们 冯孟严瞪大眼睛 赵天龙 你认真啊 赵天龙举手发誓 那是自然 绝对比真经还真 谁敢拆散你们 我赵天龙第一个不答应 那些礼物 全当 是我赵天龙的分子钱吧 所有人都震惊 目瞪口呆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赵天龙疯了 不疯能说出这些 令人瞠目结舌的胡言乱语 要知道 刚刚的赵天龙 那是趾高气扬 带着数十名保镖 33种总价值 达到5000万的礼物进门 那气场 那正是 绝对堪称牛逼上天级别 谁见都能打个哆嗦 就如同一个黑帮老大入场 意气风发 可呼风唤雨 无人敢应其风 可现在 态度居然180度转弯 不但向唐海服软 甚至是开舔 等于是把自己老婆拱手相送 还送礼物 这简直是世纪大玩笑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对此 冯孟岩自然喜悦 没了赵天龙 爸爸就只能同意他和唐海 以后也不会让他去 就嫁给别人 但冯清凌脸色难看 他让赵天龙出面 那是教训唐海 将其扔出去 最后选定赵天龙为女婿 可现在算怎么回事 天龙 你这是怎么了 他不就是能打吗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他不敢拿你怎么样 大不了 我现在就报警 话落 就开始拨110 唐海皱眉 但并未阻止 因为到时候 抓谁还不知道呢 这个屋子是有监控的 而先动手的人 乃是赵天龙 就算要抓 也是抓赵天龙 赵天龙心里怒骂 冯清凌煞比脑残 这个时候报什么警 难道他不知道是 自己先动手打人吗 而且 自己还是让几十个人一起动手 情节更严重 另外 就算是唐海先动手 他也不敢报警了 这家伙一个不高兴 那是会非人老根的 正所谓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他即便想要报复 也绝不会挑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冯清凌的举动 惹到唐海 他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 于是 赵天龙连忙喊道 谁他妈让你报警的 冯清凌一愣 震惊地看着赵天龙 你 你什么态度 为什么不报警 你堂堂四海集团的总裁 董事长的儿子 有钱有事 你怕他干什么 还是说 你真的不想娶我女儿了 他心想 你小子要是不娶 我从哪里搞钱就公司啊 你小子别怂 我是一定要将女儿嫁给你的 赵天龙真想宰了这个老龟孙 心想 你他妈是不怕 老子怕呀 你知道吗 老子的老根 曾经被这小子给废了 差点成太监 赵天龙此刻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赶紧离开这里 要是被眼前这个煞心认出来 天知道 会不会对自己的老根来 一次二次伤害 他真伤不起啊 老家伙 你能不能闭嘴 放着这么好的女婿不要 偏偏要让我娶你女儿 跟这位大哥比 我配吗 大哥和孟严 那才是天造地设 完美无瑕的一对 谁想拆散 出门都会被雷劈死 赵天龙骂骂咧咧 一副冯清凌有病的表情 随后站起来 满脸堆笑道 大哥 今天就是个误会 孟严和您郎才女貌 无比般配 我甘愿退出 说完 连忙带人离开 等等 唐海疑惑 这家伙有点不对劲啊 这么能屈能伸 赵天龙脸色一白 被吓到了 以为唐海认出了他 满脸舔笑 大哥 还有什么吩咐 忽然他想到什么 一副惶恐之色 大哥 是我不对 我不该砸你的车 赔偿 绝对赔偿 说着 拿出手机 大哥能不能把你的卡号给我 我立刻让人转 一千万进去 你那辆车才三四百万吧 我赔一千万够了吧 一听 唐海就怒了 这小子 居然把他别给砸了 够嚣张的啊 卧槽 唐海直接开骂 一巴掌打过去 脸一下子就红肿 还有整个人亮呛一下 差点摔倒 你特么敢砸我的车 那可是我的爱车 刚刚提的 你就砸了 你知道吗 你砸的不仅仅是我的车 还有我的心 别好赔 可是我受伤的心 你赔得起吗 唐海一副痛心模样 狠狠盯着赵天龙 赵天龙心中一个咯噔 心想 妈卖劈 说这么多 真当他傻吗 什么爱车 什么受伤的心 不就是趁机打算额钱吗 但是 明知道对方是额钱 他也只能甘愿被额 而且 还得赔着一脸笑 那 那应该赔多少 唐海伸出五根手指头 车钱 加上看病的钱 自己永久性创伤的钱 以及精神损失费等等 加起来五千多万吧 给你取个整 五千万 文言 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一辆仅仅三四百万的车子 唐海居然要人家赔偿五千万 简直超十倍赔偿啊 只要不是傻子 绝不可能答应这样赔偿 这是明摆着敲诈 恶钱 赵天龙也满脸愤怒 可是却不敢不答应 真要不答应 他绝对相信 对方会对自己做一些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 好汉不吃眼前亏 赵天龙打算秋后算账 到时候 让唐海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于是 他只能咬牙肉疼道 行 五千万就五千万 所有人愕然 这也太荒唐了 赵天龙居然会愿意赔 天哪 这是被鬼上身了吧 这一定不是真正的赵天龙 加上之前价值五千万的礼物 损失资金 就直接达到一亿了呀 冯清凌脸色变了表 这次初期 没有说什么 保持沉默 很快 赵天龙打电话 让人赚了五千万到唐海卡上 最后如蒙大射般的带着手下 急匆匆的逃离了这里 等他离开 唐海的脑海中 立刻响起系统提示声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两千立方 一千吨特级钢材 一辆崭新路虎 听到系统的奖励 唐海差点笑出来 一辆路虎让赵天龙赔了整整五千万 结果系统又给他奖励了一辆新的路虎 这等于他什么损失都没有 白捡五千万 而刚离开别墅 赵天龙的脸色就变得相当难看 双眼瞪大如铜铃 气得在车子里嗷嗷直叫 废我命根 夺我女人 还敲诈我一亿 很好 很好 我不管你是谁 我只想你 立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而你身边的人 我也会一一问候 如果是你的女人 我全部敢死 当即打通一个电话 安排认识的一个杀手 让他去杀唐海 越快越好 酬金五百万 五百万买通一个杀手杀人 也是大手笔了 不过 比起刚刚损失的一个亿 这五千万算得求 当然 这个杀手绝对至五百万 不仅身手非常强大 而且经验技术极为老道 就算唐海身手好 也绝对会死在这名顶尖杀手手中 龙哥 你怎么了 一直在车子里等待的极品模特 抱着赵天龙的胳膊 妩媚勾人道 一个将死之人而已 赵天龙冷笑 随后指了指下面 给我口 谢活 极品模特也知道 赵天龙难举 但即便不举 也不影响爽感 最重要的是 时间一长 能够微举 偶尔还能彻底昂扬 很快 赵天龙露出舒爽至极的表情 紧接着目光露出欣喜 低头一看 老根居然这么快力气 简直出了奇迹啊 按着极品模特 赵天龙继续爽 同时吩咐司机开车 此刻 别墅内 唐海已经收到转账信息 露出满意之色 今天这一趟 没白走 气了准账人 还打了人 树内的气氛有些尴尬 毕竟冯清凌和唐海可不对付 之前大吵一架 呼的 冯孟严欢心 跳到唐海身边 朝着他竖起大拇指 厉害 不过 你是怎么让赵天龙这么怕你的 是因为你能打 唐海摇头 对此也有些不解 有可能 但我不相信 他是真心祝福我们 除非他的脑袋 突然中风了 冯孟严怂怂肩 算了 管他干什么 他走了 正合我意 以后 我爸就不会逼我嫁给赵天龙了 今天算你一功 回头好好奖励你 唐海低声一笑 这可是你说的 下次一些高难度动作 你也得配合 文言 冯孟严脸色一白 但很快咬咬牙 好 我答应你 两人当着面 轻轻握握 说着甜蜜敲话 冯清凌的脸色极为难看 但赵天龙走了 他又有什么办法 二选一 变成没得选择 当然就没得选择了 冯清凌冷哼一声 坐在沙发上 指着唐海阴沉道 唐海 你过来 唐海白眼一番 鸟都不鸟 就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 也不惯 你 冯清凌气个半死 可他现在只能指望唐海 因为不管唐海是不是有钱人 刚刚从赵天龙那里 抢了一个亿 那是事实 而这一个亿 如果给他 就能解公私燃眉之急 所以 他必须得到那一个亿 为了得到这一个亿 冯清凌不得不将脸色缓和下来 还挤出一副笑容 唐海 之前都是误会 我们可以坐下来 好好谈谈 再怎么说 我也是孟严的爸爸 见状 唐海才笑了笑 拉着冯孟严过去 坐在冯清凌对面 直接翘起个二郎腿 漫不惊心道 有什么话就说吧 冯清凌嘴角抽了抽 心想就没见过这么无理粗俗 又嚣张至极的人 要不是自己缺钱 他肯定把唐海给轰出去 最终 冯清凌深吸了口气 方才道 你要娶我女儿 也不是不行 但财力 我要三个亿 我们两个把女儿养这么大 不容易 不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交给你 一开口就是三个亿 说句不好听的 你女儿是吃黄金长大的吧 真特么贵 当然 唐海不是没有这个钱 而是觉得冯清凌这么做 对冯孟严非常不公平 这乃是嫁女儿 分明是卖女儿 只要谁能出得起这个钱 他可不会管冯孟严 到底愿不愿意嫁 这种人 让唐海心生厌恶 哪怕事出有因 也不能网顾女儿的幸福 所以 唐海冷笑 三亿 冯清凌以为 是对方一时间拿不出 当即道 这样 你先给我一个亿 另外两个亿 一个月内给我就行 唐海白手 玩味道 我想你误会了 我不是拿不出三个亿 而是 一个子都不会给你 一个连女儿幸福都能出售的人 不配拿我的钱 碰 冯清凌一拍桌子 怒吼道 你说什么 这是我女儿 不想出钱 就想娶我女儿 哼 你以为你是谁 没有我点头 你看孟严敢不敢跟你走 说着 他朝着女儿吼道 滚过来 看看 你选的什么男朋友 就让他这么欺负我们 你还有没有良心 冯孟严有些尴尬 但知道唐海是在为自己吼 而且对于爸妈逼他嫁给赵天龙一事 他一有颇多怨言 想了想 又看了唐海一眼 最后干脆将头一歪 装作没看见没听见 冯清凌直接要气炸了 大怒 你这混账 居然敢胳膊肘往外拐 这么对你亲生父母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说吧 起身就欲动手 但唐海拦在对方面前 冷笑道 孟严是我的女人 你打一个试试 信不信我今天把你做的生活不能自理 冯清凌指着唐海 你你你 他差点吐血 人家准女婿对准丈人 那叫一个讨好 各种投其所好 各种精心表现 准丈人丈母一句话 就屁颠屁颠 可这人倒好 反客为主 简直牛逼上了天 就差干掉准丈人丈母 直接继承遗产 唐海看着冯清凌 冷峻道 直接一句话 钱 我不会给 人 我也要 他拉着冯孟严道 跟我走 冯清凌气得跳脚大骂 孟严 你今天要是赶出这个家门 就永远不要回来 冯孟严身体一僵 一动不动 可最后 他转过身道 爸妈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 自己错了吗 等你们冷静下来 我们再谈 最后 他跟着唐海离开 虽心有不忍 但知道留下来 只能被骂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路虎被砸 肯定是没办法开了 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的人处理后 两人离开 路上 冯孟严忍不住问道 唐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一次登门 空手而来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气我爸妈呢 别跟我说 这是你的对策 虽然目的已经达到 但这办法 真不怎么好 唐海问道 你这是在责怪我吗 冯孟严一愣 随后赶忙解释道 当然不是 纯粹好奇 而且 那毕竟是我爸妈 唐海摸了摸冯孟严的头 牵起对方的手 道 我只是想让他们认识到 自己的过错而已 他们这么对面 我是心疼 或许他们会认识到 其实你才是他们最大的财富 而不是那三个亿 当然 不给你爸钱 也并非我没有 并非我小妾 只是没有必要 冯孟严点头 又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是觉得我爸的公司 无药可救了吗 唐海摇头 是没必要救 很快 这个世界会发生巨变 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说着 拿出一串钥匙 这是云山小区 别一栋别墅的钥匙 你和你爸妈 十天内 必须搬到这里去 这样的话 我才能在巨变来临时 保护你们 冯孟严吃惊 巨变 什么巨变 唐海摇了摇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但现在听我的没错 冯孟严点头 嗯 我听你的 只是我爸妈那边 未必会听我的 唐海笑道 你这么跟他说 如果他搬进去 我可以答应在一个月内 给他十亿 之前赵天龙送的礼物 价值五千万 还在你家 就当做第一笔 冯孟严笑道 这样应该可以 之后没事 两人去逛街 吃饭 这时 一个电话打过来 是小青 唐海皱眉 难道是老婆和小姨子出事了 当即 他接通 低声道 什么事 小青清冷的声音响起 老板 刚才我得到消息 有人请了杀手对付你 你要小心 挂掉电话 唐海冷笑 刚刚才贬了赵天龙 还拿了对方一意 现在就有杀手来杀我 哼 是谁雇佣杀手杀我 这不一目了然 看来刚才那小子对我跪舔 都是表面 实际上已经恨死我 等离开后再来杀我 行 你这么想死 我成全你 不过 唐海没打算 现在就去找赵天龙算账 反正对方逃不了 而且现在随时都可能遭到杀手刺杀 冯孟严还在身边 不能轻举妄动 他要等 等杀手行动 再出手 灭了杀手 最后找赵天龙算账 唐海 你怎么了 见他接了个电话后 就愣在那里 半天没反应 冯孟严便喊了喊 唐海反应过来 笑道 这样 我先送你去云山小区那栋别墅 熟悉熟悉情况 到时候好办 冯孟严顿时一笑 好啊 我正想看看 你送我的别墅长什么样 两人叫了个滴滴 朝着云山小区而去 可就在一个红绿灯路口 一辆大货车横冲而来 目标直指唐海这辆车 呜 急急的喇叭声响起 大货车速度极快 虽然按了喇叭 但并未减速 如同一颗陨石 朝着弱小的滴滴车猛砸而来 第一时间 唐海便察觉到这辆货车 看到货车撞来的那一刻 司机和冯孟严发出惊叫 满脸苍白和绝望 在这种时候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反应过来 只能等死 但唐海又岂是一般人 在大货车有所动作时 便已经察觉 而大货车还没撞上滴滴车 他便已经一脚踹开车门 抱着冯孟严冲了出去 路人无嘴尖叫 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大货车撞上小滴滴 碰 哄 巨大的撞击声响起 那辆滴滴车翻滚飞出 零件如剑般射出 摩擦声 火花声 以及路人的尖叫声 混合在一起 形成一曲大贝勒 大货车是撞向司机那一侧 所以司机当场就悲催死亡 终于 大货车和滴滴汽车停下 大货车冒烟 滴滴汽车冒烟后起火 最终轰得一声爆炸 路人一阵阵惊呼 吓得远离 有人打电话报警 路边 唐海和冯孟严站在那里 目睹滴滴汽车司机死亡 以及滴滴汽车爆炸 冯孟严下地缩在唐海怀里 瑟瑟发抖 脸色苍白 要不是唐海 他现在肯定和滴滴司机一个下场 而唐海同样意外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没有经验 以为杀手会用枪或者刀 进行正面刺杀 可没想到 居然开火车撞 而且他发现 火车里根本没人 显然这一切 已经被杀手给设计好 唐海有心灭了杀手 可却压根不知道 杀手是谁 但也不是没办法 哼 那杀手一定在附近看着这一幕 只要动用偷听新声功能 就一定能发现 唐海话落间 已经动用偷听新声异能 很快 无数声音入耳 唐海检索 筛选 最终确定杀手声音 该死 这小子 果然和雇主说的那样不简单 这样都能逃出来 看来还是得用枪 先用狙击枪吧 一枪爆头 不信他能躲 人群中 一名中年男子 白色体恤和蓝色牛仔裤 长得一脸白嫩胖 眉目清秀 不知道的人 绝对不会认为此人是杀手 即便是唐海 在锁定此人后 同样意外 这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杀手啊 但一能偷听 新声不会有错 此人就是杀手 孟严 我已经找到凶手 你先照顾好自己 我去干掉他 唐海说完 便朝着杀手冲了过去 速度相当快 冯孟严满脸担忧 喊道 孝心 这个时候 杀手惊慌 因为看到唐海朝着自己这边飞冲而来 但不相信对方认出自己是凶手 一定是巧合 要淡定 这个时候如果露出马脚 就不得不大听广众之下出手了 但这样会有暴露的危险 杀手心中淡淡道 而他的心里话 再度被唐海听到 哼 你已经暴露了 唐海冷笑 距离杀手 仅有十米距离 死 那杀手自然不是傻子 已经看到唐海眼中的杀意 而这股杀意正是朝向自己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伪装得如此细腻 却还是被看出来 或者说 是有人泄灭 雇主泄灭 肯定不可能 最有可能的便是铜藏 可作为杀手 第一条准则便是 不干预其他杀手的刺杀任务 并对其他杀手的身份 尽可能的保密 铜藏泄密 可能性也极小 当然 也不是没可能 但这个时候 杀手没时间想那么多 杀 他手中的动作都快过了念头 一把枪直接被掏出来 吓得周围的群众惊慌逃窜 砰砰砰 连续三枪打出 枪的后座力仿佛被他无视 且三颗呈现品自行飞出 正对着唐海眉心 左肩和右肩的位置 若是击中眉心 目标必死无疑 若击中左肩或者右肩 目标会丧失大半战斗力 到时候任他宰割 当然 如果是对着唐海的眉心 心脏和另外一个致命部位 那自然更好 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杀手还做不到连续三枪 全部对准目标要害部位射击 不过 虽然时间短 但距离也短啊 十几米的距离 以他的枪法 他很自信 绝对可以击中唐海的眉心 实际上 根本就无需左肩和右肩那两枪 一枪正中眉心 目标必死无疑 他的任务 直接完成 五百万 到手了 可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此生最难以置信的事情 只见眼前目标 微微偏头 就躲过了眉心一枪 同时 身体一扭 转动九十度 就避开了左肩和右肩两枪 也就是说 在那虚余间 对方似乎看到了子弹的轨迹 预判了子弹的所有 并且还有时间和反应力去避开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杀手瞠目结舌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绝不相信 这是人类可以办到的事情 但这就是事实 死 唐海一手抓来 直接捏住杀手的喉咙 其实 这个杀手的身手 也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唐海更厉害 速度之快 那杀手根本无法反应过来 就被捏住喉咙 咔咔 喉咙被捏住 都发出骨头错响 杀手感觉到了死亡的笼罩 但并未害怕 当杀手这么多年 早有死亡的准备 此刻能心安地等待 不会恐慌 但是 是不是雇主或者其他杀手泄密 虽然可能性极小 但他想不到其他可能 于是 他问道 你是怎么认出我就是杀手的 唐海冷笑 如果我说 我有异能 你信吗 杀手惊讶 异能两个字 对他冲击不小 他不信 异能 不过是小说影视剧里面杜撰的 现实中 怎么可能会有异能 甚至古武术 在他看来 都是一些花拳绣腿 只有杀术 才是凌驾一切的存在 只要能够杀死目标 且还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那就是顶尖杀术 事实上 如果不是因为 唐海有异能 他也绝对找不出这个杀手 当然 如果没有种种异能 他也无法及时逃离滴滴汽车 已经连同司机 一起见了阎王 不信 杀手这般喊道 随后闭上眼睛等死 但唐海并却忽然改变主意 笑道 你想活吗 杀手睁开眼睛 惊讶地看着唐海 你会放过我 唐海淡淡道 如果你愿意为我做事 我可以选择 饶你一命 杀手犹豫 最终点头 好 我答应 虽然杀手不怕死 但更想活着 没有哪个人真的愿意去死 除非是没的选择 碰 将杀手扔出去 丢在地上 唐海笑道 恭喜你 从此人生便是康庄大盗 杀手皱眉 觉得莫名其妙 自己成了对方的奴仆 算什么康庄大盗 不过这个时候 他被放开 心头一喜 起了杀念 如果这个时候 对其出手的话 但很快 他放弃 人家连子弹都能躲开 他绝对敌不过 可他完全可以待彻底脱身之后 在想办法杀对方 至于什么为其做事 忠于其 不必在意 完全可以反悔 对方奈何不了他 唐海一直发动着偷听 心生异能 对方的心里话 一直在他耳边回响 他冷笑 千万别对我动什么外心思 因为你的那些心思 对我而言 都是过家家 我现在若要杀你 不过一念之间 另外 杀手惊讶 没想到自己的心思 完全被对方看穿 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个雇主 居然得罪这样的人 这不是找死吗 他已经在为雇主默哀 射魂针 唐海动用射魂针异能 打算操控杀手生死 可是发现 居然失败了 叮 射魂针使用失败 必须目标主动放弃抵抗 才能成功 唐海苦笑 居然还有这个限制 不过也是 如果没有这个限制 他岂不是可以任意 对他人使用射魂针 这就太逆天了 全世界都得被他掌控吧 碰 呼的 唐海冲过去 一脚将杀手踹飞 冷冷道 看来 你对我还有戒备 没有彻底放下敌意 无条件忠诚于我 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杀手惶恐 察觉到唐海真的动了杀意 立刻喊道 怎么可能 我是真心愿意为您办事 比起刚才 他确实更真心了 但并不彻底 刚刚你应该感觉到了吧 仿佛有什么东西 要钻入你的脑袋 唐海问道 你怎么知道 难道是你做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杀手吃惊 唐海冷笑 不必多问 你只需要 待会再有那种感觉时 便放弃抵抗 否则 我可以立刻让你去死 杀手惩惶惩恐 之前不相信 有意能存在 但现在 动摇了 否则解释不了 眼前这个人的一切行为 这一次 杀手放弃抵抗 终于 射魂针使用成功 没有出现失败的提示 而杀手那一刻 感觉到脑袋一痛 仿佛有什么东西 钻入了里面 如同一颗种子 扎根其中 虽然没有痛楚 但却感觉自己的生命 被人操控 就好像有人 在他脑袋里 安放了一颗遥控炸弹 这是什么手段 杀手吃惊 唐海傲然 没错 是我施展了一种手段 操控了你的生死 这样一来 我也不怕你动歪心思 背叛于我 只要你动了歪心思 我立刻便能感知到 一个念头 就能让你大脑死亡 所以 好好为我做事 绝不会亏待你 而且很快 你会庆幸 我选中了你 杀手心中叹息 虽然这种事 有些匪夷所思 但亲身经历才能明白 对方并非恐吓 他确实真切感受到 自己的生命 被人操控 而操控的那个人 便是眼前的神秘青年 最终 他没得选择 或者说 认命了 他喊道 好 从今以后 我无风听候主人的差遣 唐海讶异 你叫无风 还是你的代号 他点头 说是代号 并且说了一些自己的基本状况 让唐海更加了解 接着 唐海询问 雇佣他杀自己的人 是不是赵天龙 按道理说 杀手一般也不会知道雇主的身份 他们只是接任务后 只管完成任务即可 但无风经常和赵天龙合作 无意中便得知了对方身份 当即告诉唐海 的确是赵天龙 唐海笑了笑 既如此 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无风 如果我让你去杀赵天龙 你办得到吗 无风道 除非他和主人一样 都拥有一能 否则 他必死无疑 唐海哈哈大笑 不是谁都有资格拥有一能 去吧 杀了他 若是表现好 以后说不定 你也能拥有一能 一瞬间 无风目光大胜 虽然觉得这有些天方夜谭 但总算是让他有所期待 放心 今天他必死 无风斩钉截铁 唐海从口袋里 磨出一串钥匙 这是云山小区别墅的钥匙 以后你就住在那里 另外 把你的联系方式交给我 很快 无风离开 冯孟严这才走了过来 诧异道 唐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人是杀手吗 唐海点头 冯孟严更奇怪了 既然是杀手 为什么刚开始你们搏斗 后来却平静谈话 现在居然还放他离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唐海笑道 因为我已经收服了他 以后为我办事 另外 雇佣他来杀我们的人 正是赵天龙 而今天 赵天龙会死 冯孟严觉得这未免太离奇 但想了想 还是没有追问 反正自己 只要当好唐海的女人 就行 问那么多 问那么清楚 没什么好处 不多时 警察赶到 照常给唐海和冯孟严录了笔录 但因为两人只是受害者 所以没有为难 一间暗室内 汉黄依旧坐在沙发椅上 面前则跪着玲珑 黄 他已经答应 与您见面 玲珑恭敬道 哦 这么快就答应了 看来 你施展了美人计 而且成功了 汉黄居高临下 面具里 一双眼睛极为璀璨 玲珑脸色一红 我 我 汉黄摆手 好了 这不重要 我只要结果 这次你办得不错 记你一功 至于跟那小子见面 就定在三天后 地点 选为我的私人岛屿 江南岛 玲珑惊讶 黄 那可是您的私人居所 除了我们外 任何人都不能踏足 他怎么可言 汉黄目光一冷 随后轻笑 因为我已经选他为第三天神 玲珑目瞪口呆 最终沉默 来到外面 玲珑当即拨通唐海的电话 唐海 三天后 我去你小区门口接你 与汉黄见面 玲珑到 挂掉电话 唐海笑了笑 微微抬头 深深吸了口气 满脸期待到 我也想看看 这汉黄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还有他身边的十二天神 定和玲珑一样厉害 若都能为我所用 那便完美 雪山谷高档别墅小区 其中一栋别墅内 此刻已经是黄昏时分 赵天龙穿着一个蓝色裤衩 在游泳池里 有十几名美女嬉戏玩闹 将他们的小衣服 全部扯下 扔得整个水面都是 并且 让美女们轮流下水 为他张口 那一刻 简直双爆 很快 不明液体漂浮 赵天龙方才心满意足地上岸 坐在堂椅上 喝着名贵红酒 同时 欣赏着美丽的落日 这生活 简直赛过神仙 不知道多少人艳险 都这时候了 那小子应该已经死了吧 赵天龙傲然一笑 跟我斗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能打又怎样 还能玩得过杀手 那个杀手 可是我经常合作的 从未失误过 这次也一样 当即 他将手机拿过来 拨通杀手电话 询问情况 而他却并不知道 在远处一栋别墅的天台上 吴峰正趴在那里 端着一杆狙击枪 通过瞄准镜 看到泳池边打电话的赵天龙 且狙击枪 已经完全瞄准赵天龙 随时都可以将其一枪爆头 这时 吴峰的手机开始震动 显然是赵天龙打来电话 摸出来一看 还真是 吴峰接通 对面立刻传来傲然的声音 喂 得手了吗 应该早就得手了吧 为什么不早些给我消息 非要我打电话 吴峰没有说话 赵天龙很是不爽 说话呀 聋了吗 还想不想要违款了 你特么的说话 操 你呀哑巴呀 但这时 吴峰开口 只是看你可怜 坐起来 吼道 你特么什么意思 什么死 碰 但这个时候 吴峰义无反顾开枪 一枪爆了赵天龙的头 子弹冲击力之大 将赵天龙的脑袋 都打出一个洞 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 赵天龙看着子弹射来的方向 那里好像有镜子的反光在闪 他仍然握着手机 怨恨道 你特么 碰 赵天龙倒在了躺椅上 歪着头 鲜血横流 啊 泳池里的美女们尖叫 吓得瘫软 面色苍白 杀人了 杀人了 任务完成 吴峰给唐海发去消息 随后打包狙击枪 冷漠离开 此刻 唐海正在云山小区 查看别墅的改造进度 呼地收到吴峰发来的消息 吴峰 目标已死 唐海 干得好 目前无事 你自由行动 收起手机 唐海脸上露出笑容 没想到我唐海有一天 会让一名杀手 去刺杀别人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有种莫名的兴奋 难道我本性中 有渴望杀人 呼地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1000对特级防护眼镜 唐海微微讶异 随后摇头 看来我本性如此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管他好人坏人 能随心所欲而活 就是说 就是真理 第二天 唐海接到洛青雅的电话 说是五一物资 已经准备好了 放在某个仓库 唐海可以随时提货 拿到提货地点 唐海没有立刻去提 而是又打了五亿多过去 让洛青雅 继续购买物资 到了晚上 他才一个人 开车去了郊区 这五亿物资 就是放在郊区某个仓库 结果 很顺利 将五亿物资 收纳到系统空间中 目前系统空间中的物资 已经足够用很多年 但还不够 唐海心想 毕竟买的都是名贵货 即便是数亿物资 但其实不算太多 如果是一个人 那自然够活一辈子 但唐海要养活的 是一个末日庄园 没有个百亿物资 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他的打算是 末日前 弄个几十亿物资 末日后 再弄个几十亿 上百亿物资 还有半个月就是末日 虽然系统说 到时候会末日降临 可到底是什么样的末日 却没说 是极寒天气 还是极热天气 或者丧失变异 动植物变异 外星人降临 远古病毒复苏 神话巨兽复苏等等 唉 不管了 反正准备物资准没错 从系统的奖励来看 至少刚开始 末日应该不会太严重 自己应该可以应付 深吸了口气 唐海开车离开 终于 时间来到第三天 上午九点 唐海在小区门口等待 这时 一辆黑色沃尔沃 从远处驶来 停在他面前 黑色车窗落下 玲珑头伸出来 一头利落的短发 随风飞扬 他撩了撩秀发 脸色微红地看着唐海 不停摩擦 心想 这腿是真不错 玩一辈子都不会腻 啪 玲珑一巴掌 将唐海的手拍开 称怪道 别乱摸行不行 开车呢 唐海笑道 你开你的车 我摸我的腿 两者不相干啊 玲珑翻白眼 感觉身体传来阵阵异样感 顿时说道 等完事你想干嘛就干嘛 现在能不能正经点 唐海哈哈大笑 这可是你说的 不过手依旧没移开 只是没乱动 对此 玲珑无可奈何 只能认他如此 看着车子往郊区开去 唐海疑惑 问道 我们这是去哪 你不会打算 把我弄到荒凉地方 把我干掉吧 玲珑气恼 你想多了 唐海却转一笑 嘻嘻道 就知道你不舍的 你这么好 哪里会做出 谋杀亲夫这种事呢 玲珑哭笑不得 这人还真是捉摸不透 一会严肃 一会笑嘻嘻的不正经 当然 唐海给他最大的印象 就是LSP 不过 和唐海做那种事 确实很舒爽 这个问题 他曾去网上查询过 看看是不是每个女人 都很喜欢这种事 答案确实是肯定的 只不过 不是每个男人 都和唐海那样厉害 能彻底地满足女人 尺寸 硬度 持久力 身材等 不是每个男人 都能达到完美标准 不 应该说 很少有男人这些方面 能凭上优秀 但唐海不同 这些方面都堪称顶尖 难怪能收服那么多女人 且那些女人都死心塌地 好了 在我面前 你耍嘴皮子没关系 可要是在黄面前如此 可有你苦头吃 我劝你到时候老实点 否则连命都可能丢掉 玲珑有些担心 唐海这么不着调 很可能触怒汉皇 以汉皇的脾气 杀了唐海都有可能 虽然 他没真正爱上唐海 但毕竟是他的第一个男人 也是最后一个男人 自然不希望他出事 唐海却突袭了玲珑的傲然胸脯 后者尖叫 差点将车子开到沟沟里去 死了 车子停下 玲珑怒道 唐海 你为什么总是一副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模样 我没有跟你在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你这样乱来 一旦触怒汉皇 后果不堪设想 唐海却笑道 你这么担心我 是真的爱上我了 玲珑别过头 冷哼 你少臭眉 不过 毕竟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不希望你就此死掉而已 唐海轻笑 放心 区区一个汉皇 我真没放在眼里 不过 若你乖乖的 我就听你一次 尽量不惹他 玲珑皱眉 真的 可什么叫乖乖的 唐海玩味 忽然凑近 抱着他的头 你实在太诱人 我忍不了了 见汉皇不急 我们先培养培养感情 说吧 唐海吻了过去 呜 玲珑刚开始想要推开 但入了情后 便放弃了 最后 两人坦诚相待 足足一个小时后 方才只站 穿好衣服后 玲珑看着满车以你 瞪着唐海 都这个时候 还有这种闲情 你不愧是LSP 唐海哈哈一笑 人生当及时行乐 给自己带那么多枷锁干什么 怎么快乐怎么来 反正到头来 继续整理 最后继续开车 朝着远处而去 最终 停在一处海岸边 两人下车 上了一条无人的小轮船 玲珑开洞 朝着中心 一处小岛而去 那是江南岛 不愧是汉城地下的皇 居然买了一座岛 当私人居所 够气派 够排面 唐海由衷赞叹 同时心里想 要不要将这处岛屿 当作末日的第二块根据地 不过很快 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岛虽好 又偏僻 而且谁知道 末日是什么样子 待在岛上 未必有陆地上安全 如果被末日什么怪物困在岛上 逃都不好逃 很快 两人上岛 这个岛率值很多 也很大 应该有上千亩 大部分被率值占领 中间处 建造一栋很大的庄园 光是围墙 就一眼看不到边 玲珑一再叮嘱 让唐海老实点 不要惹事 真出了事 他也保不住 唐海则一再保证 肯定不闹 会老老实实 但心里想 他肯定不惹事 但如果那个叫什么汉皇的 却惹他 那抱歉 别说汉皇了 汉神都得扛揍 庄园外 无人看守 门是电子门 门上有摄像头 墙壁上有通话设备 摄像头红光闪烁 明显有人 在另一边看到他们 很快 嘀的一声 门开了 玲珑带着唐海进去 此刻 庄园别墅大厅内 汉皇依旧带着狐狸面具和皇冠 穿着黄袍 静静地看着大屏幕 大屏幕上 唐海和玲珑走进庄园 在汉皇背后 十一位天神恭候 面无表情 几乎不动 这时 汉皇开口 你们去迎接迎接我们的贵客 如果活着 让他进来 如果死了 尸体扔海里 闻言 十一人点头 随后走了出去 还别说 这里风景不错 在这里住 会很安静 唐海四处打量 这个庄园很大 有树栋别墅 还有花园等 此刻 玲珑带着唐海 前往不远处一栋别墅 那是一栋白色复古别墅 正是汉皇所在之处 而这时 十一个人从别墅中鱼贯而出 随后 站在别墅前百米处 排成一排 静静等待 唐海皱眉 玲珑意识露出一色 很快 双方逼近 玲珑问道 霸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唐海 黄要见的人 说话时 唐海在打量这十一人 这十一人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 但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穿着各种复古的衣服 或北欧古代风格 或中国古代风格 有的穿麻衣 有的竟然穿着盔甲 有人没有武器 有人却身背一米多长的大刀 这些人的身上 全都释放出凶煞之气 十分可怖 相当不简单 而且 面具下的冰冷目光 显然都落在他身上 还释放出阵阵杀意 显然打算对他出手 玲珑意识感觉到 大鹤 让开 霸刀开口 玲珑 让开吧 这是黄的命令 他若有本事 自可进入别墅 可若没本事 那就得死 玲珑大惊 怎么会这样 这可是十一位天神 每一位都武力着滔天 内进巅峰的高手 唐海或许能对付其中几位 但绝对不可能是十一位天神的对手 唐海 快逃 不容多想 玲珑一把推开唐海 挡在他面前 大喊 我拦住他们 但唐海却摇头 我唐海岂能躲在女人背后 岂会让女人挡敌 自己逃走 你且到一边去 我也想试试 居然敢称天神 到底有多强 玲珑变色 捏 唐海笑道 放心 真打不过再逃呗 还朝着奇眨了眨眼 玲珑苦笑 随后走到一边 静观其变 毕竟都已经上岛 来到这里 想要当着十一位天神的面逃走 那是天方夜谭 此时此刻 只能先站一站了 咚 霸刀一步踏前 威猛的声音响起 好小子 蒜条好汉 放心 我们会给你刘全师 唐海一笑 谁给谁刘全师 还不一定呢 来吧 让我来领教领教 你们的手段 霸刀一声凝笑 下一刻 大脚一跺 一股无声风浪 蔓延而开 碰 就在这时 霸刀整个人奔跑而出 如一堵城墙 十分恐怖 爆发力相当强大 速度极快 一下子便奔到了唐海面前 硕大布满老茧的拳头 在内力的灌注下 上面的毛发都根根直立 恐怖的力量伴随着拳风 直杂而来 强 对方给唐海的感觉 就是一个字 强 如人形巨兽 给人威慑 一般人面对 不战先下尿 但唐海皱眉 却从容 施展体术体 加上强大的身体素质 虽然未曾修炼过什么武学 但一样轻易躲闪掉对方这一拳 同时 一脚朝着 对方脑跟踢过去 好小子 够硬 对于唐海 能避开自己这一拳 霸刀挺意外的 但很快就释然 毕竟 如果连这一拳都避不开 那不可能过得了玲珑那一关 更不可能登上这座岛 不过对方出招 还挺阴毒的 才第一击 就朝着自己上踢 不过似乎没有学过什么武功招数 纯属乱踢 但力道却大的惊人 像是猛牛登腿 这要是踢中 也够他疼的 霸刀瞬间双腿加紧 想要夹住唐海的脚 但唐海却没有令对方如意 踢脚的动作猛然加快 只听砰的一声 唐海踢中了 但却仿佛踢到了石头上 莫非对方的两颗蛋 是石头做的吗 实则不然 霸刀也没想到 对方的速度这么快 以为可以用双腿 夹住对方的腿 可却被对方先行踢中当步 好在他及时施展了体功 以内力护住弹丸 可即便如此 还是感觉到了巨疼 啊 霸刀幕侯 双腿夹住唐海的腿的同时 抽出背后大刀 直接斩向唐海 唐海一时间抽不出腿 只能一拳砸向大刀 见状 霸刀气笑了 那么的 疯了吧 用拳头对抗大刀 这不是找死吗 后面十位天神 见到这一幕 同样诧异 面面相去 静等唐海被劈开的画面 玲珑捂住眼睛 不敢去看 别墅内 透过屏幕 汉皇观看外面的战斗画面 同样意外 用拳头对抗霸刀的大刀 这小子 到底什么门落 可是 就在这时 当拳头和大刀碰撞 发出金铁交击声时 所有人瞪大眼睛 同时 霸刀还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力道冲击而来 手中的大刀 居然一时握不住 倒飞出去 在空中呜呜旋转 最后吃的一声 插在十位天神面前的草地上 卧槽 怎么可能 霸刀瞪圆了眼睛 这样的力道 简直飞人 都能和汉皇比肩了 而且 他感觉不到 对方有丝毫的内力 那么恐怖的力道 竟全部来自肉身之力 简直无法想象 什么横练功夫 已经硬到强到这种地步了 滚 唐海一拳轰出 砸在霸刀胸口 将其轰飞出去 挖得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震惊无比地看着唐海 抬两招而已 就被对方拖掉武器 砸伤飞去 强 太强了 怪不得在精灵街 能一个人打数百人 能击败白龙 能拿下玲珑 甚至被汉皇看中 登上江南岛 厉害 霸刀由中道 不过兄弟 你这到底是什么路数 我们都十分好奇 唐海吹了吹拳头 喊道 我这叫无敌神功 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你们还想打吗 待会只怕会被我做成孙子 霸道哈哈大笑 拔起大刀 喝道 是我们低估你了 想来 如果我们一起上 也不算欺负你 诸位兄弟 准备吧 一起出手 若是我们十一人联手 都拿不下他 那天神之明 就真是笑话了 很快 十一人准备出手 有人手中拿出飞镖 有人手持长弓 直接弯弓搭剑 标准唐海 有人甩手 甩得空气啪啪作响 要是鞭子 要是被打中 可想而知 定是皮开肉战 甚至金断骨折 还有人拔剑 寒光泽泽 仿佛有剑气散发开来 另外一人 同样威猛 武器似乎是一双拳头 拳头是长人两倍 上面布满老茧和手纹 看上去刀枪不入 恐无有力 还有人拿出两把枪 像是马可波罗 微微一笑 对准唐海 似要抱他的头 十一人全都准备好 目光灼灼看着唐海 他们看起来都不好惹 都拥有独属自己的战斗方式 不行 以多欺少 这算什么 玲珑喊道 玲珑 这是黄的命令 你想违背吗 手持长弓的有黑女子 像是黑人 裸露大半肌肤 肤色虽然黑 但身材确实皆是有力 且有料 冷冷地对着玲珑道 玲珑摇头 最后退下 他已经见识到唐海的强大 居然两招能击退霸刀 或许能与这十一位天神周旋 So 就在这时 破空声响起 长弓黑女出手了 铁剑射出 速度极快 一根剑的背后 还跟着一根剑 一根连一根 几个呼吸后 射出十三根剑 笼罩唐海全身 以及退路 同时 飞镖紧身符的男子也出手 一道道四叶螺旋飞镖射出 同时移动 从各个位置 不断丢出飞镖 射击唐海 光是这两人的远程攻击 一般人就根本招架不住 但唐海不怕 有体数铁块 以及十几倍普通人的身体素质 这些攻击 伤不到他 当当当 这两人的弓箭术和暗器术 确实厉害 剑和飞镖 跟子弹一样 威力强大 但唐海当初 连火箭筒炮弹都能挡 更遑论剑和飞镖 两人的攻击落在唐海身上 就跟射在钢铁墙壁上 炸出火花 却没能剑弓 令那两人都极为惊讶 上 霸刀大喊 提一刀冲出 但旁边青云更快 提剑撩出道道剑花 依然一剑 刺向唐海的眉心 但唐海反应力何其快 却不躲不闪 伸出两根手指头 直接夹住对方的青云剑 接着一鸣 当的一声 青云剑的剑尖 直接断脸 趁着对方震惊时 唐海一指弹开断剑 一脚将其踹飞 同时七扇上 一拳轰在霸刀的刀背上 将其连人带刀轰飞 唐海笑了笑 朝着剩余几人勾了勾手指头 并且取笑 什么天神 太让我失望了 对不起天神这两个字 我帮你们改名吧 叫狗神 扑扑扑 几人差点吐血 狗神 尼玛壁啊 当即 七八人冲上来 对着唐海 就是一阵围攻 这些人确实强大 招招凌厉 绝对是高手 军队里的特种兵 在人家面前 那都是水花 是绵羊 即便是唐海都挡不住 被他们一招招打在身上 可问题是 架不住唐海身体防御性强大 这些人的攻击 虽然凌厉强大 可伤不了他 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人意识恶然 满脸苦笑 马德 全身跟城墙一样 别说他们是内境巅峰高手 就是化境舞者来了 也得吃扁啊 脑痒痒一样 都没吃饭吗 化落 唐海一巴掌横扫一拳 将七八人都扇飞 每个人都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击 脸上露出红彤彤的五指印 脸很快肿了起来 不跟你们玩了 把你们打趴下再说 唐海栖身而上 施展体树梯 速度快到极致 如风似营 十一位天神都无法看清其诡计 随后 一面倒的画面出现 强大的十一位天神 连唐海衣服都摸不到 就一个个被砸飞 扇飞 压根不是对手 每个人都憋屈得很 以他们的实力 放到哪里不是高手 可在这里 只有被揍的份 玲珑在一旁 捂住嘴巴 惊讶极了 眼前的一幕幕 难以置信 天神的强大 他自然清楚 他自己就是天神 要说单对单 他相信唐海游刃有余 可现在是同时面对十一位天神啊 分分钟同样镇压 这简直非凡 无人能挡 唐海的实力 居然强到这般地步 他甚至在想 如果汉皇和唐海一战 到底谁会赢 但他觉得 还是汉皇迎面打 因为汉皇深不可测 至少是化尽层次 尽力可制打敌人脏腑 可不是肌肉硬就能阻挡的 想到这里 他又不由地担心起来 毕竟唐海暴揍十一位天神 也是打了汉皇的脸 汉皇很可能会对唐海出手 不多时 十一位天神 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 霸刀的刀断成了两截 青云的青云剑断成三截 两人是十一位天神中 战斗力最猛的 此刻却趴在地上 狂吐鲜血 输的是丢盔弃甲 狼狈不已 另外九人的情况都差不多 全部躺在地上 全然没了所谓天神的气势 之前所向披靡 如同战神般的他们 这次算是碰上了铁钉 狠狠地刺穿了他们的傲然 将他们打击得体无完肤 这可是十一位天神 每一个拿出去 都能以一当百的存在 可如今 他们还是在联手的情况下 竟都输得一败涂地 这简直不可想象 呼 玲珑松了口气 但目光却发光发热地看着唐海 天哪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怪不得在那方面如此生猛 原来竟是一个身手如此了得 堪称神一般的男人 他觉得 只有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他 才配得上拥有他 甚至享用他 这一刻 他不禁对唐海 产生一种迷醉和满意 甚至感慨 作为一名女人 就该拥有这样的男人 方不愧作为女人 走一趟世间 哈哈 霸刀大笑 语气中 却有一种难言的苦味 笑个屁 输得一败涂地 我们简直犹如天神之名 以后确实应该改为狗神 黑女大骂 记得将心爱的弓箭 都扔到一边 四仰八叉地躺着 还被说 这黑女虽然长得黑 容貌也比不上玲珑 但身材却极品 有一种野性美 不过 却不是唐海的菜 我清云这辈子 就佩服过黄一个人 所以才会追随他 但现在 你是第二个 清云面无表情说了一句 还对着唐海作一 唐海一愣 笑了笑 听你这么一说 汉黄的身手也很厉害 清云没说话 但那名身材看起来 瘦弱的飞镖男子 代号天忍却开口 黄很厉害 是我见过最恐怖的高手 即便是你对上 怕也不是对手 身材同样壮瘦的铁拳走上来 玩味笑道 你可是将我们十一位天神 若是加上玲珑的话 就是将我们十二天神 全部击败了 以黄的性子 必定会对你出手 小子 别说大门就在那里 敢不敢进去 所有人都看向唐海 等待他的答案 但都期待唐海进去 与黄一战 看看到底谁更强 非常强大 乃是化尽高手 纵然你刀枪不入 横练大成 亦是无用 霸刀孝道 其他人亦是如此说 虽然期待唐海与黄一战 但经过刚才一战 他们都欣赏唐海 不想其被黄狂揍 甚至废掉 玲珑却叹息 已经上岛 现在不可能离开 黄很欣赏你 进去后 也许会挨一顿打 当年我们也是如此 但肯定不会杀你 会让你成为第十三天神 终于 唐海笑了 我来此可不是为了成为 第十三天神 而是收服十二天神和汉皇 巨变将近 我需要得力干将 十二天赤金 虽然不明白 唐海口中的巨变 但前半句 就足以让他们露出 骇然之色 这个唐海 还真是狂妄嚣张 竟说要收服他们和汉皇 口气真的很大 虽然实力也很强 但未必过得了汉皇那一关 十二天神没有多言 毕竟汉皇一直在关注此地 他们不敢乱说话 最后静静地看着唐海 进入别墅 进入别墅 入墓处 到处装饰极为豪华与古典 架子上摆放的瓷器等 一看便是有年份的古董 只怕任意一件 放到外面去 都会引起一番争夺 都价值连城 这个汉皇还真是有钱 也是 整个汉城地下的皇啊 随便一点油水 都是上千万 乃至上亿起步 光是建造这座岛上庄园 估计就花费数百亿 总价值过千亿 只可惜啊 再多的钱 等到了末日 都是一堆数字与废纸 毫无意义 唐海一边打量四周 一边心里思绪纷飞 说实话 对于这个汉皇 他非常好奇 一个是对方是男是女 如果是男 长得有没有他帅 实力如何 如果是女 就更令他好奇了 能够降服十二天神 自称汉皇 又这么有钱 将来长得不差吧 至少身材肯定极好 但是不是先天的就不知道了 一想到对方可能是整容女 而且是全身整的那种 唐海忽然间就兴致缺缺了 一楼无人 唐海上二楼 站在二楼大厅 同样未曾看到汉皇 他坐在沙发上 自顾倒着美味的红酒 这红酒一看 就是那种年份酒 极其昂贵的 就算是杯子 用的都不是那种 普通透明的红酒杯 而是一种秦汉时代的三族杯 是青铜器 是古董 用这种昂贵的杯子喝红酒 这种体验很特别 这汉皇真会享受 酒好 杯子也好 唐海笑着 拿着杯子喝酒 看到了杯子上的红唇印 以为是自己制造的 并不以为意 但在落地窗下 泳池旁 唐衣上的汉皇 依旧戴着面具 戴却穿着比基尼 露出极其傲然的身材 水珠在白皙银润的皮肤上 散发晶莹的光泽 肩膀上披着白色毛毯 汉皇翘着腿 看着平板上的画面 嘴角抽了抽 他骂道 这个家伙 还真是不客气 喝酒就算了 还用我的杯子 待会绝对要你好看 说完 放下平板 走到水池旁 纵月而下 继续游泳 根本没把唐海放在眼里 也并不在意 自己穿成这样 可能被唐海看到 而水花生 却惊醒了唐海 他放下酒杯 走到落地窗前 就看到下面蓝色泳池里 一条白嫩嫩夹着黄色的小鱼 正在泳池里 游啊游 他的视力极好 更别说有透视 眼睛发光下 扫尸着那条鱼 好美 好身材 极品啊 我身边所有女人 包括老婆张雪岩 都比之不上 唐海吃惊 满脸的惊艳感 心中热血沸腾 难道她是汉黄身边的女人 卧槽 这个汉黄果然是男的 居然包养如此角色 比我还能享受 不行 这种角色 岂能让汉黄独享 趁着他不在 下去拐走 唐海激动和兴奋 找到楼梯 三两步跑下去 就冲到泳池边 看到兴奋和激动的唐海 汉黄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 想起对方LSP的人设 便知道 一定是看到自己的角色容颜和身材 所以才如此失态 汉黄当下玩味一笑 并不理会 继续游泳 但本能的 让自己的游泳姿势 更加的华丽和柔美 尽可能的彰显身材的完美 唐海看了看四周 并没有看到 那个所谓的汉黄 当下便是朝着泳池里的美人问道 美女 汉黄呢 汉黄一愣 随后心中一笑 心想 对方看来并未认出 自己就是汉黄 并且认为自己是汉黄身边的女人 她起了顽心 没有直接戳破 而是笑道 刚才还在这 可能忙去了 一时半会不会过来 你是谁 这里是汉黄的私人地方 即便是十二天神都不能过来 你敢过来 不怕汉黄惩罚你 唐海为了装逼 直接冷笑 汉黄算什么 她要是来了 我分分钟揍怕她 对了 美女 你是汉黄身边的女人 汉黄目光一沉 随后笑道 我呀 我是她妹妹 文言 唐海双眼瞬间大放光芒 原来不是汉黄身边的女人 而是妹妹 没被汉黄玩过 这更让她来了兴趣 原来是妹妹啊 其实我和汉黄是好兄弟 你是她妹妹 那就是我妹妹了 叫声哥哥来听听 唐海笑道 那表情像是个吃人的怪兽 汉黄心中冷笑 对唐海叹了死刑 不但说要揍怕她 居然还敢让她叫哥哥 胆子大的赶上天 要是十二天神在这 看到唐海这些举动 怕要惊掉下巴 唐海泡妞泡到了汉黄身上 这是做死啊 此刻 汉黄打算狠狠教训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于是 她微微摇头 想占我便宜 当我傻吗 不过 如果你能打得过我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唐海哈哈大笑 这可是你说的 不过 你不上来 汉黄摇头 岸上打多没意思 你不觉得在水里 更好玩吗 唐海一愣 一瞬间浮想连篇 顿时哈哈大笑 对 还是妹妹考虑周到 我这就下来 好好陪妹妹打一架 说吧 几个呼吸间 就脱得只剩下一条三角裤 剑状 汉黄大惊失色 他是说打架 可没说脱光打呀 不过 看到唐海那剑朔的身材 以及老根的傲然 汉黄不由的欲脸一红 将目光别过去 并且骂道 你干什么 谁让你脱衣服的 唐海却笑道 妹妹 你都脱了 为了公平 自然要脱啊 而且 在水里打架 穿着衣服 多不方便啊 扑通 话音刚落 他已经一个鲤鱼打滚 翻入泳池中 溅起大片的水花 给汉黄来了一场人工降雨 等汉黄回过神来 却并未看到唐海的踪迹 当即悄然外放一股内力 感知四方 随后他微微一笑 右手在水中微微一旋 那水流都跟着他的手游动 并且哗啦啦作响 下一刻 他一掌隔空打出 直接一股气流在水中急速奔走 瞬间轰击在不远处水中 准备偷袭的唐海身上 碰 唐海一下子被打飞出去 整个人直接飞出水面 狠狠摔在岸边 哇 他一口先血吐了出来 脸上全是震惊之色 卧槽 汉黄的妹妹这么厉害 那汉黄岂不是更厉害 唐海吃惊的 看着水里的汉黄 你这是什么招说 竟能隔空出击 连我的无敌圣体都挡不住 五脏六腑都像是翻滚了一下 汉黄鄙夷 无敌圣体 我看是最强废体吧 感觉到汉黄的鄙夷和嘲弄 唐海觉得 有必要向美人证明自己的强大 同时 他有些怀疑 对方真是汉黄的妹妹吗 还是汉黄本人 因为他感觉 眼前美女比十二天神都要强大 但是从十二天神口中 只听说了汉黄的强大 并未提及其有妹妹 已经妹妹这般强大 哼 管他是汉黄 还是汉黄的妹妹 长得如此角色 必须降服 唐海下了决定 扑通一声 再度跳入水中 这次没有轻敌 而是施展两种体术 替体术在水中 同样可以催发 借助水流 迅速游动 速度比之前 提升十倍 围绕着汉黄游走 宛若水下有一个鲨鱼 很快形成一个漩涡 漩涡中 汉黄皱眉处之 就是现在 唐海窜出 逼近后 朝着汉黄的胸脯抓去 此乃抓乃龙着手 但汉黄再度冷笑 双手交合 一瞬间拍出 恐怖的气浪 瞬间将唐海打飞出去 碰 他再度飞出水面 摔在岸边 鲜血狂吐 心脏都差点停跳 真以为你速度快 肉身强 就能避开和挡住我的攻击 我已是化尽层次 内力外放 周围一切仅可感知 哪怕是速度再快 在我眼里都无用 劲道更是穿入你体内 就算你是铜墙铁壁 都毫无意义 汉黄傲然 轻蔑地看着唐海 唐海却笑道 你是汉黄吧 装什么装 我已经识破了 汉黄轻笑 没打算继续捉弄 该收网了 淡淡道 没错 我就是汉黄 以我的实力 应该足以让你认可吧 追随我 成为我的第十三天神 我能给你无尽财富 还能帮你短时间内 提升一倍实力 唐海哈哈大笑 抱歉 我唐海从不当狗 我要当主人 而我来 正也是为了收服 你和十二天神 唯我所用 只是我没想到 神秘强大的汉黄 居然长得如此天资国色 倒是让我意外和惊喜 汉黄不屑 耍嘴皮子没用 今天你要么臣服 要么 我让你死在这里 唐海站起来 笑道 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 汉黄皱眉 但还是询问 怎么个赌法 唐海笑道 你我在这水中一战 若我赢了 你当我的女人 若我输了 我当你的男人 哄 顿时 一股强大的威压 席卷而来 只见汉黄冰冷自己的看着唐海 像是要活寡了他 你当我傻吗 嗨嗨 唐海尴尬一笑 连忙道 误会 我说错了 如果我输了 当你的第三天神 这总该公平吧 汉黄犹豫了下 毕竟唐海敢主动提出这个赌约 定是有地方使 有这个把握和自信 可是 这个把握和自信 到底从何而来呢 分明对方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这个赌约又有什么意义 难道是不愿平白当自己的手下 提出赌约不过是给自己一个由头 或者台阶 一念及此 汉黄心中了然 除了这个原因 想不到其他 最终 汉黄笑道 好 我答应你 他根本不觉得自己会输 虽然这个赌约的内容 让他气恼 但现在于他而言 最重要的便是击败唐海 成就自己的第十三天神 挥一下再添一名猛将 对他统领汉城地下世界 助力极大 以后会更加轻松 说不定 还能朝着周边城池发展一下 将自己的势力进行扩张 闻言 唐海同样喜悦 心想 就知道对方会答应 不过对方确实很强 他想要赢下赌约 并不容易 但把握还是有的 好歹也是系统拥有者 若连一个凡人都打不过 那还不如自吻谢罪 汉黄果然爽快 好 接下来 我们正式一战 谁反悔谁是狗 唐海笑了笑 随后跳入水中 汉黄傲然而自信 不把唐海放在眼里 立刻道 让你先出手 反正你必输无疑 乖乖 当我的第十三天神吧 我会给你取一个很牛的代号 唐海嘿嘿一笑 瞧好了 汉黄乃华镜高手 虽然不知道这个华镜境界 到底是个什么层次 但厉害就对了 正面打 唐海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所以 硬刚不行 自然得来应的 第一步 自然是动用催眠 刹那间 唐海眼睛紫光闪烁 以及对汉黄动用顶尖催眠术 汉黄忽然间脑袋一沉 意识沉眠 陷入呆滞 向我走过来 在唐海的命令下 汉黄双眼空洞 斜着傲然之躯 缓缓走来 见状 唐海哈哈大笑 这么轻松 不愧是顶尖催眠术 果然厉害 汉黄啊汉黄 你不是厉害吗 可现在还不是被我催眠 任我采摘 看着眼前如同水蜜桃般的汉黄 唐海邪火蠢蠢欲动 张牙舞爪 又要扑过去 可就在两人相差大概三米时 呼的 汉黄双目陡然一瞪 嘴角一掀 露出一抹坏笑 瞬间逼近唐海 一掌悍然拍来 卧槽 一句怒骂 唐海连忙催动两种体数 虽然显知又显得避开了这一掌 但仍是被静风刮得肌肤生疼 又听汉黄大喝 水龙一 双手在水中搅动 以内力带动两道水流 手尾相连 如同两条水龙 接着一甩 蕴含着爆炸内力的两条水龙 接连撞击在唐海身上 哇哇 唐海再度吐血 内脏传来剧痛 但好在体数 吃掉了大部分的力道 加上身体素质强 所以紧紧疼痛 加上吐血 但实际上 内伤不重 只不过 唐海吃惊 自己的顶尖催眠术 居然失效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你怎么做到的 唐海吃惊询问 是催眠术吗 你的催眠术虽然厉害 但我乃化镜高手 精神力量饱满强大 再加上 我经常打坐冥想 意志意识坚硬如铁 催眠术 可对我产生不了什么效果 你是我遇到的 最强大的敌人 但很快 你会是我身边 最强大的女人 忽帝 她施展隐身术 同时依旧对 汉皇施展催眠术 虽然对方说 自己的催眠术 对其效果不大 但一定是有效果 而且 如果连续使用 或许能提升效果 除了隐身术 和顶尖催眠术外 唐海还施展两种体术 以及飞翼 另外 透视下 她的观察力 更加灵敏 感知更强 强大的体质体术 加上种种异能 唐海绝不相信 自己还不能镇压汉皇 再不行 马德 直接拿AK扫 拿火箭筒轰 拿手榴弹炸 还有坦克 战斗机 汉皇再强 也得臣服 果然 当唐海的身影消失 以及精神上 那种隐约的迷蒙感 让汉皇立刻皱眉 这是什么手段 却能在我眼前消失 忍术吗 可忍术屏蔽不了我的感知 现在 汉皇不仅看不见唐海 而且对其的感知 也很微弱 在这种情况下 唐海如果对他出手 他的处境不妙 他立刻看向水面 但水面未动 就在这时 感觉到头顶空气的流动 立刻朝着空中一掌打出 砰 掌风犀利凶猛 但却未击中目标 等他回过神来 后背已中一掌 整个人扑入水中 等他出水 唐海再度出手 这次施展抓奶龙 找手成功 直接变形 那种触电般的异样感 让汉皇崩溃脸红 混蛋 汉皇大怒 一掌打向前面 但依旧没有击中 反而被唐海从后面 撤掉了罩罩 完美的胸膛 入了出来 半空中 靠着飞翼凌空的唐海 看到那爆炸性的一幕 鼻子一阵热血翻滚 两滴鼻血喷了出来 王八蛋 你去死 汉皇从未被人这般欺辱过 魅力疯狂催动 一掌掌隔空打出 但只是打中了空气 最后 他灵机一动 干脆潜入水中 见状 唐海皱眉 这一招厉害 知道我不敢入水 不愧是汉皇 只可惜啊 你有想法 我有对策啊 说完 他漂浮在空中 直接吁吁 哗啦啦的水 如同瀑布 坠落泳池 看到这一幕 汉皇直接气炸 这个人无耻至极 全这么做 最后 汉皇实在不能忍 出水一掌打了过去 唐海早就防备着汉皇 轻松避开后 在空中一旋 猛然冲了过去 一掌打在山栏上 顿时山风摇动 激烈撞击 同时 他还趁机施展魔力手 下一刻 啊 汉皇发出尖叫 双腿在水中夹紧 表情古怪至极 最后一声长丝 喷出不明液体 咔嚓 故技重施 唐海拿着手机 在空中拍摄 将汉皇的表情动作 全部拍了下来 最后显露身体 笑道 汉皇 服不服 汉皇羞怒 但一是惊讶 想不到玲珑说的没错 唐海那种神乎奇迹的手法 可以让女人感受到极致的快乐 真的很爽 甚至想要再来一次 可当看到唐海对他拍照 记录下羞耻的一幕 汉皇彻底愤怒 砰的一声 直接从水中一跃而出 披上唐以上的毛毯 便一掌隔空打向对方 可是 这种状态下的汉皇 十分功力 发挥不出五分 自然而然 被唐海轻易躲过 并且重新引申 在水中 汉皇通过水流和空气的变动 可以更加轻松地 捕捉到唐海的踪迹 但现在上了陆地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啪 汉皇又被唐海拍了一下 紧接着 那种感觉在线 啊的一声惊呼 同样的动作做出 表情一时呈现出一种血红与亢奋 紧接着脸色一松 整个人瘫软在唐衣上 唐海口干舌燥 但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以汉皇的功力 只怕即便找了两剂魔力手 仍有反抗的力量 为了保险起见 唐海继续以魔力手攻击 随着汉皇一声声娇和和颤呼 浑身抖动 如被电击 彻底瘫软 身上全是大汗 四仰八叉地躺在椅子上 脸上潮红 看上去极为虚弱 却又满足 这时 唐海现身 玩味地走向汉皇 汉皇连忙摇头与白手 喝道 不要 再也不要了 够了 唐海哈哈大笑 不愧是汉皇啊 居然连续承受了 我十几剂魔力手才虚脱 佩服 那么现在 我可赢了 汉皇不语 良久才恼怒道 你使诈 唐海耸奸 输就是输 赢就是赢 实力我不如你 但我的手段 却多 就算你实力再强 也得怕 堂堂汉皇 难道要这般耍赖 汉皇咬牙 输便输了 倒也罢了 可是赌注可是当对方的女人 他汉皇何许人也 汉成地下皇帝 化尽五道宗师 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却输给了一个名声不显的混蛋 还要当混蛋的女人 这如何能接受 但他汉皇确实守诺 既然答应了赌约 便只能履行 不过 回想起来 虽然对方的五道层次 远不如自己 但一身横练功夫 他自问不如 最重要的是 对方的身法极快 还有隐身飞行的能力 这让他大开眼界 即便是化尽宗师的他 都无法做到 难道这世间 真有所谓的异能者 拍一拍 就能让人体验 高山流水的快感 这又是什么手段 说实话 他下次还想体验 真的很爽 汉皇 别忘了 我手上还有你赢荡的照片 你若反悔 我马上发到微博等平台上去 让你出出名 唐海威胁 之前对付玲珑 便是镇压与威胁两大神功 才将其收服 就算是汉皇 也得扶诛 汉皇冷笑 唐海 你虽然有些花招 但毕竟你的实力很弱 你确定能吃下我 就不怕我找个机会 把你杀了 唐海眉头一皱 指了指汉皇 这你倒是提醒我了 汉皇一愣 有种不妙的感觉 唐海五指抓了抓 朝着对方 露出玩味表情 一副要做坏事的模样 汉皇顿时心中一个咯噔 想要起身 但十几记魔力手 确实让他虚脱了 体内一丝内力 都无法调动 现在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在唐海面前 那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对方宰割 他想 如果这时候 唐海要释放兽性 只怕自己都无法反抗 当即惶恐起来 你 你想干什么 汉皇目光凌厉 冷冷地看着唐海 你若敢乱来 我定杀了你 唐海却笑道 放心 在你没答应成为我女人之前 我是不会真的动你的 但刚刚那种手段 我不得不在你身上继续施展了 直到你昏迷过去 到那时 嘿嘿 还不认我采摘 汉皇连忙拒绝 不行 不能再来了 再来会死 唐海哈哈大笑 就喜欢看汉皇吃饼 和羞愤的模样 那种感觉 真刺激啊 毕竟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女人 是地下皇帝 和武道宗师 征服这样的女人 对男人而言 才最有成就感 好 我可以不动你 除非你履行赌约 唐海淡淡笑着 一副吃定汉皇的模样 非常得意 让汉皇咬牙 恨恨不已 最终 汉皇无法 一则不想食言 二则不想再承受 那蕴含魔力的手段 再来就真的要死了 当然还有觉得 唐海除了无耻与见兮兮 其他其实还不错 他答应道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我汉皇虽非大丈夫 但身为皇者 自然不会食言 我答应你 从今天开始 我是你的女人 但你别以为我当了你的女人 你便可对我胡作非为 没有我的允许 你敢敢乱来 我必掌必拟 唐海轻笑 呼得脸色变得冰冷 一股霸王之气释放出来 那一刻 汉皇色变 只觉得眼前的唐海 已经变了一个人 威严 恐怖和霸道 拥有一股王者的气息 令他心神摇动 甚至产生一股 要做这种 王者身边王后的念头 不知不觉间 竟对唐海 有了一种仰慕和清新感 这是怎么回事 汉皇吃惊 很莫名其妙 目不转睛地看着唐海 只觉得此刻的他 浑身都散发一种 吸引他的气息 呼得 唐海凄净 吓了汉皇一跳 以为对方要乱来 但其实没有 仅仅是停在了他面前 两张脸 只有一尺距离 唐海冷漠道 你知道吗 之前跟你水中吸闹 真的是吸闹 真要杀你 于我而言 真的很容易 所以 既然当我的女人 那就最好乖乖的 否则 我随时都能杀掉你 话落得刹那 一股冰冷至极的杀意 浮现在其眼中 仅仅凝视刹那 汉皇便感觉到浑身冰冷 如坠冰窖 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恐惧 对他人的恐惧 只见唐海退后 手里不知何时 居然端着一把AK 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 汉皇惊诧极了 因为不知道那把枪 从何而来 仿佛变戏法般 就出现在对方手中 唐海冷漠 只要我手指一动 你就会被打成筛子 现在 我说什么 你照做 懂了吗 汉皇面对眼前 忽然变得冷漠和协议的男人 尽管努力过 但心中依旧忍不住 产生恐惧感 他咬牙 最终点头 明白 唐海邪笑 很好 那么接下来 你的脑袋可能会感觉到 一旦施展成功 你的生死 便掌握在我手中 但只要你忠心 我保你无恙 并且将来会庆幸成为了 我唐海的女人 否则 我现在就送你贵妻 你选择吧 汉皇看着唐海 只觉得这个男人充满神秘感 所施展的很多手段 都无法解释 现在居然还能施展 某种诡异的法门 可掌控他的生死 一扇大门 好像为他打开 他也想一窥究竟 好 你来吧 汉皇点头 让唐海动手 很快 射魂针施展成功 汉皇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 被唐海操控 心中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轻松还是不甘 亦或是憎恨 但无论什么情绪 已经不重要 他现在只想知道 唐海到底是什么人 他的那些手段 到底从何人来 又是如何学的 汉皇 现在你 可是我唐海的女人了 叫一声老公来听听 唐海一改之前的威严和冷漠 第二锒铛 汉皇嘴角一抽 你还是之前那样子好些 现在的你 只会让我想贬你 唐海嗨嗨两声 笑道 无论是之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 都是我 小黄黄 接受现实吧 哈哈 小黄黄 汉皇呲牙 活像被触怒的母老虎 怒道 你叫我什么 不允许这样叫 难听死了 汉皇只是我的代号 我真名江指令 不过 我还是喜欢你 叫我汉皇 江指令三个字 对我而言 都已经陌生了 唐海点头 行 就叫你汉皇 那么 呼的 他朝着汉皇走了过去 汉皇眼皮一跳 紧张道 你干什么 唐海非非笑道 你现在不是脱力了吗 打算就这么躺着 衣服也不穿吗 汉皇皱眉 行 但你最好不要乱来 不然 话还未说完 他就被唐海给抱了起来 让汉皇气得牙痒痒 但看到唐海那张 肃然而英俊的脸蛋 感受到那强壮身躯 散发出来的热量 他又不禁一红 显露出小女儿的一面 将头别到一边 将汉皇抱到房间 唐海扑了过去 尽贤本性 抱歉 若我真就这么走了 那还算男人吗 而且 之前你可是打得我吐血 现在我岂能不收点利息呢 话必 朝着他吻了过去 大手同时在其身上 肆意地游走 在山峰与沟壳间 随心所欲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技钢材 初级格斗技巧 汉皇睁大眼睛 但脱力 没法反抗 不过那种触电的感觉 似乎并不难受 相反令他莫名 又兴奋起来 最后 他恢复了点力气 将唐海一脚踹开 你够了 唐海抹了抹嘴 笑道 行 下次继续 汉皇瞪了他一眼 并未拒绝 反正都已经被那家伙 欺负到了那种程度 而且 对这种事 其实 他也并没有那么抗拒 毕竟是挺爽的 没必要为了所谓的矜持 去过分地抗拒 没有什么意义 人生嘛 就该怎么高兴怎么来 及时行乐 世俗地条条框框 在他身上 没什么作用 要是唐海能保持之前那种冷漠 威严 灵力的风格 或许今天 就彻底教出自己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每次看到对方 那LSP的模样 他就忍不住气恼和嫌弃 什么性质都扫光了 这时 汉皇已经可以自由行动 光着身子 当着唐海的面 就这么换上衣服 不过这次 他没有戴面具 没有穿黄袍 和戴皇冠 准备以争面目示人 毕竟已经是眼前 这个男人的女人 以后更多的 不是去担当汉皇的角色 而是女人的角色 唐海坐在床尾 一边欣赏着 汉皇曼妙的曲线 一边回想 系统赋予的初级格斗技巧 虽然有系统赋予的力量等 但唐海确实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 连基础的格斗技巧都不具备 所以 空有防御和力量 以及种种异能 但战斗力 其实连一半都没爆发出来 但现在有了初级格斗技巧 凭借此 唐海知道 自己的实力提升了 只不过这种提升 并不是很大 毕竟只是初级格斗技巧 只是懂得了一些出手方式而已 远远无法和那种格斗大师相比 更别说武道法门 这个时候 唐海在想 自己要不要让汉皇教教自己 怎么修炼内力 如果能修出内力 再学一些真正的武功 自己的实力 肯定能大幅度增长 很快 汉皇换好衣服 正思考的唐海 不经意一瞥 顿时惊为天人 差点哈喇子留下来 因为实在是太美了 此刻的汉皇 穿着一件古代的黄色长裙 身姿高挑曼妙 梅如远代 发如青丝 当真是绝美至极 唐海走过去 由衷感叹 你就该这么穿 天生的美人 每一寸都完美 汉皇冷哼 少拼嘴 长得没有什么用 在你们男人眼里 美丽的女人 不就是玩物吗 唐海笑道 那帅气的男人 甘愿当你的玩物 你要不要娃啊 下剑 汉皇瞪眼 一掌将唐海推开 却未能真正用力 清冷道 别闹了 他们应该等极了 走吧 唐海点头 跟着汉皇离开 别墅外 已经等了足足一个小时的十二天神 脸上都露出焦急之色 别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如何 他们都不知道 玲珑清楚汉皇的强大 心里担心 怕唐海遭遇不测 把刀叉腰扭胯 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八草 满脸焦急道 这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都一个小时了 也没个结果 唉 真是急死人 黑女笑道 这还用说吗 皇绝对出手 而皇那么强大 那唐海虽然打败了我们 但绝非皇对手 估计现在已经被皇踩在脚下 成了孙子 马德 我们败得这么耻辱 倒是希望皇狠狠教训他 天忍转着手里的飞镖 淡淡道 依我看 这小子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厉害 皇与他的一战 我赌个五五分 叮 一把剑射来 打飞了飞镖 是黑女初见 翻了翻白眼 你废话真多 天忍贪了贪手 撇嘴一笑 隔空朝着地上飞镖一抓 飞镖倒飞而来 被他抓在手中 隐约可以看到 袖口与飞镖之间 有一条几乎透明的死线 砰砰 铁拳双拳碰撞 发出金铁交击声 缓缓道 都别猜了 反正今天肯定会出结果 此刻 玲珑满脸紧张 一直盯着别墅大门 心脏砰砰跳 而在他身边 是一个身穿黑色风衣 风衣帽子裹着脑袋 但身材紧致苗条的女人 代号白月 但除了隐约可见的皮肤 一身黑 跟白扯不上关系 白月拍了拍玲珑的肩膀 比一道 那家伙真有那么好吗 不到两个月 就把你给拿下了 值得你这么担心 玲珑探口气道 无论他好与坏 终究他是我第一个男人 也会是最后一个 我自然不希望他出事 更何况 我其实觉得他很不错 要是白月姐也有兴趣 我倒是不介意和你分享 白月帽子里的双眼 闪过一缕寒光 摆了摆手 那种恶心男 我才不要 就在这时 大概只有一米三 光头 僧服的男子激动大喊 来了 纯属身材原因 他是一个侏儒 而随着他一声喊 所有人纷纷激动地 看向别墅大门 随后 所有人露出震惊之色 几乎下巴都要掉在地上 脑海中全部冒出一个疑惑 那就是站在唐海身边的绝美女子 如同古代画卷中的美人 她是谁 不过 隐约从那威严而凌厉的眼神 可以看出一抹熟悉感 紧接着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冷气 该不会他就是 不多时 唐海和汉皇走了过来 十二人一动不动 保持着震惊瞠目之色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对众人的反应 汉皇早已预料到 他平静到 正如你们猜测的那样 我就是汉皇 不过从今天开始 我还是唐海的女人 另外 以后他的命令 等同我的命令 突然摘掉面具 脱下黄袍 摇身变成一名古装绝代佳人一事 所有人本就感到十分震惊 可此刻的几句话 更是如同重锤 击中他们的内心 所有人的表情 都变得极为精彩 有些不相信 那是汉皇说出来的话 该不会是唐海 使用了什么诡异手段 操控了汉皇吧 不然眼前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太难以想象的 无法相信 这是事实 白月一步踏出 冷冷道 唐海 你到底对皇做了什么 眼前这个女人 真的是皇吗 我要进别墅 一探究竟 唐海微微一笑 我有必要捏造一个假汉皇 来骗你们吗 事情是这样的 将之前的赌约 解明恶药 提出一些不该说明的细节 告知了众人 众人直接惊住了 强大的汉皇 居然输给了唐海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我不信 白月大喊 你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说 我们的皇到底在哪 唐海满头黑线 心想 这个女人脑子不好使了 还戴着风衣帽子 搞什么神秘感 不过对方这反应 也说得过去 有可能是江指令的脑残粉 这种突然的大变故 直接让对方无法接受 So 这时候 汉皇动了 身如闪电 瞬间逼近白月 一拳钻打在其腹部 顺势一记勾拳 再一个挥拳 直接让白月飞出去 这套动作 简直是行云流水 灵力至极 颇有皇者之风 仅这一下 便让所有人确定 这就是汉皇 无论是气势 还是出招的动作等 都和汉皇一模一样 那种画进层次的威势 可不是随便哪个脸壳子女人 能够模仿的 现在还有谁在怀疑吗 汉皇冰冷的话语与目光 扫视众人 那种熟悉的压迫感 再度袭来 令所有人弯腰低头 恭敬拜见 汉皇大人 远处 那趴在地上 脸肿的高高的白月 同样连忙喊道 汉皇大人 恕罪 哼 重重冷哼一声 汉皇道 之前我说的话 你们可有意义 有意义也可以 只要打败我 还你们自由 但无人敢站出来 全都沉默 不过他们从今天开始便知道 他们有两个皇了 一个男皇 一个女皇 如同古代的皇帝和皇后 好了 气氛别那么压抑吗 都欢乐点 其实跟以前比 没什么区别 不过是 多了一个老大爷 唐海淡淡笑道 霸刀几人 也跟着微笑 只不过是皮笑肉不笑 唐海没在意 转过身对汉皇道 走 回去谈点事 汉皇点头 可呼的 腰间一热 原来是唐海 搂住了自己的小蛮腰 他脸色一红 拍了拍他的手 赤道 拿开 唐海摇头 堂堂汉皇 难道还害羞不成 汉皇迎牙紧咬 但最终 还是任由他去了 这一幕 让众人艳羡不已 那可是汉皇啊 竟是一位绝世美女 而且仅仅一次见面 就被唐海给拿下了 而且 他们十二天神中 最美的玲珑 同样被唐海 这头野猪给拱了 那么的 好处全让他给占了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人渣 白月怒骂 对玲珑道 他都这样了 你不生气 玲珑却摇头 不生气 相反 我觉得自己 真的喜欢上他了 白月 别墅内 唐海和汉皇 紧挨着坐在沙发上 品尝红酒 唐海那只咸猪手 还没从汉皇的西腰上拿开 十二摩杀 甚至情不自禁地往上走 想要永攀高峰 你就不能拿开你的臭手吗 汉皇皱眉 我手臭吗 很香啊 主要是你身上像 唐海收回手 闻了闻 笑嘻嘻 但看到汉皇那杀人的目光 他连笑道 行 说正事 汉皇疑惑 你还有正事 唐海苦笑 那是当然 我登岛 可不仅仅是为了降服你 还有更重要的是 汉皇皱眉 不耐烦道 有话就快说吧 唐海道 你是汉城地下的皇 想来 能够调动的资金有很多吧 那么从现在开始 把这些资金 全部用来购买物资和武器 汉皇震惊 你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不成世界末日要来了 说到末日 他都不由得露出自嘲之色 他居然往这方面去想了 末日 网上确实有很多末日言论 但真去信 那就是傻子 唐海笑了笑 没错 就是末日 他不打算隐瞒 毕竟末日即将降临 到时候 所有人都会知道 而且 对方的生死 被他操控 他不会耍什么花样 果然 汉皇冷笑 还是编一个 能让我幸福的理由吧 不然我只会当你在封言 唐海无奈 他安守道 我让你做的事 本来就疯狂 那么背后的理由 自然更加疯狂 即便我说了 你也未必信 只需要照做就行 汉皇一愣 露出思考之色 眼睛里露出犹豫之色 最后 他威严道 行 信你一次 但如果我发现 你在耍我 那即便是死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呼的 唐海猛然凑到汉皇面前 一只手搂着其背 将其拉近 眼眸深邃 语气冷忧道 记住了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是我女人 便要无条件信我 而且 再也不要说 那种要与我拼命 或者背叛我的话 否则 我一定会让你尝尝那种后果 明白了吗 说完 伸出五指 做出抓拿的姿势 见状 汉皇脸色一白 随后咬牙 不甘道 明白了 下一刻 唐海嘴角一掀 吻上汉皇 在后者出手前 从容退后 坐在沙发上 品尝着美味的红酒 哈哈大笑道 你的唇 就和这红酒一样 每一次品尝 都有不一样的美味 汉皇瞪眼 冷哼一声 本想怒骂 但最终 还是选择沉默 一杯酒下肚 唐海站了起来 倒 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到时候你便知道 我说的话 都是对的 我也该离开了 不用送我 抓紧时间吧 半个月后 我会过来查看你的成果 庄园门口 玲珑问道 唐海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可是皇啊 即便被击败 也不可能甘愿做别人的女人 你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 唐海将玲珑抱进怀里 老跟顶着对方 胸膛互相的挤压 勾着对方的下巴 笑道 我能将你拿下 自然也能将其他女人拿下 汉皇也罢 天地也好 只要是女人 我想要 便会成为我的 神选择了我 我的人生 注定开挂 我想要的生活 挥之极来 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无论是语气还是表情 身体的气息 都让他的身影 变得无比高大 让他的气质 如同皇者 让他整个人 散发瑰丽与神光 这足以让任何女人沉醉 下一刻 玲珑主动凑了过去 吻上唐海 五分钟后 唐海玩味笑道 本以为看到我与汉皇亲密 你会吃醋 但我发现 你不但没有 反而变得主动 玲珑笑道 正如你所说 你是神选中的人 终究不可能被某个女人 独享 哪怕那个女人是汉皇 那么我介意 又有何用呢 而且 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如果不抓住 一定会后悔 唐海摸了摸 对方的脸蛋和红唇 笑道 你是个实相的女人 实相的女人 会更美丽 会更幸福哦 抓住唐海的手 玲珑笑道 那么 我现在就想要幸福 可以吗 唐海哈哈大笑 当然可以 海面浪潮阵阵 拍打着黑色的礁石 发出一声声高亢的拍击声 轮船在岸边水面摇摆 里面似有人影翻腾 白月站在远处 看着轮船内 那若有若无的身影 恨得咬牙 玲珑痴迷他 也就罢了 为什么连黄眼 那个恶心男 到底有什么好的 不就是一个男人而已 我也品尝过 也就那样而已 一个小时后 两道人影从轮船上下来 玲珑衣衫微凌乱 整个人春风满面 红唇艳丽 白皙的圆脸上 像是涂抹了一层珠红 那我走了 在唐海脸上清了一下 玲珑方才离开 唐海挥手 最后 他打算登船 一个人开船回去 但这时 他停住了 看向远处一块大石头 冷笑道 出来吧 白月从石头后走出 来到唐海面前 脸上却无半点恭敬之色 反而冰冷道 别人或许服你 但我不服 唐海淡淡道 我不需要你服我 你走吧 白月却质问 为什么 唐海疑惑 什么为什么 白月激动道 为什么玲珑痴迷你 就连黄都甘愿当你的女人 你是不是对他们下了毒 或者用了什么阴险的秘书 唐海皱眉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白月气急 你 你什么意思 我很差吗 我长得不漂亮 唐海摇头 不 你不是不漂亮 而是丑 不过 你不是好奇 为什么玲珑和汉黄 会当我的女人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呼的 他瞬间逼近白月 而后在其身上猛然一拍 等白月反应过来时 唐海已经登上了轮船 你 你干了什么 白月大吼 下一刻 白月脸色一变 捂着腹部 紧接着 表情变得兴奋 变得愉悦 最后 家腿发出一声高亢的叫声 混蛋 你做了什么 白月大喊 依稀听到轮船上一句话传来 是不是很爽 而我 能让你比这更爽 这就是答案 白月愣住了 不久后 轮船渐行渐远 唐海哼着曲 长着舵 朝着岸边驶去 这一趟江南岛之行 对他而言 绝对是一次相当愉悦的旅行 不仅收服了汉皇 初步享受了其美味 还收服了十二天神 等到了末日 能够为他所用 对他乃是巨大的助力 也让他心中 那个伟大的想法 更加坚定 上了岸后 唐海便开车前往云山小区 查看小区城墙的改造情况 结果让他意外 才仅仅数日 一面足有二十米的黑色城墙 便建造起来 横在小区与大山之间 宛若一只黑色的猛兽 同时 那数百具机器人 末日到达前 应该能够将云山小区四面围墙给改造起来 变成二十米高大的城墙 这样一来 等到了末日 足以抵抗大部分的攻击 保证小区内部的安全 唐海一笑 忽然抬头看向高空 到 如果能把空中也进行改造一番 那就更完美 但现在我根本无法得知 末日到底会发生什么 过分改造 也许没有意义 一切等末日来了再说吧 将新获得的钢材拿出来 让机器人改造用后 唐海便打算离开 这时候 却接到吴薇电话 很快 他脸色一变 随后和吕伟他们打了招呼 便离开了小区 前往风云酒吧 风云酒吧在本地 还算一个比较高档的地方 陪酒妹子很多 而且姿色都不错 只可惜 都不是未开的花苞 当然 能来当陪酒的 基本上都不是那种 在八台 唐海找到吴薇 当即走了过去 不过 他拥有上千点的魅力值 加上本舅长的英俊潇洒 所以一进来 就让不少妹子眼睛一亮 当下 不少妹子走过来搭讪 邀请唐海喝酒 但被他拒绝 虽然其中有不少 长得还不错的 且年轻 但能主动搭讪的女人 肯定被开发过 就算没有被开发过 他也看不上眼 他身边哪一个女人 不比这些女人漂亮一百倍 被拒绝 这些女人顿时遗憾 叹息 但却引来他人嫉妒 觉得唐海太过嚣张 长得帅又怎样 不就是个小白脸 此刻 唐海来到吴薇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看到唐海 吴薇直接大哭 喊道 唐海 这次 你一定要帮帮我 唐海皱眉 看到死党脸上的伤 顿时脸色一沉 肃然道 到底怎么回事 吴薇一脸愤怒 吼道 是我老婆英丽 他居然背着我偷人 给我戴绿帽 好 看不上我 跟我过不下去 行 我们离婚 看在夫妻一场的面上 我没有追究他婚内出轨 提出财产无分 可是 我当初真的瞎了眼 会看上他 为了他 拼命赚钱 他呢 自己偷人 只还要让我净身出户 太欺负人了 我没想到 这女人居然如此很多啊 能做到这一步 唐海叹息 质问道 那就让他净身出户啊 他婚内出轨 法律会给你一个公道 但无微摇头 不行 知道我这伤势怎么来的吗 被英丽的那个相好给打的 那人是汉城最大房地产 大亨亡邻的儿子王聪 那种大人物 我根本斗不过 王聪放言 如果我不签净身出户的协议 就杀了我 我不想签 但是不敢啊 说完 大口灌酒 满脸通红 明显醉了 像是烂泥 唐海一巴掌打在无微脸上 怒道 你给老子醒醒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而且还是一个背叛你的女人 值得你在这里买醉 无微一愣 但很快道 我倒不是为了他伤心 而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被卖了 还替别人数钱 这滋味难受啊 唐海淡淡道 好了 这件事交给我 我替你摆平 老子最讨厌背叛男人的女人 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无微摇头 兄弟 算了吧 那可是王聪啊 手底下很多人 我们斗不过啊 唐海冷笑 一个王聪而已 现在天王老子惹我 我照样干死他 打电话 不是要签合同吗 让英丽给时间和地址 我们绝对付约 放心 我替你讨公道 让他们付出代价 无微酒醒了几分 狠狠抹了一把脸 道 兄弟 你没喝酒吧 确定没胡说八道 滚 唐海骂道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赶紧打电话 不然我走了 懒得管你 无微犹豫 最后一拍大腿 干了 当即打电话 不多时 无微道 他们让我明天去南区 那个废弃塑料厂签合同 不会有诈吧 唐海摆摆手 管他什么诈 明天去了就知道了 无论什么事 哥在 给你撑腰 就在这时 十几个纹身狗毛青年 走了过来 在他们后面 还有一个妹子 唐海认出来 这个妹子之前搭讪过他 而且还想在他身上乱摸 被他呵斥 显然 这是来报复了 见状 无微紧张 却强撑着大喊 你们干什么 为首青年拿着酒瓶子 嚣张地指着无微 闭嘴 不是来找你 实相的 好好待在那 别找事 无微看得出 他们是来找唐海的 尽管害怕 还是没有离开 并决定 待会要打起来 他绝对冲前头 为兄弟两肋插刀 小子 那是我干妹妹 你敢欺负他 找死吧 这样 跪下磕头 再让我敲一榔头 这事就摆平 不然我会让你更惨 为首青年 一身黑色皮衣 敞开胸口 叼不拉几道 碰 可就在这时 唐海一脚将对方踹飞 撞到了十几个桌子 才倒在废墟中 昏死过去 十几个混混 惊得掉了一地下巴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纷纷大叫 辱骂 同时 马德 干死他 最后有人大吼 十几个人便一起冲了过去 扑向唐海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酒吧门口 看着正在整理衣服的唐海 无微傻傻地站在那里 仿佛第一次才认识这个老同学 几次张口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合适 最后 他感叹一声 喊道 唐海 你这也太能打了吧 唐海淡淡道 不过是几个皮包骨而已 随便懂点琴拿就能干啪了 你这啤酒肚 肯定是缺乏锻炼 碰到这种小混混 当然打不过 回头该锻炼了 无微点头 但很快摇头 不对啊 你这说得也太轻松了 你一脚 就将那混混踹飞十几米啊 人直接昏死过去 这要是力道再大点 不得一脚 把人给踢死 唐海摇摇头 天天锻炼 力气大而已 没必要大惊小怪 无微叹口气 没再追问 而是道 唐海 谢谢你 感觉到死党的哀伤 唐海叹口气 作为一个男人 他理解死党的心情 毕竟 自己在外拼搏 而老婆去在家偷人 偷人也就罢了 还联合情夫害自己 一时间 换做谁都难以接受 当即 唐海摟住死党脖子 道 好了 振奋点 我带你去个地方 无微一愣 问道 去哪呀 唐海笑道 自然是去找乐子 难道继续这么消沉下去 一个垃圾女人而已 离开了更好 这样才能面对整片树林 皇朝帝都 汉城最高档的会所之一 华丽的包房里 唐海给无微叫了十几个美女 这些美女全都是一等一的货色 一碗一万块呢 这十几个就是十几万 如果要做特殊服务的话 价格更贵 带去过夜 一个一夜就是五万块 但现在 钱对于唐海来说 跟白纸没区别 花了就花了 被美女包围的无微 玩的那叫一个快乐幸福 每个男人不憧憬这一幕 但是换做平时 无微可不敢这么做 但现在 他彻底解脱 自由了 这么一闹 他也觉得 去特么的垃圾女 自己现在有一片树林 只要有钱 更漂亮 更好的女人都能玩 无哥 吃了葡萄 无哥 这香蕉好大啊 无哥 你觉得我漂亮吗 无哥 想摸我的腿吗 无微哈哈大笑 今晚 我要快乐 你们都是我的 老子有钱 但唐海却笑道 放心 今晚我请客 不用你掏腰包 无微嗨嗨两句 我就是客气一下 我的那些钱 全部被英丽那个王八蛋 给拿走了 现在身上 只剩下几千块 哪里有钱玩妹子 唐海摇头 做男人做成你那样 我都替你骚得慌 不过明天 你那些钱 我都会给你要回来 今晚好好玩就行 无微朝着旁边 两名女子示意了下 让他们去陪唐海 那两名女子立刻露出兴奋之色 毕竟唐海太帅了 别说不要钱 就是倒贴 他们也愿意啊 但唐海却拒绝了 别 我不需要 你们还是陪他玩吧 无微哈哈大笑 也是 你是有老婆的人 而且老婆还那么漂亮 自然不会随便在外面玩 我可不能害你 回头嫂子可得揍我 说完 自己一个人独乐乐 但他却不知道 唐海正在给苏柔发微信 这阵子两人都忙 所以没见面 他想看看 苏柔明天有没有空 见个面 吃个饭 再提升一下感情 此刻 苏柔穿着护士服 坐进一辆白色的宝马车里 这是一个月前 唐海给他买的 本来应该早就给他买的 但忙着囤货的事 就别忘了 一个月前 才想起来这件事 这今天医院比较忙 也就今天 才开始好些了 这不 现在才下午三点 护士长就让他回家休息 其实 今天他不累 毕竟已经开始不忙了 坐进宝马车里 苏柔看着爱车 想起这是哥哥给自己买的 精神忽然间更好了 呼的 他看到唐海发来的信息 脸上顿时浮现喜悦之色 小柔 在忙吗 哥 不忙 护士长 还让我现在回家休息 这样啊 哥想见你 要不要过来 好啊 地点 皇朝帝都 别误会 我陪朋友 你过来 我们一起走 好啊 关掉手机 苏柔兴奋地驱车前往皇朝帝都 他没换衣服 因为刚刚换药水的时候 被点服弄脏了里面的衣服 只能穿一件干净的护士服下班 这个时候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要赶紧去见哥哥 包房里 吴威越来越大胆了 都开始上手 玩得那叫一个放得开 娇喝声不断 虽然对这些女人不感兴趣 但架不住画面和声音感刺激人 让唐海都起了心思 似乎察觉到了 吴威笑道 唐海 看你难受的样子 要不分你两个吧 你这样兄弟 我过意不去啊 唐海摇头 滚 我不需要 吴威摇头 你就死撑骂 玩一玩而已 嫂子不会知道的 但这时 有人敲门 唐海知道是谁 笑着站了起来 只见苏柔满脸红彤彤 小心翼翼 满是紧张地走进来 当看到唐海 方才镇定了一些 当看到穿着护士服 清纯地令人窒息的苏柔 包房里 顿时寂静无声 吴威都瞪大了眼睛 不由道 唐海 这是谁 护士怎么跑这来了 唐海笑道 介绍一下 这是我死党吴威 这是我干妹妹苏柔 卧槽 吴威惊呼 唐海 你 最后 千言万语 汇聚成一个大拇指 还以为你会为了嫂子 孤身走暗巷 原来在暗巷玩得这么海 还玩制服呀 这个时候 吴威才明白过来 不是唐海要做柳夏会 而是包房里的这些妹子 人家看不上 已经有更好的在路上了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两千里方 身体素质提升一倍 唐海一愣 这怎么就随心所欲了 因为我在吴威面前 暴露了我干妹妹 所以算随心所欲 唐海瞬间恍然 而后连忙道 威子 这是保密 明白吗 吴威哈哈笑道 放心吧 保证不告诉嫂子 文言 唐海暗道不好 当即看向苏柔 小柔 但发现 苏柔的脸色 虽然有些难看 但并未爆发 实际上 她现在身边的女人 只有少数的几个 知道她有老婆 像洛青雅 冯孟严 他们知道自己有老婆 但苏柔不知道 但这么长时间 估计对方早就猜到了吧 吴威似乎也发现 威子 你好好玩 我先走了 仗位已经结了 放心 没事 说完 带着苏柔离开 皇朝帝都外 唐海点燃一根烟 问道 生气吗 苏柔满脸淡然 我不知道 唐海点着打火机的手一顿 皱眉道 什么意思 苏柔道 哥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有一次在睡觉 我无意中看到你手机提示的信息 上面显示 老婆两个字 那时 我就知道 你有老婆 我不知道 自己在不在意 生不生气 但至少我知道 我依旧想待在哥的身边 不想离开哥 这就够了 不是吗 唐海终究没有点燃那根烟 叹口气道 实话告诉你 我不仅有老婆 而且 身边有很多女人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想 呼的 苏柔主动吻上唐海 唐海微微讶异 但很快抱着苏柔 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下 狠狠想用那两半柔嫩 两久 苏柔气喘吁吁道 不 我不想 我想清楚了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和哥你一直在一起 只是想这样 说着 两滴泪落了下来 唐海心疼地帮其拂去眼泪 温柔道 好 一直在一起 走 带你去个地方 两人开车来到云山小区 哥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苏柔看着眼前的别墅 疑惑道 唐海丢出一串钥匙 笑道 从今以后 这栋别墅便是你的新家 别误会 我不是在包养你什么的 因为整个云山小区 我都买下了 苏柔 惊得目瞪口呆 什么 哥 你不是在开玩笑 唐海笑道 当然不是 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现在还无法向你解释 但很快你就会明白了 另外 把医院的工作辞掉 最近如果没事 就待在别墅 需要买什么就去买 买多一些 钱哥有的是 待会给你转两百万 这件事太突然了 苏柔一时间 有些无法接受 但看到 哥那认真的眼神 他没多说什么 点头道 好 我明天就去辞职 唐海牵着苏柔的手 笑道 走吧 这里的家具 我都换成了新的 一些地方 也都翻修了下 你应该会喜欢 不久后 看着华丽的别墅 苏柔很是开心 哥 我很喜欢 唐海坐在沙发上 拍了拍旁边的沙发 笑道 坐 苏柔坐了过去 依偎在她的怀里 问道 哥 好幸运 能遇见你 和哥在一起的这些时间 我都很开心 说实话 如果你身边只有我的话 那就完美了 哥 你别生气 我就是说说而已 就算哥有其他女人 但只要心里有我 我就满足了 看着如此乖巧和懂事的苏柔 唐海认真道 放心 即便是些末日 我一样会拼尽一切保护你 将苏柔揽进怀里 唐海摸着对方的秀发 闻着那沁人的体香 一时间 她有些痴迷了 最后 苏柔起身去了浴室 出来时 还穿着那件护士服 但里面什么都没穿 小柔 你这 唐海有些意外 没想到 苏柔居然这么大胆 穿着护士服引诱自己 这还怎么忍得了 她冲了过去 将气抱了起来 小柔 不多时 看着身下的苏柔 青丝如铺 腹若凝枝 身如柳絮 唇笔珠红 唐海邪火窜起 狠狠压了下去 第二天上午 唐海开车接上吴威 前往塑料厂 车上 吴威昨晚显然玩得太嗨 整个人脸色都有些苍白 上车时 腿都在抖 唐海笑道 威子 昨晚睡了几个 来了几次 你这玩成这样 我真怕你惊劲亡 吴威苦笑 不多 就包了三个 弄了七次 吃了药 不然绝对弄不了七次 吃了 唐海忽然刹车 惊讶地看着吴威 就你这体格 七次 你这是做死啊 又不是那种小年轻了 身体又不行 你这么玩 可别玩死了 说完 又发动了车子 吴威点头 申表同意 你说的对 下次不这么干了 我觉得整个人都快死了 不过真特么爽啊 以前和英丽弄 他就跟个尸体一样 没点意思 可他们不一样 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有脸蛋 要功夫有功夫 泽泽 太特么爽了 我决定了 这次离婚 不再娶了 我要多赚钱 有钱什么女人都可以玩 唐海摇头 要是换做以前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 不切实际 且十分危险 但现在 我不会这么说 吴威问道 为什么 唐海一笑 神秘道 因为很快 这个世界 就会变得不一样 到那个时候 只要有本事 什么女人都能玩 再漂亮的女人 都得跪天念 吴威瞪大眼睛 唐海 我怎么听起来没点兴奋 反而有种凉嗖嗖的感觉 说实在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唐海淡淡笑了笑 没说话 加速前进 此刻 塑料场 几辆豪车停在空地上 周围 上百名混混 或抽烟 或闲聊 每个人都掉锒铛 手里拿着钢管 而角落里 一辆黑色豪华奔驰 正在震动 里面传来男子与女子的喘息声 大概十分钟后 车子不再震动 喘息声也渐渐平息 一声闷响 车门打开 走下来 一名油头粉面 身穿白色西装西裤 黑色皮鞋 还在济库腰带的青年 青年满脸的舒爽模样 长长的松了口气 差不多几分钟后 一个身穿花色长袍的女人 走了下来 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化着淡妆 姿色不错 能打个85分 在这都市里 也算得上一个利人了 就是年纪大了些 估计有30岁 但保养极好 跟25岁的女孩子 差不多 青年名叫王聪 乃是汉城最大地产大亨的儿子 经常换女人 女人叫英丽 就是吴威的老婆 王聪之所以会看上英丽 是一次同学聚会上 一个被他上了的女同学 带着英丽过来 当时的英丽 已经有了寻找新欢的念头 觉得吴威又悠又丑 虽然能赚几个钱 但还是满足不了她 她打算找个真正的富二代 之后把吴威踹掉 于是 听说王聪是汉城最大地产大亨的儿子 聚会上 被众人簇拥 且豪至万金后 立刻被英丽看上 英丽主动 因为长得有些姿色 且够媚 立刻让王聪重疑 当晚两人就发生了关系 之后 得知英丽是有妇之夫 王聪没有表现出嫌弃 而是让她离婚 并答应再娶她 于是 便有了后来的事情 吴威找到王聪算账 打了王聪一拳 却被王聪的保镖 按在地上打 还当着吴威的面 上了英丽 并且让人准备合同 想要吴威净身出户 便得一无所有 聪聪 你好厉害 英丽了解男人 知道男人喜欢被女人夸 尤其是在那种方面 这也是王聪 喜欢英丽的原因 当然 像王聪这种人 根本不可能真心喜欢谁 选择英丽 不过是英丽长得还不错 符合她的胃口而已 等吃腻了 自然会一脚踢掉 这个英丽居然认为 王聪会取她这种破鞋 真是可笑 王聪不过是在玩游戏而已 她这种大款 怎么可能在乎 吴威那点资产 那当然 我可是王聪 样样牛逼 王聪傲然 但很快脸色难看起来 马德 老子都打了两炮了 那小子居然还没出现 找死吗 一旁 一个小弟走过来 说道 聪哥 这小子 不会放我们鸽子吧 王聪怒道 他敢 还没人敢放我王聪的鸽子 除非他想死 哼 待会那小子来了 我一定要用铁棍 将他的四肢全部打断 他看了看远处那条 被链子绑着的野狗 露出残忍的笑容 那狗饿了半个月吧 待会让他吃人变 那种画面 一定很精彩 文言 小弟全身都发凉 畏惧地看着疯狂的王聪 残忍聪之名 在汉城上流 可是赫赫 没几个人敢去招惹这个混蛋 英力也是吓得翘脸一白 但此刻 他明知道王聪的打算 明知道如果吴威来了 一定会落得一个凄惨的下场 可是 他没有劝阻 更没有产生一点的同情心 或者念在夫妻一场的情面上 采取一些措施 去帮助吴威 俗话说 一日敷七百日恩 这个英力一脚踹掉吴威 真是一点情分都不留了 或者说 英力对于吴威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情 又哪来的分 吴威 当初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就算再怎么出不来 也不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吧 唐海很好奇 吴威惭愧地低下头 随后叹口气 毕业后 一次公司聚会 我们喝醉了 睡在了一张床上 床上还有一滩血 我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发生了关系 他爸妈知道后 因为思想比较封建 所以逼迫英力嫁给了我 而我也挺喜欢英力的 也想要负责 我觉得 没有感情的话 婚后可以培养 只要我努力 我上进 我赚到钱 我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没想到 唐海摇头 没有再问 驱车到达塑料厂 下了车 吴威双腿没那么抖了 但身体还有些浮 想起王聪的厉害 他有些害怕 唐海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们走吧 我们就两个人 我现在还残了 怎么可能逗得过他们 唐海忍不住骂道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来都来了 怕个卵 拿出你昨晚玩女人的霸气和勇猛来 不就是三两只小虾米吗 放心 有我在 谁也伤不了你 健壮 吴威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反正昨晚爽够了 大不了死在这 问题是 他不想连累唐海啊 唐海是能打 能打十几个小混混 可王聪手下那帮人 可不是什么小混混能比的 而且人数上 肯定远远不止十几名 叹了口气 吴威的表情坚定 心道 不管待会发生什么 我绝不能让唐海出事 可当看到空地上 密密麻麻提着钢管 依脸不善 凶神恶煞的混混后 吴威差点没瘫软在地 瞧你这出现 唐海翻了翻白眼 驾着吴威走了过去 悠喝 有种 真敢来 王聪一边鼓掌 一边高启胜走路姿势 嚣张至极的走了过来 还带了个保镖 吴威 你这保镖长得不错啊 只可惜 老子最讨厌 长得比我帅的 说着 朝着一旁的小弟 勾了勾手指头 那小弟便将合同递了过去 吴威接了过来 看了一眼 立刻愤怒道 英丽 你要不要脸 家里所有的钱 都是我赚的 又是你出轨在先 现在居然让我 千进深出户的合同 你可真是狠毒无情啊 我就算养一条狗 也会有感情吧 而你 简直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英丽却厌恶道 你有脸说 要不是当初你把我睡了 你能娶到我这么漂亮的老婆 我赔了你五年 被你睡了五年 要你一点钱怎么了 吴威震惊 我特么 怎么就觉得 你很有道理呢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吴威 你们听不出来吗 唐海耸耸肩 兄弟 你真幽默 王聪却推开小弟 嚣张怒骂 少特么废话 赶紧把合同签了 吴威吼道 这种合同 谁签谁傻逼 老子不签 除非把协议改了 让英丽净身出户 王聪冷笑 怒光很独到 小子 别给脸飙脸 你是没明白自己的处境吗 要不要我让你清醒清醒 话落 上百名混混凶神恶煞地围了上来 一脸玩味地看着吴威 吴威当场下的脸色一白 直咽唾沫 他知道 自己今天要是不签 他和唐海 不可能完好无损地离开这里 下场会非常之惨 说实话 把钱要回来 那是咽不下那口气 不想便宜阴利那个贱人 如果为此 要搭上自己和兄弟的命 那宁可不要这些钱 最终 吴威摇头叹息 唐海 要不 他本打算说 要不我签了吧 可紧接着 他瞪大眼睛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合同到了唐海手里 而此刻 他直接 撕拉 当着所有人的面 合同直接被唐海给撕成两半 然后死四半 八半 十六半 最后 成了粉碎 千个屁 把我兄弟的钱 全部还回来 不然我打爆你的房 唐海凶狠地看向英丽 那眼神 充满杀意 让英丽产生恐惧 但想到王聪在身边 他立刻高高在上 指着唐海 混蛋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这么多人 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你 你还敢大言不惭 王哥哥 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王聪也很恼火 自己在汉城 有头有脸 哪个人敢去招惹他 可是 这两个小宅子 压根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还敢把合同给撕烂 操 王聪立刻怒了 看来你还不知道 我残忍聪的名头 反正我无所谓 你们签不签合同 但今天 你们只怕没法活着离开 当即 上百棍棒手涌上 只要王聪一个命令 立刻打爆唐海和吴薇的头 吴薇很害怕 颤薇薇道 唐海 他们人太多 我们可打不过呀 现在怎么办 你不该冲动 把合同撕烂 这等同直接翻脸 没留任何余地啊 唐海骂道 我怎么有你这么闹的兄弟 怕个活 干就完了 算了 你还是别碍事 去后面看戏吧 无微惊讶 你 你一个人行 要不还是我顶上 你快逃吧 唐海不耐烦 一脚踹飞 无微 就冷冷地看着王聪 以前在电视上 经常看到你的新闻 玩了很多女大学生 明星什么的 玩就玩 最后闹得人家跳楼 住院什么的 家破人亡 以前我就打定主意 要是有能力有机会 一定打爆你的卵 而今天 机会来了 王聪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 狗愣子 风大闪了你的舌头吧 我这边这么多人 你特么还敢装扁 行 小弟们 把他们两个的四肢给我打断 然后捡下老根去喂狗 马德 两只阿猫阿狗 都敢朝我犬废了 老子弄不思念 当即 上百名棍棒手 一拥而上 朝着唐海攻来 而王聪 则搂着英丽退后 一只手 在群里肆意地玩弄 惹得英丽 全都惨叫地躺在地上 全部丧失战斗力 地上 还能看到鲜血 一地的棍棒 横七竖八地放着 唐海拍了拍手 整理了下衣服 骂道 一帮废物 真以为人多就能干过我 背后 吴威手里 握着不知从哪捡来的钢筋 还保持战斗的动作 可直到战斗结束 他和他的钢筋 都没发挥作用 同时 脸上一抹浓浓的震惊之色 他一脸崇拜地 看着自己的兄弟 喊道 唐海 你怎么这里厉害 天神附体吗 天哪 那可是上百个人 一分钟解决 还毫发无伤 你 你牛逼呀 你早说自己这么厉害 我刚刚还能更嚣张点 顺便装装笔 唐海翻了翻白眼 滚犊子 那边车旁 王聪和英丽 满脸恐惧 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看着唐海的眼神 仿佛在看魔鬼 对他们来说 唐海简直不是人 人再厉害 空手能打败上百人 恶魔 一定是恶魔 你 你到底是谁 王聪颤抖着问道 唐海没有理会 而是朝着走过来的死党吴威道 你打算怎么办 吴威节节一笑 满脸得意和春风 没想到吧 我有一个牛逼的兄弟 今天 我要报复你们 说吧 走过去 对着王聪和英丽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两人不停惨叫 却不敢还手 别打了 不就是钱吗 老子有的是 你们要多少 王聪吼道 吴威停手 行 反正气也出了 赶紧把钱还给我 这事就这么算了 微信还是支付吧 王聪忍不住翻白眼 随便 但这时 唐海一脚踹飞吴威 骂道 你小子有点出气行不行 这两人给你戴绿帽 还揍你 刚刚还想把我们四肢打断 老根剑断去喂狗 结果 你就打他们一顿 拿回钱就完事了 吴威一愣 哑口道 那还要怎么样 难道也把他们四肢打断 老根剑断去喂狗 这可是犯法的事 怎么能干啊 王聪连连点头 吴兄说的没错 这可是犯法的 还是别这样了 此刻 他都觉得吴威很顺眼 几乎想跟他拜把子了 但唐海却笑道 犯法 他们打你犯法不 他们聚众伤人 犯法不 逼你千禁深出户合同 犯法不 人家不怕犯法 你怕个屁 今天这事 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吴威一颤 唐海 你不是认真的吧 唐海嘴角一掀 随后对地上 躺着的百人道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 我把你们拿去喂狗 要么你们 把他们拿去喂狗 十分钟后 一声声惨叫和求救声 从不远处传来 那是王聪和英丽的声音 车子里 听着那凄惨的叫声 无微浑身起鸡皮疙瘩 终究是有些不忍 道 唐海 这么做好吗 那可是王聪啊 我们会有大麻烦的 唐海却淡淡笑道 怕什么 有什么事 我兜着 当即发动车子 离开塑料厂 同时 脑海中系统提示声响起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1000发军用燃烧弹 听着脑海中的奖励 唐海笑着 加大油门 冲出塑料厂 唐海 没想到毕业后这几年 你变化这么大 就算是上次聚会 我都觉得 你还像以前那样 可现在 我真的看不透你 你变得很有钱 又强大 且做事随心所欲 似乎什么都不怕 唐海 你不会像小说里那样 花五块钱 买了一本绝世神功修炼吧 吴威震惊道 我这有辟邪剑谱 要不 唐海翻白眼 不过内心却失效 虽然他不是修了什么绝世神功 但也差不多 获得系统 岂不就是跟修炼了绝世神功一样 反正就是从此开挂 吴威连连摇头 那还是算了吧 我可不想失去整片森林 算了 我也不问 反正我是抱定你这条粗腿了 指哪打哪 唐海笑道 行 这可是你说的 第一件事 把能够动用的所有资金 全部用来购买物资 第二 假装从座椅背后 袋子里拿出一串钥匙 实际上 是从系统空间中拿出来的 丢给吴威 这是云山小区 一栋别墅的钥匙 以后你住哪 另外 告诉你 我已经买下了整个云山小区 且正在进行改造 待会我带你过去 以后那边的进度 你帮我盯着 如果你觉得缺什么 可以给我说 吴威接过钥匙 却觉得 唐海是在开玩笑 买下一个别墅小区 就算有钱 可也不会这么干啊 有这么多钱 去汉城最高档的别墅小区 买别墅 不是更好吗 一山傍水 十分安静 不比一个中等别墅小区里的别墅 好十倍百倍 而且 还改造别墅小区 难不成末日要来了 笑了笑 吴威决定不追问 而是跟着去云山小区看看 可是 当进入云山小区 看到空荡荡的小区 以及一栋栋外墙 被改造成黑色钢铁的别墅 甚至还有20米高 宛若城墙的钢铁墙壁 还有那一句句忙碌的机器人 吴威整个人当机在原地 完全傻眼 如同在80年代 看美国大片 唐海拍了怕 跟个傻子一样的吴威 笑道 这就吓坏了 好好适应适应嘛 这要是都承受不了 还怎么跟我混 吴威立刻激动起来 喘着粗气 喊道 唐海 你不解释解释 这些钢铁别墅 这些钢铁城墙 还有这些机器人 我不是在做梦吧 唐海淡淡道 乱世将来 这是你我接杆起的时代 若非我们是兄弟 也不会让你上船 吴威骇然 不会真有末日要来吧 唐海神秘一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从今天开始 你住在这 我给你选的别墅 是改造好了的别墅 另外 门口那些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需要 可以去找他们 没事的时候 帮我跟进一下别墅的改造进度 有任何异常 打电话给我 等唐海离开的时候 吴威还是猛的 觉得一切都不真实 是在做梦 钢铁别墅 钢铁城墙 忙碌的机器人 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穿越了 有事实心中立刻兴奋起来 因为知道 这个世界 很可能会迎来一场巨变 会迎来一个不同的时代 不管这个时代是好是坏 但他已经上了一艘钢铁巨轮 一定能在将来的时代 掀起滔天巨浪 活出一个真正精彩的人生 唐海 我爱死你了 拿着钥匙 吴威就寻找自己的别墅 打算先安顿下来 然后去和门口那帮人熟悉熟悉 最后按照唐海说的 不惜一切办法囤物资 还有监督别墅的改造进度 这个时候 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妹子 那身材简直爆炸性 顿时目光一亮 正打算搭讪 可忽然 一个令他羡慕极度的想法产生 现在整个小区 都是唐海的 门口那帮一看就不简单的保安 也是唐海的人 那么现在能住在这个别墅的女人 自然也是唐海的女人 可是 昨天他还看到 唐海搂着一个极品妹子去玩 难道 自己这个死党的身边 不止一个极品妹子 你是吴威吧 这个时候 叶清运对着吴威笑道 吴威有些意外 你怎么知道 我是吴威 叶清运笑道 唐海刚给我打电话了 怕你找不到门号 让我带你过去 吴威嘴角一抽 随后忍不住问道 美女 你是唐海的女朋友 叶清运点头 是啊 吴威心脏一疼 心里骂道 唐海 你还是人吗 在外面搞一个极品妹子就算了 还搞俩 你怎么对得起嫂子 你个人渣 我决定替天行道 于是 他将昨天唐海搂着一个妹子的事 告诉了叶清运 美女 唐海就是个人渣 你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吴威冷笑道 叶清运一脸惊讶的表情 见状 吴威整理了下衣服 道 美女 别跟着唐海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挺般配的 放心 唐海能给你开的条件 我也能开 古怪的看了吴威一眼 叶清运拿出手机 给唐海打了视频通话 问道 唐海 我见到他了 可是他真是你兄弟吗 他挖你墙角 吴威 叶清运将手机屏幕对准吴威 就听唐海冷笑道 吴威 要不还是传你辟邪剑谱吧 吴威连忙投降 笑道 误会 都是误会 而就在这时 只见不远处 有一名穿着白色薄毛衣的美女走了过来 黑色齐腰的长发 高挑的身材 气质温柔 给人阳光明媚的感觉 见状 吴威觉得自己的爱情来了 可是忽然间 他愣住了 心想 这不是又是唐海那个渣男的女人吧 于是 他指着那名美女 朝着叶清运询问 他不会也是 刚问 他就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而那边苏柔也小跑过来 看到叶清运 立刻笑着打招呼 叶姐 你怎么在这 快中午了 去吃饭吧 今天苏柔休息 不用上班 而就在昨天晚上 唐海和他一阵云雨后 就将自己的事和盘拖出 当然 系统的事肯定不能说 苏柔不仅知道 唐海身边有很多女人 而且 其中一位名叫叶清运的美女 就住在他隔壁 对此 他心里虽然有些吃醋 但很快就是人 毕竟说实话 对于唐海的老婆而言 他自己都是第三者 苏柔很快就接受了叶清运 并且等唐海离开 就去了叶清运家 打算认识认识 还别说 这女人一旦聊起来 很快就能成为朋友 毕竟都是唐海的女人 而且又都是美女 也聊得来 就连早餐 苏柔都是在叶清运家吃的 两人还约定 中午一起出去吃饭 这时候 苏柔注意到吴薇 便问道 叶姐 这位是 叶清运玩味看着发呆的吴薇 笑道 哦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唐海的好兄弟 吴薇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吴哥 我叫叶清运 这位是苏柔 也是唐海的女人哦 吴薇嘴角一抽 你 你们好 心里 一阵歇斯底里 唐海 你个渣男啊 有一个漂亮老婆不知足 还勾搭另一个极品美女 这也就算了 居然不仅勾搭了一个 而是俩 天哪 都是极品美女啊 英丽和他们比起来 简直就是杂草中的杂草 虽然吴薇很想泡眼前 这两位极品美女 可兄弟欺不可欺啊 当然 他也知道 以这两名美女的眼光 可不是有钱 就看得上他 这便更让他觉得 同一个寝室出来 可现在 他和唐海的差距 真的是太大了 吴哥 吴哥 苏柔也打招呼 吴薇方才回过神来 尴尬笑道 那个 我先去找我的别墅 你们去吃饭吧 不用管我 说完 直接就溜了 他怕自己 忍不住挖兄弟墙角啊 毕竟 兄弟那墙角 真的太美丽了 两女扑斥一声 笑了起来 最后手完手 像是好姐妹 有说有笑 亲密地去了停车场 接下来几天 唐海跑了很多地方 在地图上 将一个个地点圈出来 这些地点 要么是各大放置物资的仓库 要么是放置军火的仓库 而且全都是大仓库 至于那无数小仓库 他没时间去弄 等末日 还有不到五天时间 他就开始搜刮 这些仓库的物资和军火 同时 找机会 做随心所欲的任务 例如 碰到碰瓷的老人 直接打一顿 但不打死 一枪爆头 等等 这天 他重登江南岛 别墅内 唐海坐在汉黄身边 闲珠手一点都不老实 汉黄也拿他没办法 我已经买了将近十亿物资 各种武器也弄了不少 你到底知道什么 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做 汉黄皱眉道 反正 你照做就是 很快你就会知道原因 物资和武器别停 继续囤积 越多越好 另外 这次除了问物资和武器的情况 我还要你 立刻搬进云山小区 整个云山小区 已经被我买下 并且再改造 你可以随便找一栋居住 把十二天神都带过去 但其他人 你自己安排 唐海淡淡道 云山小区虽然能容纳更多人 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 否则到时候 可能会引起大乱 另外 任何住进云山小区的人 他都会找机会 种下摄魂针 保证这些人 对他绝对的忠诚 毕竟那可是末日 若是不小心 便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他必须非常谨慎 汉黄想了想 最终还是道 好 我明天就搬过去 说实话 他肯定是不想去的 毕竟云山小区 不过是一个普通别墅小区 哪里比得上江南岛 不过 他还是打算 听从唐海的安排 这么听话 我怎么不奖励你呢 唐海坏笑 见状 汉黄脸色一变 就要将唐海一掌打开 但唐海速度更快 已经稳了过去 汉黄整个人一将 最终那一掌没有打出去 任由唐海索取 一刻钟后 唐海朝着窗户边站着的汉黄 笑着挥手 离开江南岛 岸边 唐海登船 离开这里 不远处 一块大石头后面 白月阴冷地 看着离开的轮船 唐海 你施加在我身上的耻辱 我定要讨回 所以 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我已经把你调查清楚了 明明你有老婆 还勾引那么多女人 甚至是汉黄 你真是个人渣 你这种人 就不该存活在这世上 我会让你为你的行为 付出代价 打出手机 将早就编辑好的一条信息 同时发送给十几个人 当然 是以唐海的名义 甚至连微信都是伪造的 跟唐海的微信一模一样 不然得话 那十几个人不会上钩 船上 唐海并不知道白月的阴谋 面露愁苦之色 现在 苏柔和叶清韵 已经搬进云山小区 而且 关系还不错 汉黄和玲珑等天神 也会搬过去 他们不会让我头疼 可是 楚禅 秦宇蒙 江玉燕 洛青雅他们呢 我肯定要把他们都尽快安排到云山小区居住 但他们一旦碰上 他们能像苏柔和叶清韵那样 和平相处吗 还有老婆和小姨子那边 想想就头疼 而他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 楚禅 秦宇蒙 和江玉燕等 他身边的女人 都收到了一条伪造的信息 让他们明天 在云山小区广场集合 而信息的来源者 正是唐海 但实际上 唐海本人不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 吕伟和徐雄等人震惊 因为一个又一个极品的美女 进入云山小区 昨天 他们也收到了 来自贾唐爷发过来的信息 说是今天会有朋友 来云山小区 让他们放心 绝对不能阻拦 原以为是 唐爷新收的小弟什么的 可没想到 竟全部都是女人 而且都是极品角色 吕伟 这些角色 不会都是唐爷的女人吧 徐雄搓手 满脸激动到 那肯定是啊 不然 怎么唐爷一句话 他们全部来这里集合 唐爷真是牛掰啊 居然能搞定这么多角色 太羡慕了 同样是人 怎么就差距这么大呢 吕伟摇头叹息 一脸哈喇子 就你那错样 能和唐爷比吗 唐爷要搞不定这些角色 那就不是唐爷了 徐雄满眼是对唐海的崇拜之色 也是 可是 我看他们好像都不认识的样子 确定不会打起来 吕伟好奇 别管了 唐爷的事 不是我们能揣测的 好好看门就行 徐雄摇摇头 走了 此刻 一座大厦附近 他刚在那里面 做了一个随心所欲的任务 惩治了霸凌者 以及乱搞女职员的领导 碰 大厦天台 一个黑影坠落 砸坏了下面的车子 将周围的人 吓得惊叫 唐海扫了一眼 坠落的黑影 是那个无耻领导 没有在意 而是离开 同时 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声 叮 恭喜宿主 随心所欲成功 叮 恭喜宿主 顺从本性成功 请宿主查收以下奖励 系统空间2000立方 1000吨特级钢材 淡定的查收完奖励 唐海坐上车 打算离开 但这时 手机信息响起 是短信 短信内容 给你一个惊喜 下面配了一张图 图上 那是云山小区的广场 广场上 十几个女人站在那里 正是储禅等人 哄 唐海猛了 这特么是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全去了云山小区 这时 叶青运也打电话过来 唐海 你搞什么 小区来了好多女人 全部声称是来找你的 你可以啊 除了苏柔 居然还勾搭了这么多角色美女 我看你怎么办 唐海脸色阴沉道 不是我让他们过来的 一定是有人搞鬼 叶青运道 这我不清楚 他们打起来 哄 去车 唐海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云山小区 本来他还头痛 该怎么将身边的女人 全部聚集到云山小区 并让他们和谐相处 可方法还没找到 就有人给他 做了这个局 对方的目的 很显然 是想要自己难堪 自食恶果 等此事结束 我会查出来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干的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唐海无比兵猛到 此刻 云山小区广场 而那里 十分热闹 当知道大家全都是唐海 叫过来的后 也是唐海身边的女人 很快 洛青雅就和冯孟严 吵了起来 江玉燕找上了孙珍珍 储缠 如同一座冰山 寒气逼人 随时要爆发 秦宇萌看着自己的 好闺蜜叶清韵 什么时候的事 叶清韵不敢 只是好姐妹的眼睛 半赏才到 那天去你家 就被唐海给那个了 宇萌 我 我 这个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是闺蜜的男朋友 而自己呢 居然跟闺蜜的男朋友 偷偷搞在一起 而且第一次 还在他的家里 这种事 是个正常人 都无法忍受 但秦宇萌明白自己是第三者 这些女人 都是第三者 所以 忽然间就觉得 也没那么生气了 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无非两个选择 一个是大骂唐海一顿 拿钱走人 第二个 就是接受眼前的一切 继续和唐海在一起 秦宇萌自然是选择后者 毕竟 当初选择跟唐海在一起 并不是为了钱 现在也一样 他不知道 自己离开唐海 还能接受谁 所以 没得选择 算了 秦宇萌落寞地笑了笑 反正他有这么多女人 也不差你这一个 叶清韵诚恳道 宇萌 对不起 秦宇萌摇头 好了 不需要道歉 我们这些人 都是第三者 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别人呢 这个时候 洛青雅吉女 吵得越发不可开交 甚至有要开私的趋势 而就在这时 楚禅猛然大吼一声 都给我闭嘴 那冰冷的气息 一下子爆发 愣是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发正地看着他 唐海 我一定要淹了你 楚禅满脸杀一刀 但这时 洛青雅却怒道 放你的屁 你淹一个试试 江玉燕也骂道 敢淹我老公 我和你拼命 楚禅冷笑 都给我闭嘴 再给我刮噪 小心我将你们一个个抓到橘子里 定你们一个卖肉罪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怒了 虽然知道楚禅是警察 但都不怕 笑话 你自己什么货色 还抓我们 先把你自己抓进去吧 就是 还警察呢 赶紧辞职吧 你不配 不会说话就别说 小牙切齿 但还真没法反驳 边缘处 张子峰愣愣地站在那里 看着眼前玩笑般的一幕 整个人脸色变得越发苍白 他没想到 自己的姐夫 居然在外面搞了这么多女人 连好姐妹孙珍珍 都被他给偷摸拿下了 一时间 无法接受 他无法想象 如果姐姐知道 这件事后 会遭受怎样的打击 此刻 小区门口 唐海一下车 快步而来 看到吕尾 怒道 他们过来 你怎么没打电话告诉我 吕尾一愣 道 唐爷 昨天你给我发消息说 今天有朋友过来 让我们不要阻拦 直接放行 我以为你知道这事 所以没跟你说 唐海脸色一沉 没想到 幕后人还伪造了信息 发给了吕尾他们 以后有任何异常 直接告诉我 说完 唐海便冲了进去